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内容提要 和赛、阿卡迪奥、布恩蒂亚和表妹乌苏拉结了婚 乌苏拉怕生下长有猪尾巴的孩子 不肯和丈夫同房 邻居普罗登霄嘲笑布恩蒂亚不通人道 两人决斗 普罗登霄被长毛刺中咽喉 顿时毕命 从此 死者的鬼魂缠着布恩蒂亚一家 夫妇俩只得远走他乡 村里一些年轻人也跟着去了 他们翻山越岭 长途跋涉了两年多 终于在人烟绝迹的一条小河边定居建村 并取名为马贡多 几年之后 马贡多人口增至三百人 每年三月 总有一伙吉普赛人到村里来 带来村民们从未见识过的磁铁 望远镜 放大镜等新鲜玩意儿 最后 还送来了一座炼金试验室 布恩蒂亚对炼金着了迷 成天足不出户 埋头倒固 小儿子奥雷良诺 跟着布恩蒂亚 整天泡在试验室里 大儿子何赛 阿卡迪奥 不久跟一个经常来家帮活 并用纸牌算命的女人毕拉 发生了性关系 后来他又看中了一个吉普赛姑娘 不辞而别 远走高飞 乌苏拉四处寻找 五个月后也没找到 但带回来一大群移民 还找到了与外界联系的通道 马贡多从此繁荣起来 布恩蒂亚夫妇收养了一个小女孩 取名雷贝卡 不料 这女孩患有会传染的不眠症 不久 全家 全村的人都得了此病 并丧失记忆 幸亏老吉普赛人 莫尔基阿德斯来到村里 配置药水 为人们治好了病 布恩蒂亚因孩子长大 人口增多 决定扩建新房 门面漆成白色 这时新任镇长莫科特命令所有房子都要刷成蓝色 老布恩蒂亚一怒之下 把镇长赶走 后来双方妥协 莫科特一家住了下来 奥雷良诺爱上了镇长未成年的小女儿雷梅台斯 两人结了婚 但雷梅台斯不久病死 此后 奥雷良诺便天天和岳父打牌 消磨时间 其实 适逢保守党和自由党竞选 莫科特倾向保守党 奥雷良诺同情自由党 自由党和保守党打了起来 保守党军队开到马贡多 占据学校做司令部 严厉搜查武器 枪毙自由党分子 奥雷良诺带人冲进学校 杀了保守党军官和士兵 委派者阿卡迪奥及其凶和赛 阿卡迪奥之子镇守马贡多 自己则投奔自由党梅迪纳将军的部队 不久 成为全国文明的奥雷良诺上校 自由党战败 奥雷良诺上校被捕 并被判处死刑 正要执行之际 被其凶和赛 阿卡迪奥救出 然后两人一起 再去解救梅迪纳将军 他们赶到军中 将军已经被害 大家便推选奥雷良诺 为加勒比海革命军司令 但是何赛 阿卡迪奥却在家里 突然被枪打死 不知是他杀还是自杀 10月初 奥雷良诺率兵打回马贡多 守军司令蒙卡达被俘 革命法庭将所有参与抵抗的保守党人 判处死刑 奥雷良诺这时忽然厌烦战争 经过一年多的斡旋 保守党和自由党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 奥雷良诺却用手枪自杀 但侥幸重伤未死 伤愈后 他闭门不出 在家里做精致的小鱼 这时 奥雷良诺上校 在外从军师生的17个儿子都到马贡多来了 他们带来了外地的工业技术 办起了工厂 他的侄孙和赛 阿卡迪奥第二也招了一批工人 从事挖河道 修码头等工程 马贡多逐渐现代化 通了火车 有了电灯 有一个美国人到马贡多来 吃了这里生产的香蕉 研究了这里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之后走了 不几天 来了一大批带着家属的外国技术人员 铁皮屋顶的房子盖起来了 土地被铁丝网圈起来了 马贡多变成了一个香蕉种植园 美国佬在马贡多专横跋扈 草菅人命 奥雷良诺上校极为气愤 心想总有一天要把孩子们武装起来 赶走这群外国佬 但这时掌握市政大权的美国老板布朗 已下令把他的十七个孩子统统杀掉 总统致电慰问 镇长送来花圈 奥雷良诺上校极为颓丧 从此关在屋子里做精致小鱼 做满十七个花钓再重做 一天到一棵大栗树下小便 死在那里 工会组织香蕉工人举行大罢工 政府派兵镇压 他们杀了三千人 把尸体装上二百节车皮 运到海岸 丢进大海 之后 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 香蕉园一片汪洋 马贡多回到田园荒芜的状态 末了 布恩迪亚家族最后一代人 一个长有猪尾巴的婴儿 被蚂蚁吃掉 而马贡多也在一阵旋风中消失 作品赏息 被誉为在线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红篇巨著的百年孤独 是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 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代表作 全书近三十万字 内容庞杂 人物众多 情节曲折离奇 再加上神话故事 宗教典故 民间传说 以及作家独创的 从未来的角度来 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序手法等等 令人眼花缭乱 但月毕全书 读者可以领悟 作家是要通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 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 来反映哥伦比亚 乃至 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 和社会现实 要求读者思考 造成马共多百年孤独的原因 从而去寻找 摆脱命运扩弄的正确途径 从1830年 至上世纪末的七十年间 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 使数十万人丧生 本书以很大的篇幅 描述了这方面的史实 并且通过书中主人公 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涯 集中表现出来 政客们的虚伪 统治者们的残忍 民众的盲从和愚昧等等 都写得淋漓尽致 作家以生动的笔触 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 描绘了这个家族的孤独精神 在这个家族中 夫妻之间 父子之间 母女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没有感情沟通 缺乏信任和了解 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 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 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 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这种孤独不仅弥漫在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共多镇 而且渗入了狭隘思想 成为阻碍民族向上 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 作家写出这一点 是希望拉美民众团结起来 共同努力摆脱孤独 所以 百年孤独中尽淫着的孤独感 其主要内涵 应该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 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议 是作家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 以及这块大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 生存状态 想象力 进行独特的研究之后 形成的倔强的自信 加西亚 马尔克斯遵循变现实为幻想 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经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 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 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 形成色彩斑斓 风格独特的图画 使读者在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的形象中 获得一种似曾相识 又绝陌生的感受 从而激起寻根溯源 去追索作家创作真谛的愿望 魔幻现实主义 必须以现实力基础 但这并不妨碍 他采取极端夸张的手法 如本书写外部文明 对马贡多的侵入 是现实的 但又魔幻化了 吉普赛人拖着两块磁铁 爱家创户地走着 铁锅 铁盆 铁钳 小铁炉 纷纷从原地落下 木板因铁钉和螺钉 没命地挣脱出来 而嘎嘎作响 跟在那两块磨铁的后面乱滚 又如血液的寂静 人们居然能听到 蚂蚁在月光下的轰闹声 蛀虫啃食时的巨响 以及野草生长时 持续而清晰的尖叫声 在如血政府 把大批罢工者杀害后 将尸体装上火车 运到海里扔掉 那辆火车竟有200节车厢 前 中 后 共有三个车头牵引 作家似乎在不断地变换着 哈哈镜 望远镜 放大镜 甚至显微镜 让读者看到 一幅幅真真假假 虚实交错的画面 从而丰富了想象力 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印第安传说 东方神话 以及圣经典故的运用 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神秘气氛 如写普罗登霄的鬼魂 日夜纠缠布恩蒂亚一家 便取材于印第安传说中 冤鬼自己不得安宁 也不让仇人安宁的说法 有关飞坛 以及俏姑娘雷梅台斯 抓住床单升天的描写 是阿拉伯神话 天方夜谭的隐身 而马贡多 一连下了四年十一个月 零两天的大雨 则是圣经 创世纪中 有关洪水浩劫 及挪亚方舟等故事的遗址 拉丁美洲的民间传说 往往带有迷信色彩 作家在采用这些民间传说时 有时把他们作为现实来描写 如好汉弗朗西斯科曾和魔鬼对割 击败了对手 阿玛兰塔在长廊里绣花时 与死神交谈等等 有时则反其意而用之 如血尼卡诺尔神父喝了一杯巧克力后 居然能离地十二厘米 以证明上帝有无限神力等等 显然是对宗教迷信的讽刺和嘲笑 本书中 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得比较成功 且有意义的 应首推关于不眠症的描写 马贡多全体居民 在建村后不久 都传染上一种不眠症 严重的是 得了这种病 人会失去记忆 为了生活 他们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 例如 他们在牛身上贴标签道 这是牛 每天要挤他的奶 要把奶煮开加上咖啡 才能做成牛奶咖啡 这类例子书中比比皆是 作家意在提醒公众 牢记容易被人遗忘的历史 另外 作家还独创了 从未来的角度 回忆过去的新影倒序手法 例如小说一开头 作家就这样写道 许多年之后 面对刑刑队 奥雷良诺 布恩迪亚上校 将会回想起 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短短的一句话 实际上容纳了未来 过去和现在三个时间层面 而作家显然隐匿在现在的叙事角度 紧接着 作家笔锋一转 把读者引回到马贡多的初创时期 这样的时间结构 在小说中一再重复出现 一环接一环 环环相扣 不断地给读者造成新的悬念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本书凝重的历史内涵 犀利的批判眼光 深刻的民族文化反省 庞大的神话隐喻体系 是由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神秘语言 贯穿史中的 有的评价认为 这部小说出自八岁儿童之口 加西亚 马尔克斯对此说颇感欣慰 这是很深刻的评判目光 因为这种直观的 简约的语言 确实有效地反映了一种新的视角 一种落后民族 人类儿童的自我意识 当事人的苦笑 取代了旁观者的眼泪 语者自我表达的切肤之痛 取代了智者 貌似公允的批判和分析 更能收到 唤起被愚弄者群体 深刻反省的客观效果 林一安 波恩蒂亚家族人物表 霍阿波恩蒂亚 第一代 乌苏纳 霍阿波恩蒂亚之妻 第一代 霍阿卡蒂奥 霍阿波恩蒂亚之长子 第二代 雷贝卡 霍阿卡蒂亚之妻 第二代 奥雷莲诺上校 霍阿波恩蒂亚之长子 第二代 雷迈代斯 摩斯科特 奥雷莲诺上校之妻 第二代 阿玛兰塔 或阿波恩蒂亚之小女儿 第二代 皮拉 台列纳 或阿卡蒂亚之情妇 第二代 阿卡蒂奥 或阿卡蒂亚之子 第二代 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 阿卡蒂亚之妻 第三代 奥雷莲诺 或塞 奥雷莲诺上校之子 第三代 十七个奥雷莲诺 奥雷莲诺上校之子 第三代 俏姑娘 雷迈代斯 阿卡蒂亚之长女 第四代 或阿卡蒂亚第二 阿卡蒂亚之次子 第四代 奥雷莲诺第二 阿卡蒂亚之小儿子 第四代 菲兰达 德卡皮奥 奥雷莲诺第二之妻 第四代 佩特纳 科特 奥雷莲诺第二之情妇 第四代 或阿卡蒂亚神学院学生 奥雷莲诺第二之长子 第五代 美美雷纳塔 奥雷莲诺第二之次女 第五代 巴比洛尼亚 美美之夫 第五代 阿玛兰塔 乌苏纳 奥雷莲诺第二之小女儿 第五代 加斯东 阿玛兰塔 乌苏纳之夫 第五代 奥雷莲诺 波恩蒂亚 破译手稿者 美美之子 第六代 有尾巴的婴儿 奥雷莲诺 波恩蒂亚之后代 第七代 第一章 多年以后 奥雷莲诺上校 站在行刑队面前 准会想起 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 那个遥远的下午 当时 马孔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 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 河水清澈 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 河里的石头光滑 洁白 活像史前的巨蛋 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 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 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 每年三月 一山蓝楼的吉普赛人 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 在嘀咕的喧嚣声中 向马孔多的居民 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 他们首先带来的是磁铁 一个身躯高大的吉普赛人 自称梅尔加德斯 满脸落腮胡子 手指瘦得像鸟的爪子 向观众出色地表演了 他所谓的马其顿炼金术士 创造的世界第八奇迹 他手里拿着两大块磁铁 从一座农舍走到另一座农舍 大家都惊异地看见 铁锅 铁盆 铁钳 铁炉 都从原地倒下 木板上的钉子和螺丝 嘎吱嘎吱地拼命响正拖出来 甚至那些早就丢失的东西 也从找过多次的地方误然出现 乱七八糟地 跟在梅尔加德斯的摩铁后面 东西也是有生命的 吉卜塞人用刺耳的声调说 只消唤起他们的灵性 霍阿波恩迪亚狂热的想象力 经常超过大自然的创造力 甚至越过奇迹和魔力的限度 他认为 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 可以用来开采地下的金子 梅尔加德斯是个诚实的人 他告诫说 磁铁干这个却不行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 当时还不相信吉卜塞人的诚实 因此用自己的一匹螺子和两只山羊 换下了两块磁铁 这些家畜是他的妻子打算用来振兴破败的家业的 他试图阻止他 但是枉费功夫 咱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金子 用来铺家里的地都有余了 丈夫回答他 在好个月里 霍阿波恩迪亚都顽强地努力旅行自己的诺言 他带着两块磁铁 大声地不断念着梅尔加德斯教他的咒语 勘察了周围整个地区的一寸寸土地 甚至河床 但他觉出的唯一的东西 是15世纪的一件铠甲 它的各部分都已绣地连在一起 用手一敲 挨甲里面就发出空洞的回声 仿佛一只塞满石子的大葫芦 三月间 吉卜塞人又来了 现在他们带来的是一家望远镜和一只大小四股的放大镜 说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最新发明 他们把望远镜安在帐篷门口 而让一个吉卜塞女人站在村子尽头 花五个里亚尔 任何人都可从望远镜里看见那个仿佛近在巨尺的吉卜塞女人 科学缩短了距离 梅尔加德斯说 在短时期内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 在一个炎热的晌午 吉卜塞人用放大镜做了一次惊人的表演 他们在街道中间放了一堆甘草 借太阳光的焦点让甘草燃了起来 磁铁的试验失败之后 霍阿波恩迪亚还不甘心 马上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发明作为作战武器的念头 梅尔加德斯又想劝阻他 但他终于同意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币交换放大镜 乌苏纳伤心地流了泪 这些钱是从一盒金鱼味拿出来的 那盒金币由他父亲一生结一缩时积攒下来 他一直把它埋藏在自个儿床下 想在适当的时刻使用 霍阿波恩迪亚无心抚慰妻子 他以科学家的忘我精神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一头扎进了作战实验 他想证明用放大镜对付敌军的效力 就立阳光的焦点射到自己身上 因此受到灼伤 伤处溃烂 很久都没痊愈 这种危险的发明把他的妻子吓坏了 但他不顾妻子的反对 有一次甚至准备点燃自己的房子 霍阿波恩迪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总是一连几个小时 计算新式武器的战略威力 甚至编写了一份使用这种武器的指南 阐述异常清楚 论据确凿有力 他把这份指南连同许多试验说明和几幅图解 请一个信使送给政府 这个信使翻过山岭 射过茫茫苍苍的沼地 游过汹涌澎湃的河流 冒着死于野兽和疫病的危机 终于到了一条异道 当时前往首都尽管是不大可能的 霍阿波恩迪亚还是答应 只要政府一声令下 他就去向军事长官们实际表演他的发明 甚至亲自训练他们掌握太阳战的复杂技术 他等待答复等了几年 最后等得厌烦了 他就为这新的失败埋怨梅尔加德斯 于是吉普赛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诚实 他归还了金币换回了放大镜并且给了霍阿波恩迪亚几幅葡萄牙航海图和各种航海仪器 梅尔加德斯亲手记下了修道士赫尔曼著作的简要说明 把记录留给霍阿波恩迪亚 让他知道如何使用观像仪、罗盘和六分仪 在雨季的漫长月份里 霍阿波恩迪亚不把自己关在宅子深处的小房间里 不让别人打扰他的试验 他完全抛弃了家务 整夜整夜待在院子里观察星星的运行 为了找到子午线的确定方法 他差点中了数 他完全掌握了自己的仪器以后 就设想出了空间的概念 今后 他不走出自己的房间 就能在陌生的海洋上航行 考察荒芜人烟的土地 并且跟真秦异寿打上交道了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 在屋子里夺来夺去 对谁也不搭理 而乌苏娜和孩子们却在菜园里 忙得喘不过气来 照料香蕉和海域 木薯和山药 南瓜和茄子 可是不久 霍阿波恩迪亚紧张的工作突然停措 他陷入一种肿破颠倒的状态 好几天 他仿佛中了魔 总是低声地嘟嚷什么 并为自己反复斟酌的各种假设感到吃惊 自己都不相信 最后 在12月里的一个星期 吃午饭的时候 他忽然一下子摆脱了脑人的疑虑 孩子们至死不济的 由于长期熬夜和冥思苦想 而变得精疲力竭的父亲 如何洋洋得意地向他们宣布自己的发现 地球是圆的 像橙子 乌苏娜失去了耐心 如果你想发颠 你就自个激发吧 他嚷叫起来 别给孩子们的脑瓜里灌输古补赛人的胡思乱想 霍阿波恩迪亚一动不动 妻子气得把观象仪摔到地上 也没有吓到他 他另做了一个观象仪 并且把村里的一些男人照到自己的小房间里 根据在场的人追也不明白的理论 向他们证明说 如果一直往东航行 就能回到出发的地点 马孔多的人以为霍阿波恩迪亚疯了 可兄梅尔加德斯回来之后 马上消除了大家的疑虑 他大声地赞扬霍阿波恩迪亚的智慧 光靠现象仪的探测 就证实了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虽是马孔多的居民 已经还不知道的 但实际上早就证实了 梅尔加德斯为了表示钦佩 赠给霍阿波恩迪亚一套东西 变金试验室设备 这对全村的未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时 梅尔加德斯很快就衰老了 这个吉普赛人第一次来到村里的时候 仿佛跟霍阿布斯蒂亚同样年岁 可他当时仍有非凡的力气 就装马耳朵 就能把马拉倒 现在 他却好像被一些顽固的疾病折磨坏了 确实 他衰老的原因是 他在世界各地不断流浪时 得过各种罕见的疾病 帮助霍阿 波恩迪亚装备实验室的时候 他说死神到处都紧紧地跟着他 可是死神仍然没有最终决定要他的命 从人类遇到的各种瘟疫和灾难中 他幸存下来了 他在波斯患过赖病 在马拉雅群岛患过坏血病 在亚历山大患过麻风病 在日本患过狡气病 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 在西西里碰到过地震 在麦哲伦海峡遇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这个不寻常的人说他知道纳斯特拉玛斯的秘诀 此人面貌阴沉 落落寡欢 戴着一顶大帽子 宽宽的黑色帽颜 宛如乌鸦张开的翅膀 而他身上的丝绒砍尖却布满了多年的绿眉 然而 尽管他无比聪明和神秘莫测 他终归是有些打肉的人 摆脱不了人世间日常生活的烦恼和忧虑 他抱怨年老多病 苦于微不足道的经济困难 早就没有笑容 因为坏血病已使他的牙齿掉光了 霍阿·布恩迪亚认为 正是那个闷热的晌午 梅尔加德斯把白挤的秘密告诉他的时候 他们的伟大友谊才开了头 吉普赛人的神奇故事使得孩子们感到惊讶 当时不过五岁的奥雷莲诺一辈子都记得 梅尔加德斯坐在明晃晃的窗子跟前 身体的轮廓十分清晰 他那风情一般低沉的声音 透进了最暗的幻想的角落 而他的两鬓却流着汗水 仿佛鼠热融化了的脂肪 奥雷莲诺的哥哥或 阿卡蒂奥将把这个惊人的形象当作留下的回忆传给他所有的后代 至于乌苏纳 恰恰相反 吉普赛人的来访给他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印象 因为他跨进房间的时候 想起梅尔加德斯 除了许多铁锅 漏斗 躯井瓶 筛子和过滤器 简陋的试验室里还有普通熔铁炉 场景玻璃烧瓶 点金石纺制品 以及三臂蒸馏器 此种蒸馏器是犹太女人马利基曾经用过的 现由吉普赛人自己按照最新说明制成 此外 梅尔加德斯还留下了七种与六个星球有关的金属样品 摩西和索西莫斯的贝金方案 炼金术笔记和图解 谁能识别这些笔记和图解 谁就能够制作点金石 或阿布恩迪亚认为贝金方案比较简单 就入迷了 他一连几个星期缠住乌苏纳 要求他从密藏的小盒子里掏出旧金币来 让金子成倍的增加 水银能够分成多少份 金子就能增加多少倍 像往常一样 鸟苏纳没有拗过大夫的固执要求 于是 霍阿布恩迪亚把三十枚金币丢到铁锅里 拿他们跟瓷黄、铜屑、水银和铅一起融化 然后又把这一切倒在碧麻油锅里 在烈火上熬了一阵 直到最后熬成一锅恶臭的浓浆 不像加倍的金子 倒像普通的焦糖 经过多次拼命的冒街的试验 蒸馏了 跟七种天体金属一起熔炼了 加进黑莓斯水银和赛普路斯硫酸盐了 在猪油里重新熬煮了 因为没有萝卜油 乌苏纳的宝贵遗产变成了一大块浇糊的渣子 粘在锅底了 吉普赛人回来的时候 乌苏纳缩使全村的人反对他们 可是好奇战胜了恐惧 因为吉普赛人做着各式各样的乐器 闹嚷嚷的经过街头 他们的宣传员说是要展出那些安兹人最奇的发明 大家都到吉普赛人的帐篷去 花一分钱 就可看到返老还童的梅尔加德斯身体康健 没有皱纹 满口漂亮的心牙 有些人还记得 他坏血病毁掉的牙床 凹陷的面颊 皱巴巴的嘴唇 一件吉普赛人神通广大的罪心证明 都惊得发抖 接着 梅尔加从嘴里取出一副完好的牙齿 刹那间又变成往日那个老朽的人 并且拿这副牙齿给观众看了一看 然后又把它装上牙床 微微一笑 似乎重新恢复了青春 这时 大家的惊恶却变成了狂欢 甚至或 阿波恩迪亚本人也认为 梅尔加德的知识 到了不大可能达到的极限 可是当吉普赛人单独向他说明假牙的构造时 他的心也就轻快了 高兴地放声大笑 或阿波恩迪亚觉得 这一切既简单又奇妙 第二天 他就完全失去了对炼金术的兴趣 陷入了沮丧状态 不再按时进餐 从早到晚在屋子里夺来夺去 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 他向乌苏娜唠叨 咱们旁边 就在河流对岸 也有许多个是各样神奇的机器 可咱们仍在这像蠢驴一样过日子 马孔多建立时就了解他的人都感到惊讶 在梅尔加德斯的影响下 他的变化多大呀 从前 霍阿波恩迪亚 好像一个年轻的组长 经常告诉大家如何播种 如何教养孩子 如何饲养家畜 他跟大伙一起劳动 为全村造福 波恩迪亚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 其他的人都力求像他一样建筑自己的住所 他的房子有一个敞亮的小客厅 摆了一盆盆鲜花的阳台餐室和两间卧室 院子里栽了一棵挺大的栗树 房后是一座细心照料的菜园 还有一个畜栏 猪、鸡和山羊 在栏里和睦相处 他家里进养斗鸡 全村也都进养斗鸡 乌苏娜像丈夫一样勤劳 她是一个严肃 活跃和矮小的女人 一直坚强 大概一辈子都没唱过歌 每天从黎明到深夜 四处都有她的踪影 到处都能听到 她那降过的荷兰亚麻布裙子 轻微的沙沙声 多亏她勤于照料 夯实的泥土地面 未曾粉刷的上墙 粗糙的自制木齐 经常都是千单静静的 而保存衣服的旧箱子 还散发出紫苏清淡的方向 霍阿波恩蒂亚 是村里最有事业心的人 她指挥建筑的房屋 每家的主人到河边去取水 都同样方便 她合理设计的街道 每座住房白天最热的时刻 都能得到同样的阳光 建村之后过了几年 马孔多已经成了一个最整洁的村子 这是跟全村三百个居民 过去住过的其他一切村庄都不同的 这是一个真正幸福的村子 在这村子里 谁也没有超过三十岁 也还没有死过一个人 建村的时候 霍阿波恩蒂亚 开始制作套索和鸟笼 很快 她自己和村中其他的人家 都养了金架 金丝雀 蜂虎和枝羹鸟 许多各式各样的鸟不断的七七渣渣 乌苏纳生怕自己震得发龙 只好用风蜡把耳朵塞上 梅尔加德斯一伙人 第一次来到马孔多出售玻璃球头痛药时 村民们根本就不明白 这些吉普赛人如何能够找到这个小小的村子 因为这个村子是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带的 吉普赛人说 他们来到这时由于听到了鸟的叫声 可是 霍阿波恩蒂亚为社会造福的精神很快消失 她迷上了磁铁和天文探索 幻想踩到金子和发现世界的奇迹 精力充沛 衣着整洁的霍阿波恩蒂亚 逐渐变成一个外表疏懒 衣冠不整的人 甚至满脸胡子 乌苏纳费了大劲 采用一把锋利的菜刀把她的胡子剃掉 村里的许多人都认为 霍阿波恩蒂亚中了鞋 不过 她把一个袋子搭在肩上 带着铁锹和锄头 要求别人去帮助她 开辟一条道路 以便把马孔多和那些伟大发明连接起来的时候 甚至坚信她发了疯的人 也扔下自己的家庭与活迹 跟随她去冒险 霍阿波恩蒂亚 压根儿不了解周围地区的地理状况 她只知道 东边耸立着难以攀登的山岭 山岭后面是古城利奥阿查 据她的祖父奥雷莲诺 波恩蒂亚第一说 从前有个弗兰西斯 德拉克爵士 曾在那儿开炮轰击鳄鱼消遣 他叫人在轰死的鳄鱼肚里填尽甘草 不坠好了 就送去献给伊丽莎白女王 年轻的时候 霍阿波恩蒂亚和其他的人一起 带着妻子 孩子 家畜和各种生活用具 翻过这个山岭 希望到海边去 可是游荡了两年又两个月 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为了不走回头路 才建立了马孔乡村 因此 往东的路是她不感兴趣的 那只能重复往日的遭遇 南边是一个个永远砸草丛生的泥潭 和一大片沼泽地带 据吉普赛人证明 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世界 西边呢 沼泽变成了辽阔的水域 那栖息着鲸鱼状的生物 这类生物 皮肤细嫩 头和躯干都像女了 宽大 迷人的胸脯 常常毁掉航海的人 据吉普赛人说 他们到达一道经过的陆地之前 航行了几乎半年 霍阿波恩蒂亚认为 跟文明世界接触 只能往北前进 于是 他让那些跟他一起建立马孔多村的人 带上铁锹 锄头 和狩猎武器 把自己的定向一具和地图放进碑囊 就去从事鲁莽的冒险了 最初几天 他们没有遇到特殊的困难 他们顺着遍布石头的河岸下去 到了几年前 发现古代铠甲的地方 并且沿着野橙子树之间的小径 进入一片树林 到第一个周围 他们侥幸打死了一只母鹿 拿它烤熟 可是决定只吃一半 把剩下的储备起来 他们采取这个预防措施 是想延缓以金刚鹦鹉冲击的时间 这种鹦鹉的肉是蓝色的 有强烈的射香味 在随后的十几天中 他们根本没有见到阳光 脚下的土地变得潮湿 松软起来 好像火山灰似的 杂草越来越密 飞禽的提鸣和猴子的尖叫越来越远 四周仿佛变得惨谈凄凉了 这个潮湿和寂寥的境地 犹如原罪以前的蛮荒世界 在这儿 他们的鞋子陷进了油气腾腾的深坑 他们的大砍刀乱披着血红色的百合花 和金黄色的绒园 远古的回忆使他们受到压抑 整整一个星期 他们几乎没有说话 像梦游人一样 在昏暗 悲凉的境地里行进 照明的只有萤火虫闪烁的微光 难闻的血腥气味 使他们的肺部感到很不舒服 回头的路是没有的 因为他们开辟的小径 一下了就不见了 几乎就在他们眼前 长出了新的野草 不要紧 霍阿波恩迪亚说 主要是不迷失方向 他不断地盯住罗盘的指针 继续领着大伙 往看不见的北方前进 终于走出了魔区 他们周围是没有星光的黑夜 但是黑暗里充满了新鲜空气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已经疲惫不堪 于是悬起吊床 两星期中第一次安静地睡了个大觉 醒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 他们因此惊得发呆 在宁静的晨光里 就在他们前面 矗立着一艘西班牙大帆船 船体是白色 腐朽的 周围长满了羊齿植物和棕割 帆船微微往右倾斜 在兰花装饰的锁具之间 桂杆还很完整 垂着肮脏的船帆碎片 船身有一层石化贝壳 和青苔形成的光滑的外壳 牢牢地陷入了坚实的土壤 看样子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 被人忘却了 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 也没有受到飞禽的骚扰 探险队员们小心地查看了帆船内部 里面除了一大醋花卉 没有任何东西 帆船的发现证明 大海就在近旁 破坏了霍阿波恩迪亚的战斗精神 他认为这是狡诈的命运在捉弄他 他千辛万苦寻找大海的时候 没有找到他 他不想找他的时候 现在却发现了他 他像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横在他的路上 多年以后 奥雷连诺上校 也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 那时这已经开辟了一道 他在帆船失事的地方 只能看见一片樱塑花中间烧糊的船骨 那时他者相信 这整个故事并不是他父亲虚构的 于是向自己提出个问题 帆船怎会深入陆地这么远呢 可是 在经过四天的路程 在离帆船12公里的地方 霍阿波恩迪亚 看见大海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这类问题 在大海面前 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大海翻着泡沫 浑浊不堪 灰茫茫一片 值不得他和伙伴们去冒险和牺牲 真他妈的 霍阿波斯蒂亚叫道 马孔多四面八方都给海水围住了 探险回来以后 霍阿波恩迪亚绘了一幅地图 由于这张主观想出的地图 人们长时期里 都以为马孔多是在一个半岛上面 他是恼怒地画出这张地图的 故意夸大跟外界往来的困难 仿佛想惩罚自己 轻率地选择了这个建村的地点 咱们再也去下了任何地方了 他向乌苏娜叫苦 咱们会在这活活地烂调 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了 在自己的小试验室里 他把这种想法反除式地 咀嚼了几个月 决定把马孔多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 可是妻子立即警告他 破坏了他那荒唐的计划 村里的男人已经开始准备搬家 乌苏娜却像蚂蚁一样悄悄地活动 一鼓作气 缩使村中的妇女 反对男人的轻举妄动 霍阿波恩迪亚说不清楚 不知什么时候 由于什么对立的力量 他的计划遭到一大堆借口和托词的阻挠 终于变成没有结果的幻想 有一妖早晨 乌苏娜发现 他一面低声捣鼓搬家的计划 一面把白挤的试验用具 装进箱子 他只在旁边装傻地观察它 甚至有点怜悯它 他让他把事儿子完 在他钉上箱子 拿盏了墨水的刷子 在箱子上写好自己的缩写姓名时 他一句也没责备它 尽管他已明白 凭他含糊地咕噜 他知道村里的男人并不支持他的想法 只当霍阿波恩迪亚开始卸下房门时 乌苏娜才大胆地想他要干什么 他有点难过地回答说 既然谁也不想走 咱们就单独走吧 乌苏娜没有发慌 不 咱们不走 他说 咱们要留在这儿 因为咱们在这儿生了个儿子 可是 咱们还没有一个人死在这儿 霍阿波恩迪亚反驳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属埋在这儿 他就不足这个地方的人 乌苏娜温和而坚决他说 为了咱们留在这儿 如果要我死 我就死 霍阿波恩迪亚并不相信妻子那么坚定 他试图自自己的幻想迷住他 答应带他去看一个美妙的世界 那儿 只要在地里喷上神奇的药水 植物就会按照人的愿望长出果实 那儿 可以见价买到各种治病的药物 可是他的幻想并没有打动他 不要成天想如飞飞 最好关心关心孩子吧 他回答 你瞧 他们像小狗似的被扔在一边 没有人管 霍阿波恩迪亚一字一句体会妻子的话 他望了望窗外 看见两个赤足的孩子正在烈日炎炎的来源里 他觉得 他们仅在这一瞬间才开始存在 仿佛是乌苏娜的咒语呼唤出来的 这时 一种神秘而重要的东西 在他心中误然出现 使他完全脱离了现实 浮游在住室的回忆里 当鸟苏娜打扫屋子 决心一辈子也不离开这时 霍阿 波恩迪亚继续全神贯注地望着两个孩子 终于望得两眼湿润 他就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好了 他说 叫他们来帮我搬出箱子里的东西吧 大儿子霍 王卡蒂奥满了14岁 长着芳芳的脑袋和蓬松的头发 性情像他父亲一样执拗 他虽有父亲那样的体力 可能长得像父亲一般睽萎 但他显然缺乏父亲那样的想象力 他是在马孔多建村之前 翻山越岭的艰难屠城中诞生的 父母确信孩子没有任何牲畜的特征 都感谢上帝 奥雷莲诺是在马孔多出生的第一个人 三月间该满六岁了 这孩子性情孤僻 沉默寡言 他在母亲肚子里就哭哭啼啼 是睁着眼睛出事的 人家给他割掉旗带的时候 他把脑袋扭来扭去 仿佛探查屋里的东西 并且好奇地瞅着周围的人 一点山不害怕 随后 对于走到跟前来瞧他的人 他就不感兴趣了 而把自己的注意力 集中在棕割叶铺盖的房顶上 在倾盆大雨下 房顶每分钟都有他下的危险 乌苏纳记得 后来还看见过孩子的这种紧张的神情 有一天 三岁的小孩奥雷莲诺走进厨房 他正巧 把一锅煮沸的汤从炉灶拿到桌上 孩子犹豫不决地站在门槛边 惊慌地说 马上就要摔下了 汤锅是稳稳地放在桌子中央的 可是孩子刚说出这句话 他仿佛受到内力推动似的 开始制止 不住的一道桌边 然后掉到地上摔得粉碎 不安的乌苏纳 把这桩事情告诉丈夫 可他把这种事情说成是自然现象 经常都是这样 霍阿波恩蒂亚不关心孩子的生活 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童年是智力不成熟的时期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头扎进了荒唐的研究 但是 从他招呼海丁们帮他取出箱子里的试验仪器的那腰下午起 他就把他最好的时间用在他们身上了 在僻静的小室墙壁上 男子置信的地图和稀奇古怪的图表越来越多 在这间小宝里 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和计算 同时不仅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 而以广泛利用自己无限的想象力 向孩子们介绍世界上的奇迹 孩子们由此知道 非洲南端有一种聪明温和的人 他们的消遣就是坐着静思 而爱琴海是可以步行过去的 从一个岛屿跳上另一个岛屿 一直可以到达萨洛尼卡港 这些荒诞不经的夜谭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多年以后 政府军的军官命令行刑队开枪之前的片刻间 奥雷莲诺上校 重新译起了那个暖和的三月的下午 当时他的父亲听到远处吉普赛人的低谷声 就中断了物理课 两眼一动不动 举着手愣住了 这些吉普赛人再一次来到村里 将向村民介绍孟菲斯学者们惊人的最新发明 这是另一批吉普赛人 男男女女部都挺年轻 只说本族话 是一群皮肤油亮 双手灵巧的漂亮人物 他们在歌在舞 兴高采烈 闹嚷嚷地经过街头 带来了各样东西 会唱意大利抒情歌曲的彩色鹰鹅 随着鼓声一次 至少能下100只金蛋的母鸡 能够猜出人意的猴子 既能缝钮扣 又能退烧的多用机器 能够使人忘却心酸往事的气血 能够帮助消磨时间的膏药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巧妙非凡的发明 以致或啊 波恩迪亚打算发明一种记忆机器 好把这一切全都记住 瞬息间 村子里的面貌就完全改观人人群 嘻嚷 闹闹喧喧 马恐多的居民 在自己的街道上也迷失了方向 或和波恩迪亚像疯子一样东窜西窜 到处寻找梅尔加德斯 希望从他那儿了解这种神奇梦境的许多秘密 他手里牵着两个孩了 生怕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丢失 不时碰见镶着金牙的江湖艺人 或者六条胳膊的魔术师 人群中发出屎尿和弹香混合的味儿 叫他喘不上气 他向吉普赛人打听梅尔加德斯 可是他们不懂他的语言 最后他到了梅尔加德斯 往常搭帐篷的地方 此刻 那儿坐着一个脸色阴郁的亚美尼亚吉普赛人 正在用西班牙语叫卖一种隐身糖浆 当这吉普赛人 刚刚一下子喝完一杯琥珀色的无名饮料时 或啊 波恩迪亚挤过一群看得出神的观众 向吉普赛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吉普赛人用奇异的眼光瞅了瞅他 立刻变成一滩恶臭的冒烟的沥青 他的答话还在沥青上发出回声 梅尔加德斯死了 或啊 波恩迪亚听到这个消息 不胜惊愕 呆若目击 试图控制自己的悲伤 直到观众被其他的把戏吸引过去 亚美尼亚吉普赛人变成的一滩沥青挥发殆尽 然后 另一个吉普赛人证实 梅尔加德斯在新加坡海滩上患孽祭死了 尸体抛入了爪哇附近的大海 孩子们对这个消息并无兴趣 就拉着父亲去看写在一个仗着招牌上的孟菲斯学者的新发明 如果相信他所写的 这个农棚从前属于索罗门王 孩子们纠缠不休 或啊 波恩迪亚只得付了三十里亚尔 带着他们走进帐篷 那儿有个剃光了脑袋的巨人 浑身是毛 鼻孔里穿了个铜环 脚垛上拴了条沉重的铁链 手着一只海盗用的箱子 巨人揭开盖子 箱子里就冒出一股刺骨的寒气 箱子坠只有一大块透明的东西 这玩意儿中间有无数白色的细针 傍晚的霞光照到这些细针 细针上面就现出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星星 霍啊 波恩迪亚感到大惑不解 但他知道 孩子们等着他立即解释 便大胆的嘟嚷说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不 吉普赛巨人纠正他 这是冰块 莫名其妙的霍啊 波恩迪亚向这块东西伸过手去 可是巨人推开了他的手 再教五个里亚尔才能摸 巨人说 霍啊 波恩迪亚附了五个里亚尔 把手掌放在冰块上待了几分钟 接触这个神秘的东西 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喜悦 他不知道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这种不太寻常的感觉 又附了十个里亚尔 想让他们自个儿试一试 大儿子或阿卡蒂奥拒绝去摸 相反的 奥雷莲诺却大胆的弯下腰去 将手放在冰上 可是立即缩回手来 这东西热得烫手 他吓得叫了一声 父亲没去理会他 这时 他对这个显然的奇迹欣喜若狂 竟忘了自己那些幻想的失败 也忘了葬身于父的梅尔加德斯 霍啊 波恩迪亚又附了五个里亚尔 就像出庭作证的人 把手放在圣经上一样 庄严的 将手放在冰块上 说道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第二章 十六世纪 海盗弗兰西斯 德拉克 围攻利奥阿查的时候 乌苏那 一股阿兰的曾祖母 被当当的警钟声 和隆隆的炮击声吓坏了 由于神经紧张 静一屁股 坐在生了火的炉子上 因此 曾祖母受了严重的的伤 再也无法过夫妻生活 他只能用半个屁股坐着 而且只能坐在软垫子上 不太显然也是不雅观的 所以 他就不愿在旁人面前走路了 他认为自己身上有一股浇糊味 也就拒绝跟任何人交往 他经常在院子里过夜 一直待到天亮 不敢走进卧室去睡觉 因为他老是梦见英国人 带着恶狗爬进窗子 用烧红的铁器 无耻地刑讯他 他给丈夫生了两个儿子 他的丈夫是亚拉钢的商人 把自己的一半钱财都用来医治妻子 希望尽量减轻他的痛苦 最后 他盘掉自己的店铺 带着一家人远远的离开海滨 到了印第安人的一个村庄 村庄是在山脚下 他在那儿为妻子盖了一座没有窗子的住房 免得他梦中的海盗钻进屋子 在这荒僻的村子里 早就有个两班牙人的后裔 叫做霍塞 阿卡蒂奥 布恩蒂亚 他是栽种烟草的 乌苏娜的曾祖父和他一起经营这庄有利可图的事业 短时期内两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家业 多少年过去了 西班牙后裔的曾孙儿和亚拉刚人的曾孙女结了婚 每当大夫的荒唐行为使乌苏娜生气的时候 他就一下子跳过世事纷繁的三百年 咒骂弗兰西斯、德拉克、维攻利奥阿查的那个日子 不过 他这么做 只是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 实际上 把他跟他终生连接在一起的 是比爱情更牢固的关系 共同的良心谴责 乌苏娜和丈夫是表兄妹 他俩是在古老的村子里一块长大的 由于举祖辈辈的啃直 这个村庄已经成了今生最好的一个 尽管他俩之间的婚姻是他俩刚刚出世就能遇见到的 然而两个年轻人表示结婚愿望的时候 双方的家长都反对 几百年来 两族的人是杂配的 他们生怕这两个健全的后代可能丢脸的生出一只蜥蜴 这样可怕的事已经发牛过一次 乌苏娜的婶婶嫁给霍阿波恩蒂亚的叔叔 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一辈子不穿着肥大的灯笼裤 活到42岁还没结婚就流血而死 因为他生下来就长着一条尾巴 尖端有一撮毛的螺旋形软骨 这种名副其实的猪尾巴是他不愿让任何一个女人看见的 最终要了他的命 因为一个熟识的屠夫按照他的要求 用切肉刀把他割掉了 19岁的霍阿波恩蒂亚无忧无虑的用一句话结束了争论 我可不在乎生出猪崽子 只要他们会说话就行 于是他俩在花炮声中举行了婚礼同管乐队 一连闹腾了三个昼夜 在这以后 年轻夫妇本来可以幸福的生活 可是乌苏娜的母亲 却对未来的后代做出不大吉利的预言 借以吓唬自己的女儿 甚至怂恿女儿拒绝按照章法跟他结合 他知道大夫是个力大、刚强的人 担心他在他睡着时强迫他 所以他在上床之前 都穿上母亲拿后帆布给他缝成的一条衬裤 衬裤是用交叉的皮带记住的 前面用一个大铁扣扣紧 夫妇俩就这样过了若干月 白天他照料自己的斗鸡 他就和母亲一块在次染上绣花 夜晚 年轻夫妇却陷入了烦恼而激烈的斗争 这种斗争逐渐代替了爱情的安慰 可是 机灵的邻人立即觉得情况不妙 而且村中传说 乌苏娜出嫁一年以后 依然是个处女 因为长大有点毛病 或啊 波恩迪亚是最后听到这个谣言的 乌苏娜 你听人家在说什么了 他向妻子平静他说 让他们去嚼舌头吧 他回答 咱们知道那不是真的 他们的生活又这样过了半年 直到那个倒霉的星期天 或啊 波恩迪亚的攻击 战胜了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的攻击 输了的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 一件鸡血就气得发疯 故意离开 或啊 波恩迪亚远一点 想让斗鸡棚里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话 恭喜你啊 他叫道 也许你的这只公鸡能够帮你老婆的忙 咱们瞧吧 或啊 波恩迪亚不动声色的从地上拎起自己的公鸡 我马上就来 他对大家说 然后转向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 你回去拿武器吧 我准备杀死你 过了十分钟 他就拿着一支粗大的标枪回来了 这标枪还是他祖父的 斗鸡棚门口 拥聚了几乎半个村子的人 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 正在那等候 他还来不及自卫 或啊 波恩迪亚的标枪 就击中了他的咽喉 标枪是猛力之初的 非常准确 由于这种无可指摘的准确 霍赛 奥雷莲诺 波恩迪亚主 波恩迪亚的祖父 从前曾消灭了全区所有的豹子 夜晚在斗鸡棚里 亲友们守在死者棺材旁边的时候 霍阿波恩迪亚走进自己的卧室 看见妻子正在穿他的贞洁裤 他拿标枪对准他 命令道 脱掉 乌苏娜并不怀疑丈夫的决心 出了事 你负责 他警告说 霍阿波恩迪亚把标枪插入泥地 你生下蜥蜴 咱们就抚养蜥蜴 他说 可是村里再也不会有人 由于你的过错 而被杀死了 这是一个美妙的六月的夜晚 月光皎洁 洋爽宜人 他俩通骨未睡 在床上折腾 根本没去理会 穿过卧室的清风 发带来了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亲人的哭声 人们把这桩事情 说成是光荣的决斗 可是两夫妇却感到了良心的谴责 有一天夜里 乌苏娜还没睡觉 出去喝水 在院子里的大土罐旁边 看见了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 他脸色死白 十分悲伤 试图用一块麻屑堵住喉部正在流血的伤口 看见死人 乌苏娜感到的不是恐惧 而是怜悯 他回到卧室里 把这件怪事告诉了丈夫 可是丈夫并不重视她的话 死人是不会走出坟墓的 他说 这不过是咱们受到良心的责备 过了两夜 乌苏娜在浴室里遇见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她正在用麻屑擦洗脖子上的凝穴 另一个夜晚 她发现她在雨下徘徊 霍阿波恩迪亚讨厌妻子的幻象 就带着标枪到院子里去 死人照旧悲伤的力在那 滚开 霍阿波恩迪亚向她吆喝 你回来多少次 我就要打死你多少次 普鲁登西奥没有离开 而霍阿波恩迪亚 却不敢拿标枪向她置去 从那时起 她就无法安稳地睡觉了 她老是痛苦地想起死人 穿过雨丝 望着她的无限凄凉的眼神 想起死人眼里流露的 对活人的深切怀念 想起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四处张望 寻找水来尽是一块麻屑的不安神情 大概 她很痛苦 霍阿波恩迪亚向妻子说 看来 她很孤独 乌苏娜那么怜悯死人 下一次遇见时 她发现她盯着炉灶上的铁锅 以为她在寻找什么 于是就在整个房子里 到处都给她摆了一罐罐水 那一夜 霍阿波恩迪亚 看见死人在她自己的卧室里洗伤口 于是就屈服了 好吧 普鲁登西奥 她说 我们尽量离开这个村子远一些 绝不再回这儿来了 现在 你就安心走吧 就这样 她们打算翻过山岭到海边去 霍阿波恩迪亚的几个朋友 像她一样年轻 也想去冒险 离开自己的家 带着妻世儿女去寻找土地 鸟茫的土地 在离开村子之前 霍阿波恩迪亚 把镖枪埋在院子里 接二连三 砍掉了自己所有斗鸡的脑袋 希望以这样的牺牲 给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一些安慰 乌苏娜带走的 只是一口放着架状的箱子 一点家庭用具 以及藏放父亲遗产 金币的一只盒子 谁也没有预先想好一定的路线 他们决定 朝着与利奥阿查相反的方向前进 以免遇见任何熟人 从而无影无踪的消失 这是一次荒唐可笑的旅行 过了一年零两个月 乌苏娜虽然用喉内和舌汤 毁坏了自己的肚子 却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 因而身体各部 完全没有生处的症状 因他脚肿 脚上的静脉 脏得像囊似的 整整一半的路程 他都不得不躺在两个男人 抬着的担架上面 孩子们比父母更容易忍受艰难困苦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先蹦活跳 尽管要可怜 两眼深陷 肚子瘪瘪的 有一天早晨 在几乎两年的流浪以后 他们成了第一批看见山岭西坡的人 从云雾遮蔽的山岭上 他们望见了一片河流纵横的辽阔地带 直升到天边的巨大沼泽 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到达海边 在沼泽地里流浪了几个月 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 有一天夜晚 他们就在一条多时的河岸上扎营 这里的河水很像凝固的液体玻璃 多年以后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奥雷连诺打算循着这条路线 突然占领利奥阿查 可是六天以后他才明白 他的打算纯粹是发疯 然而那腰晚上 在河边扎营以后 他父亲的旅伴们 虽然很像遇到传播失事的人 但是旅途上 他们的人数增多了 大伙都准备活到老 这一点他们做到了 夜里 霍阿波恩迪亚做了个梦 营地上仿佛处立起一座热闹的城市 房屋的墙壁 都用金银夺目的透明材料契成 他打听这是什么城市 听到的回答是一个陌生的 毫无意义的名字 可是这个名字在梦里 却异常响亮动听 马恐多 一日 他就告诉自己的人 他们绝对找不到海了 他叫大伙砍倒树木 在河边最凉爽的地方 开辟一块空地 在空地上建起了一座村庄 在看见冰块之前 霍阿波恩迪亚始终猜不破 自己梦见的玻璃房子 后来他以为自己理解了这个梦境的深刻意义 他认为不久的将来 他们就能用水这样的普通材料大规模的制作冰砖 来给全村建筑新的房子 当时马恐多好像一个炽热的火炉 门栓和窗子的铰链都热的变了形 用冰砖修盖房子 马恐多就会变成一座永远凉爽的市镇了 如果霍阿波恩迪亚没有坚持建立冰场的打算 只是因为他当时全神贯注的教育两个儿子 特别是奥雷莲诺 这孩子一开始就对炼金术表现了罕见的才能 试验室里的工作又紧张起来 现在 父子俩已经没有被新奇事物引起的那种激动心情 只是平平静静的反复阅读梅尔加德斯的笔记 持久而耐心的努力 试图从粘在锅底的一大块东西里面 把乌苏娜的金子分离出来 大儿子霍阿卡蒂奥几乎不参加这个工作 当父亲身心都沉沉于绒铁炉旁的工作时 这个身材过早超过年岁的韧性的头生子 已经成了一个魁梧的青年 他的嗓音变粗了 脸颊和下巴都长出了绒毛 有一天晚上 他正在卧室里脱衣睡觉 乌苏娜走了进来 竟然产生了羞涩和连续的混合感觉 因为除了丈夫 他看见赤身露体的第一个男人就是儿子 而且儿子生理上显得反常 甚至使他吓了一跳 已经怀着第三个孩子的乌苏娜 重新感到了以前做新娘时的那种恐惧 那时 有个女人常来波恩迪亚家里 帮助乌苏娜做些家务 这个女人愉快 热情 嘴尖 会用纸牌占补 乌苏娜跟着女人谈了谈自己的忧虑 她觉得孩子的发育是不匀称的 就像她的亲戚长了条猪尾巴 女人止不住的放声大笑 笑声响彻了整座屋子 仿佛水晶玻璃铃铛 恰恰相反 她说 她会有福气的 过了几天 为了证明自己的预言准确 她带来一副纸牌 把自己和货 阿卡蒂奥锁在厨房旁边的库房里 她不慌不忙地 在一张旧的木工台上摆开纸牌 口中念念有词 这时 年轻人助力一旁 与其说对这套把戏感到兴趣 不如说觉得厌倦 忽然 占卜的女人伸手摸了她一下 我的天 她真正吃惊地叫了一声 就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 或阿卡蒂奥感到 她的骨头变得像海绵一样酥软 感到困乏和恐惧 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 女人一点也没有激励她 可她整夜都在找她 整夜都觉到她腋下发出的气味 这种气味仿佛渗进了她的躯体 她希望时时刻刻跟她在一起 希望她成为她的母亲 希望她和她永远也不走出库房 希望她向她说 我的天 重新摸她 重新说 我的天 有一日 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烦恼了 就到她的家里去 这次访问是礼节性的 也是莫名其妙的 在整个访问中 或阿卡蒂奥一次也没开口 此刻她不需要她了 她觉得她完全不像她的气味 在她心中幻化的形象 仿佛这根本不是她 而是另一个人 她喝完咖啡 就十分沮丧地回家 夜里 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又感到极度的难受 可她此刻渴望的 不是跟她一起在库房里的那个女人 而是下午坐在她面前的那个女人了 过了几天 女人忽然把霍 阿卡蒂奥带到了她的家中 并且借口教她一种纸牌戏法 从她跟母亲坐在一起的房间里 把她领进一间卧宅 在这儿 她那么放肆地摸它 使得她浑身不住地站立 但她感到的是恐惧 而不是快乐 随后 她叫她夜间在位 或阿卡蒂奥口头答应 心里却希望尽快摆脱她 她知道自己天不能来的 然而夜间 躺在热轰轰的被窝里 她觉得自己应当去她那 即使自己不能这么干 她在黑暗中摸着穿上衣服 听到弟弟平静的呼吸声 隔壁房间里 父亲的铲壳声 院子里母鸡的咯咯声 蚊子的嗡嗡声 自己的心脏跳动声 世界上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 以前是不曾引起她的注意的 然后 她走到沉入梦乡的街上 她满心希望房门是门上的 而下指是眼上的 她曾这样告诉过她 但她仅没有拴上 她用指尖一推房门 脚链就清晰地发出悲鸣 这种悲鸣 在她心中引起的是冰凉的回响 她尽量不弄出响声 侧着身子走进房里 马上感觉到了那种气味 或 阿卡蒂奥还在第一个房间里 女人的三个弟弟 通常是悬起吊床过夜的 这些吊床在什么地方 她并不知道 在黑暗中也辨别不清 因此 她只得摸索着 走到卧室门前 把门推开 找准方向 免得弄错床铺 她往前摸过去 立即撞上了一张吊床的床头 这个吊床低得出乎她的预料 一个正在乎静得打憨的人 梦中翻了个身 声音有点悲观 她说了句梦话 那是星期三 当或阿卡蒂奥推开卧室门的时候 她无法制止房门擦过凹凸不平的地面 她处在一团漆黑中 既苦恼又慌乱 明白自己终于迷失了方向 睡在这个狭窄房间里的 是母亲 她的第二个女儿和丈夫 两个孩子和另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显然不是等她的 她可以凭气味找到 然而到处都是气味 那么细微又那么明显的气味 就像现在经常留在她身上的那种气味 或阿卡蒂奥当然不动地站了好久 惊骇地问了问自己 怎会陷入这个束手无策的境地 忽然有一只伸开指头的手 在黑暗中摸索 碰到了她的面孔 她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她下意识地正在等着别人摸她 她把自己交给了这只手 她在精疲力尽的状态中 让她把她拉到看不见的床铺跟前 在这儿 有人脱掉了她的衣服 把她像一袋土豆似的举了起来 在一片漆黑里 把她翻来覆去 在黑暗中 她的双手无用了 这儿不再闻女人的气味 只有阿莫尼亚的气味 她力图回忆她的面孔 她的眼前却恍惚浮现出乌苏娜的耳孔 她模糊地觉得 她正在做她早就想做的事 尽以她绝不认为她能做这种事 她自己并不知道这该怎么做 并不知道双手放在哪 双脚放在哪 并不知道这是谁的脑袋 谁的腿 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她渴望逃走 又渴望永远留在这种极度的寂静中 留在这种可怕的孤独中 这个女人叫做皮拉·台列纳 按照父母的意愿 她参加过最终建立马孔多村的长征 父母想让自己的女儿跟一个男人分开 她14岁时 那人就使她失去了真操 她满22岁时 她还继续跟她生在一起 可是怎么也拿不定使婚姻合法化的主意 因为她不是她本村的人 她发誓说 她要跟随她到腰牙海角 但要等她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以后 从那时起 她就一直等着她 已经失去了相见的希望 尽管纸牌经常向她遇事 将有各式各样的男人来找她 高的和矮的 金发和黑发的 有的从路上来 有的从海上来 有的过三天来 有的过三月来 有的过三年来 等呀盼呀 她的大腿已经失去了尽头 胸脯已经失去了弹性 她已疏远了男人的爱抚 可是心里还很狂热 现在 或阿卡蒂奥对新颖而奇异的玩耍入了迷 每天夜里都到迷宫式的房间里来找她 有一回 她发现房门是拴上的 就堵堵的敲门 她以为她既有勇气敲第一次 那就应当敲到底 等了许久 她才把门打开 白天 她因睡眠不足躺下了 还在暗暗回味昨夜的事 可是 皮拉 台列娜 来到波恩迪亚家里的时候 显得高高兴兴 满不在乎 笑语连珠 或 阿卡蒂奥 不必费劲地掩饰自己的紧张 因为这个女人响亮的笑声 能够吓跑在院子里夺来夺去的鸽子 她跟那个具有无形力量的女人 毫无共同之处 那个女人曾经教她如何平住呼吸和控制心跳 帮助她了解男人为什么怕死 她全身贯注于自己的体会 甚至不了解周围的人在高兴什么 这时 她的父亲和弟弟说 他们终于透过金属渣子 取出了乌苏娜的金子 这个消息 简直震动了整座房子 事实上 他们是经过多日坚持不懈的努力 取得成功的 乌苏娜挺高兴 甚至感谢上帝发明了炼金术 村里的居民挤进试验室 主人就拿抹上翻十六酱的烤饼招待他们 庆祝这个奇迹的出现 而获 啊 波恩蒂亚 却让他们参观一个钢锅 里面放着复原的金子 她的神情仿佛表示 这金子是她刚刚发明的 她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跟前 最后来到大儿子身边 大儿子最近几乎不来 试验室了 波恩蒂亚把一块微黄的干硬东西拿到她的眼前 问道 你看这像什么 或阿卡蒂奥直耿耿地回答 像狗屎 父亲用手背在她嘴唇上碰了一下 碰得很重 或阿卡蒂奥嘴里竟然流出血来 眼里流出泪来 叶里 提拉 台列纳 在黑暗中摸到一小瓶药和棉花 拿进了亚尔尼加点酒的压布贴在肿处 为或阿卡蒂奥尽心地做了一切 而没有使她产生千和不舒服之感 竭力爱护她 而不碰痛她 她俩达到了那样亲密的程度 过了一会儿 她俩就不知不觉地在夜间优惠中第一次低声交谈起来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她说 最近几天内 我就要把一切告诉人家 别再这么捉迷藏了 皮拉 台列纳 不想劝阻她 那很好吗 她说 如果咱俩单独在一块儿 咱们就把灯点上 彼此都能看见 我想叫喊就能叫喊 跟别人不相干 而你想说什么蠢话 就可在我耳边说什么蠢话 或阿卡蒂奥经过这场谈话 加上她对父亲的怨气 而且她认为 做法的爱情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可以的 她就心安理得 勇气倍增了 没有任何准备 她自动把一臂告诉了弟弟 起初 年幼的奥雷莲诺只把霍阿卡蒂奥的谚语 看作是哥哥面临的可怕危险 不明白什么力量吸引了哥哥 可是 霍阿卡蒂奥的烦躁不安逐渐传染了他 他要哥哥谈谈那些细微情节 跟哥哥共苦同乐 他感到自己既害怕又快活 现在 他却等首货 阿卡蒂奥回来 直到天亮都没合眼 在孤单的床上辗转反侧 仿佛躺在一堆烧红的炭上 随后 兄弟俩一直谈到早该起床的时候 很快陷入半昏迷状态 两人都同样厌恶练金术 和父亲的聪明才智 变得孤僻了 孩子们的样没有一点精神 乌苏娜说 也许厂里有虫子 他用捣碎的美洲土经界之心话来 哥哥不像以前那么诚恳了 他从态度和蔼的 容易接近的人 变成了怀着戒心的 孤僻的人 他痛恨整个世界 渴望孤身独处 有一天夜里 他又离开了 但是没有去皮拉 台列纳纳 而跟庸在吉普赛帐篷周围看热闹的人混在一起 他夺来夺去的看了看各种精彩节目 对任何一个节目都不感兴趣 却注意到了一个非展览品的年轻的吉普赛女人 这女人几乎是个小姑娘 脖子上带着一串挺重的玻璃珠子 因此弯着身子 或阿卡蒂奥有生以来还没见过比她更美的人 姑娘站在人群当中看一幕惨剧 一个人由于不听父母的话 变成了一条蛇 或阿卡蒂奥根本没看这个不幸的人 当观众向蛇人询问她那悲惨的故事细节时 年轻的或阿卡蒂奥就挤到第一排吉普赛姑娘那儿去 站在她的背后 然后紧贴着她 她想挪开一些 可她把它贴得更紧 于是 她感觉到了她 她愣着眉动 惊恐地发颤 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终于回头胆怯地一笑 瞄了祸 阿卡蒂奥一眼 这时 两个吉普赛人把蛇人装进了笼子 搬进帐篷 指挥表演的吉普赛人宣布 现在 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们将给你们表演一个可怕的节目 每夜这个时候 都要砍掉一个女人的脑袋 连砍150年 已是惩罚 因为她看了她不该看的东西 惑阿卡蒂奥和吉普赛姑娘没有参观砍头 她俩走进了她的帐篷 由于冲动就接起吻来 并且脱掉了衣服 吉普赛姑娘从身上脱掉了降过的花边紧身兜 就变得一丝不挂了 这是一只千别的小青蛙 胸部还没发育 两腿挺瘦 比惑 阿卡蒂奥的胳膊还细 可是她的果断和热情却弥补了她的凝弱 然而 或阿卡蒂奥不能以同样的热尽而回答她 因为她们是在一个公用帐篷里 吉普赛人不时拿着各种杂耍器具进来 在这干时 甚至就在床铺旁边的地上置头子 帐篷中间的木杆上挂着一盏灯 照亮了每个角落 在爱抚之间的短暂停歇中 或阿卡蒂奥赤裸裸的躺在床上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姑娘却一再想刺激她 过了一会 一个身姿优美的吉普赛女人 和一个男人一起走进帐篷 这个男人不属于杂技团 也不是本村的人 两人就在床边脱衣解带 女人偶然看了或阿卡蒂奥一眼 孩子她叫道上帝保佑你走开吧 或阿卡蒂奥的女伴要求对方不要打扰他俩 于是新来的一对只好躺在紧靠床铺的地上 这是星期四 星期六晚上或阿卡蒂奥在头上扎了块红布 就跟吉普赛人一起离开了马孔多 发现儿子失踪之后 乌苏娜就在整个村子里到处找他 在吉普赛人先前搭棚的地方 他只看见一堆堆垃圾和还在冒烟的篝火灰烬 有些村民在刨垃圾堆 希望找到玻璃串珠 其中一个村民向乌苏娜说 昨夜他曾看见他的儿子跟杂技演员们在一起 或阿卡蒂奥推着一辆小车 车上有一只装着蛇人的笼子 他变成吉普赛人了 他向丈夫吵嚷 可是丈夫对于儿子的失踪 丝毫没有表示惊慌 这倒不坏 或阿波恩迪亚一面说 一面在岩波里倒什么东西 这东西已经反复倒过多次 加热多次 现在还在岩波里 他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乌苏娜打听了吉普赛人所去的方向 就沿着那条路走去 碰见每一个人都要问一问 希望追上大群吉普赛人 因此离开村子越来越远 终于看出自己走得过远 他就认为用不着回头了 到了晚上八点 或阿波恩迪亚才发现妻子失踪 当时他把东西放在一堆肥料上 决定去看看小女儿阿玛兰塔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到这时哭的嗓子都哑了 在几小时内 他毫不犹豫地集合了一对装备很好的村民 把阿玛兰塔交给一个自愿充当奶妈的女人 就踏上荒无人际的小道 去寻找乌苏娜了 他是把奥雷连诺带在身边的 辅小时分 几个印第安渔人用手势向他们表明 谁也不曾走过这儿 经过三天毫无效果地寻找 他们回到了村里 霍阿波恩迪亚苦恼了好久 他像母亲一样 照顾小女儿阿玛兰塔 他给她洗澡 换墙堡 一天四次抱她去奶妈那 晚上甚至给她唱歌 乌苏娜是从来不会唱歌的 有一次 皮拉 台列娜自愿来这照料家务 直到乌苏娜回来 在不幸之中 奥雷连诺神秘的洞察力更加敏锐了 他一见皮拉 台列娜走进屋来 就好像恍然大悟 他明白 根据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 他哥哥的逃亡 和母亲的失踪 都是这个女人的过错 所以他用那么一声不吭 和极恶如仇的态度对待她 她就再也不来了 时间一过 一切照旧 霍阿波恩迪亚 和她的儿子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到实验室里的 他们打扫了尘上 点燃了炉火 又专心的忙于摆弄 那在一堆肥料上放了几个月的东西了 阿玛兰塔 躺在一只柳条篮子里 房间中的空气充满了拱气 他好奇的望着爸爸和哥哥聚精会神的工作 乌苏娜失踪之后过了几个月 实验室里开始发生奇怪的事 早就扔在厨房里的空瓶子忽然中的无法挪动 工作台上锅里的水无火自沸起来 咕嘟了整整半个小时 直到完全蒸发 霍阿波恩迪亚和他的儿子 对这些怪事都很惊讶 激动 不知如何解释 但把他们看成是新事物的预兆 有一天 阿玛兰塔的篮子突然自己动了起来 在房间里绕圈子 奥雷莲诺看了非常吃惊 赶忙去把他拦住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一点也不经意 他把篮子放在原处 拴在桌腿上面 篮子的移动终于使他相信 他们的希望快要实现了 就在这时 奥雷莲诺听见他说 即使你不害怕上帝 你也会害怕金属 失踪之后 几乎过了五个月 乌苏娜回来了 他显得异常兴奋 有点返老还童 穿着村里人 谁也没有穿过的新式衣服 霍阿波恩迪亚 高兴的差点发了疯 原来如此 正像我预料的 他叫了起来 这是真的 因为待在试验室里 进行物质试验的长时间中 他曾在内心深处祈求上帝 他所期待的奇迹 不是发现点金石 也不是哈口气 让金属具有生命 更不是发明一种办法 以便把金子变成防锁和窗子的脚链 而是刚刚发生的事 乌苏娜的归来 但他并没有跟他一起发狂的高兴 他照就给了丈夫一个乐吻 仿佛他俩不过一小时以前才见过面似的 说到 到门外去看看吧 霍阿波恩迪亚走到街上 看见自己房子前面的一群人 他好半天才从混乱状态中清醒过来 这不是吉普赛人 而是跟马孔多村民一样的男人和女人 平直的头发 有黑的皮肤 说的是同样的语言 抱怨的是相同的痛苦 站在他们旁边的 是驮着各种食物的骡子 套上烟牛的大车 车上载着家具和家庭用具 一城市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简单用具 这些用具是商人每天都在出售的 这些人是从沼泽地另一边来的 总共两天就能到达那 可是那建立了城镇 那里的人一年当中每个月都能收到邮件 而且使用能够改善生活的机器 乌苏娜没有追上吉普赛人 但却发现了她丈夫枉然寻找伟大发明时 未能发现的那条道路 第三章 皮拉 台列纳的儿子出世以后两个星期 祖父和祖母把他接到了家里 乌苏娜是勉强收留这小孩的 因为她又没拗过丈大的固执脾气 想让波恩迪亚家的后代听天由命 是她不能容忍的 但她提出了个条件 绝不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真正出身 孩子也取名或阿卡蒂奥 可是为了避免混淆不清 大家渐渐的只管她叫阿卡蒂奥了 这时马孔多事业兴旺 波恩迪亚家中一片忙碌 孩子们的照顾就降到了次要地位 负责照顾他们的是古阿吉洛不足的一个印第安女人 她是和弟弟一块来到马孔多的 借以逃避他们家乡已经猖獗几年的致命传染病 失眠症 姐弟俩都是训良勤劳的人 乌苏娜雇佣他们帮她做些家务 所以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首先说的是古阿吉洛语 然后才说西班牙语 而且学会喝西一汤吃蜘蛛蛋 可是乌苏娜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 因她制作获利不小的糖鸟糖兽太忙了 马孔多完全改变了面貌 乌苏娜带到这来的那些人 到处宣扬马孔多地理位置很好 周围土地肥沃 以至这个小小的村庄很快变数了一个热闹的市镇 开设了商店和手工业作坊 修筑了永久的商道 第一批阿拉伯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到了这儿 他们穿着宽大的裤子 戴着耳环 用玻璃珠项链交换鹦鹉 霍阿波恩迪亚没有一分钟的休息 她对周围的现实生活入了迷 觉得这种生活比她想象的大于世界奇妙的多 于是失去了对炼金试验的任何兴趣 把月负一月变来变去的东西搁在一边 重新成了一个有事业心的 精力充沛的人了 从前在哪铺设街道 在哪建筑新的房舍 都是由她决定的 她不让任何人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 新来的居民也十分尊敬她 甚至请她划分土地 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就不放下一块鸡石 也不弃上一道墙圆 玩杂技的吉普赛人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活动由一场 现在变成了一个大赌场 受到热烈的欢迎 因为大家都希望霍阿卡蒂奥也跟他们一块回来 但是霍阿卡蒂奥并没有回来 那个蛇人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照乌苏娜看来 那个蛇人是唯一知道能在哪找到她的儿子的 因此他们不让吉普赛人在马孔多停留 甚至不准他们以后再来这儿 现在他们已经认为吉普赛人是贪婪役的化身了 然而霍阿波恩蒂奥却认为 古老的梅尔加德斯不足 用她多年的知识和奇异的发明 大大促进了马孔多的发展 这里的人永远都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可是照流浪汉们的说法 梅尔加德斯不足已从地面上消失了 因为他们竟敢超越人类知识的限度 霍阿波恩蒂奥至少暂时摆脱了幻想的折磨以后 在短时期内就有条不紊的整顿好了全阵的劳动生活 平静的空气是霍阿波恩蒂奥有一次自己破坏的 当时她放走了马孔多建立之初 用响亮的叫声报告时刻的鸟 而给每一座房子安了一个音乐钟 这些雕木做成的漂亮的钟 是用鹦鹉向阿拉伯人换来的 霍阿波恩蒂奥把他们播的挺准 每过半小时 他们就奏出同一支华尔兹舞曲的几节 曲域让全阵高兴一次 每一次都是几节新的曲域 到了晌午时分 所有的钟一起奏出整支华尔兹舞曲 一点集也不走掉 在街上栽种杏树 代替槐树 也是霍阿波恩蒂奥的主意 而且她还发明了一种 使这些杏树永远活着的办法 这个办法她至死没有透露 过了多年 马孔多建筑了一座座新顶木房的时候 在她最老的街道上 仍然挺立着一棵棵杏树 树枝折断 不满尘埃 但谁也记不得这些树是什么人栽的了 父亲大力整顿这个市镇 母亲却在振兴加业 制作美妙的糖公鸡和糖鱼 把它们插在巴里萨木棍上 每天两次拿到街上去卖 这时 奥雷莲诺却在荒气的试验室里 度过漫长的时刻 滋滋不倦地掌握手势技术 她已经长得挺高 哥哥留下的衣服很快不合她的身材了 她就改穿父亲的衣服 承染 维希塔香 不得不替她把衬衫和裤子改窄一些 因为奥雷莲诺比父亲和哥哥都瘦 进入少年时期 她的嗓音粗了 她也变得沉默寡言 异常孤僻 但是她的眼睛又经常露出紧张的神色 这种神色在她出生的那一天 是使她母亲吃了一惊的 奥雷莲诺聚精会神的从事手势工作 除了吃饭 几乎不到实验室外面去 或阿波恩迪亚对她的孤僻感到不安 就把房门的钥匙和一点钱给了她 以为儿子可能需要出去找找女人 奥雷莲诺却拿钱买了盐酸 制成了网水 给钥匙度了金 可是 奥雷莲诺的古怪比不上阿卡地奥和阿玛兰塔的古怪 这两个小家伙的如齿开始脱落 仍然成天跟在印第安人脚边 揪住他们的衣服下摆 硬要说古阿吉洛语 不说西班牙语 你怨不了别人 乌苏娜向大夫说 孩子的狂劲是父母遗传的 他认为后代的怪诞习惯一点也不比猪尾巴好 就开始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 可是有一次奥瑟莲突然拿眼睛盯着她 把她弄得手足无措起来 有人就要来咱们这儿了 他说 像往常一样 儿子预言什么事情 他就用家庭主妇的逻辑破除她的预言 有人到这儿来 那没有什么特别吗 每天都有几十个外地人经过马恐多 可这并没有叫人操心 他们来到这儿 并不需要预言 然而 奥雷莲诺不顾一切逻辑 相信自己的预言 我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他坚持说 可这个人已在路上了 的确 星期天来了个雷贝卡 他顶多只有11岁 是跟一些皮货商从马诺尔村来的 经历了艰苦的旅程 这些皮货商受托 将这个姑娘连同一封信送到货阿 布恩迪亚家里 但要求他们帮忙的人究竟是推 他们就说不清楚了 这姑娘的全部行李是一只小衣箱 一把画着鲜艳花朵的木质小摇椅 以及一个帆布袋 袋子里老是发出咔嚓 咔嚓 咔嚓的响声 那装的是他父母的骸骨 烧会货兼 波恩迪亚的信是某人用特别亲切的口吻写成的 这人说 尽管时间过久 距离颇远 他还是热爱货阿波恩迪亚的 觉得自己应当根据基本的人道精神 做这件善事 把孤苦灵和的小姑娘送到货阿波恩迪亚这儿来 这小姑娘是乌苏娜的婊子女 也就是霍阿波恩迪亚的亲戚 虽是远房的亲戚 因为她是她难忘的朋友尼康诺尔 乌洛阿和她可敬的妻子雷贝卡 蒙蒂埃尔的亲女儿 她们已去天国 先由这小姑娘把她们的海骨带去 希望能照基督教的礼仪把她们埋掉 以上两个名字和信位的签名都写得十分清楚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和乌苏娜都记不得这样的亲戚 也记不起人遥远的马诺尔村烧信来的这个熟人了 从小姑娘身上了解更多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 她一走进屋子 马上坐在自己的摇椅里 开始扎顺指头 两只惊骇的大眼睛望着大家 根本不明白人家问她什么 她穿着染成黑色的鞋纹布旧衣服和裂开的漆皮鞋 扎在耳朵后面的两摞头发是用黑蝴蝶记住的 脖子上挂着一只香袋 香袋上有一个汗水弄污的圣像 而又腕上是个铜链条 链条上有一个猛瘦的獠牙 防止毒眼的小玩意 她那有点发绿的皮肤和脏骨骨 紧绷绷的肚子 证明她健康不佳和经常挨饿 但别人给她拿来吃的 她却一动不动地继续坐着 甚至没有摸一摸放在膝上的盘子 大家已经认为她是个聋哑姑娘 可是印第安人用自己的语言问她想不想喝水 她马上转动眼珠 仿佛认出了他们 肯定地点了点头 他们收留了她 因为没有其他办法 他们决定 按照信上对她母亲的称呼 也管她叫雷贝卡 因为奥雷莲诺 虽然不厌其烦地在她面前提到一切圣徒的名字 但她对任何一个名字都无反应 当时马恐多没有目的 因为还没死过一个人 装着海骨的带鱼就藏了起来 等到有了合适的地方再埋葬 所以长时间里 这袋子总是东藏西放 塞在难以发现的地方 可是经常发出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 就像下蛋的母鸡哥哥直叫 过了很久 雷贝卡才跟这家人的生活协调起来 起初她有个习惯 在僻静的屋脚里 坐在摇椅上扎损指头 任何东西都没引起她的注意 不过 每过半小时响起钟声的时候 她都惊骇得四面张望 仿佛想在空中发现这种声音似的 好多天都无法叫她吃饭 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饿死 直到熟悉一切的印第安人发现 因为他们在屋子里用无声的脚步 不断的来回走动雷贝卡 喜欢吃的只是院子里的泥土 和她用指甲从墙上刨下的一块块石灰 显然 由于这个恶劣的习惯 父母或者养育她的人惩罚过她 尼上和石灰她都是偷吃的 她知道不对 而且尽量留存一些 无人在旁时可以自由自在的饱餐一顿 从此她们对雷贝卡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给院子里的泥土浇上扭胆 给房屋的墙壁抹上辛辣的印第安胡椒 述用这种办法隔除姑娘的恶习 但她为了弄到这类吃的 表现了那样的机制和发明才干 使得乌苏娜不得不采取最有效的措施 她把盛着橙子汁和大黄的锅子整夜放在露天里 次日早饭之前拿这种草药给雷贝卡喝 虽然谁也不会建议乌苏娜拿这种混合药剂来治疗不良的泥土示好 她还是认为任何苦涩的液体进了空肚子 都会在肝脏里引起反应 雷贝卡尽管样子瘦弱 却十分倔强 要她吃药 就得把她像小牛一样附住 因为她拼命挣扎 乱抓 乱咬 乱滑 大声叫嚷 今人莫名其妙 据印第安人说 她在骂人 这是古阿吉洛语中最粗鲁的骂人活 乌苏娜知道了这一点 就用鞭榻加强治疗 所以从来无法断定 究竟什么取得了成效 大黄呢 鞭子呢 或者二者一起 大家知道的只有一点 过了几个星期 雷贝卡开始出现康复的真相 现在 她跟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一块玩耍了 他们拿她当做姐姐 她吃饭有味了 会用刀叉了 随后发现 她说西班牙语像印第安语一样流利 她很能做针线活 还会用字编的可爱歌词 照字名中的华尔兹舞曲歌唱 很快 她就似乎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 她比亲生子女对乌苏娜还亲热 她把阿玛兰塔叫做妹妹 把阿卡蒂奥叫做弟弟 把奥雷莲诺称作叔叔 把霍阿 波恩蒂亚称作伯伯 这么一来 她和其他的人一样 就有权叫做雷贝卡 波恩蒂亚了 这是她唯一的名字 至死都体面地叫这个名字 雷贝卡摆脱了恶劣的泥土嗜好 移居阿玛兰塔和阿卡蒂奥的房间之后 有一天夜里 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偶然醒来 听到鸡脚里 段序的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 她吃惊的从床上一跃而起 担心什么牲畜钻进了屋子 接着便看见雷贝卡坐在摇椅里 把一个指头塞在嘴里 在黑暗中 她的两只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闪亮 维西塔乡下的发呆 在姑娘的眼睛里 她发现了某种疾病的症状 这种疾病的威胁 曾使她和弟弟 永远离开了那个古老的王国 她俩还是那儿的王位继承人类 这儿也出现了失眠症 还没等到天亮 印第安人卡塔乌尔就离开了马孔多 她的姐姐却留了下来 因为宿命论的想法暗示她 致命的疾病反正会跟着她的 不管她逃到多远的地方 然而 谁也不了解维西塔乡的不安 咱们永远不可睡觉吗 那就更好了 霍阿波恩迪亚满意她说 咱们可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可是印第安女人说明 患了这种失眠症 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觉 因为身体不会感到疲乏 最糟糕的是 失眠症必然演变成健忘症 她的意思是说 病人经常处于失眠状态 开头会忘掉童年时代的事 然后会忘记东西的名称和用途 最后再也认不得别人 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失去了跟往日的一切联系 陷入一种白痴式的状态 霍阿波恩迪亚哈哈大笑 差点没有笑死 她得出结论说 迷信的印第安人捏造了无数的疾病 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可是为了预防万一 谨慎的乌苏娜就让雷贝卡 跟其他的孩子隔离了 过了几个星期 维西塔香的恐惧过去之后 霍阿波恩迪亚夜间 突然发现自己在床上翻来覆去 和不上眼 乌苏娜也没睡着 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回答说 我又在想普鲁登西奥了 她俩一分钟也没睡着 可是早上起来却是精神饱满的 立即忘了恶劣的夜晚 吃早饭时 奥雷莲诺惊异地说 她虽在实验室兴呆了整整一夜 可是感到自己精神挺好 她是在实验室里给一枚胸针镀金 打算把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乌苏娜 然而 谁也没有重视这些怪事 直到两天以后 大家仍在床上和不了眼 才知道自己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孩子们也没睡着 这种疫病既然进了这座房子 谁也逃避不了了 印第安女人仍用宿命论的口吻说 的确 全家的人都吸了失眠症 乌苏娜曾从母亲那儿得到一些草药知识 就用屋头熬成汤器 给全家的人喝了 可是大家仍然不能成年 而且白天站着也做梦 处在这种半睡半醒的古怪状态中 他们不仅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 而且看到别人梦中的形象 仿佛整座房子都挤满了客人 雷贝卡坐在厨房机脚里的摇椅上 梦见一个很像她的人 这人穿着白色亚麻布衣服 衬衫领子上有一颗金色钮扣 献给她一剪玫瑰花 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双手细嫩的女人 她拿出一朵玫瑰花来 佩戴在雷贝卡的头发上 乌苏娜明白 这男人和女人是姑娘的父母 可是不管怎样竭力辨认 也不认识他们 终于相信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 同时 由于注意不够 这是货啊 波恩蒂亚不能原谅自己的 家里制作的糖动物照就拿到镇上去卖 大人和孩子都快活地损着有味的绿色公鸡 漂亮的粉红色小鱼 最甜的黄色马 这些糖动物似乎也是患了失眠症的 星期一天亮以后 全程的人已经不睡觉了 起初 谁也不担心 许多的人甚至高兴 因为当时马孔多百叶带星 时间不够 人们那么勤奋的工作 在短时间内就把一切都做完了 现在早晨三点就双臂交叉地坐着 计算字名中的华尔兹舞曲有多少段曲调 想睡的人仅非由于疲乏 而是渴望做梦 采取各种办法 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 他们聚在一起 不住地叙叙叨叨 一连几小时 把同样的奇闻说了又说 大讲 特讲白色烟机的故事 一直把故事搞得复杂到了极点 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玩耍 讲故事的人问其余的人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如果他们回答他 是的 他就说他要求回答的不是 是的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如果他们回答说不 他就说他要求回答的不是不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如果大家沉默不语 他就说他要求的不是沉默不语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而且谁也不能走开 因为他说他没有要求他们走开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就这样 一圈一圈的人 整夜整夜说个没完 或 啊 波恩迪亚知道传染病便急整个市镇 就把家长们召集起来 告诉他们 有关这种失眠症的常识 并且设法防止这种疾病 向临近的城乡蔓延 于是 大家从一只只山羊身上 取下了铃铛 用鹦鹉向阿拉伯人换来的铃铛 把他们挂在马孔多人口的地方 攻击那些不听港哨劝阻 硬要进阵的人使用 凡是这时 经过马孔多街道的外来人 都得摇摇铃铛 让失眠症患者知道来人是健康的 他们在阵上停留的时候 不准吃喝 因为毫无疑问 并从口人吗? 而马孔多的一切食物和饮料 都染上了失眠症 采取这些办法 他们就把这种传染病 限制在市镇范围之内了 隔离是严格遵守的 大家逐渐习惯了紧急状态 生活重新上了轨道 工作照常进行 谁也不再担心 失去了无意的睡眠习惯 在几个月中 帮助大家跟隐望症 进行斗争的办法 是奥雷莲诺发明的 他发现这种办法也很偶然 奥雷莲诺是个富有经验的病人 因为他是失眠症的第一批患者之一 完全掌握了手势技术 有一次 他需要一个平常用来垂平金属的小铁针 可是记不起他叫什么了 父亲提醒他 铁针 奥雷莲诺就把这个名字记在小纸片上 贴在铁针底上 现在 他相信再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了 可他没有想到 这件事只是健忘症的第一个表现 过了几天他已觉得 他费了大劲才记起实验室内几乎所有东西的名称 于是 他给每样东西都贴上标签 现在只要一看签条上的字 就能确定这是什么东西了 不安的父亲叫苦连天 说他忘了童年时代 甚至印象最深的事 奥雷莲诺就把自己的办法告诉他 于是 或啊 波恩迪亚首先在自己家里加以采用 冉斧在全镇推广 他用小刷子沾了墨水 给房里的每件东西都写上名称 桌、钟、门、墙、床、锅 然后到处栏和田地里去 也给牲畜、家禽和植物标上名字 牛、山羊、猪、鸡、木鼠、香蕉 人们研究各种健忘的事物时 逐渐明白 他们即使根据签条记起了东西的名称 有朝一日也会想不起它的用途 随后 他们就把签条搞得很复杂了 一头乳牛脖子上挂的牌子 清楚它说明 马恐多居民是如何跟健忘正作斗争的 这是一头乳牛 每天早晨挤奶 就可得到牛奶 把牛奶煮沸 掺上咖啡 就可得牛奶咖啡 就这样 他们生活在经常划过的现实中 借助字能把现实暂时抓住 可是一旦忘了字的意义 现实也就难免忘诸脑后了 市镇入口的地方挂了一块皮子 马恐多 中心大街上挂了另一块较大的牌子 上帝存在 所有的房屋都画上了各种符号 让人记起各种东西 然而 这一套办法需要密切的注意力 还要耗费很在的精神 所以许多人就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 这对他们是不太实际的 却是更有安慰的 推广这种自欺的办法 最起劲的是皮拉 台列纳 她想出一种用纸牌测枝过去的把戏 就像她以前用纸牌预补未来一样 由于她那些巧妙的谎言 失眠的马恐多居民就处于纸牌推测的世界 这些推测含糊不清 互相矛盾 面在这个世界中 只能模糊地想起你的父亲是个黑发男人 是4月初来到这儿的 母亲是个有黑的女人 左手戴着一枚金戒指 你出生的日期是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 那一天百灵鸟在月桂树上歌唱 霍阿波恩迪亚被这种安慰的办法击败了 她为了对抗 决定造出一种记忆机器 此种机器是她以前打算制造出来 记住吉普赛人的一切奇异发明的 机器的作用原理就是每天重复在生活中获得的全部知识 霍阿波恩迪亚把这种机械设想成一本旋转的字典 人呆在旋转轴上 利用把手操纵字典 这样 生活所需的一切知识 短时间内就在眼前经过 她已写好了几乎一万四千张条目卡 这时 从沼泽地带伸来的路上 出现一个样子古怪的老人 摇着悲哀的铃铛 拎着一只绳子记住的 杖鼓鼓的箱子 拉着一辆用黑布遮住的小车子 她静止朝霍阿波恩迪亚的房子走来 维西塔香给老头开了门 却不认得他 把他当成一个商人 老头还没听说 这个市镇绝望地陷进了健忘症的漩涡 不知道在这是卖不出什么东西的 这是一个老朽的人 尽管他的嗓音犹豫的发颤 双呼摸摸索索的 但他显然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那里的人既能睡觉 又能记忆 霍阿波恩迪亚出来接见老头的时候 老头正坐在客厅里 拿破旧的黑帽子扇着 露出同情的样 注意地念了念贴在墙上的字条 霍阿波恩迪亚非常恭敬地接待他 担心自己从前认识这个人 现在却把他给忘了 然而客人识破了他的洋装 感到自己被他忘却了 他知道这不是心中暂时的忘却 而是另一种更加冷酷的彻底的忘却 也就是死的忘却 接着他一切都明白了 他打开那只塞满了不知什么东西的箱子 从中掏出一个放着许多小瓶子的小盒子 他把一小瓶颜色可爱的药水递给房主人 房主人把它喝了 马上恍然大悟 霍阿波恩迪亚两眼 沉满悲哀的泪水 然后才看出自己是在荒谬可笑的房间里 这儿的一切东西都贴上了字条 他羞愧的看了看墙上一本正经的蠢话 最后才兴高采烈的认出客人就是梅尔加德斯 马孔多庆祝记忆复原的时候 霍阿波恩迪亚和梅尔加德斯恢复了往日的友谊 吉普赛人打算留居镇上 他的确经历过死亡 但是忍受不了孤独 所以回到这儿来了 因为他终于现实生活 失去了自己的神奇本领 被他的不足抛弃 他就决定在死神还没发现的这个角落里 得到一个宁静的栖身之所 把自己献给银板照相术 霍阿波恩迪亚 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发明 可是当他看见自己和全家的人 永远印在彩虹色的金属板上时 他惊得说不出话了 霍阿波恩迪亚 有一张秀了的照相底板 就是这时的蓬乱的灰色头发 同妞扣扣上的江领衬衫 一本正经的惊异表情 乌苏娜笑得要死 认为他像吓破了胆的将军 说真的 在那晴朗的十二月的早晨 梅尔加德斯拍照的时候 霍阿波恩迪亚确实吓坏了 他生怕人像一道金属板上 人就会逐渐消瘦 不管多么反常 乌苏娜这一次却为科学辩护 竭力打消丈夫脑瓜里的荒谬想法 他忘了一切就愿 决定让梅尔加德斯住在他们家里 然而 乌苏娜自己从不让人给他拍照 因为 据他自己的说法 他不愿留下 向来成为子孙的笑柄 那天早晨 他给孩子们穿上好衣服 在他们脸上查了粉 让美人喝了一匙骨髓汤 使他们 能在梅尔加德斯奇异的照相机前面 凝然不动地站立几乎两分钟 在这张全家服 这是过去留下的唯一的照片上 奥雷莲诺穿着黑色丝绒衣服 站在阿玛兰塔和雷贝卡之间 他的神情倦怠 目光明彻 多年以后 他就是这副神态站在行刑队面前的 可是 照片上的青年 当时还没听到命运的召唤 他只是一个能干的首饰匠 由于工作认真 在整个沼泽地带都受到尊重 他的作坊 同时是梅尔加德斯的实验室 这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 在瓶子的当都声和盘子的敲击声中 在接连不断的灾难中 酸溢出来了 绣化银浪费掉了 当他的父亲和吉普赛人 大声争论纳斯特拉达马斯的预言时 奥雷莲诺似乎待在另一个世界里 奥雷莲诺忘我的工作 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短时期内 他挣的钱就超过了乌苏那出售糖动物的收益 大家觉得奇怪的只有一点 他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人 为什么至今不结交女人 的确 他还没有女人 过了几个月 那个弗兰西斯科人 又来到了马孔多 他是个老流浪汉 差不多200岁了 他常常路过马孔多 带来自编的歌曲 在这些歌曲中 弗兰西斯科人 非常详细地描绘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 都发生在他途中经过的地方 从马诺尔村 到沼泽地 另一边的城乡里 所以 谁想把信息传给熟人 或者想把什么家事公诸于世 只消负两分钱 弗兰西斯科人 就可把他列入自己的节目 有一天傍晚 乌苏那听唱时 希望知道儿子的消息 却完全意外地 听到了自己母亲的死讯 弗兰西斯科人 这个绰号的由来 是他在编歌比赛中 战胜过魔鬼 他的真名实性 是谁也不知道的 失眠症流行时 他就从马孔多消失了 现在又突然来到了卡塔琳诺游一场 大家都去听他吟唱 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 跟弗兰西斯科人一起来到马孔多的 有一个富人和一个年轻的混血姑娘 富人挺胖 是四个印第安人用摇衣把他抬来的 他头上撑着一把小伞 遮住阳光 混血姑娘却是一副可怜像 这一次奥雷莲诺也来到了卡塔琳诺游一场 弗兰西斯科人端坐在一群听众中间 仿佛一条硕大的变色龙 他用老年人颤抖的声调歌唱 拿华特 赖历在归亚娜给他的那个古老的首风琴伴奏 用步行者的大脚掌打着拍子 他的脚掌已给海盐弄得裂开了 屋子深处看得见另一个房间的门 一个个男人不时挨刺进去 摇以台来的那个胖妇人坐在门口 默不作声地扇着扇子 卡塔琳诺耳后别着一朵假玫瑰 正在卖甘蔗酒 并且利用一切借口走到男人跟前 把手伸到他们身上去摸不该摸的地方 时到午夜热得难受 奥雷莲诺听完一切消息 可是没有发现任何跟自己的家庭有关的事 他已经准备离开 这时那个妇人去用手招呼他 你也进去吧 他说 只花两脚钱 奥雷莲诺把钱扔到胖妇人膝上的一只匣子里 打开了房门 自己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床上躺着那个年轻的混血姑娘 浑身赤裸 她的胸脯活像母狗的乳头 在奥雷莲诺之前 这已经来过63个男人 空气中充满了那么多的碳酸气 充满了汗水和叹息的气味 已经变得十分污浊 姑娘取下湿透了的床单 要求奥雷莲诺抓住床尾的一头 床单挺重 好像湿帆布 他们抓住床单的两头拧了又拧 他才恢复了正常的重量 然后 他们翻过垫子 汗水却从另一面流了出来 奥雷莲诺 巴布地把这一切没完没了地干下去 爱情的奥秘 他从理论上是知道的 但是他的膝头却在战速 他勉强才能孤稳脚跟 姑娘拾都好了床铺 要他脱掉衣服时 他却给他做了混乱的解释 是他们要我进来的 他们要我把两脚钱扔在匣子里 叫我不要耽搁 姑娘理解他的混乱状态 低声说道 你出去的时候 再扔两脚钱 就可待得久一点 奥雷莲诺羞涩难堪地脱掉了衣服 他总是以为像挤的裸体 比不上哥哥的裸体 虽然姑娘尽心竭力 他却感到肉挤越来越冷漠和孤独 我在扔两脚钱吧 他完全绝望地咕噜着说 姑娘默不作声地向他表示感谢 他皮包骨头 几倍磨出了血 由于过度疲劳 呼吸沉重 断断续续 两年前 在离马孔多很远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 他没熄灭蜡烛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周围一片火焰 他和一个把他养大的老大娘一起居住的房子 烧得金光 从此以后 老大娘就把他带到一个个城镇 让他跟男人睡一次觉 捞取两脚钱 用来弥补房屋的损失 按照姑娘的计算 他还得在这样生活十年左右 一夜接待七十个男人 因为除了偿债 还得支付他俩的路费和膳食费 以及印第安人的抬送费 老大娘第二次敲门的时候 奥雷莲诺什么也没做 就走出房间 好不容易忍住了泪水 这天夜里 他睡不着觉 老是想着混血姑娘 同时感到怜悯和需要 他渴望爱他和保护他 他被失眠和狂热弄得疲惫不堪 次日早晨就决定跟他结婚 以便把他从老大娘的控制下解救出来 白个儿每夜都得到他给七十个男人的快乐 可是早上十点 他来到卡塔琳诺游一场的时候 姑娘已经离开了马孔多 时间逐渐冷却了 他那热情的轻率的打算 但是加强了他那希望落空的痛苦感觉 他在工作中寻求解脱 为了掩饰自己不忠用的耻辱 他顺人了一辈子打光棍的命运 这时 梅尔加德斯把马孔多一切值得拍照的都拍了照 就将银板照相器材留给霍阿波恩蒂亚进行荒唐的试验 后者决定利用银板照相术得到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明 他相信 拿屋内不同地方拍的照片进行复杂的加工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 他迟早准会得到上帝的照片 否则就永远结束有关上帝存在的一切意想 梅尔加德斯却在深入研究纳斯特拉达马斯的理论 他经常做到很晚 穿着退了色的丝绒坎尖直喘粗气 用他甘瘦的鸟爪在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 他手上的戒指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 有一天夜晚 他觉得他偶然得到了有关马孔多未来的启示 马孔多将会变成一座辉煌的城市 有许多高大的玻璃房子 城内甚至不会留下波恩迪亚家的痕迹 胡说八道 或阿波恩迪亚气恼他说 不是玻璃房子 而是我梦见的那种冰砖房子 并且 这永远都会有布斯迪亚家的人 Pernier Seccheles Cloromo 拉丁语 永远永远 乌苏娜拼命想给这个怪人的住所灌输健全的思想 他添了一个大炉灶 除了生产糖动物 开始烤山整蓝整蓝的面包和大堆大堆各式各样的布丁 奶油蛋白松饼和饼干 这一切在几小时内就在通往沼泽地的路上卖光了 尽管乌苏娜已经到了应当休息的年岁 但他年复一年变得越来越勤劳了 全神贯注在兴旺的生意上 有一天傍晚 印第安女人正帮他把糖掺在生面里 他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 突然看见院子里有两个似乎陌生的姑娘 都很年轻 漂亮 正在落日的余晖中绣花 这是雷贝卡和阿玛兰塔 他们刚刚脱掉穿了三年的悼念外祖母的校服 花衣服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外貌 出乎一切预料 雷贝卡在姿色上超过了阿玛兰塔 他长着宁静的大眼睛 光洁的皮肤和具有魔力的手 他的手仿佛用看不见的丝线在绣架的布底上刺绣 较小的阿玛兰塔不够雅致 但他从已故的外祖母身上继承了天生的高贵和自尊心 待在他们旁边的是阿卡蒂奥 他身上虽显露了父亲的体魄 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他在奥雷莲诺的指导下学习手势技术 奥雷莲诺还教他读书写字 乌苏纳明白 他家里满是成年的人 他的孩子们很快就要结婚 也要养孩子 全家就得分开 因为这座房子不够大家住了 于是 他拿出常年累月艰苦劳动积攒的钱 跟工匠们商量好 开始扩充住宅 他吩咐增建 一间正式客厅用来接待客人 另一间更舒适 凉爽的大厅供全家之用 一个饭厅 拥有一张能做十二人的桌子 九间卧室 窗户都面向庭院 一道长廊 由玫瑰花圃和宽大的栏杆 栏杆上放着一盆盆碳类植物 和秋海棠挡住晌午的阳光 而且 他还决定扩大厨房 安置两个炉灶 拆掉原来的库房皮拉 台列纳曾在里面向货 阿卡蒂奥预言过他的未来 另盖一间大一倍的库房 以便家中经常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在院子里 在大栗树的浓荫下面 乌苏娜主妇搭两个浴棚 一个女浴棚 一个男浴棚 而星后却是宽敞的马舅 铁丝网围住的鸡窝和挤奶棚 此外有个四面敞开的鸟笼 偶然飞来的鸟高兴栖息在那 就栖息在那 乌苏娜带领着几十名尼瓦将和木匠 仿佛染上了大大的幻想热 决定光线和空气进人屋子的方位 划分面方完全不受限 马孔多建村时修盖的 这座简陋房子 堆满了各种工具和建筑材料 工人们累得汗流加倍 老是提醒旁人不要妨碍他们干活 而他们总是碰到那只装着海骨的袋子 他那沉闷的咔嚓声简直叫人恼火 谁也不明白 在这一片混乱中 在生石灰和利青的气味中 地下怎会立起一座房子 这房子不仅是全镇最大的 而且是沼泽地区最凉爽宜人的 最不理解这一点的是 霍阿波恩蒂亚 甚至在大变动的高潮中 他也没有放弃突然设到上帝影像的尝试 新房子快要竣工的时候 乌苏娜把他拉出了幻想的世界 告诉他说 他接到一道命令 房屋正面必须刷成蓝色 不能刷成他们希望的白色 他把正式公文给他看 霍阿波恩蒂亚 没有马上明白他的妻子说些什么 首先看了看纸儿上的签字 这个人是谁 他问 镇长 乌苏娜样样不乐地回答 听说他是政府派来的官 阿摩斯科特镇长先生 是不声不响的来到马孔多的 第一批阿拉伯人来到这儿 用小玩意儿交换鹦鹉的时候 有个阿拉伯人开了一家雅各旅店 阿摩斯科特首先住在这个旅店里 第二天才租了一个门朝街的小房间 离波恩蒂亚的房子有两个街区 他在室内摆上 从雅各旅店买来的桌子和椅子 把带来的共和国国灰定在墙上 并且在门上刷了镇长二字 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所有的房屋刷成蓝色 借以庆祝国家独立的周年纪念 霍阿波恩蒂亚拿着附写的命令来找镇长 正碰见他在小办公室的吊床上睡午觉 这张纸是你写的吗? 霍阿波恩蒂亚问 阿摩斯科特是个上了岁数的人 面色红润 显得胆怯 做了肯定的问答 凭什么权利? 霍阿波恩蒂亚又问 阿摩斯科特从办公桌抽屉内拿出一张纸来 递给他看 自派该员前往上述市镇 执行镇长职务 霍阿波恩蒂亚对这伟人状看都不看一眼 在这个市镇上 我们不靠纸而发号施令 他平静地回答 请你永远记住 我们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我们这儿的事用不着别人来管 阿摩斯科特先生保持镇定 霍阿波恩蒂亚仍然没有提高声音 向他详细他讲了讲 他们如何建村 如何划分土地 开辟道路 做了应做的一切 从来没有麻烦过任何政府 谁也没有来麻烦过他们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 我们这儿甚至还没死过人烈 霍阿波恩蒂亚说 你能看出 马孔多至今没有目的 他没有抱怨政府 恰恰相反 他高兴没有人来 妨碍他们安宁的发展 希望今后也是如此 因为他们建立马孔多村 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告诉他们 应该怎么办的 阿摩斯科特先生 穿上像裤子一样白的组布短上衣 一分钟也没忘记文雅的举止 所以如果你想留在这个镇上 做一个普通的居民 我们完全欢迎 霍阿波恩蒂亚最后说 可是如果你来制造混乱 强迫大伙把房子刷成蓝色 那你就拿起自己的行李 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我的房子将会白得像一只鸽子 阿摩斯科特先生脸色发白 他倒退一步 咬紧牙关 有点激动他说 我得警告你 我有武器 霍阿波恩蒂亚甚至没有发觉 他的双手插纳问 又有了年轻人的力气 从前他靠这种力气 曾把牲口按倒在地 他一把揪住阿摩斯科特的衣领 把它举到自己眼前 我这么做 他说 因为我认为我已到了余年 与其拖一个死人 不如花几分钟拖一个活人 就这样 他把悬在衣领上的阿摩斯科特先生 沿着街道中间拎了过去 在马孔多道沼泽地的路上 他才让他双脚着地 过了一个星期 阿摩斯科特又来了 带着六名蓝旅 赤足 持枪的士兵 还有一辆牛车 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和七个女儿 随后又来了两辆牛车 载着家具 箱子他和其他家庭用具 镇长暂时把一家人安顿在雅各旅店里 随后找到了房子 才在门外安了两名卫兵 开始办公 马孔多的老居民决定撵走这些不速之客 就带着自己年岁较大的集子去找霍 阿波恩迪亚 希望他担任指挥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反对他们的打算 因为据他解释 阿摩斯科特先生 既然跟妻子和女儿一起回来了 在他的一家人面前侮辱他 就不是男子和大丈夫了 事情应当和平解决 奥雷连诺自愿陪伴父亲 这时 他已长了尖端翘起的黑胡子 嗓音红亮 这种嗓音在战争中 是会使他大显威风的 他们没带武器 也没理睬卫兵 竟直跨进了镇长办公室 阿摩斯科特先生毫不慌乱 他把他们介绍给他的两个女儿 他们是偶然来到办公室的 一个是16岁的安巴罗 像他母亲一样满头乌发 一个是刚满9岁的雷迈戴斯 这小姑娘挺可爱 皮肤细嫩 两眼发绿 姐妹俩都挺文雅 很讲礼貌 波恩迪亚父子两人刚刚进来 他俩还没听到介绍 就给客人端来椅子 可是他们不愿坐下 好了 朋友 霍阿 波恩迪亚说 我们让你住在这儿 但这并不是因为门外 站着几个带枪的强盗 而是由于尊敬你的夫人和女儿 阿摩斯科特张口结舌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没有让他反驳 但是 我们必须向你提出两个条件 他补充说 第一 每个人想把自己的房子刷成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第二 大兵们立即离开马孔多 阵上的秩序 阵上的秩序 由我们负责 阵长起誓似的 举起手来 这是真话 敌人的话 霍阿波恩迪亚说 接着又苦楚的添了一句 因为我得告诉你一点 你和我还是敌人 就在这一天下午 士兵们离开了市阵 过了几天 霍阿波恩迪亚为阵长一家人找到了一座房子 除了奥雷连诺 大家都平静下来 阵长的小女儿雷迈戴斯 就年龄来说 也是一座奥雷连诺的女儿 可是她的形象却留在她的心里 使她经常感到痛苦 这是肉体上的感觉 几乎妨碍她走路 仿佛一块石子掉进了她的鞋里 第三章 皮拉 台列纳的儿子出世以后两个星期 祖父和祖母把她接到了家里 乌苏娜是勉强收留这小孩的 因为她又没拗过丈大的固执脾气 想让波恩迪亚家的后代听天由命 是她不能容忍的 但她提出了个条件 绝不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真正出身 孩子也取名或阿卡蒂奥 可是为了避免混淆不清 大家渐渐的只管她叫阿卡蒂奥了 这时马孔多事业兴旺 波恩迪亚家中一片忙碌 孩子们的照顾就降到了次要地位 负责照顾她们的是古阿吉洛不足的一个印第安女人 她是和弟弟一块来到马孔多的 借以逃避她们家乡 已经猖獗几年的致命传染病 失眠症 姐弟俩都是训良 勤劳的人 乌苏娜雇佣他们帮她做些家务 所以 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 首先说的是古阿吉洛语 然后才说西班牙语 而且学会喝西一汤 吃蜘蛛蛋 可是乌苏娜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 因她制作获利不小的糖鸟糖兽 太忙了 马孔多完全改变了面貌 乌苏娜带到这来的那些人 到处宣扬马孔多地理位置很好 周围土地肥沃 已知这个小小的村庄 很快变数了一个热闹的市镇 开设了商店和手工业作坊 修筑了永久的商道 第一批阿拉伯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到了这儿 他们穿着宽大的裤子 戴着耳环 用玻璃珠项链交换鹦 霍阿波恩迪亚没有一分钟的休息 她对周围的现实生活入了迷 觉得这种生活 比她想象的大于世界奇妙的多 于是失去了对炼金试验的任何兴趣 把月负一月变来变去的东西搁在一边 重新成了一个有事业心的 精力充沛的人了 从前 在哪铺设街道 在哪建筑新的房设 都是由她决定的 她不让任何人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 新来的居民也十分尊敬她 甚至请她划分土地 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就不放下一块鸡石 也不弃上一道墙园 玩杂技的吉普赛人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活动由一场 现在变成了一个大赌场 受到热烈的欢迎 因为大家都希望霍阿卡蒂奥也跟他们一块回来 但是霍阿卡蒂奥并没有回来 那个蛇人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照乌苏娜看来 那个蛇人是唯一知道能在哪找到她的儿子的 因此 他们不让吉普赛人在马孔多停留 甚至不准他们以后再来这儿 现在他们已经认为 吉普赛人是贪婪裔的化身了 然而霍阿波恩迪亚却认为 古老的梅尔加德斯部族 用他多年的知识和奇异的发明 大大促进了马孔多的发展 这里的人永远都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可是 照流浪汉们的说法 梅尔加德斯部族已从地面上消失了 因为他们竟敢超越人类知识的限度 霍阿波恩迪亚至少暂时摆脱了幻想的折磨以后 在短时期内就有条不稳的整顿好了全阵的劳动生活 平静的空气是霍阿波恩迪亚有一次自己破坏的 当时他放走了马孔多建立之初 用响亮的叫声报告时刻的鸟 而给每一座房子安了一个音乐钟 这些雕木做成的漂亮的钟 是用鹦鹉向阿拉伯人换来的 霍阿波恩迪亚把他们播的挺准 每过半小时 他们就奏出同一支华尔兹舞曲的几节曲 让全阵高兴一次 每一次都是几节新的曲余 到了晌午时分 所有的钟一起奏出整支华尔兹舞曲 一点集也不走掉 在街上栽种杏树 代替槐树 也是霍阿波恩迪亚的主意 而且他还发明了一种 使这些杏树永远活着的办法 这个办法 他至死没有透露 过了多年 马孔多建筑了一座座新顶木房的时候 在他最老的街道上 仍然挺立着一棵棵杏树 树枝折断 不满尘埃 但谁也记不得这些树是什么人栽的了 父亲大力整顿这个市镇 母亲却在振兴家业 制作美妙的糖公鸡和糖鱼 把它们插在巴里萨木棍上 每天两次拿到街上去卖 这时 奥雷莲诺却在荒气的试验室里 度过漫长的时刻 滋滋不倦地掌握手势技术 他已经长得挺高 哥哥留下的衣服很快不合他的身材了 他就改穿父亲的衣服 诚然 维西塔香不得不替他把衬衫和裤子改窄一些 因为奥雷莲诺比父亲和哥哥都瘦 进入少年时期 他的嗓音粗了 他也变得沉默寡言 异常孤僻 但是他的眼睛又经常露出紧张的神色 这种神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是使他母亲吃了一惊的 奥雷莲诺聚精会神的从事首饰工作 除了吃饭 几乎不到实验室外面去 霍阿 布恩迪亚对他的孤僻感到不安 就把房门的钥匙和一点钱给了他 以为儿子可能需要出去找找女人 奥雷莲诺却拿钱买了盐酸 制成了网水 给钥匙度了金 可是奥雷莲诺的古怪比不上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的古怪 这两个小家伙的乳齿开始脱落 仍然成天跟在印第安人脚边揪住他们的衣服下摆 硬要说古阿吉洛语不说西班牙语 你怨不了别人 乌苏娜向大夫说 孩子的狂劲是父母遗传的 他认为后代的怪诞习惯一点也不比猪尾巴好 就开始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 可是有一次奥瑟莲诺突然拿眼睛盯着他 把他弄得手足无措起来 有人就要来咱们这儿了 他说 像往常一样 儿子预言什么事情 他就用家庭主妇的逻辑破除他的预言 有人到这儿来 那没有什么特别吗 每天都有几十个外地人经过马恐多 可这并没有叫人操心 他们来到这儿 并不需要预言 然而 奥雷莲诺不顾一切逻辑 相信自己的预言 我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他坚持说 可这个人已在路上了 的确 星期天来了个雷贝卡 他顶多只有十一岁 是跟一些皮货商从马诺尔村来的 经历了艰苦的旅程 这些皮货商受托 将这个姑娘连同一封信送到货啊 波恩迪亚家里 但要求他们帮忙的人究竟是推 他们就说不清楚了 这姑娘的全部行李是一只小衣箱 一把画着鲜艳花朵的木制小摇椅 以及一个帆布袋 袋子里老是发出咔嚓 咔嚓 咔嚓的响声 那儿装的是他父母的骸骨 烧会货兼波恩迪亚的信是某人用特别亲切的口吻写成的 这人说尽管时间过久 距离颇远 她还是热爱霍阿波恩迪亚的 觉得自己应当根据基本的人道精神做这件善事 把孤苦灵河的小姑娘送到霍阿波恩迪亚这儿来 这小姑娘是乌苏娜的婊子女 也就是霍阿波恩迪亚的亲戚 虽是远房的亲戚 因为她是她难忘的朋友尼康诺尔 乌洛阿和她可敬的妻子雷贝卡 蒙蒂埃尔的亲女儿 她们已去天国 先由这小姑娘把她们的海骨带去 希望能照基督教的礼仪把她们埋掉 以上两个名字和信位的签名都写得十分清楚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和乌苏娜都记不得这样的亲戚 也记不起人遥远的马诺尔村烧信来的这个熟人了 从小姑娘身上了解更多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 她一走进屋子 马上坐在自己的摇椅里开始扎损指头 两只惊骇的大眼睛望着大家 根本不明白人家问她什么 她穿着染成黑色的鞋纹布旧衣服和裂开的漆皮鞋 扎在耳朵后面的两摞头发是用黑蝴蝶记住的 脖子上挂着一只香袋 香袋上有一个汗水弄污的圣像 而又腕上是个铜链条 链条上有一个猛瘦的獠牙防止毒眼的小玩意 她那有点发绿的皮肤和脏骨骨 紧绷绷的肚子 证明她健康不佳和经常挨饿 但别人给她拿来吃的 她却一动不动地继续坐着 甚至没有摸一摸放在膝上的盘子 大家已经认为她是个聋哑姑娘 可是印第安人用自己的语言问她想不想喝水 她马上转动眼珠 仿佛认出了他们 肯定地点了点头 他们收留了她 因为没有其他办法 他们决定按照信上对她母亲的称呼 也管她叫雷贝卡 因为奥雷莲诺虽然不厌其烦地 在她面前提到一切圣徒的名字 但她对任何一个名字都无反应 当时马恐多没有目的 因为还没死过一个人 装着海骨的带鱼就藏了起来 等到有了合适的地方在埋葬 所以长时间里 这袋子总是东藏西放 塞在难以发现的地方 可是经常发出咔嚓 咔嚓 咔嚓的响声 就像下蛋的母鸡哥哥直叫 过了很久 雷贝卡才跟这家人的生活协调起来 起初她有个习惯 在僻静的屋脚里 坐在摇椅上扎损指头 任何东西都没引起她的注意 不过 每过半小时响起钟声的时候 她都惊骇得四面张望 仿佛想在空中发现这种声音似的 好多天都无法叫她吃饭 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饿死 直到熟悉一切的印第安人发现 因为他们在屋子里用无声的脚步 不断的来回走动雷贝卡 喜欢吃的只是院子里的泥土和她用指甲 从墙上刨下的一块块石灰 显然 由于这个恶劣的习惯 父母或者养育她的人惩罚过她 尼上和石灰她都是偷吃的 她知道不对 而且尽量留存一些 无人在旁时可以自由自在的饱餐一顿 从此 他们对雷贝卡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给院子里的泥土浇上牛胆 给房屋的墙壁抹上辛辣的印第安胡椒 树用这种办法隔除姑娘的恶习 但她为了弄到这类吃的 表现了那样的机制和发明才干 使得乌苏娜不得不采取最有效的措施 她把盛着橙子汁和大黄的锅子整夜放在露天里 次日早饭之前拿这种草药给雷贝卡喝 虽然谁也不会建议乌苏娜拿这种混合药剂 来治疗不良的泥土示好 她还是认为任何苦涩的液体进了空肚子 都会在肝脏里引起反应 雷贝卡尽管样子瘦弱 却十分倔强 要她吃药 就得把她像小牛一样附住 因为她拼命挣扎 乱抓 乱咬 乱滑 大声叫嚷 些人莫名其妙 据印第安人说 她在骂人 这是古阿吉洛语中最粗鲁的骂人活 乌苏娜知道了这一点 就用鞭挞加强治疗 所以从来无法断定 究竟什么取得了成效 大黄呢 鞭子呢 或者二者一起 大家知道的只有一点 过了几个星期 雷贝卡开始出现康复的真相 现在 她跟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一块玩耍了 他们拿她当做姐姐 她吃饭有味了 会用刀叉了 随后发现 她说西班牙语像印第安语一样流利 她很能做针线活 还会用字编的可爱歌词 赵自明中的华尔兹舞曲歌唱 很快 她就似乎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 她比亲生子女对乌苏娜还亲热 她把阿玛兰塔叫做妹妹 把阿卡蒂奥叫做弟弟 把奥雷莲诺称作叔叔 把霍啊 波恩蒂亚称作伯伯 这么一来 她和其他的人一样 就有权叫做雷贝卡 波恩蒂亚了 这是她唯一的名字 至死都体面的叫这个名字 雷贝卡摆脱了恶劣的泥土嗜好 移居阿玛兰塔和阿卡蒂奥的房间之后 有一天夜里 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偶然醒来 听到鸡脚里段序的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 她吃惊的从床上一跃而起 担心什么牲畜钻进了屋子 接着便看见雷贝卡坐在摇椅里 把一个指头塞在嘴里 在黑暗中 她的两只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闪亮 维西塔乡下的发呆 在姑娘的眼睛里 她发现了某种疾病的症状 这种疾病的威胁 曾使她和弟弟永远离开了那个古老的王国 她俩还是那儿的王位继承人猎 这儿也出现了失眠症 还没等到天亮 印第安人卡塔乌尔就离开了马孔多 她的姐姐却留了下来 因为宿命论的想法暗示她 致命的疾病反正会跟着她的 不管她逃到多远的地方 然而 谁也不了解维西塔乡的不安 咱们永远不可睡觉吗 那就更好啦 霍阿波恩迪亚满意她说 咱们可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可是印第安女人说明 患了这种失眠症 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觉 因为身体不会感到疲乏 最糟糕的是 失眠症必然演变成健忘症 她的意思是说 病人经常处于失眠状态 开头会忘掉童年时代的事 然后会忘记东西的名称和用途 最后再也认不得别人 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失去了跟往日的一切联系 陷入一种白痴式的状态 霍阿波恩迪亚哈哈大笑 差点没有笑死 她得出结论说 迷信的印第安人捏造了无数的疾病 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可是为了预防万一 谨慎的乌苏娜 就让雷贝卡跟其他的孩子隔离了 过了几个星期 维西塔乡的恐惧过去之后 霍阿波恩迪亚夜间突然发现自己在床上翻来覆去 和不上眼 乌苏娜也没睡着 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回答说 我又在想普鲁登西奥了 她俩一分钟也没睡着 可是早上起来却是精神饱满的 立即忘了恶劣的夜晚 吃早饭时 奥雷莲诺惊异地说 她虽在实验室兴呆了整整一夜 可是感到自己精神挺好 她是在实验室里给一枚胸针镀金 打算把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乌苏娜 然而 谁也没有重视这些怪事 直到两天以后 大家仍在床上和不了眼 才知道自己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孩子们也没睡着 这种疫病 既然进了这座房子 谁也逃避不了了 印第安女人仍用宿命论的口吻说 的确 全家的人都吸了失眠症 乌苏娜曾从母亲那儿得到一些草药芝士 就用屋头熬成汤器 给全家的人喝了 可是大家仍然不能成年 而且白天站着也做梦 处在这种半睡半醒的古怪状态中 他们不仅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 而且看到别人梦中的形象 仿佛整座房子都挤满了客人 雷贝卡坐在厨房机脚里的摇椅上 梦见一个很像她的人 这人穿着白色压麻布衣服 衬衫领子上有一颗金色钮扣 献给她一剪玫瑰花 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双手细嫩的女人 她拿出一朵玫瑰花来 佩戴在雷贝卡的头发上 乌苏娜明白 这男人和女人是姑娘的父母 可是不管怎样竭力辨认 也不认识他们 终于相信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 同时由于注意不够 这是货啊 波恩迪亚不能原谅自己的 家里制作的糖动物照就拿到镇上去卖 大人和孩子都快活的选着有味的绿色公鸡 漂亮的粉红色小鱼 最甜的黄色马 这些糖动物似乎也是患了失眠症的 星期一天亮以后 全城的人已经不睡觉了 起初谁也不担心 许多的人甚至高兴 因为当时马孔多百叶带星 时间不够 人们那么勤奋地工作 在短时间内就把一切都做完了 现在早晨三点就双臂交叉地坐着 计算字名中的华尔兹舞曲 有多少段曲调 想睡的人仅非由于疲乏 而是渴望做梦 采取各种办法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 他们聚在一起 不住地叙叙叨叨 一连几小时把同样的奇闻说了又说 大讲特讲白色烟机的故事 一直把故事搞得复杂到了极点 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玩耍 讲故事的人问其余的人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如果他们回答他 是的 他就说他要求回答的不是 是的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如果他们回答说 不 他就说他要求回答的不是不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如果大家沉默不语 他就说他要求的不是沉默不语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而且谁也不能走开 因为他说他没有要求他们走开 而是要求回答 他们想不想听白色烟机的故事 就这样 一圈一圈的人 整夜整夜说个没完 或啊 波恩蒂亚知道传染病便急整个市镇 就把家长们召集起来 告诉他们有关这种失眠症的常识 并且设法防止这种疾病 向临近的城乡蔓延 于是 大家从一只只山羊身上 取下了铃铛 用鹦鹉向阿拉伯人换来的铃铛 把他们挂在马孔多人口的地方 攻击那些不听港哨劝阻 硬要进阵的人使用 凡是这时 经过马孔多街道的外来人 都得摇摇铃铛 让失眠症患者知道 来人是健康的 他们在阵上停留的时候 不准吃喝 因为毫无疑问 并从口人吗 而马孔多的一切食物和饮料 都染上了失眠症 采取这些办法 他们就把这种传染病 限制在市振范围之内了 隔离是严格遵守的 大家逐渐习惯了紧急状态 生活重新上了轨道 工作照常进行 谁也不再担心 失去了无意的睡眠习惯 在几个月中 帮助大家跟隐望症 进行斗争的办法 是奥雷莲诺发明的 他发现 这种办法也很偶然 奥雷莲诺 是个富有经验的病人 因为他是失眠症的第一批患者之一 完全掌握了手势技术 有一次 他需要一个平常用来垂平金属的小铁针 可是记不起他叫什么了 父亲提醒他 铁针 奥雷莲诺就把这个名字记在小纸片上 贴在铁针底上 现在 他相信再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了 可他没有想到 这件事只是健忘症的第一个表现 过了几天他已觉得 他费了大劲 才记起实验室内几乎所有东西的名称 于是 他给每样东西都贴上标签 现在只要一看签条上的字 就能确定这是什么东西了 不安的父亲叫苦连天 说他忘了童年时代 甚至印象最深的事 奥雷莲诺就把自己的办法告诉他 于是 或啊 波恩迪亚首先在自己家里加以采用 燃府在全镇推广 他用小刷子沾了墨水 给房里的每件东西都写上名称 桌 钟 门 墙 床 锅 然后到处栏和田地里去 也给牲畜 家禽和植物标上名字 牛 山羊 猪 鸡 木鼠 香蕉 人们研究各种健忘的事物时 逐渐明白 他们即使根据签条记起了东西的名称 有朝一日也会想不起它的用途 随后 他们就把签条搞得很复杂了 一头乳牛脖子上挂的牌子 清楚它说明 马孔多居民是如何跟健忘正作斗争的 这是一头乳牛 每天早晨挤奶 就可得到牛奶 把牛奶煮沸 掺上咖啡 就可得牛奶咖啡 就这样 他们生活在经常划过的现实中 借助字能把现实暂时抓住 可是一旦忘了字的意义 现实也就难免忘诸脑后了 市镇入口的地方挂了一块皮子 马孔多 中心大街上挂了另一块较大的牌子 上帝存在 所有的房屋都画上了各种符号 让人记起各种东西 然而 这一套办法需要密切的注意力 还要耗费狠在的精神 所以 许多人就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 这对他们是不太实际的 却是更有安慰的 推广这种自欺的办法 最起劲的是 皮拉 台列纳 她想出一种用纸牌测枝过去的把戏 就像她以前用纸牌预补未来一样 由于 她那些巧妙的谎言 失眠的马孔多居民 就处于纸牌推测的世界 这些推测含糊不清 互相矛盾 面在这个世界中 只能模糊地想起你的父亲是个 黑发男人 是四月初来到这儿的 母亲是个有黑的女人 左手戴着一枚金戒指 你出生的日期 是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 那一天 百灵鸟在月桂树上歌唱 霍阿波恩迪亚 被这种安慰的办法击败了 她为了对抗 决定造出一种记忆机器 此种机器 是她以前打算制造出来 记住吉普赛人的一切奇异发明的 机器的作用原理 就是每天重复在生活中 获得的全部知识 霍阿波恩迪亚 把这种机械 设想成一本旋转的字典 人呆在旋转轴上 利用把手操纵字典 这样 生活所需的一切知识 短时间内就在眼前经过 她已写好了几乎一万四千张条目卡 这时 从沼泽地带伸来的路上 出现一个样子古怪的老人 摇着悲哀的铃铛 拎着一只绳子记住的 杖鼓鼓的箱子 拉着一辆用黑布遮住的小车子 她竟直朝霍阿波恩迪亚的房子走来 维西塔香给老头开了门 却不认得她 把她当成一个商人 老头还没听说这个市镇绝望地线进了健忘症的漩涡 不知道在这儿是卖不出什么东西的 这是一个老朽的人 尽管她的嗓音犹豫的发颤 双呼摸摸索索的 但她显然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那里的人既能睡觉又能记忆 霍阿波恩迪亚出来接见老头的时候 老头正坐在客厅里 拿破旧的黑帽子扇着 露出同情的样 注意地念了念贴在墙上的字条 霍阿波恩迪亚非常恭敬地接待她 担心自己从前认识这个人 现在却把她给忘了 然而客人识破了她的洋装 感到自己被她忘却了 她知道这不是心中暂时的忘却 而是另一种更加冷酷的 彻底的忘却 也就是死的忘却 接着她一切都明白了 她打开那只塞满了不知什么东西的箱子 从中掏出一个放着许多小瓶子的小盒子 她把一小瓶颜色可爱的药水递给房主人 房主人把它喝了 马上恍然大悟 霍阿波恩迪亚两眼 沉满悲哀的泪水 然后才看出自己是在荒谬可笑的房间里 这儿的一切东西都贴上了字条 她羞愧地看了看墙上一本正经的蠢话 最后才兴高采烈地认出客人就是梅尔加德斯 马孔多庆祝记忆复原的时候 霍阿波恩迪亚和梅尔加德斯恢复了往日的友谊 吉普赛人打算留居镇上 她的确经历过死亡 但是忍受不了孤独 所以回到这儿来了 因为她终于现实生活 失去了自己的神奇本领 被她的不足抛弃 她就决定在死神还没发现的这个角落里 得到一个宁静的栖身之所 把自己献给银板照相术 霍阿波恩迪亚 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发明 可是 当她看见自己和全家的人永远印在彩虹色的金属板上时 她惊得说不出话了 霍阿波恩迪亚 有一张秀了的照相底板 就是这时的 蓬乱的灰色头发 童妞扣扣上的江领衬衫 一本正经的精益表情 乌苏娜笑得要死 认为她像吓破了胆的将军 说真的 在那晴朗的十二月的早晨 梅尔加德斯拍照的时候 霍阿波恩迪亚 确实吓坏了 她生怕人像 一道金属板上 人就会逐渐消瘦 不管多么反常 乌苏娜这一次 却为科学辩护 竭力打消丈夫脑瓜里的荒谬想法 她忘了一切就愿 决定让梅尔加德斯 住在他们家里 然而 乌苏娜自己从不让人给她拍照 因为 据她自己的说法 她不愿留下 向来成为子孙的笑柄 那天早晨 她给孩子们穿上好衣服 在他们脸上查了粉 让美人喝了一匙骨髓汤 使他们 能在梅尔加德斯奇艺的照相机前面 凝然不动地站立几乎两分钟 在这张全家服 这是过去留下的唯一的照片上 奥雷莲诺穿着黑色丝绒衣服 站在阿玛兰塔和雷贝卡之间 她的神情倦怠 目光明彻 多年以后 她就是这副神态站在行刑队面前的 可是 照片上的青年当时还没听到命运的召唤 她只是一个能干的首饰匠 由于工作认真 在整个沼泽地带都受到尊重 她的作坊 同时是梅尔加德斯的实验室 这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 在瓶子的当都声和盘子的敲击声中 在接连不断的灾难中 酸溢出来了 秀化银浪费掉了 当她的父亲和吉普赛人大声争论 纳斯特拉达马斯的预言时 奥雷莲诺似乎待在另一个世界里 奥雷莲诺忘我的工作 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短时期内 她挣的钱就超过了乌苏纳出售糖动物的收益 大家觉得奇怪的只有一点 她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人 为什么至今不结交女人 的确 她还没有女人 过了几个月 那个弗兰西斯科人又来到了马孔多 她是个老流浪汉 差不多两百岁了 她常常录过马孔多 带来自编的歌曲 在这些歌曲中 弗兰西斯科人非常详细地描绘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她途中经过的地方 从马诺尔村到沼泽地另一边的城乡里 所以 谁想把信息传给熟人 或者想把什么家事公诸于事 只消负两分钱 弗兰西斯科人就可把她列入自己的节目 有一天傍晚 乌苏纳听唱时 希望知道儿子的消息 却完全意外地听到了自己母亲的死讯 弗兰西斯科人 弗兰西斯科人这个绰号的由来 是她在编割比赛中战胜过魔鬼 她的真名实性是谁也不知道的 失眠症流行时 她就从马孔多消失了 现在又突然来到了卡塔琳诺游一场 大家都去听她吟唱 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儿 跟弗兰西斯科人一起来到马孔多的 有一个妇人和一个年轻的混血姑娘 妇人挺胖 是四个印第安人用摇衣把她抬来的 她头上撑着一把小伞 遮住阳光 混血姑娘却是一副可怜象 这一次 奥雷莲诺也来到了卡塔琳诺游一场 弗兰西斯科人端坐在一群听众中间 仿佛一条硕大的变色龙 他用老年人颤抖的声调歌唱 拿华特 赖历在瑰亚娜给他的那个古老的首风琴伴奏 用步行者的大脚掌打着拍子 他的脚掌已给海盐弄得裂开了 屋子深处 看得见另一个房间的门 一个个男人不时挨刺进去 摇以台来的那个胖妇人坐在门口 默不作声地扇着扇子 卡塔琳诺尔后别着一朵假玫瑰 正在卖甘蔗酒 并且利用一切借口走到男人跟前 把手伸到他们身上去摸不该摸的地方 时到午夜 热得难受 奥雷莲诺听完一切消息 可是没有发现任何跟自己的家庭有关的事 他已经准备离开 这时那个妇人去用手招呼他 你也进去吧 他说 只花两脚钱 奥雷莲诺把钱扔到胖妇人膝上的一只匣子里 打开了房门 自己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床上躺着那个年轻的浑血姑娘 浑身赤裸 她的胸脯活像母狗的乳头 在奥雷莲诺之前 这已经来过63个男人 空气中充满了那么多的碳酸气 充满了汗水和碳吸的气味 已经变得十分污浊 姑娘取下湿透了的床单 要求奥雷莲诺抓住床尾的一头 床单挺重 好像湿帆布 他们抓住床单的两头拧了又拧 他才恢复了正常的重量 然后 他们翻过垫子 汗水却从另一面流了出来 奥雷莲诺巴布地把这一切没完没了地干下去 爱情的奥秘 他从理论上是知道的 但是他的膝头却在战速 他勉强才能孤稳脚跟 姑娘拾都好了床铺 要他脱掉衣服时 他却给他做了混乱的解释 是他们要我进来的 他们要我把两脚钱扔在匣子里 叫我不要耽搁 姑娘理解他的混乱状态 低声说道 你出去的时候 再扔两脚钱 就可待得久一点 奥雷莲诺羞涩难堪地脱掉了衣服 他总是以为像挤的裸体 比不上哥哥的裸体 虽然姑娘尽心竭力 他却感到肉挤越来越冷漠和孤独 我在扔两脚钱吧 他完全绝望地咕噜着说 姑娘默不作声地向他表示感谢 他皮包骨头 脊背磨出了血 由于过度疲劳 呼吸沉重 断断续续 两年前 在临马孔多很远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 他没熄灭蜡烛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周围一片火焰 他和一个把他养大的老大娘 一起居住的房子 烧得金光 从此以后 老大娘就把他带到一个个城镇 让他跟男人睡一次觉 捞取两脚钱 用来弥补房屋的损失 按照姑娘的计算 他还得在这样生活十年左右 一夜接待七十个男人 因为除了偿债 还得支付他俩的路费和膳食费 以及印第安人的抬送费 老大娘第二次敲门的时候 奥雷莲诺什么也没做 就走出房间 好不容易忍住了泪水 这天夜里 他睡不着觉 老是想着混血姑娘 同时感到怜悯和需要 他渴望爱他和保护他 他被失眠和狂热 弄得疲惫不堪 次日早晨就决定跟他结婚 以便把他从老大娘的控制下解救出来 白个儿每夜 都得到他给七十个男人的快乐 可是早上十点 他来到卡塔琳诺游一场的时候 姑娘已经离开了马孔多 时间逐渐冷却了 他那热情的 轻率的打算 但是加强了他那 希望落空的痛苦感觉 他在工作中寻求解脱 为了掩饰自己不忠用的耻辱 他顺人了一辈子打光棍的命运 这时 梅尔加德斯把马孔多一切值得拍照的都拍了照 就将银板照相器材留给霍阿 波恩蒂亚进行荒唐的试验 后者决定利用银板照相术 得到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明 他相信 拿屋内不同地方拍的照片进行复杂的加工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 他迟早准会得到上帝的照片 否则就永远结束 有关上帝存在的一切意想 梅尔加德斯 却在深入研究 纳斯特拉达玛斯的理论 他经常做到很晚 穿着退了色的丝绒坎尖 直喘粗气 用他干瘦的鸟爪 在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 他手上的戒指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 有一天夜晚 他觉得他偶然得到了有关马孔多未来的启示 马孔多将会变成一座辉煌的城市 有许多高大的玻璃房子 城内甚至不会留下波恩迪亚家的痕迹 胡说八道 或啊 波恩迪亚气恼他说 不是玻璃房子 而是我梦见的那种冰砖房子 并且 这儿永远都会有布斯蒂亚家的人 Pernier Saccheles Chloromo 拉丁语 永远永远 乌苏纳拼命想给这个怪人的住所 灌输健全的思想 他添了一个大炉灶 除了生产糖动物 开始烤山整蓝整蓝的面包 和大堆大堆各式各样的布丁 奶油蛋白松饼和饼干 这一切在几小时内 就在通往沼泽地的路上卖光了 尽管乌苏纳已经到了应当休息的年岁 但他年复一年 变得越来越勤劳了 全神贯注在兴旺的生意上 有一天傍晚 印第安女人正帮他把糖掺在生面里 他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 突然看见院子里有两个似乎陌生的姑娘 都很年轻 漂亮 正在落日的余晖中绣花 这是雷贝卡和阿玛兰塔 他们刚刚脱掉穿了三年的悼念外祖母的校服 花衣服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外貌 出乎一切预料 雷贝卡在姿色上超过了阿玛兰塔 他长着宁静的大眼睛 光洁的皮肤和具有魔力的手 他的手仿佛用看不见的丝线在绣架的布底上刺绣 较小的阿玛兰塔不够雅致 但他从已故的外祖母身上继承了天生的高贵和自尊心 待在他们旁边的是阿卡蒂奥 他身上虽已显露了父亲的体魄 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他在奥雷莲诺的指导下学习手势技术 奥雷莲诺还教他读书写字 乌苏纳明白 他家里满是成年的人 他的孩子们很快就要结婚 也要养孩子 全家就得分开 因为这座房子不够大家住了 于是他拿出常年累月艰苦劳动积攒的钱 跟工匠们商量好 开始扩充住宅 他吩咐增建 一间正式客厅用来接待客人 另一间更舒适 凉爽的大厅供全家之用 一个饭厅拥有一张能坐12人的桌子 九间卧室 窗户都面向庭院 一道长廊 有玫瑰花圃和宽大的栏杆 栏杆上放着一盆盆碳类植物和秋海棠 挡住晌午的阳光 而且 他还决定扩大厨房 安置两个炉灶 拆掉原来的库房皮拉 台列纳曾在里面向货 阿卡蒂奥预言过他的未来 另盖一间大一倍的库房 以便家中经常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在院子里 在大栗树的浓荫下面 乌苏娜嘱咐搭两个浴棚 一个女浴棚 一个男浴棚 而兴后却是宽敞的马厩 铁丝网围住的鸡窝 和集奶棚 此外有个四面敞开的鸟笼 偶然飞来的鸟 高兴栖息在那 就栖息在那 乌苏娜带领着几十名尼瓦将和木将 仿佛染上了大大的幻想热 决定光线和空气进人屋子的方位 划分面方完全不受限 马孔多建村时修盖的 这座简陋房子 堆满了各种工具和建筑材料 工人们类的汗流加倍 老是提醒旁人 不要妨碍他们干活 而他们总是碰到那只装着海骨的袋子 他那沉闷的咔嚓声 简直叫人恼火 谁也不明白 在这一片混乱中 在生石灰和沥青的气味中 地下怎会立起一座房子 这房子不仅是全镇最大的 而且是沼泽地区最凉爽宜人的 最不理解这一点的是 霍阿波恩蒂亚 甚至在大变动的高潮中 他也没有放弃突然射到上帝影像的尝试 新房子快要竣工的时候 乌苏娜把他拉出了幻想的世界 告诉他说 他接到一道命令 房屋正面必须刷成蓝色 不能刷成他们希望的白色 他把正式公文给他看 霍阿波恩蒂亚没有马上明白 他的妻子说些什么 首先看了看纸上的签字 这个人是谁 他问 镇长 乌苏娜样样不乐地回答 听说他是政府派来的官 阿摩斯科特镇长先生 是不声不响的来到马孔多的 第一批阿拉伯人来到这儿 用小玩意儿交换鹦鹉的时候 有个阿拉伯人开了一家雅各旅店 阿摩斯科特 首先住在这个旅店里 第二天才租了一个 门朝街的小房间 离波恩蒂亚的房子有两个街区 他在室内摆上 从雅各旅店买来的桌子和椅子 把带来的共和国国灰定在墙上 并且在门上刷了镇长二字 他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要所有的房屋刷成蓝色 借以庆祝国家独立的周年纪念 或阿波恩蒂亚拿着附写的命令来找镇长 正碰见他在小办公室的吊床上睡午觉 这张纸是你写的吗 霍阿波恩蒂亚问 阿摩斯科特是个上了岁数的人 面色红润 显得胆怯 做了肯定的问答 凭什么权利 霍阿波恩蒂亚又问 阿摩斯科特从办公桌抽屉内拿出一张纸来 递给他看 资派该员前往上述市镇执行镇长职务 霍阿波恩蒂亚对这伟人状看都不看一眼 在这个市镇上我们不靠纸而发号施令 他平静地回答 请你永远记住 我们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我们这儿的事用不着别人来管 阿摩斯科特先生保持镇定 霍阿波恩蒂亚仍然没有提高声音 向他详细他讲了讲 他们如何建村 如何划分土地 开辟道路 做了应做的一切 从来没有麻烦过任何政府 谁也没有来麻烦过他们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 我们这儿甚至还没死过人链 霍阿波恩蒂亚说 你能看出 马孔多至今没有目的 他没有抱怨政府 恰恰相反 他高兴没有人来妨碍他们安宁的发展 希望今后也是如此 因为他们建立马孔多村 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告诉他们 应该怎么办的 阿摩斯科特先生 穿上像裤子一样白的组布短上衣 一分钟也没忘记文雅的举止 所以 如果你想留在这个镇上 做一个普通的居民 我们完全欢迎 霍阿波恩蒂亚最后说 可是 如果你来制造混乱 强迫大伙把房子刷成蓝色 那你就拿起自己的行李 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我的房子将会白得像一只鸽子 阿摩斯科特先生脸色发白 他倒退一步 咬紧牙关 有点激动他说 我得警告你 我有武器 霍阿波恩蒂亚甚至没有发觉 他的双手插纳问 又有了年轻人的力气 从前他靠这种力气 曾把牲口按倒在地 他一把揪住阿摩斯科特的衣领 把他举到自己眼前 我这么做 他说 因为我认为我已到了余年 与其拖一个死人 不如花几分钟 拖一个活人 就这样 他把悬在衣领上的阿摩斯科特先生 沿着街道中间拎了过去 在马恐多道沼泽地的路上 他才让他双脚着地 过了一个星期 阿摩斯科特又来了 带着六名蓝旅 赤足 持枪的士兵 还有一辆牛车 车上坐着他的妻子 和七个女儿 随后又来了两辆牛车 载着家具 箱子他和其他家庭用具 镇长暂时把一家人 安顿在雅各旅店里 随后找到了房子 才在门外安了两名卫兵 开始办公 马恐多的老居民 决定撵走这些不速之客 就带着自己年岁较大的集子 去找霍 阿布恩蒂亚 希望他担任指挥 可是霍阿布恩蒂亚 反对他们的打算 因为据他解释 阿摩斯科特先生 既然跟妻子和女儿一起回来了 在他的一家人面前侮辱他 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了 事情应当和平解决 奥雷莲诺 自愿陪伴父亲 这时 他已长了尖端翘起的黑胡子 嗓音红亮 这种嗓音在战争中 是会使他大显威风的 他们没带武器 也没理睬卫兵 静止跨进了镇长办公室 阿摩斯科特先生毫不慌乱 他把他们介绍给他的两个女儿 他们是偶然来到办公室的 一个是16岁的安巴罗 像他母亲一样满头乌发 一个是刚满9岁的雷迈戴斯 这小姑娘挺可爱 皮肤细嫩 两眼发绿 姐妹俩都挺文雅 很讲礼貌 波恩迪亚父子两人刚刚进来 他俩还没听到介绍 就给客人端来椅子 可是他们不愿坐下 好了 朋友 霍阿波恩迪亚说 我们让你住在这儿 但这并不是因为 门外站着几个带枪的强盗 而是由于尊敬你的夫人和女儿 阿摩斯科特张口结舌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没有让他反驳 但是我们必须向你提出两个条件 他补充说 第一 每个人想把自己的房子刷成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第二 大兵们立即离开马孔多 镇上的秩序由我们负责 镇长启示式地举起手来 这是真话 敌人的话 霍阿波恩迪亚说 接着又苦楚地添了一句 因为我得告诉你一点 你和我还是敌人 就在这一天下午 士兵们离开了市镇 过了几天 霍阿波恩迪亚为镇长一家人 找到了一座房子 除了奥雷连诺 大家都平静下来 镇长的小女儿雷迈戴斯 就年龄来说 也是于做奥雷连诺的女儿 可是她的形象却留在她的心里 使她经常感到痛苦 这是肉体上的感觉 几乎妨碍她走路 仿佛一块石子掉进了她的鞋里 第五章 根据尼康诺 莱伊娜神父的指示 客厅里搭了个圣坛 三月里的一个星期天 奥雷连诺和雷迈戴斯 摩斯科特在圣坛前面举行了婚礼 在摩斯科特家中 这一天是整整一个月不安的结束 因为小雷迈戴斯到了成熟时期 却还没有抛弃儿童的习惯 母亲即使把青春期的变化告诉了她 但在二月间的一个下午 几个姐姐正在客厅里 跟奥雷连诺谈话 雷迈戴斯却尖声怪叫地冲进客厅 让大家瞧她的裤子 这裤子已给年搭搭的褐色东西弄脏了 婚礼定于一月之后举行 教她学会自己洗脸、穿衣、做些最简单的家务 是费了不少时间的 为了治好她尿床的毛病 家里的人就要她在热砖上撒尿 而且 让她保守和欢床上的秘密 也花了不少功夫 因为她一知道初夜的细节 就那么精益 同时又那么兴奋 甚至想把自己知道的这些细节 告诉每一个人 在她身上是伤了不少脑筋的 但是 到了举行婚礼的一天 这姑娘对日常生活的了解 就不亚于她的任何一个姐姐了 在劈里啪啦的花炮声中 在几个乐队的歌曲声中 阿摩斯科特先生牵着女儿 走过彩花烂漫的街头 左邻右舍的人 从自家的窗口 向雷迈戴斯祝贺 他就挥手含笑地表示感谢 奥雷莲诺 身穿黑泥服装 脚踩金属扣子的漆皮鞋 几年以后 她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 穿的也是这双皮鞋 在房门前面迎接新娘 把她领到圣坛前去她 紧张得脸色苍白 喉咙发梗 雷迈戴斯举止自然 大大方方 奥雷莲诺给她戴戒指时 即使不慎把她掉到地上 她仍镇定自若 宾客们却惊慌失措 周围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 可是雷迈戴斯 把戴着花边手套的手微微举起 伸出无名指 继续泰然自若地等着 直到未婚夫用脚踩住戒指 阻止她滚向房门 然后满脸通红地 回到圣坛跟前 雷迈戴斯的母亲和姐姐们 生怕她在婚礼上违反规矩 终于很不恰当地暗示她 首先去吻未婚夫 正是从这一天起 在不利的情况下 雷迈戴斯都表现了责任心 天生的温厚态度和自制能力 她自动奋出一大块结婚蛋糕 连同叉子一起放在盘子里 拿给货啊 不恩地亚 这个身躯魁梧的老人 蜷缩在棕榈棚下 捆在栗树上 由于日晒雨淋 已经变得十分萎靡 但却感激得微微一笑 双手抓起蛋糕就吃 鼻子里还哼着什么莫名其妙的圣歌 热闹的婚礼 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早晨 婚礼上唯一不幸的人 是雷贝卡 她的婚事遭到了破坏 照乌苏娜的安排 雷贝卡是应当在这同一天结婚的 可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星期五收到一封信 信中说她母亲病危 婚礼也就推延了 收信之后过了一小时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就回省城去了 她的母亲却在星期六晚上按时到达 路上没有跟她相遇 她甚至在奥雷莲诺的婚礼上唱了一支歌 这支歌本来是她为儿子的婚礼准备的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打算回来赶上自己的婚礼 路上把五皮马布累得精疲力尽 可是星期天半夜到达时 别人的婚礼就要结束了 那封倒霉的信究竟是谁写的 始终没弄清楚 阿玛兰塔受到乌苏娜的盘问 气得痛哭流涕 在木匠还没拆除的圣坛前面 发誓说她没有过错 为了举行婚礼 阿摩斯科特先生从临近的城市 请来了尼康诺 来因那神父 由于自己的职业得不到奉承 这老头总是阴阴沉沉 他的皮肤是浅灰色的 几乎皮包骨 圆骨骨的肚子很突出 他那老朽的面孔所显露的 与其说是善良 不如说是憨厚 他准备婚礼之后 就返回自己的教区 但他见到马孔多居民 一切无所顾忌的样子 就感到惊愕 因为他们虽然安居乐业 却生活在罪孽之中 他们仅仅服从自然规律 不给孩子们举行洗礼 不承认宗教节日 神父认为 这块土地 急切需要上帝的种子 就决定在马孔多再留一个星期 以便给行过歌里的人和异教徒 举行一次洗礼 让非法的同居合法化 并且给垂死的人一顿圣餐 可是谁也不愿听他的 大家回答他说 他们多年没有教室 也过得挺好 可以直接找上帝解决拯救灵魂的问题 而且不会犯不可宽恕之罪 尼康诺神父 讨厌在矿地上继续不道 决定竭尽全力 建筑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有圣徒的等身雕像和彩绘玻璃窗 以便罗马来的人 也能在无神论者的中心地区 向上帝祈祷 他拿着一个铜盘 四处募捐 人形慷慨不失 可是未能满足他的要求 因为教堂要有一个大众 此种终生能使淹死的人浮到水面 他向大家苦苦哀求 甚至嗓子都哑了 疲乏的骨头都酸痛了 一个星期六 他姑娘捐款甚至不够 做教堂的门 就陷入了绝望状态 星期天 他在市镇广场上搭了个圣坛 像失眠症流行时那样 拿着一个小铃铛 逃遍了所有的街道 招呼人们去参加矿地弥撒 许多人是出于好奇而来的 另一些人是由于无事可干 还有一些人 唯恐上帝把他们藐视神父 看作是冒犯他自己 就这样 早上八点钟 全镇一半的人都聚在广场上 尼康诺神父朗诵了福音书 生死历劫地恳求大家捐助 弥撒结束时 在场的人几经开始四散 他就举起手来 要大家注意 等一下 他说 你们马上可以得到 上帝威力无穷的确凿证明 协助尼康诺神父 做弥撒的一个孩子 端来一杯浓稠 冒气的巧克力茶 神父一下子 就把整杯饮料喝光了 然后 他从长袍袖子里 掏出一块手帕 擦干了嘴唇 往前伸出双手 闭上了眼睛 接着 尼康诺神父 就在地上升高了六英寸 证据是十分令人信服的 在几天中 神父都在镇上来来去去 利用热腾腾的巧克力茶 一再重复升空的把戏 小帮手 把那么多的钱收到袋子里 不过一个月功夫 教堂的建筑就已动工了 谁都不怀疑 尼康诺神父表演的奇迹 是上帝在发挥威力 只有霍啊 波恩迪亚不以为然 有一天早上 一群人具 在离离树不远的地方 参观另一次 升空表演 他一个人 仍然完全无动于衷 看见尼康诺神父 连同座椅 一起升到地面上头以后 他只在自己的凳子上 微微挺直身子 耸了耸肩 Hulk est simplicissimum 住 拉丁语 这很简单 这个人发现了物质的第四种状态 霍啊 波恩迪亚说 Homo estestum gartum material imminent 尼康诺神父 一举手 椅子的四条小腿 同时找地 你够 神父反驳说 Factum hulk existensum De probate san dubio 住 拉丁语我否认 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 上帝的存在 大家这才知道 霍啊 波恩迪亚的鬼活 其实是拉丁语 尼康诺神父终于发现了一个 能够跟他交谈的人 决定利用这种幸运的情况 向这个精神病人 灌输宗教信仰 每天下午 他都坐在栗树旁边 用拉丁语传道 可是霍啊 波恩迪亚 却不接受他的花言巧语 也不相信他的升空表演 只要求拿上帝的照片 当作无可辩驳的唯一证明 于是 尼康诺神父给他拿来了一些圣像和版画 甚至一块印有耶稣像的手帕 然而霍啊 波恩迪亚加以拒绝 认为 他们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手工艺品 他是那么顽固 尼康诺神父 也就放弃了向他传道的打算 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感情 继续来看望他 这样 霍啊 波恩迪亚 取得了主动权 试图用理性主义的诡谴道理 动摇神父的信仰 有一次 尼康诺神父带来一盒跳棋和棋盘 要霍啊 波恩迪亚跟他下棋 霍啊 波恩迪亚拒绝了 因为据他解释 敌对双方 既然在重要问题上彼此一致 他看不出 他们之间的争斗 有什么意义 尼康诺神父对于下棋从来没有这种观点 但又无法把他说服 他对霍啊 波恩迪亚的智慧越来越惊异 就问他怎么会捆在树上 Hawkes Simplicissimum 住 拉丁语 我是疯子 他回答 因为我是个疯子 这次谈话之后 神父担心自己的信仰遭到动摇 就不再来看望他了 全神灌注在教堂的建筑上 雷贝卡感到自己又有了希望 他的未来是跟教堂的俊功有关系的 因为有一个星期天 尼康诺神父在他们家中吃午饭的时候 曾在全家的人面前说 教堂建成以后 就能隆重而堂皇地举行宗教仪式了 最幸运的是雷贝卡 阿玛兰塔说 因为雷贝卡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就天真的微笑着说 因为你可以拿自己的婚礼为教堂揭幕了 雷贝卡试图阻止这样的议论 他认为建筑进度很慢 教堂最快十年才能竣工 尼康诺神父不同意他的看法 因为信徒们越慷慨 他就越能做出乐观的估计 雷贝卡心中不快 饭也没有吃完 而乌苏娜却赞成阿玛兰塔的想法 答应捐助一大笔款子 加快工程进度 尼康诺神父声称 再有这样一笔捐款 教堂三年就能落成 从那一天起 雷贝卡就不跟阿玛兰塔说一句话了 因为他确信 妹妹心里想得并不像嘴里说得那么单纯 算了 我没干更坏的事 那天晚上 他俩之间发生激烈争论时 阿玛兰塔说 起码最近三年我不必杀死你 雷贝卡接受了挑战 知道又延期了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陷入了绝望 但是未婚妻最后向他证明了自己的坚真 你啥时候愿意 咱们可以离开这儿 他说 然而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并不是冒险家 他没有未婚妻那种冲动的性格 但是认为妻子的话应当重视 接着 雷贝卡采取了更加放肆的办法 不知哪儿刮来的风吹灭了客厅里的灯 乌苏那惊异地发现 未婚夫妇在黑暗中接吻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慌乱地向他抱怨 新的没有灯质量太差 甚至答应帮助在客厅里 安装更加可靠的照明设备 可是现在 这灯不是没有完了 就是灯芯卡住了 于是乌苏那又发现 雷贝卡在未婚夫膝上 最后 乌苏那再也不听任何解释 每逢这个未婚夫来访的时候 乌苏那都把面包房 交给印第安女人照顾 自己坐在摇椅里 观察未婚夫妇的动静 打算探出他年轻时 就以司空见惯的花招 可怜的妈妈 看见乌苏那在未婚夫来访时打喝歉 生气的雷贝卡就嘲笑他说 他准会死在这把摇椅里 得到报应 过了三个月 受到监视的爱情生活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每天都检查工程状况 对教堂建筑的缓慢感到苦恼 决定捐给尼康诺神父短缺的钱 使他能把事情进行到底 这个消息 丝毫没使阿玛兰塔着急 每天下午 女友们聚在长廊上绣花的时候 她一面跟他们聊天 一面琢磨新的诡计 可是她的估计错了 她认为最有效的一个阴谋 也就失败了 这个阴谋 就是掏出卧室五斗处理的张脑球 因为雷贝卡是把结婚的衣服 宝藏在处理的 阿玛兰塔是在教堂竣工之前两个月干这件事的 然而婚礼迫近 雷贝卡就急于想准备好自己的服装 时间比阿玛兰塔预料得早得多 雷贝卡拉开衣橱的抽屉 首先揭开几张纸 然后揭起护布 发现段子衣服 花边头纱 甚至香橙花花关 都给虫子住坏了 变成了粉末 尽管他清楚地记得 他在衣服包卷下面 撒了一把张脑球 但是灾难显得那么偶然 他就不敢责怪阿玛兰塔了 距离婚礼不到一个月 安巴罗 摩斯科特却答应 一星期之内就把新衣服缝好 一个雨天的中午 镇长的女儿抱着一堆泡沫式的袖装走进屋来 让雷贝卡最后是穿的时候 阿玛兰塔差点昏厥过去 他说不出话 一股冷汗沿着脊椎往下流 几个月来 阿玛兰塔最怕这个时刻的来临 因他坚信 如果他想不出食妖办法来 最终阻挠这场婚礼 那么到了一切幻想都已破灭的最后时刻 他就不得不鼓起勇气 堵死雷贝卡了 安巴罗 摩斯科特非常耐心地 千针万线缝成的段子衣服 雷贝卡穿在身上热的直喘气 阿玛兰塔却把毛线衣的真叔叔错了几次 并且拿支针扎破了自己的手指 但他异常冷静地做出决定 日期婚礼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办法在一杯咖啡里放进一些鸦片钉 然而新的障碍是那么不可预料 难以克服 婚礼又无限期地推迟了 在雷贝卡和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的婚期之前七天 年轻的雷迈戴斯半夜醒来 浑身被内脏里排出的屎尿湿透 还发出一种打嗝式的声音 三天以后就血中毒死了 有一对双胞胎横梗在他肚子里 阿玛兰塔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曾热烈祈求上帝降下什么灾难 免得他向雷贝卡下毒 现在他对雷迈戴斯之死 感到自己有罪了 他祈求的并不是这样的灾难 雷迈戴斯给家里带来了快活的气氛 他跟丈夫住在作坊旁边的房间里 给整个卧室装饰了不久之前 童年时代的木偶和玩具 可是他的欢乐溢出了卧室的四壁 像有意健康的和风拂过秋海堂长廊 太阳一出 他就唱歌 家中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干预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之间的纷争 为了照福获阿布恩蒂亚 他承担了不清的劳动 他送吃的给他 拿肥皂和刷子给他擦擦洗洗 注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里 不止狮子和狮卵 保持棕榈棚的良好状态 遇到雷雨天气 还给棕榈棚遮上一块不透水的帆布 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 他学会了用粗浅的拉丁语跟霍阿布恩蒂亚谈话 奥雷莲诺和皮拉 台列纳的孩子出世以后给领到了家里 在家庭仪式上命名为奥雷莲诺 霍赛 雷迈戴斯决定把他认作自己的大儿子 他做母亲的本能使得乌苏娜吃惊 奥雷莲诺在个活上更是需要雷迈戴斯的 他整天在作坊里干活 雷迈戴斯每天早晨步给他送去一杯黑咖啡 每天晚上 他俩都去摩斯科特家里 奥雷莲诺和岳父没完没了的玩多米诺骨牌 雷迈戴斯就跟姐姐们聊腰 或者跟母亲一起议论大人的事 跟波恩蒂亚家的亲戚关系 巩固了阿摩斯科特在马孔多的威望 他经常去省城已经说服政府当局在马孔多开办一所学校 游记成了祖父教育热情的阿卡蒂奥管理 为了庆祝国家独立节 阿摩斯科特先生通过说服使得大部分房屋都刷成了蓝色 根据尼康诺神父的坚决要求 他命令卡塔林诺游一场迁到偏僻的街道 并且关闭小镇中心区另外几个花天酒地的场所 有一次阿摩斯科特先生从省城回来 带来了六名持枪的警察 由他们维持社会秩序 甚至谁也没有想起马孔多不留武装人员的最初的协议了 奥雷莲诺欢喜岳父的活力 你会变得像他那么肥胖 朋友们向他说 可是由于经常坐在作坊里 他只是颧骨比较突出 眼神比较集中 体重却没增加 拘谨的性格也没改变 恰恰相反 嘴边比较明显的出现了笔直的线条 独立思考和坚强决心的争相 奥雷莲诺和他的妻子都得到了两家的深爱 所以 当雷麦黛斯说他将有孩子的时候 甚至阿玛兰塔和雷贝卡都暂时停止了扯皮 为孩子加紧编织两种颜色的毛线衣 蓝色的如果生下的是男孩 粉红色的如果生下的是女孩 几年以后 奥雷莲诺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 想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雷麦黛斯 乌苏纳宣布了严格的丧事 关闭了所有的门窗 如果没有极端的必要 绝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屋子 在一年之中 他禁止大家高声说话 并丧日停放棺材的地方 墙上挂了雷麦黛斯的箱片 照片周围加了黑色缎带 下面放了一盏长明灯 波恩蒂亚的后代一直是让长明灯永不熄灭的 他们看见这个姑娘的照片就感到雾黄不安 这姑娘身着白褶裙 头戴缠一纱花巾 脚上穿了一双白皮鞋 子孙们简直无法把照片上的姑娘 跟曾祖母本来的形象联系起来 阿玛兰塔自动收养了奥雷莲诺 霍赛 他希望拿他当儿子 分担他的孤独 减轻他的痛苦 因为他把疯狂弄来的鸦片钉 偶然放到雷麦黛斯的咖啡里了 每天晚上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都在帽上戴着黑色丝带 点着脚走进屋来 打算悄悄地探望雷贝卡 他穿着黑色衣服 袖子长到手腕 显得萎靡不振 现在要想确定新的婚期 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了 他俩虽已订婚 却无法使关系往前推进 他俩的爱情令人讨厌 得不到关心 仿佛这两个灭了灯 在黑暗中接吻的情人 只能听听死神的摆布 雷贝卡失去了希望 精神尾顿 又开始吃土 丧事开始之后 过了不少时间 刺绣的人又聚在长廊上的时候 在一个死寂的炎热天 下午两点正 忽然有个人猛力 推开了房屋的正门 使得整座房子都晃动起来 坐在长廊上的阿玛兰塔和他的女友们 在房间里扎损手指的雷贝卡 厨房里的乌苏娜 作坊里的奥雷莲诺 甚至隶数下的货啊 布恩蒂亚全部觉得地震已经开始 房子就要倒塌了 门槛边出现了一个样子非凡的人 他那宽阔的肩膀勉强才挤过门洞 粗脖子上挂着一个救命女神像 胳膊和胸脯都刺满了花纹 右腕紧紧地固着一个护身的铜镯 他的皮肤被海风吹成了棕贺包 头发又短又直 活像骡子的棕毛 下巴显得坚毅 神情却很抑郁 他的腰带比马肚带粗一倍 高筒皮靴定了马刺 后跟包了铁皮 他一走动 一切都颤抖起来 犹如地震时一样 他千里拎着一个相当破烂的安囊 走过客厅和起居室 像雷霆一样出现在秋海堂长廊上 使得阿玛兰塔和他的女伴们 把珍娜在空中都待住了 哈喽 他用疲惫的声音打了个招呼 就把安囊扔在他们面前的桌上 继续朝房子深处走去 哈喽 他向惶恐地探望室外的雷贝卡说 哈喽 他向全神灌注干活的奥雷连诺说 这人哪也没耽搁 一直走到厨房才停了下来 结束了他从世界另一边开始的旅行 哈喽 他说 刹那间 乌苏娜张着嘴巴发冷 然后看了看来人的眼睛 才嗷呦一声 抱住他的脖子 高兴得又哭又叫 这是货阿塔蒂奥 他回家时也像离家时一样穷困 乌苏娜甚至不得不给他两个鼻锁 偿付租马的费用 他说的是两班牙语 其中加了许多水手行话 大家问他到过哪 他只同答 那 在指定给他的房间里 他选起吊床 一连睡了三天 醒来以后 他一口气吃了16只生鸡蛋 就静止去卡塔利诺游一场 他那粗壮的身抠在好奇的鸟们中间引起了惊愕 他请在场的人听音乐 喝酒 全都记在他的帐上 并且跟五个男人打赌 说他们加在一起 也无法把他的手搬到桌上 不行 他们相信自己动不了他的手 就说 因为他身上有魔镯 卡塔利诺不相信他那神奇的力气 就拿12个鼻锁跟他打赌 说他搬动不了柜台 可他把柜台从地里拔了起来 举到头上 并且将它放在街上 为了搬回柜台 需要11个男人 在性位正浓的时候 他让大家参观他那一呼寻常的男性奇观 上面刺了蓝色和红色的各种文字 他周围的鸟们都兴致勃勃 他就问他们谁能多给点钱 一个最有钱的女人给了他20个鼻锁 接着 他主张拿他抽彩 每张彩票10个鼻锁 看看谁能把他抽到 这个价格是大的惊人的 因为最红的女人一页才能挣到8个鼻锁 然而大家都同意了 14张彩票写好之后都放在一顶帽子里 大家开始抽每个女人抽一张 最后只剩两张可能抽中的了 每人多给5个鼻锁 或阿卡蒂奥向两个幸运的女人说 我就让自己在你们之间平分 他就是以此为生的 他充当一名水手 跟其他同样离乡背景的人一起 做过65次环球航行 那天夜晚 在卡塔琳诺游艺场里 跟他睡觉的女人 把他赤身露体地带到舞厅里 给大家参观 他的身体 从面孔到脊背 从脖子到脚后跟 每一平方英寸都刺了花纹 或阿卡蒂奥几乎不跟家里的人来往 他白天睡觉 夜晚都在寄馆区度过 在少有的情况下 母亲让他坐在家中的桌子旁边时 他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尤其是他 谈起自己 在遥远地区的那些冒险经历 他遇到过船舶失事 乘着山板 在日本海上漂泊了两个星期 拿中暑死去的同伴的尸体充饥 人肉好好的用盐烟透 晒干 比较粗硬 有点甜味 在一个晴朗的晌午 轮船在孟加拉湾航行时 船员们杀死了一条海龙 在他的肚子里 他们发现了十字军骑士的钢盔 钮扣和武器 在加勒比海 他瞧见了维克多 雨果 驻 维克多 雨果 法国议会的瓜德罗普岛代表 曾同英国人进行过海盗式的战争 古巴作家阿列科 卡尔宾蒂耶的长篇小说 启蒙时代就是描写他的 海盗船的怪影 船帆被致命的飓风撕成了碎片 横横和维杆都被海蟑螂咬坏了 轮船仍然驶往瓜德罗普 但却永远迷失了航向 乌苏娜在桌边马上哭了起来 仿佛读了望眼欲穿的信似的 在这些信里 或 阿卡蒂奥谈到了自己浪迹天涯的冒险遭遇 咱们这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儿子 他叹息地说 而且 咱们还把那么多的东西扔给猪吃 但他怎么也不明白 吉普赛人带走的这个孩子 已经成了一个野人 一次能吃半只猪仔 猛然呼出一口气就能使花枯萎 家里其他的人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于他吃东西时打响格的习惯 阿玛兰塔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 阿卡蒂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秘密 对或 阿卡蒂奥所提的问题 只是勉强张张嘴巴 或 阿卡蒂奥显然力图取得这青年的好感 奥雷连诺 或打算让哥哥一起他俩同住一室的那些时光 恢复童年时代的亲密关系 可是或 阿卡蒂奥 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 海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 只有雷贝卡一人 第一个眼就被击中了 那天晚上 或阿卡蒂奥 经过他的卧室门前时 他觉得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 跟这个壮汉相比 不过是穿着漂亮的文弱书生 这个壮汉 火山爆发式的声音 整座宅子都能听到 他打算利用各种借口 跟他相见 有一次 或 阿卡蒂奥 不知羞耻地注意打量他的身姿 说道 你完全成了个娘了 小妹妹 雷贝卡失去了自制 又像往日一样 开始贪缠的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 而且拼命扎损指头 以至指头上出现了茧子 有一回 他呕吐出了绿色的液体和死了的水质 夜里 他不睡觉 哆哆嗦嗦 仿佛患了热病 狂烈挣扎 一直等到天亮时 房子震动 霍 阿卡蒂奥来到 有一次午睡的时候 雷贝卡再也按捺不住 就走进了霍 阿卡蒂奥的卧室 他发现他只穿着裤衩 躺在一个吊床上 这吊床 是用粗大的船锁悬在梁上的 他那粗壮 裸露的躯体 把他吓了一跳 他想后退 对不起 他抱歉地说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可他说的声音很低 不想吵醒别人 到这儿来吧 他说 他听从地站在吊床跟前 浑身直冒冷汗 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缩紧了 而霍 阿卡蒂奥 却用指尖抚摸他的脚踝 然后又抚摸他的小腿 最后又抚摸他的大腿 低声说 爱 小妹妹 爱 小妹妹 接着 一种异常准确的 飓风式的强大力量 把他拦腰抱起 三两下脱掉了他的衣服 就将他像小鸟一样压扁了 这时 他做了非凡的努力 才没有一命呜呼 他刚刚感谢上帝 让他生在人世 就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 加上不可思议的快感 而失去知觉 童则在吊床上热气腾腾的泥脑里挣扎 这片尼闹 犹如吸墨纸吸去了他体内排出的精髓 三天之后 他们在玩岛时结婚了 前一天 或阿卡蒂奥前往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的商店 这意大利人正在教齐特拉琴 或阿卡蒂奥甚至没有把他交到一边去 就向他说 我要跟雷贝卡结婚了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黯然失色 把齐特拉琴交给一个学生 就宣布下课 屋子里满是乐器和自动玩具 他俩单独留下以后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说 她是你的妹妹啊 这不要紧 或阿卡蒂奥说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拿洒了薰衣草香水的手绢 擦了擦脑门 这是违反自然的 他解释说 此外 也是法律禁止的 让或 阿卡蒂奥生气的 与其说是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 不如说是 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 他说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 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 发现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 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 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 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 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步道时当众宣布 或 阿卡蒂奥和雷贝卡 并不是兄妹 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 他认为 这种对他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就在那一天 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 他就禁止他俩跨进他家的门槛 在他看来 他俩等于死了 于是 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 租了间小房子 住在那 除了货阿卡蒂奥的吊床 没有其他任何家具 在新婚之夜 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 把他的一只脚给试了 雷贝卡说不出话来 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的度蜜月 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恶 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 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 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 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莲诺 关心年轻的夫妇 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 给了他们一点钱 直到货 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 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 皮帘的一块荒地 至于阿玛兰塔 他始终克制不了 对雷贝卡的仇恨 虽然生活给了他梦想不到的快乐 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 可是按照他的愿望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每星期二 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 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己的不幸 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 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袋子 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 如葡萄牙沙丁鱼 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 介意表示自己对他的忠诚 有一次 他甚至赠给他一张漂亮的玛尼拉披巾 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 他猜到了他的意思 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 为了庆祝他的生日 他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 每逢星期二 午饭之后 当他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 他都陪着他 尽量使他快活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作一个小玩儿 但他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他不够雅致 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 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 的确 在一个星期二 他就要求他嫁给他了 他没终止自己的活 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 才像成年人那样 给自己的嗓音 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 他说 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 过急不好吗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 他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 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 从道德观点来说 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 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定过婚 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的告终的 最后 他把他的求婚当成了继承事实 未做任何评价 因为谁也不赞同他的疑虑 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莲诺 表示神秘 断然的意见 只是加重了他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 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 不仅就结婚来说 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 只有战争除外 他都是奥雷莲诺那时 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 站在行刑堆面前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大明白 一连串不可捉摸的 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 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 雷麦戴斯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 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 他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 逐渐融化成了孤独的 消极的失望感 就像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 他一头扎进工作 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 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 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 再结婚吧 奥雷莲诺 岳父向他说 我还有六个女儿 任你挑选一个 有一次 在选举之前不久 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 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 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 由于当时奥雷莲诺时 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 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 他说 自由党人是共计会会员 是坏人 他们主张绞死教徒 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 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 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 把国家分割开来 实行联邦制 相反的 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利 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 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 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 奥雷莲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 但他不明白的是 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 发动战争 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 因为选举期间 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 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事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 士兵们到了这儿 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 砍刀 甚至菜刀 然后向21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 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 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 选举前一天星期六 阿摩斯科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 从午夜起 在48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 如果不是一家人 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 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 星期天上午8时 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 由六名士兵守卫 投票是绝对自由的 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 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 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 午后四时 东东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 阿摩斯科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 晚上 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 他命令军事撕去封条 统计选票 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 可是军事只留下十张红票 加多了蓝票 然后 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 第二天拂晓 就把他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了 奥雷连诺说 阿摩斯科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 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 那就不会发生战争 他说 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 他们就无从抱怨了 奥雷连诺明白 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 如果我是自由党人 他说 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 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 奥雷连诺 他说 如果你是自由党人 你就看不到调换选票的事了 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阵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 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 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 哪怕把菜刀还给他们也成 阿摩斯科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 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 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 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 他没吭声 可是有一天晚上 格里列尔多 马克思和马格尼菲科 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 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 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 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 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 根据朋友们的嘱咐 他去见阿里吕奥 诺格拉医生 借口是治肝病 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 阿里吕奥 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 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 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 以毒攻毒 其实 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 从平庸的外表看来 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 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 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料留在脚踝上的伤疤 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 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室的长袍 逃到了库拉索岛 住 在西印度群岛 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 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 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 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 带着一些药瓶 到了利奥阿查 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 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西大学毕业证书 在利奥阿查 由于绝望 他甚至痛哭了 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 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 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 这个伪装的医生 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 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宁静地度过余年 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 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 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 房间里摆满了小料瓶 他已在这住了几年 靠绝望的病人 维生医 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 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 阿摩斯科特是个有名无识的镇长时 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 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 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 对他来说 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 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 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 并且展开了秘密的 不懈的挑唆活动 阿摩斯科特先生认为 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 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 但这些选票 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 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 不过是无耻的把戏 有效的是暴力 他向他们说 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 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 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 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 何况大家知道 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 所以 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 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 而且纯粹由于好奇 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 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 猪网密布 洋溢着张脑气味 他看见了一个还稀释的摔袖老头 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嘶嘶的声音 老医生什么也没问 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 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 不是这儿 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 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 补充道 我感到这儿痛 痛得睡不着觉 于是 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 关上了窗子 严谨一概地向他说明 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 在几天之中 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 带着一支小药瓶 每两小时 他都拿出药瓶来 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 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 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融化 阿摩斯科特先生 笑他相信顺势疗法 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 他是自己人 马恐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 几乎都卷入了阴谋 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 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 然而 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 他立即退出了阴谋 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 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 但是医生的阴谋 却使他不寒而栗 阿里吕奥 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 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 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 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 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 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 阿摩斯科特先生 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 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 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 向他说道 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 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 把药瓶还我 你再也不需要他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 医生认为 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 温情默默 性格消沉 喜欢孤独 朋友们担心 他把阴谋泄露出去 试图吓他一下 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 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 可是那天夜里 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科特一家人时 他却在门口把守 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 就不敢动手 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 正是那时 乌苏纳跟儿子商量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 儿子回答他说 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 已经整整一个星期 奥雷连诺怀里藏着就是手枪 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 现在午饭以后 他都去货阿卡蒂奥和雷贝卡纳喝咖啡 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 下午六十以后 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 每天早上 早餐的时候 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 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 而日益高兴 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 在他的学校里 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 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 他高谈阔论地说 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 把教堂变成学校 应当宣布恋爱自由 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 劝他谨慎小心 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 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 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 奥雷连诺只好等待 12月上旬 乌苏纳终于惊慌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了 其实 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 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 马孔多只有阿摩斯科特先生一个人 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 但他甚至避免把他告诉自己的妻子 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 士兵们是在扶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 带着罗兹拉的两门轻炮 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 宣布下午六十以后为戒严时间 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 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 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 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 未经审讯就将他枪绝了 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 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 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 变成了无声的恐怖 奥雷莲诺脸色苍白 神秘莫测 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 他明白 阿摩斯科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 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 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 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 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 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 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 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他打死了 市镇备战之后 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 奥雷莲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思的住所 像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 他俩单独待在厨房里的时候 奥雷莲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 叫朋友们准备吧 咱们要去打仗了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 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 奥雷莲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 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 21个30岁以下的人 在奥雷莲诺的指挥下 拿着菜刀和力气 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 夺取了枪支 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 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 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 那些已有家世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 就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黎明时分 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 奥雷莲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 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迈丁纳的部队会合 据最近的消息 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 在离开之前 奥雷莲诺从一个衣橱里 把阿摩斯科特先生拉了出来 别怕,岳父,他说 新政府说话算数 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 阿摩斯科特先生 好不容易才闹明白 这个脚穿高筒皮靴 肩胯步枪的暴动分子 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 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莲诺,这是发疯 他说 这不是发疯 奥雷莲诺说 这是战争 别再叫我奥雷莲诺 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莲诺上校了 第六章 奥雷莲诺上校发动了32次武装起义 32次都遭到了失败 他跟16个女人生了17个儿子 这些儿子都在一个晚上 接二连三被杀死了 其中最大的还不满35岁 他自己遭到过14次暗杀 72次埋伏和一次枪决 但都幸免于难 他喝了一杯参有式的宁 一种毒药的咖啡 计量足以毒死一匹马 可他也活过来了 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荣誉勋章 他曾身为革命军总司令 在全国广大地区拥有生杀与夺之权 成了政府最畏惧的人物 但他从来没有让人给他拍过照 战争结束以后 他拒绝了政府给他的终身养老金 直到年老都在马孔多作坊里制作小金鱼为生 尽管他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 但他唯一的伤却是他亲手造成的 那是结束20年内战的尼兰德投降书签订之后的事 他用手枪朝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 子弹穿过几倍 可是没有击中要害 这一切的结果不过是马扎多的一条街道拿他命了名 然而 据他自己受终之前不久承认 那天早晨 他率领21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 去投奔维克多里奥迈丁纳将军的部队时 他是没有想到这些的 我们把这个阵子交给你了 他离开时向阿卡蒂奥说 你瞧 我们是把他好好交给你的 到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该更好了 阿卡蒂奥对这个指示 做了十分独特的解释 他看了梅尔加德斯书里的彩色插图 受到启发 就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制服 制服上面 配了元帅的世代和尖章 并且在腰边挂了一把带有金色穗紫的军刀 这把军刀本来是属于那个 已经被枪决的上位的 然后 他在市镇人口处安了两门大炮 鼓动他以往的学生 叫他们穿上军服 把他们武装起来 让他们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 使人从旁看出 这个阵子是坚不可摧的 其实 这个鬼把戏未必有用 的确 几乎整整一年 政府不敢发出 进攻马孔多的命令 可是最终决定 大局猛攻这个阵子时 半小时之内 就把抵抗阵压下去了 阿卡蒂奥在执掌政权之初 对发号施令表现了很大的爱好 有时 他一天发布四项命令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他规定年满18岁的人都需服兵役 宣布晚上六十 以后出现在街上的牲畜为公共财产 强迫中年男人戴上红臂章 他把尼康诺神父关在家里 禁止外出 否则枪毙 只有在庆祝自由党胜利时 才准做弥撒 敲钟 为了让大家知道他并不想说着玩玩 他命令一队士兵在广场上向稻草人练习射击 起初 谁也没有认真看待这些 归根到底 这些士兵不过是假装大人的小学生 有一天晚上 阿卡蒂奥走进卡塔林诺游戏场的时候 乐队小号手故意用军号声欢迎他 引起了哄堂大笑 阿卡蒂奥认为 这个号手不尊重新的当局 下令把他枪毙了 那些敢于反对的人 他下令给他们带上脚料 把他们关在学校教室里 只让他们喝水 吃面包 你是杀人犯 乌苏娜每次听到他的横行霸道 都向他叫嚷 奥雷莲诺知道的时候 他会枪毙你 我第一个高兴 然而一切都是枉然 阿卡蒂奥继续加强这种毫无必要的酷劣手段 终于成了马孔多不曾有过的暴君 现在 镇上的人感到不同了 阿摩斯科特有一次说 这就是自由党的天堂 这些话传到了阿卡蒂奥尔里 他领着一队巡逻兵闯进阿摩斯科特的住所 杂毁家具 抽打他的几个女儿 而把过去的镇长沿着街道朝兵营托去 乌苏娜知道了这半事情 非常惭愧 狂喊乱叫 愤怒地挥着树枝浸透的鞭子 撒腿奔过市镇 当他冲进兵营院子的时候 士兵们已经站好了 枪毙阿摩斯科特先生的队列 阿卡蒂奥准备亲自发出开枪的命令 你敢 杂种 乌苏娜叫道 阿卡蒂奥还没清醒过来 他已拿粗大的牛筋鞭给了他一下子 你敢 杀人犯 他喝道 你也杀死我吧 你这婊子痒的 那样 我起码用不着 因为为大了你这个怪物 而惭愧地流泪了 他无情地 追着阿卡蒂奥抽打 直到他躲在院中最远的一个角落里 像蜗牛似的蜷缩在那 绑在柱子上的阿摩斯科特先生 已经失去知觉 在这之前 柱子上挂着一个被子弹 打穿了许多窟窿的稻草人 行刑的小伙子们四散奔逃 生怕乌苏娜也拿他们出气 可他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阿卡蒂奥的制服已经扯破 他又痛又恼 大声狂叫 乌苏娜把他撇在一边 就去松开阿摩斯科特先生 领他回家 但在离开兵营之前 他把带着脚料的犯人都给放了 从这时起 乌苏娜开始掌管这个市镇 他恢复了星期日的弥撒 取消了红色弊章 宣布阿卡蒂奥轻率的命令无效 乌苏娜虽然表现勇敢 心中却悲叹自己的命运 他感到自己那么孤独 就去找被忘在栗树下的丈夫 向他无用地诉苦 你瞧 咱们到了什么地步了 他向他说 周围是六月里的雨声 雨水很有冲毁棕楼棚的危险 咱们的房子空了 而你们四分五散了 像最初那样 又是咱们两人了 可是 霍阿波恩蒂亚精神错乱 对他的抱怨听而不闻 最初丧失理智的时候 他还用半通不通的拉丁语 说说日常生活的需要 在短暂的神智清醒当中 阿玛兰塔给他送饮食来的时候 他还向他诉说 自己最大的痛苦 顺从地让他给他剥火罐 抹芥末高 可是 乌苏娜开始到历数下来诉苦时 他已失去了跟现实生活的一切联系 他坐在板凳上 乌苏娜一点一点地给他擦身 同时就谈家里的事 奥雷连诺出去打仗 已经四个多月了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的消息 他一面说 一面用抹了肥皂的刷子 给丈夫擦背 或 阿卡蒂奥回来了 长得比你还高 全身刺满了花纹 可他只给我们家丢脸 他觉得 坏消息会使丈夫伤心 于是决定向他撒谎 你别相信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吧 说着 他拿灰撒在他的粪便上 然后用铲子把它铲了起来 感谢上帝 或阿卡蒂奥和雷贝卡结婚了 现在他们挺幸福 他学会了 把假话说得十分逼真 自己也终于在捏造中寻得安慰 阿卡蒂奥已经是个正经的人 很勇敢 穿上制服挺神器 还佩戴了一把军刀 这等于跟死人说话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能使货 阿波恩迪亚愉快和悲哀了 可是 乌苏娜继续跟丈夫唠叨 她是那么逊顺 对一切都很冷淡 她就决定给她松绑 松了绳子的货 阿波恩迪亚 在板凳上动都不动一下 她就那么日晒雨淋 仿佛绳子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有一种比眼睛能够看见的绳索 更强大的力量 把它拴在素树上 8月间 大家已经开始觉得 战争将要永远拖延下去的时候 乌苏娜终于把她认为真实的消息 告诉了大夫 好运气总是跟着咱们的 她说 阿玛兰塔和摆弄自动钢琴的意大利人 快要结婚了 在乌苏娜的信任下 阿玛兰塔和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的友好关系 确实发展很快 现在 意大利人来访时 乌苏娜认为 没有心要在场监视了 这是一种黄昏的优惠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总是傍晚才来 纽扣孔眼里插一朵枝子花 把佩特拉克的十四行诗翻译给阿玛兰塔听 他俩坐在充满了玫瑰花和牛制花心香的长廊上 他念诗 他就袖着花边袖口 两人都把战争的惊扰和变化抛到脑后 他的敏感 审慎和掩藏的温情 仿佛猪网一样 把未婚夫缠绕起来 每当晚上八十 他起身离开的时候 他都不得不用没戴戒指的苍白手指 拨开这些看不见的猪网 他跟阿玛兰塔 其 做了一个精美的明信画片册 这些明信画片 都是 他从意大利带来的 在每张明信片上 都有一对情人 待在公园绿树丛中的僻静角落里 还有一些小花式 剑穿的红心 或者两只鸽子 用嘴闲着的一条金色丝带 我去过弗罗伦萨的这个公园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翻阅着画片说 只要伸出下去 鸟就会飞来着实 有时 看到一幅威尼斯水彩画 他的怀乡之情 会把水沟里的淤泥气味 和海中贝壳的腐臭媚儿 变成鲜花的香气 阿玛兰塔一面叹息一面笑 并且憧憬着那个国家 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挺漂亮 说起话来像孩子 那里有古老的城市 他们往日的宏伟建筑 只剩下了在瓦利堆里乱跑的几只小猫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飘洋过海追求爱情 并且把雷贝卡的感情冲动 跟爱情混为一谈 但他总算得到了爱情 慌忙热情地吻它 幸福的爱情带来了生意的兴隆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店铺 已经占了几乎整整一条街道 变成了幻想的温室 这里可以看到精确复制的弗洛伦萨钟楼上的字名中 他用乐曲报告时刻 索伦托的八音盒和中国的铺粉盒 此种铺粉盒一开盖子 就会奏出五个音符的曲子 此外还有各种难以想象的乐器和自动玩具 他把商店交给弟弟布寿诺 克列斯比尽管因为他需要有充分的时间照顾音乐学校 由于他的经营 各种玩物令人目眩的上尔其人街变成了一个仙境 人们一到这里就忘掉了阿卡蒂奥的专横暴力 忘掉了战争的噩梦 根据乌苏纳的嘱咐 星期日的弥撒恢复以后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送给教堂一架德国风琴 组织了一个儿童合唱队 并且教他们练会格里格里的圣歌 这给尼康诺神父简单的礼拜仪式增添了一些光彩 大家相信 阿玛兰塔跟这意大利人结婚是会幸福的 他俩并不催促自己的感情 而让感情平稳 自然的发展 终于到了只待确定婚期的地步 他俩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乌苏纳心中谴责自己的事 一再拖延婚期曾把雷贝卡的生活搞得很不像样 所以他就不想再增加良心的不安了 由于战争的灾难 奥雷莲诺的出走 阿卡蒂奥的暴虐 或阿卡蒂奥和雷贝卡的被主 雷麦戴斯的丧事就给放到了次要地位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相信婚礼非举行不可 甚至暗示要把奥雷莲诺 霍塞认作自己的大儿子 因为他对这个孩子充满了父爱 一切都使人想到 阿玛兰台已经游进了宁静的海湾 就要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了 但他跟雷贝卡相反 没有表现一点急躁 犹如绣制桌布的图案 缝制精美的金银花边 刺绣孔雀那样 他平静地等待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再也无法忍受的内心煎熬 这种时刻跟十月的暴雨一块来临了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从阿玛兰塔西上拿开刺绣蓝鱼 双手握住他的一只手 我不能再等了 他说 咱们下个月结婚吧 接触他那冰凉的手 他甚至没有站立一下 他像一只不驯服的小野兽 缩回手来 重新干活 别天真了 克列斯比 阿玛兰塔微笑着说 我死也不会嫁给你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失去了自制 他毫不害臊地哭了起来 在绝望中差点扭断了手指 可是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别败费时间了 阿玛兰塔回答他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我 你就不要再跨过这座房子的门槛 乌苏娜羞愧得无地自容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说尽了哀求的话 他悲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整个下午 他都在乌苏娜怀里痛哭流涕 乌苏娜宁愿掏出心来安慰他 雨天的晚上 他总撑着一把丑伞 在房子周围徘徊 观望阿玛兰塔窗子里有没有灯光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从来不像这几天穿得那么讲究 他虽像个落难的皇帝 但头饰还是挺有气派的 见到阿玛兰塔的女友 常在长廊上绣花的那些女人 他就恳求他们设法让他回心转意 他抛弃了自己的一切事情 整天整天地待在商店后面的房间里 写出一封疯发狂的信 加进一些花瓣和蝴蝶标本 寄给阿玛兰塔 他根本没有拆越 就把一封封信原壁退回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弹齐特拉琴 一弹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天夜里 他唱起歌来 马孔多的人闻声惊醒 被齐特拉琴神奇的乐曲声迷住了 因为这种乐曲声 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 他们也给充满爱情的歌声迷住了 因为比这更强烈的爱情 在人世间是不可能想象的 然而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看见了全阵各个窗户的灯光 只是没有看凶阿玛兰塔窗子里的灯光 11月2日 万灵劫纳一邀 他的弟弟打开店门 发现所有的灯都是亮着的 所有的八音盒都奏着乐曲 所有的钟都在没完没了的报告时刻 在这乱七八糟的交响乐中 他发现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伏在爪屋的写字台上 他手腕上的静脉 已给刀子割断 两只手都放在盛满安息香树胶的蒙洗盆中 乌苏娜吩咐 把灵书放在他的家里 尼康诺神父既反对为自杀者举行宗教仪式 也反对把人埋在圣地 乌苏娜跟神父争论起来 这个人成了圣徒 他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我都不了解 不管你想咋办 我都要把他埋在梅尔加德斯旁边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之后 在全阵的人一致同意下 他就那样做了 阿玛兰塔没有走出卧室 他从自己的床铺上 听到了乌苏娜的嚎啕声 人们的脚步声和嘀嘀的谈话声 以及哭铃女人的鼠落声 然后是一片深沉的寂静 寂静中充满了彩烂的花朵的气味 在颇长一段时间里 阿玛兰塔每到晚上都还感到薰衣草的味儿 但他竭力不让自己精神错乱 乌苏娜不理睬他了 那天傍晚 阿玛兰塔走进厨房 把一只手放在炉灶的炭火上 过了一会儿 他感到的已经不只是疼痛 而是烧焦的肉发出的臭味了 这时 乌苏娜连眼睛都不痒一痒 一点也不怜悯女儿 这是对付良心不安的人 最激烈的办法 一连几天 阿玛兰塔都在家中 把手放在一只盛着蛋清的盆子里 的伤就逐渐痊愈了 而且 在蛋清的良好作用下 他心灵的创伤也好了 这场悲剧留下的唯一痕迹 是缠在他那的伤的手上的黑色绷带 他致死都是 把他缠在手上的 阿卡蒂奥表现了意外的宽厚态度 发布了正式哀悼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的命令 乌苏娜认为这是浪子回头的举动 但他想错了 他失去了他 根本不是从他穿上军服时开始的 而是老早开始的 他认为 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孙子抚养成人 就像养育雷贝卡一样 既没优待他 也没亏待他 然而 阿卡蒂奥却长成了个乖僻 胆怯的孩子 因为在他童年的时候 正好失眠症广泛流行 乌苏娜大兴土木 或阿波恩蒂亚精神错乱 奥雷莲诺顿居家门 阿玛兰塔和雷贝卡彼此仇视 奥雷莲诺教他读书写字时 仿佛对待一个陌生人似的 他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他拿自己的衣服给阿卡蒂奥 让维希塔香加以修改 因为这些衣服准备扔掉了 阿卡蒂奥感到苦恼的是一双不合脚的大鞋 裤子上的补丁 以及女人的屁股 他跟维希塔香和卡塔沃尔谈话时 多半是用他们的语言 唯一真正关心他的人是梅尔加德斯 这老头把令人不解的笔记念给他听 教他照相术 谁也没有猜到 他在大家面前如何掩饰自己的痛苦 如何挨到老头的去世 他翻阅老头的笔记 拼命寻找使这吉普赛人复活的办法 但是毫无结果 在学校里 他受到大家的尊敬 掌握市镇大权以后 他穿上神器的军服 发布严厉的命令 他那经常落落寡欢的感觉才消失了 有天晚上在卡塔琳诺游异场里 有人大胆地向他说 你配不上你现在的这个姓 出乎大家的预料 阿卡蒂奥没有枪毙这个鲁莽的人 我不是波恩迪亚家的人 他说 那倒荣幸得很 了解他那出身秘密的人 听了这个回答 以为他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他永远都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 像霍阿卡蒂奥和奥雷莲诺一样 他对自己的母亲皮拉 台列纳感到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 当他走进他 正在修饰照相底板的暗室时 他那血管里的热血竟然沸腾起来 尽管皮拉 台列纳已经失去魅力 已经没有朗朗的笑声 他还是寻烟的苦味找到他 站前不久 有一天中午 比往常稍迟一些 他到学校里去找自己的小儿子 阿卡蒂奥在房间里等候他 平常他都在这睡午觉 后来他命令把这儿变成把拘留室 孩子在院子里玩耍 他却躺在吊床上急躁的发颤 因他知道皮拉 台列纳准会经过这个房间 他来了 阿卡蒂奥一把抓住他的手 试图把他拉上吊床 我不能 我不能 皮拉 台列纳惊恐地说 你不知道 我多想让你快活 可是上帝作证 我不能 阿卡蒂奥用他祖传的履历拦腰把他抱住 一接触他的身体 他的两眼都开始模糊了 别装圣女啦 他说 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婊子 皮拉 台列纳竭力忍受悲惨的命运在他身上引起的厌恶 孩子们会看见的 他低声说 今晚上 你最好不要拴上房门 夜里 他在吊床上等他 火烧火燎得急的直颤 他眉合眼 仔细倾听 蟋蟀不住的鸣叫 而且 麻玉像石刻表那样准时的叫了起来 他越来越相信自己受骗了 他的渴望 刚要变成愤怒的刀 房门忽然打开 几个月以后 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 阿卡蒂奥将会一起这些时刻 他首先听到的是临时黑暗中摸摸索索的脚步声 有人撞到凳子的磕半声 然后漆黑里出现了一个人影 此人砰砰直跳的心脏把空气都给震动了 他伸出一只手去 碰到了另一只手 这只手的一个指头上戴着两只戒指 他伸手抓住那一只手正是时候 要不然 那一只手又会给黑暗吞没了 他感到了对方手上的筋脉和脉搏的猛烈跳动 觉得这个手掌是湿漉漉的 在大拇指的根部 生命线被一条歪斜的死亡线切断了 他这才明白 这并不是他等待的女人 因为他身上发出的不是烟的苦媚 而是花的芳香 他有丰满的胸脯和男人一样扁扁的乳头 他的温存有点手忙脚乱 他的兴奋显得缺乏经验 他是个处女 有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名字 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 皮拉 台列纳拿自己的一半积蓄 五十笔锁给了他 让他来干现在所干的事 阿卡蒂奥不止一次 看见这个姑娘在食品店里 帮助自己的父母 但是从来没有注意过他 因为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 除非碰上机会 否则你是找不到他的 可是从这一夜起 他就像只小猫似的蜷缩在他那暖和的夜下了 他得到父母的同意 经常在午睡时到学校里来 因为皮拉 台列纳把自己的另一半积蓄给了他的父母 后来 政府军把阿卡蒂奥和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 撵出学校 他俩就在店铺后屋的黄油罐头和玉米袋子之间优惠了 到阿卡蒂奥担任市镇军政长官的时候 他俩有了一个女儿 知道这件事情的亲戚只有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 这时 阿卡蒂奥是跟他俩保持着密切关系的 这种关系的基础 与其说是亲人的感情 不如说是共同的利益 霍·阿卡蒂奥被家庭的重担压得弯着脖子 雷贝卡的坚强性格 他那不知满足的情欲 他那顽固的虚荣心 遏制了账大桀骜不驯的脾气 他从一个懒汉和色鬼 变成了一头力气挺大的干活的牲口 他俩家里一片整洁 每天早晨 雷贝卡都把窗子完全敞开 拨从墓地吹进房间 通过房门刮到院里 在墙上和家具上都留下薄薄一层灰尘 吃土的欲望 父母海骨的声响 他的急不可耐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消极等待 所有这些都给抛到脑后了 雷贝卡整天都在窗前绣花 毫不忧虑战争 直到石橱里的瓶瓶罐罐开始震动的时候 他才站起身来做午饭 然后出现了满身污泥的几条猎狗 他们后面是一个拿着双筒枪 穿着马靴的大汉 有时他肩上是一只鹿 但他经常拎回来的 是一串野兔或野鸭 阿卡蒂奥开始掌权的时候 有一天下午 突然前来看望雷贝卡和他丈夫 自从他俩离家之后 阿卡蒂奥就没有跟他俩见过面 但他显得那么友好、亲密 他们就请他尝尝烤肉 开始喝咖啡时 阿卡蒂奥才说出自己来访的真正目的 他接到了别人对货 或阿卡蒂奥的控告 有人抱怨说 或阿卡蒂奥除了耕种自己的地段 还向林街的土地扩张 他用自己的牛撞倒了别人的篱笆 毁坏了别人的棚子 强占了周围最好的耕地 那些没有遭到他掠夺的农民 他不需要他们的土地 他就向他们收税 每逢星期六 他都肩跨双筒枪 带着一群狗去抢征税款 或阿卡蒂奥一点也不否认 他强词夺理地说 他侵占的土地是霍阿波恩蒂奥 在马孔多建村时分配的 他能证明 他的父亲当时已经疯了 把事实上属于波恩蒂奥家的地段给了别人 这是没有必要的辩解 因为阿卡蒂奥根本不是来裁决的 他主张成立一个登记处 让霍阿卡蒂奥侵占的土地合法化 条件是霍阿卡蒂奥必须让地方当局代替他收税 事情就这样商定 过了几年 奥雷连诺上校重新审查土地所有权食发现 从他哥哥家所在的山丘直到木利所及之处 包括木地在内的全部土地都是记在他哥哥名下的 而且阿卡蒂奥在掌权的11个月中 在自己的衣兜里不仅塞满了税款 还有他允许人家再货 阿卡蒂奥土地上埋葬死人所收的费用 过了几个月 乌苏娜才发现了大家都已知道的情况 因为人家不愿增加他的痛苦 是把这种情况瞒着他的 起初 他产生了怀疑 阿卡蒂奥再给自己盖房子了 他试图拿一匙南瓜粥喂到丈夫嘴里 假装骄傲地告诉他 但他忍不住叹气 我不知道为啥 这些都不合我的意 随后 他知道阿卡蒂奥不仅盖成了房子 甚至给自己订购了维也纳家具 他就怀疑他动用了公款 有个星期天做完弥撒回来 他看见他在新房子里跟自己的军官们玩纸牌 你是咱们家的耻辱 他向他叫嚷 阿卡蒂奥没有理睬他 乌苏娜这时才知道 他有一个刚满半岁的女儿 跟他非法同居的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又怀了孕 乌苏娜决定写信给奥雷莲诺上校 不管他在哪 把这些情况告诉他 然而随后几天事态的发展 不但阻止了他实现自己的计划 甚至使他感到后悔 对马恐多的居民来说 战争至今不过是一个词 表示一种模糊的遥远的事情 现在成了具体的明显的现实了 二月底 一个老妇骑着一头毛驴 驴背 上载着一些条肘 来到马恐多镇口 他的模样是完全没有恶意的 少兵没问什么 就让他通行了 他们以为他不过是从沼泽地来的一个女商贩 老妇静止走向兵营 阿卡蒂奥在以前的教室里接见他 这教室现在变成了后方营地 到处都可看见卷着的 或者悬在铁环上的吊铺 各个角落都堆着草席 地上乱七八糟的扔着步枪 卡冰枪 甚至猎枪 老妇采取立正姿势 行了个军礼 然后自我介绍 我是格列哥里奥 史蒂文森上校 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据他说 自由党人进行抵抗的最后几个据点已给消灭了 奥雷莲诺上校正在一面战斗 一面撤离利奥阿查 派他带着使命来见阿卡蒂奥 说明马孔多无需抵抗就得放弃 条件是自由党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得到保障 阿卡蒂奥轻蔑地打量古怪的信使 这人是不难被看成一个可怜老妇的 你当然带有书面指示罗 他说 不 使者回答 我没带任何这类东西 每个人都明白 在目前情况下 身边是不能有任何招惹麻烦的东西的 说着 他从怀里掏出一条小金鱼来放在桌上 我认为这就够了 他说 阿卡蒂奥看出 这确实是奥雷莲诺上校所做的小金鱼 不过 这个东西也可能是谁在战前就买去或偷去的 因此 不能作为证件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使者甚至不惜泄露军事秘密 他说 他带着重要使命前往库拉索岛 希望在那招募加勒比海岛上的流亡者 弄到足够的武器和装备 打算年底登陆 奥雷莲诺上校对这个计划很有信心 所以认为目前不该做无意的牺牲 可是阿卡蒂奥十分固执 命令把使者拘押起来 弄清了此人的身份再说 而且 他誓死要保卫马孔多镇 没等多久 自由党人失败的消息就越来越可信了 三月底的一天晚上 不和杰林的雨水提前泼到马孔多街上的时候 前几个星期紧张的宁静 突然被撕心裂肺的号声冲破了 接着 隆隆的炮击摧毁了教堂的钟楼 其实决定抵抗 纯粹是疯狂的打算 阿卡蒂奥指挥的总共是五十个人 装备很差 每人顶多只有二十发子弹 诚然 在这些人当中有他学校里的学生 在他漂亮的号召激励之下 他们准备为了毫无希望的事情 牺牲自己的性命 炮声隆隆 震天动地 只能听到凌乱的射击声 靴子的践踏声 矛盾的命令声 毫无意义的号声 这时 自称史蒂文森上校的人 终于跟阿卡蒂奥谈了一次话 别让我戴着镣铐 穿着女人的衣服可耻的死 他说 如果我非死不可 那就让我在战斗中死吧 他的话说服了阿卡蒂奥 阿卡蒂奥命令自己的人 给了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 让他和五个人留下来保卫兵营 自己就带着参谋人员去指挥战斗 阿卡蒂奥还没走到通往找地的路上 马孔多阵口的防炸就被摧毁了 保卫市镇的人已在街上作战 从一座房子跑到另一座房子 起初子弹没有打完时 他们拿步枪射击 然后就用手枪对付敌人的步枪了 最后发生了白刃战 失败的危急情况 迫使许多妇女都拿着棍篷和菜刀奔到街上 在一片混乱中 阿卡蒂奥看见了阿玛兰塔 他正在找他 他穿着一个睡衣 手里握着货啊 波恩迪亚的两只就是手枪 活像一个疯子 阿卡蒂奥把步枪交给一个 在战斗中失掉武器的军官 带着阿玛兰塔穿过近旁的一条小街 想把他送回家去 乌苏娜不顾炮弹的呼啸 在门口等候 其中一发炮弹 把临射的正面打穿了一个窟窿 雨停了街道滑溜溜的 好似融化的肥皂 在夜的黑暗里只能摸索前进 阿卡蒂奥把阿玛兰塔交给乌苏娜 转身就像两个敌兵射击 因为那两个敌兵 敌兵正从旁边的角落里向他开火 在处里放了多年的手枪 没有打响 乌苏娜用身体挡住阿卡蒂奥 打算把他推到房子里去 去吧 看在上帝份上 他向他教导 胡闹够了 敌兵向他俩瞄准 放开这个人 老大娘 一个士兵吆喝 要不 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阿卡蒂奥推开乌苏娜 投降了 过了一阵 枪声停息 钟声响了起来 总共半小时 抵抗就被镇压下去了 阿卡蒂奥的人没有一个幸存 但在牺牲之前 他们勇敢地抗击了三百名敌兵 兵营成了他们的最后一个据点 政府军已经准备猛攻 自称格列哥里奥史蒂文森的人 释放了囚犯 命令自己的人离开兵营到街上去战斗 他从几个窗口射击 异常灵活 准确无误 打完了自己的二十发子弹 使人觉得这个兵营是有防御力量的 于是进攻者就用大炮摧毁了他 指挥作战的尚未惊讶的发现 瓦力堆里只有一个穿着衬裤的死人 炮弹打断的一只手还握着一只步枪 弹夹已经空了 死人的头发又密又长 好像女人的头发用梳子别在脑后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链条 链条上有条小金鱼 尚未用靴尖翻过尸体 一看死者的面孔就惊得发呆了 我的上帝 他叫了一声 其他的军官走拢过来 你们瞧 他钻到哪来了 尚未说 这是格列哥里奥 史蒂文森呀 黎明时分 根据战地军事法庭的判决 阿卡蒂奥在墓地的墙壁前面被枪决了 在一生的最后两小时里 他还没弄明白 他从童年时代起满怀的恐惧为什么消失了 他倾听他的各项罪行时是十分平静的 完全不是因为打算表现不久之前产生的勇气 他想起了乌苏娜这时 他大概跟霍阿波恩迪亚一起 正在栗树下面喝咖啡 他想起了还没取名的八个月的女儿 想起了八月间就要出生的孩子 他想起了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 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出来打仗时 他为了第二天的午餐而把鹿肉淹起来的情景 他记起了他那披到两肩的头发和又浓又长的睫毛 那样的睫毛仿佛是人造的 他怀念亲人时并没有感伤情绪 只是严峻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开始明白自己实际上多么喜爱自己最憎恨的人 法庭庭长做出最后判决时 阿卡蒂奥还没发现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即使列举的罪行没有充分的罪证 庭长说 但是根据被告不负责任的把自己的部下推向毫无意义的死亡的鲁莽行为 已经足以判决被告的死刑 在炮火毁掉的学校里 他曾第一次有过掌权以后的安全感 而在离这鸡米远的一个房间里 他也曾模糊地尝到过爱情的滋味 所以他觉得这一套死亡的程序太可笑了 其实对他来说死亡是没有意义的 生命才是重要的 因此听到判决之后 他感到的不是恐惧 而是留恋 他一句话没说 直到庭长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 请告诉我老婆 他用响亮的声音回答 让他把女儿取名叫乌苏娜 停了停又说 像祖母一样叫做乌苏娜 也请告诉他 如果将要出生的是个男孩 就管他叫货阿卡蒂奥 但这不是为了尊敬我的大伯 而是为了尊敬我的祖父 在阿卡蒂奥给带到墙边之前 尼康诺神父打算让他忏悔 我没有什么忏悔的 阿卡蒂奥说 然后喝了一杯黑咖啡 就听听行刑队处置了 行刑队长是个立即执行的专家 他的名字并不偶然 叫做罗克卡尼瑟洛尚尾 意思就是屠夫 毛毛利不停递下了起来 阿卡蒂奥走向墓地的时候 望见天际出现了星期二灿烂的晨光 他的留恋也随着业务消散了 留下的是无限的好奇 行刑队命令他被向墙壁站立时 他才发现了雷贝卡他满头湿发 穿一件带有粉红色小花朵的衣服 正把窗子打开 他竭力引起他的注意 的确 雷贝卡突然朝墙壁这边瞥了一眼 就惊恐地愣住了 然后勉强向他招手告别 阿卡蒂奥也向他挥了挥手 在这片刻间 几支步枪黑乎乎的枪口瞄准了他 接着 他听到了梅尔加德斯 一字一句朗诵的教皇通语 听到了小姑娘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在教室里摸索的脚步声 感到自己的鼻子冰冷 发硬 就像他曾觉得惊异的雷迈戴斯尸体的鼻子 嗨 他妈的 他还来得及 想了一下 我忘了说 如果生下的是个女孩 就管他叫雷迈戴斯吧 接着 他平生的恐惧感又突然向他袭来 像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尚未发出了开枪的命令 阿卡蒂奥几乎来不及挺起胸膛 和抬起脑袋 就不知 从哪涌出一股热乎乎的液体 顺着大腿往下直流 杂种 他叫喊起来 自由党万岁 第七章 5月里 战争结束了 政府 在言过其实的公告中 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 说要严惩叛乱的祸首 在这之前两个星期 奥雷连诺上校 穿上印第安乌衣的衣服 几乎已经到达西部边境 但是遭到了逮捕 他出去作战的时候 带了21个人 其中14人阵亡 6人负伤 在最后一次战斗中 跟他一起的只有一个人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奥雷连诺上校被捕的消息 是特别在马恐多宣布的 他还活着 乌苏娜向丈夫说 但愿敌人对他发发慈悲 他为儿子痛哭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下午 他在厨房里制作奶油蜜饯时 清楚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 这是奥雷连诺 他一面叫 一面跑去 把消息告诉丈夫 我不知道这个奇迹是咋个出现的 可他还活着 咱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乌苏娜相信这是肯定的 他吩咐擦洗了家里的地板 重新布置了家具 过了一个星期 不知从哪来的消息 这一次没有发表公告 可悲地证实了他的预言 奥雷连诺已经判处死刑 将在马恐多执行 借以恐吓该镇居民 星期一早上 约末十点半中 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连诺 霍塞穿衣服 乱七八糟的喧哗声和号声 忽然从远处传到塔尔里 过了片刻 乌苏娜冲进屋来叫道 他们把他押来了 在蜂拥的人群中 士兵们用枪托开辟道路 乌苏娜和阿玛兰塔 几个密集的人群 到了临近的一条街上 便看见了奥雷连诺 奥雷连诺像的叫花子 光着脚丫 衣服蓝楼 满脸胡子 蓬头垢面 他行进的时候 并没感到灼热的尘土烫脚 他的双手 是用绳子捆绑在背后的 绳端钻在一个骑马的军官手里 跟他一起压着前进的是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也是衣衫破烂 昂里昂脏的样子 他们并不垂头丧气 甚至对群众的行为感到激动 因为人们都在臭骂压界的士兵 我的儿子 在一片嘈杂中 发出了乌苏娜的嚎啕声 他推开一个打算阻挡他的士兵 军官骑得马直立起来 奥雷连诺上校站立一下 就停住脚步 避开母亲的手 坚定地盯着他的眼睛 回家去吧 妈妈 他说 请求当局允许到牢里去看我吧 他把视线转向愁愁地站在乌苏娜背后的阿玛兰塔身上 向他微微一笑 问道 你的手怎么了 阿玛兰塔 举起缠着黑色绷带的手 烧伤 他说 然后把乌苏娜拖到一边 离马远些 士兵们朝天开了枪 骑兵队围着俘虏 朝兵营小跑而去 傍晚 乌苏娜前来探望奥雷连诺上校 他本想在阿摩斯科特先生帮助下 预先得到允许 可是现在全部锦粒都集中在军人手里 他的话没有任何分量 尼康诺神父肝病发作 已经躺在床上了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没有判处死刑 他的双亲算看望儿子 但是卫兵却用枪托把他俩赶走了 乌苏娜看出无法找中间人帮忙 而且相信天一亮奥雷连诺就会处决 于是就把他想给他的东西包上 独个前往兵营 卫兵拦住了他 我飞进去不可 乌苏娜说 所以 你们要是奉命开枪 那就马上开枪吧 他使劲推开其中一个士兵 跨进往日的教室 那有几个半裸的士兵正在擦枪 一个身穿行军服的军官 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脸色红润 彬彬有礼 像跟随他奔进来的卫兵们打了个手势 他们就退出去了 我是奥雷连诺上校的母亲 乌苏娜重说一遍 您想说的是 大娘 军官和蔼的一笑 纠正他的说法 您是奥雷连诺先生的母亲吧 在他文雅的话里 乌苏娜听出了山地人 卡恰科人慢吞吞的调子 就算是先生吧 他说 只要我能见到他 根据上面的命令 探望死刑犯人是禁止的 但是军官自愿承担责任 允许乌苏娜15分钟的会见 乌苏娜给他看了看他带来的一包东西 一套干净衣服 儿子结婚时穿过的一双皮鞋 他感到他要回来的那一天 为他准备的奶油蜜剪 他在经常当作求是的房间里 发现了奥雷连诺上校 他伸开双手躺在那 因为他的腋下长了浓疮 他们已经让他刮了脸 浓密 染卷的胡子使得颧骨更加突出 乌苏娜觉得 他比以前苍白 个子稍高了一些 但是显得更孤僻了 他知道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知道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自杀 知道阿卡蒂奥专横暴力 遭到处决 知道霍阿波恩迪亚在素术下的怪状 他也知道阿玛兰塔 把他寡妇式的青春年华 用来抚养奥雷连诺霍赛 知道奥雷连诺霍赛 霍赛表现了非凡的智慧 刚开始说话就学会了读书写字 从跨进房间的片刻起 乌苏娜就感到拘束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那整个魁梧的身躯 都显出极大的威力 他觉得奇怪的是 他对一切都很熟悉 您知道 您的儿子是个有遇见的人吗 他打趣地说 接着严肃地补充一句 今天早上 他们把我押来的时候 我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实际上 人群正在周围怒吼的时候 他是思绪万千的 看见这个市镇 总共一年就已衰老 他就觉得惊异 杏树上的叶子叼落了 刷成蓝色的房屋 时而改成红色 时而又改成蓝色 最后变成了混沌不清的颜色 你有啥希望吗 他叹了口气 时间就要到了 当然 奥雷连诺回答 不过 这次会见是两人都等了很久的 两人都准备了问题 甚至思量过可能得到的回答 但谈来谈去还是谈些家常 卫兵宣布15分钟已过的时候 奥雷连诺从行军城的垫子下面 取出一卷汉字的纸页 这是他写的诗 其中一些诗是他献给雷迈戴斯的 离家时带走了 另一些诗是他后来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中写成的 答应我吧 别让任何人看见他们 他说 今晚上就拿他们生炉子 乌苏纳答应之后就站起身来 吻别儿子 我给你带来了一支手枪 他低声说 奥雷连诺上校相信卫兵没有看见 于是同样低声地回答 我拿他干什么呢 不过 给我吧 要不然 你出去的时候 他们还会发现 乌苏纳从怀里掏出手枪 奥雷连诺上校把他塞在床垫下面 现在 不必向我告别了 他用特别平静的声调说 不要恳求任何人 不要在别人面前卑躬曲解 你就当别人早就把我枪毙了 乌苏纳咬紧嘴唇 忍住泪水 拿热石头贴着浓窗柱 这是治疗浓窗的土法子 说着 他一转身就走出了房间 奥雷连诺上校继续站着深思 直到房门关上 接着他又躺下 伸开两只胳膊 从他进入青年时代起 他就觉得自己有遇见的才能 经常相信 死神如果临近 是会以某种准确无误的 无可辩驳的 阵兆预示他的 现在距离处决的时间 只剩几小时了 而这种阵兆 根本没有出现 从前有一次 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 走进她在土库琳卡的营地 要求卫兵允许她跟她见面 卫兵让她通过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些狂热的母亲 欢喜叫自己的女儿 跟最著名的指挥官睡觉 据他们自己解释 这可改良品种 那天晚上 奥雷连诺上校正在写一首诗 描述一个雨下迷路的人 这个女人忽然闯进屋来 上校打算把写好的纸业锁 在她存放诗作的书桌抽屉里 就朝客人转过背去 她马上有所感觉 她头都没回 就突然拿起抽屉里的手枪 说道 请别开枪吧 她握着手枪 突然转过身去时 女人已经放下了自己的手枪 茫然失措地站着 在十一次谋杀中 她避免了四次这样的谋杀 不过 也有另一种情况 一个陌生人 此人后来没有逮住 悄悄溜进起义者 在马诺尔的营地 用匕首赐死了她的密友 乌格尼菲科 维斯巴尔上校 马格尼菲科 维斯巴尔上校换了孽己 奥雷莲诺上校 暂时把自己的调铺让给了她 奥雷莲诺上校 自己就睡在旁边的调铺上 什么也不知道 她想一切都凭预感 那是无用的 预感常常突然出现 仿佛是上帝的启示 也像是顺客间不可理解的某种信心 预感有时是完全不易察觉的 只是在应验以后 奥雷莲诺上校 才忽然醒悟自己曾有这种预感 有时 预感十分明确 却没应验 她经常把预感和一般的迷信混淆起来 然而 当法庭庭长向她宣读死刑判决 问她的最后希望时 她马上觉得有一种预感在暗示她 做出如下的回答 我要求在马孔多执行判决 庭长生气了 说道 你别耍滑头骗人 奥雷莲诺 这不过是赢得时间的军事计谋 你不愿意 那是你的事 上校回答 可这是我的最后希望 从那以后 她的预感就不太灵了 那一天 乌苏娜在狱里探望她的时候 她经过长久思考得出结论 这一次 死神很可能不会马上来临 因为死神的来临取决于刽子手的意志 她被自己的浓窗弄得很苦 整夜都没睡着 黎明前不久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 他们来了 奥雷莲诺自言自语地说 她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 霍阿波恩迪亚 就在这一片刻 在黎明前的灰暗里 霍阿波恩迪亚 蜷缩在素数下面的板凳上 大概也想到了她 奥雷莲诺上校心里 既没有留恋 也没有恐惧 只有深沉的恼怒 因她想到 由于这种过早的死亡 她看不到自己来不及完成的一切事情 如何完成了 牢门打开 一个士兵拿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 第二天 也在这个时刻 奥雷莲诺上校夜下 照旧痛得难受的时候 同样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 星期四 她把乌苏娜带来的密件分给了卫兵们 穿上了她觉得太紧的干净衣服和漆皮鞋 到了星期五 他们仍然没有枪毙她 问题在于 军事当局不敢执行判决 全阵的愤怒情绪使他们想到 处决奥雷莲诺上校 不仅在马孔多 而且在整个沼泽地带 都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 他们就向省城请示 星期六晚上 还没接到回答的时候 罗克 卡尼瑟洛上尉 和其他几名军官 一起前往卡塔林诺游一场 在所有的娘们中 只有一个被她吓怕了的 同意把她领进她的房间 他们都不愿意跟就要死的人睡觉 她解释说 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周围的人都说 枪决奥雷莲诺上校的军官 和行刑队所有的士兵 或早或迟准会接二连三地遭到暗杀 即使他们躲到天涯海角 罗克 卡尼瑟洛上尉 向其他的军官提到了这一点 他们又报告了上级 星期日 军事当局一点没有破坏 马孔多紧张的宁静空气 虽然谁也没有向谁公开谈到什么 但是全阵的人已经知道 军官们不想承担责任 准备利用一切借口 避免参加行刑 星期一 邮局送来了书面命令 判决必须在24小时之内执行 晚上 军官们把七张写上自己名字的纸片扔在一顶军帽里抽彩 罗克 卡尼瑟洛倒霉的运气使他中了彩 命运是无法逃避的 尚未深感苦恼说 我身为婊子的儿子 死也为婊子的儿子 早晨午时 也用抓救儿的办法 他挑选了一队士兵 让他们排列在院子里 用例行的话叫醒了判处死刑的人 走吧 奥雷连诺 他说 时刻到了 哦 原来如此 上校回答 我梦见我的农窗溃烂了 自从知道奥雷连诺要遭枪决 雷贝卡每天都是清晨三点起床 卧室里一片漆黑 或阿卡蒂奥的憨声把床铺震得直颤 他却坐在床上 透过微开的窗子观察墓地的墙壁 他坚持不懈地暗暗等了一个星期 就像过去等待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的信函一样 他们不会在这枪毙他的 或阿卡蒂奥向他说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谁开的枪 他们会利用深夜在冰营里处决他 并且埋在那 雷贝卡继续等待 那帮无耻的坏蛋准会在这枪毙他 他回答 他很相信这一点 甚至想把房门稍微打开一些 以便向死刑犯挥手告别 他们不会只让六名胆怯的士兵 压着他走过街道的 或阿卡蒂奥坚持说道 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什么都干得出来 雷贝卡对丈夫所说的道理听而不闻 继续守在窗口 你会看见这帮坏蛋多么可耻 他说 星期二早晨五点钟 或阿卡蒂奥喝完咖啡 放出狗去的时候 雷贝卡突然关上窗子 抓住床头 免得跌倒 他们带他来了 他叹息一声 他多生气啊 或阿卡蒂奥看了看窗外 突然站立一下 在惨白的晨光中 他瞧见了弟弟 弟弟穿着他或 阿卡蒂奥年轻时穿过的裤子 奥雷连诺 已经双手插腰站在墙边 腋下火烧火燎的浓窗 妨碍他把手放下 挨苦受累 受尽折磨 奥雷连诺上校自言自语地说 都是为了让这六个杂种把你打死 而你毫无办法 他一再重复这句话 而罗克 卡尼瑟洛尚尉 却把他的愤怒当成宗教热情 以为他在祈祷 因而深受感动 士兵们举枪瞄准的时候 奥雷连诺上校的怒火止息了 嘴里出现了一种黏制 苦涩的东西 使得他的舌头麻木了 扬眼也闭上了 吕瑟的晨光忽然消失 他又看见自己是个穿着裤衩 扎着领结的孩子 看见父亲在一个晴朗的下午 带他去吉普赛人的帐篷 于是他瞧见了冰块 当他听到一声喊叫时 他以为这是上尉给行刑队的最后命令 他惊奇地睁开眼来 要想他的视线会遇见下降的弹道 但他只发现罗克 卡尼瑟洛尚尉 上尉与霍阿卡蒂奥 前者举着双手呆立不动 后者拿着准备射击的可怕的猎枪跑过街道 别开枪 上尉向霍阿卡蒂奥说 你是上帝派来的吗 从这时起 又开始了一场战争 罗克 卡尼瑟洛尚尉和六名士兵 跟奥雷莲诺上校一起前去营救在利奥阿查判处死刑的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娜 为了赢得时间 他们决定沿着霍阿波恩蒂亚建立马孔多村之前经过的道路 翻过山岭 可是没过一个星期 他们就已明白这是做不到的事 最后 他们不得不从山上危险的地方悄悄地过去 虽然他们的子弹寥寥无几 只有士兵们领来行刑的那一些 他们将在城镇附近扎营 派一个人乔装打扮 手里拿着一条小金鱼 天一亮就到路上去溜达 跟潜伏的自由党人建立联系 这些自由党人 清晨出来打猎 是从来都不回去的 可是 当他从山梁上终于望见利奥阿查的时候 维克多里奥麦丁娜将军已被枪决了 奥雅莲诺上校的追随者宣布 他为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总司令 头衔是将军 他同意接受这个职位 可是拒绝了将军头衔 并且说定在推翻保守党政府之前 不接受这个头衔 在三个月当中 他武装了一千多人 可是几乎都牺牲了 幸存的人越过了东部边境 随后知道 他们离开了安地列斯群岛 在西印度群岛 在维拉脚登陆 重新回到国内 在这之后不久 政府的报喜电报就发到全国各地 宣布奥雷莲诺上校死亡 又过了两天 一份挺长的电报 几乎赶上了前一份电报 报告了南部平原上新的起义 因此产生了奥雷莲诺上校无处不在的传说 同一时间传来了互相矛盾的消息 上校在比利亚努埃娃取得了胜利 在古阿卡玛耶尔遭到了失败 被摩蒂隆部落的印第安人吃掉 死于沼泽地带的一个村庄 重新在乌鲁米特发动了起义 这时 自由党领袖正在跟政府举行 关于容许自由党人进入国会的谈判 宣布他为冒险分子 不能代表他们的党 政府把它算作强盗 悬赏五千笔索取他的首级 在16次失败以后 奥雷莲诺上校率领两千装备很好的印第安人 离开瓜西拉 进攻利奥阿查 惊慌失措的警备队逃出了这个城市 奥雷莲诺把司令部设在利奥阿查 宣布了反对保守党人的全民战争 政府给他的第一个正式回电向他威胁说 如果起义部队不撤到东部边境 48小时之后就要枪决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罗克卡尼瑟洛上校这时已经成了参谋长 他把这份电报交给总司令的时候 神色十分沮丧 可是奥雷莲诺看了电报却意外的高兴 好极了 他惊叫一声 咱们马恐多有了电报局了 奥雷莲诺上校的答复是坚决的 过三个月 他打算把自己的司令部迁到马恐多 那时 如果他没有看见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活着 他将不经审讯枪毙所有被俘的军官 首先拿被俘的将军开刀 而且他将命令部下直到战争结束都这样干 三个月以后 奥雷莲诺的军队胜利的进入马恐多时 在通往沼泽地带的道路上 拥抱他的第一个人就是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波恩蒂亚家里挤满了孩子 乌苏娜收留了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以及他的一个大女儿和一对孪生子 这对孪生子是阿卡蒂奥枪毙之后过了五个月出世的 乌苏娜不顾他的最后愿望 把小姑娘取名叫雷迈戴斯 我相信这是阿卡蒂奥的意思 他辩解地说 咱们没有叫他乌苏娜 因为他取了这个名字就会苦一辈子 孪生子叫做霍阿卡蒂奥第二 和奥雷莲诺第二 阿玛兰塔自愿照顾这几个孩子 他在客厅里摆了一些小木椅 再把左邻右舍的孩子聚集起来 成立了一个托儿所 在琵琶的爆竹声和当当的钟声中 奥雷莲诺上校进城的时候 一个儿童合唱队在家宅门口欢迎他 奥雷莲诺 霍赛像他祖父一样高大 穿着革命军的军官制服 按照规矩向奥雷莲诺行了军礼 并非一切消息都是好的 奥雷莲诺上校逃脱枪毙之后 过了一年 或阿卡蒂奥和雷贝卡 就迁进了阿卡蒂奥建成的房子 谁也不知道 或阿卡蒂奥救了上校的命 新房子坐落在市镇广场最好的地方 在一棵杏树的农荫下面 枝羹鸟在树上住了三个巢 房子有一道正门和四扇窗子 夫妇俩把这儿搞成了一个好客之家 雷贝卡的老朋友 其中包括摩斯科特家的四姊妹 他们至今还没结婚 又到这儿来一起绣花了 他们的聚会是几年前 在秋海堂长廊上中断的 或阿卡蒂奥继续使用侵占的土地 保守党政府承认了他的土地所有权 每天傍晚都可看见他骑着马回来 后面是一群猎犬 他带着一只双筒枪 安上系着一串野兔 九月里的一天 快要临头的暴雨 使他不得不比平常早一点回家 他在饭厅里 跟雷贝卡打了个招呼 把狗拴在院里 将兔子拿进厨房去等着掩起来 就到卧室去换衣服 后来 据雷贝卡说 丈夫走进卧室的时候 他在浴室里洗澡 什么也不知道 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可是谁也想不出其他更近情理的原因 借以说明雷贝卡为什么要打死一个使他幸福的人 这大概是马孔多始终没有揭穿的唯一秘密 或阿卡蒂奥刚刚带上卧室的门 室内就响起了手枪声 门下一出一股血 穿过客厅 流到街上 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前进 留下石阶 爬上街沿 顺着土耳其人街奔驰 往右一弯 然后朝左一拐 静止雪像波恩蒂亚的房子 在关着的房门下面挤了进去 绕过客厅 贴着墙壁 免得弄脏地毯 穿过起居室 在饭厅的石桌旁边 画了条曲线 沿着秋海棠长廊蜿蜒行进 悄悄地溜过阿玛兰塔的椅子下面 他正在骄傲雷连诺 霍赛学习算术 穿过库房 进了厨房 乌苏娜正在那准备打碎三十六只鸡蛋来做面包 我的圣母 乌苏娜一声惊叫 于是 她朝着血液流来的方向往回走 想弄清楚 血是从哪来的 她穿过库房 经过秋海棠长廊 奥雷连诺 霍赛正在那大声念 三十三等于六 六十三等于九 过了饭厅和客厅 沿着街道一直前进 然后往右拐 再向左拐 到了土耳其人街 她一直没有发觉 她是系着围裙 穿着拖鞋 走过市镇的 然后 她到了市镇广场 走进她从来没有来过的房子 推开卧室的门 一股火药味 呛得她喘不过气来 接着 她瞧见了趴在地板上的儿子 身体压着她已脱掉的长筒皮靴 而且她还看见 已经停止流动的一股血 是从她的诱饵开始的 在或 阿卡蒂奥的尸体上 没有发现一点伤痕 无法确定 她是被什么武器打死的 让尸体摆脱强烈的火药味 也没办到 虽然先用刷子和肥皂擦了三次 然后又用盐和醋擦 随后又用灰和柠檬汁擦 最后拿一桶碱水 把它泡了六个小时 这样反复擦来擦去 皮肤上所刺的奇异花纹 就明显的褪色了 他们采取极端的办法 给尸体加上胡椒 茴香和月桂树叶 放在微火上闷了整整一天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他们才不得不把它慌忙埋掉 死人是蜜蜂在特制棺材里的 棺材长2米30公分 宽1米10公分 内部用铁皮加固 并且拿钢制罗钉拧紧 但是尽管如此 送葬队伍在街上行进的时候 还能闻到火药味 尼康诺神父肝脏肿肿的像个股似的 在床上给死者做了祈祷 随后 他们又给坟围了几层砖 在所有的间隙里填满灰渣 巨蟹和生石灰 但是许多年里 坟墓依然发出火药味 直到香蕉公司的工程师们 给坟堆浇上一层钢筋混凝土 棺材刚刚抬出 雷贝卡就拴上房门 与世隔绝了 他穿上了藐视整个世界的假皱 这身假皱是世上的任何诱惑力都穿不透的 他只有一次走上街头 那时他已经是个老妇 穿着一双旧的银色鞋子 戴着一顶小花帽 当时 一个流浪的犹太人经过马恐多 带来了那么酷烈的热浪 一只鸟都从窗上的铁丝网钻到屋里 掉到地上死了 雷贝卡活着的时候 人家最后一次看见 他是在那天夜里 当时他用准确的射击 打死了一个企图撬他房门的小偷 后来 除了他的女佣人和心妇朋友阿金尼达 谁也没有遇见过他 有个时候 有人说他曾写信给一个主教 他认为他是他的表兄 可是没有听说他收到过回信 镇上的人都把他给忘了 尽管奥雷连诺上校是凯旋归来的 但是表面的顺利定没有迷惑住他 政府军未经抵抗 就放弃了他们的阵地 这就给同情自由党的居民造成胜利的幻觉 这种幻觉虽然是不该消除的 但是起义的人知道真情 奥雷连诺上校则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清楚 他统帅了五千多名士兵 控制了沿海两周 但他明白自己被截断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给挤到了海滨 处于十分含糊的政治地位 所以 当他下令修复政府军大炮毁坏的教堂中楼时 难怪患病的尼康诺神附在床上说 真是怪事 基督教徒毁掉教堂 共计会员却下令重建 为了寻求出路 奥雷连诺上校一连几个小时待在电报室里 跟其他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商量 而每次离开电报室 他都越来越相信战争陷入了绝境 每当得到起义者胜利的消息 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告诉人民 可是奥雷连诺上校 在地图上测夺了这些胜利的真实价值之后 却相信他的部队正在深入丛林 而且为了防御孽迹和蚊子 正在朝着与现实相反的方向前进 咱们正在失去时间 他向自己的军官们抱怨说 党内的那些蠢货 为自己祈求国会里的席位 咱们还要失去时间 在他不久以前等待枪决的房间里悬着一个调铺 每当不眠之夜仰卧铺上时 奥雷连诺上校都往想象那些身穿黑色衣服的法学家 他们如何在冰冷的清晨走出总统的府底 把大衣领子翻到耳边 搓着双手 窃窃私语 并且躲到昏暗的通宵咖啡馆去 反复推测 总统说是的时候 真正想说什么 总统说不的时候 又真正想说什么 他们甚至猜测 总统所说的跟他所想的完全相反时 他所想的究竟是什么 然而与此同时 他奥雷连诺上校 却在35度的酷热里驱赶蚊子 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一股脑的逼近 随着黎明的到来 他不得不向自己的部队发出跳海的命令 在这样一个充满疑虑的夜晚 听到皮拉 台列纳跟士兵们在院子里唱歌 他就请他占卜 当心你的嘴巴 皮拉 台列纳摊开纸牌 然后又把纸牌收拢起来 摆弄了三次才说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征兆是很明显的 当心你的嘴巴 过了两天 有人把一杯无糖的咖啡 给一个勤务兵 这个勤务兵 把它传给另一个勤务兵 第二个勤务兵 又拿它传给第三个勤务兵 传来传去 最后出现在奥雷连诺上校的办公室里 上校并没有要咖啡 可是既然有人把它送来了 他拿起来就喝 咖啡里放了若干足以毒死一匹牲口低势的宁 奥雷连诺上校给抬回家去的时候 身体都变得僵直了 舌头也从嘴里吐了出来 乌苏娜从死神手里抢救儿子 他用催吐剂清除他胃里的东西 拿暖和的长毛绒被子把它裹了起来 为了他两天蛋白 直到他的身体恢复正常的温度 第四天 上校脱离了危险 由于乌苏娜和军官们的坚持 他不顾自己的愿望继续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 在这些日子里 他才知道他写的诗没有烧掉 我不想慌里慌张 乌苏娜解释说 那天晚上我生炉子的时候 我对自己说 最好等到人家把他的尸体抬回来的时候吧 在疗养中 周围是雷迈戴斯的落满尘土的玩具 奥雷连诺上校重读自己的诗稿 想起了自己一生中那些决定性的时刻 他又开始写诗 躺卧病态使他脱离了陷入绝境的变化无常的战争 他就用押韵的诗歌分析了他同死亡斗争的经验 他的头脑逐渐清楚 能够思前想后了 有天晚上 他问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请你告诉我 朋友 你是为什么战斗呀 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回答 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很幸福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战斗 他回答 我现在才明白 我是由于骄傲才参加战斗的 这不好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说 奥雷连诺上校 对格林列尔多的惊讶感到开心 当然不好 奥雷连诺说 但无论如何 最好是不知道为什么战斗 他盯着战友的眼睛 微微一笑 补充说道 或者像你一样为了某些事情进行战斗 而那些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以前 他的骄傲是不让他跟内部地区的起义部队取得联系的 除非自由党领袖公开纠正把他称作强盗的声明 然而奥雷连诺上校知道 只要他放弃了自尊心 他就能终止战争的恶性循环 卧床疗养使他有了时间反复思量 他劝乌苏纳把他可观的积蓄和密藏的盒子中 剩余的金子都交给了他 任命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 就离开市镇去跟内部地区的起义部队建立联系了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不仅是奥雷连诺上校最信任的人 乌苏纳还把他当作家里的成员 他温和 腼腆 生来文雅 但他更是于打仗 而不是于做办公室 他的那些政治顾问 讲起理论来 轻而易举 就能把他弄得糊里糊涂 然而 他却在马孔多 创造了田园般的宁静气氛 奥雷连诺 李莲诺曾希望在这样的环境里制作小金鱼 度过晚年 死在这里 尽管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住在自己的父母家里 他却每星期在乌苏纳家中吃两三顿午饭 他过早的骄傲雷连诺获塞使用武器 叫他接受军事训练 并且在得到乌苏纳的允许之后 让他在兵营里住了几个月 使他能够成为一个男子汉 多年以前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几乎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向阿玛兰塔表过爱 那时 他对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怀着单相思 所以光是讥笑他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决定等待 有一次 他还在狱中时 烧了一封信给阿玛兰塔 要求他给伊达玛莎手卷 绣上他父亲的简写姓名 他还寄了钱给他 过了一个星期 阿玛兰塔把绣好的手卷和钱 带到狱里去给他 两人回忆往事 谈了很久 从这出去以后 我要跟你结婚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跟他分手时说 阿玛兰塔笑了起来 可是教孩子们读书的时候 他一直惦念着他 打算恢复他对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那种青春的热情 每逢星期六 探监的日子 他都到格林列尔多马克思父母家中 跟他们一块到牢里去 有个星期六 乌苏娜在厨房里遇见了女儿 他正在等候饼干出炉 挑选最好的 用一块手卷包上 这块手卷是他专门秀来拍这个用场的 你就嫁给他吧 乌苏娜劝他 你未必能够再遇见这样的人了 阿玛兰塔露出轻蔑的神态 我不需要追求男人 他回答 我送饼干给格林列尔多 是我怜悯他 因为他迟早会枪毙的 他说到枪毙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是政府恰在这时公开声称 如果叛军下交出利奥阿查 他们就要处决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不准探监了 阿玛兰塔躲在卧室里流泪 感到内疚 就像雷迈戴斯死的时候那样 仿佛他那不吉祥的话 再一次招来了死神 母亲安慰他 肯定地说 奥雷连诺上校一定会想法阻止行刑 他还答应 战争一旦结束 他自己会把格林列尔多招来 乌苏娜早于所说的期限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担任军政长官以后 重新来到他们家中时 乌苏娜欢迎他 就像欢迎亲生儿子似的 不住地奉承他 竭力把他留在家里 忠心地祈求上帝 希望格林列尔多想起自己跟阿玛兰塔结婚的打算 乌苏娜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答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到波恩迪亚家里吃饭的日子里 他总留在秋海堂长廊上跟阿玛兰塔下跳棋 乌苏娜给他俩送上咖啡和饼干 亲自注意不让孩子打扰他俩的优惠 阿玛兰塔真的竭力让自己青春的热情死灰复燃 现在 他怀着越来越难受的交集心情 等待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在石桌边出现 等待傍晚跟他下棋 跟这个军人在一块 时间是过得飞快的 这人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 他的指头一动棋子稍微有点颤抖 但是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重新向阿玛兰塔求婚的那一天 他又拒绝了他 格林列尔多 西班牙民间诗歌中的人物 国王的女儿爱上的一个少年侍卫 我不嫁给任何人 阿玛兰塔说 尤其是你 你那样爱奥雷莲诺 你想跟我结婚 只是因为你不能跟他结婚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是个有耐心的人 我可以等 他说 我迟早能够说服你 于是 他继续到这个家里来做客 阿玛兰塔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忍住暗中的呻吟 拿手指塞住耳朵 免得听到求婚者告诉乌苏娜最新战况的声音 尽管他想见他想得要死 但他还是竭力忍住不出去见他 这时 奥雷莲诺上校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每两周都向马孔多发来详细情报 但他只有一次写信给乌苏娜 大约在他离开马孔多八个月之后 一位专派的信差送来一封盖了火器大印的信 里面有一小张纸 纸上是上校规整的笔记 当心爸爸 他快要死了 乌苏娜惊慌起来 既然奥雷莲诺那么说 可见他知道 于是 他请人帮他把货阿波恩迪亚搬进卧室 他不仅像从前那样重 而且常年累月住在栗树下面 变成了随意增加体重的本领 以至七个男人都无法把他从板凳上抬起 只好将他拖到床上去 这个身躯高大 日晒雨林的老头一住进卧室 室内的空气就充满了开花的栗树 和军类植物的浓烈气味 和年身月酒的潮气 第二天早晨 他的床铺就空了 乌苏娜找遍了所有的房间 发现丈夫又在栗树下面了 于是 他们把他捆在床上 尽管霍阿波恩迪亚力气未衰 但他没有反抗 他对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他回到栗树下去 并不是他有意这么牵 而是因为他的身体习惯于那个地方 乌苏娜照顾他 给他吃的 把奥雷莲诺的消息告诉他 但是 实际上 他长期接触的只有一个人 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 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 阿吉料尔死后 已经摔朽不堪 每天都来两次跟他聊天 他俩谈到攻击 打算一块建立一个繁殖场 饲养一些出色的鸟芹 不是为了拿他们的胜利来取乐 因为他俩已经不需要这种胜利了 只是为了在死人国里 漫长 沉闷的星期天 有点消遣 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给霍阿波恩迪亚擦擦洗洗 给他吃东西 把一个陌生人的好消息告诉他 那人叫做奥雷莲诺 是战争中的一名上校 霍阿波恩迪亚 独个儿留下的时候 他就在梦中寻求安慰 梦见无穷无尽的房间 他梦见自己 从床上站立起来 打开房门 走进另一个同样的房间 这里有同样的床 床头是包上铁皮的 有同样的藤椅 后墙上也有救命女神的小画像 从这个房间 他又走进另一个同样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门 又通向另一个同样的房间 然后又是一个同样的房间 就这样无穷无尽 他很喜欢从一个房间 走进另一个房间 很像走过两排并列镜子之间的一道长廊 随后 普鲁登西奥阿吉料尔摸了摸他的肩膀 于是 他逐渐醒来 从一个房间 倒退到另一个房间 走完漫长的回头路 直到在真正的房间里 见到普鲁登西奥阿吉料尔 可是霍阿波恩迪亚迁到床上之后 过了两个星期 有一天夜里 他在最远的一个房间里时 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摸了摸他的肩膀 他却没有往回走 永远留在那儿了 以为那个房间是真正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 乌苏娜送早饭给丈夫的时候 忽然看见一个男人沿着走廊朝他走来 这人矮壮蹲时 穿一身黑泥衣服 戴一顶挺大的黑帽子 帽子拉得遮住了悲戚的眼睛 我的天啦 乌苏娜想到 我能发誓 这是梅尔加德斯 然而 这是卡塔乌尔 维希塔香的弟弟 他为了躲避失陷阵 从这里逃走之后 一直音讯姓无 维希塔香问他为什么回来 他用本族语站庄严而响亮地说 我是来参加国王葬礼的 接着 他们走进霍阿波恩迪亚的房间 开始使劲摇晃他 对着他的耳朵叫喊 把一面镜子拿到他的鼻孔前面 可是始终未能唤醒他 稍迟一些 木匠给死者量棺材尺寸时 看见窗外下起了细微的黄花雨 整整一夜 黄色的花朵像无声的暴雨 在市镇上空纷纷飘落 铺满了所有的房顶 堵塞了房门 遮磨了睡在户外的牲畜 天上落下了那么多的黄色花朵 一日早晨 整个马孔多仿佛铺了一层密石的地毯 所以不得不用铲子和耙子 为送葬队伍清除道路 第八章 阿玛兰塔坐在柳条摇椅里 把刺绣活放在膝上 望着奥雷莲诺霍塞 他给脸颊和下巴都涂满了肥皂墨 就在皮带上磨剃刀 有生以来第一次抛脸了 他为了把浅色的绒毛修成一撮糊鱼 竟将一个小枕泡弄出了血 而且割破了上唇 然而一切完毕之后 他还是原来的样 复杂的刮脸手续使阿玛兰塔觉得 正是从这时起 奥雷莲诺霍塞长大成人了 奥雷莲诺 指奥雷莲诺上校长像你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 跟你一模一样 他说 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其实 他很早很早以前就成为男子汉了 那时阿玛兰塔还把他当作一个孩子 在浴室里照常当着他的面脱衣服 从皮拉 台列纳把孩子交给他抚养以来 他是惯于这么做的 第一次 他感到兴趣的 只是他那两个乳房之间的深凹之处 他甚至那么天真的问阿玛兰塔 他为什么是那种呀 他回答说 跑呀 跑呀 就跑出坑凹了 接着用手表示如何跑法 过了许久 他在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斯后 恢复了常态 又跟奥雷联诺 霍塞一块洗澡 他已经不去注意那个深凹之处 可是他那酥软的乳房和褐色的乳头 却使他奇怪的发泼 他继续观察它 逐游戏 逐渐发现了他那最最隐秘的奇迹 而且由于这种一关 他觉得自己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就像他的皮肤接触冷水时出现的那种疙瘩 奥雷联诺 霍塞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就养成了天刚威名就从自己的调铺钻进阿玛兰塔卧榻的习惯 因为怕他接触可以驱除他对黑暗的恐惧 然而 自从那一大塌注意到了他的裸体之后 促使他从蚊帐下面钻进阿玛兰塔卧榻的 已经不是对黑暗的恐惧 而是渴望黎明时闻到他那温暖的气息了 有一天浮小时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阿玛兰塔 拒绝了格修利尔多马克思上校的时候 奥雷联诺 霍塞醒了过来 觉得自己喘不过气 他感到阿玛兰塔的手指活像急切贪婪的小虫子 悄悄地摸他的肚子 奥雷联诺 霍塞假装睡着了 翻身仰卧 让他的手指摸起来更方便一些 这一夜 他和阿玛兰塔建立了狼狈为奸的牢固关系 尽管两人都装作不知道 两人已经知道的是 正像其中一个知道 另一个已经明白一切那样 现在 奥雷联诺 霍塞不听到音乐中 响起十二点的华尔兹舞曲 就不能人睡 而这个容颜已衰的女人呢 除非他养大的梦游者 钻进他的蚊帐 并且成为他治疗孤独病的临时药剂 他就没有片刻的安宁 随后 他俩不仅赤身露体的一块睡觉 弄得疲惫不堪 而且白天也在房中各处互相追逐 或者关在卧宝里 经常处于无法止息的兴奋状态 有一天下午 乌苏娜差点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他突然走进库房 他俩刚刚开始接吻 你很爱自己的姑姑吧 他天真的问了孙子一句 他做了肯定的回答 你干得好呀 乌苏娜说着 量出了做面包的面粉 就回厨房去了 这下子使得阿玛兰塔清醒了过来 他明白自己做得过头了 已经不光是跟小孩子玩玩接吻的游戏 还陷进了恋爱的泥潭 这种恋爱是危险的 没有好结果的 于是他马上坚决的结束了这种勾当 这时完成了军事训练的奥雷莲诺 霍赛 不得不忍受这件事情的痛苦 开始住在兵营里 每逢星期六 他都和士兵们一块去卡塔林诺游一场 他过早成熟 而且陷入了孤独 就像那些发出猥亵的花味的女人寻求安慰 在黑暗中 他把他们理想化 而且凭热烈的想象 把他们当作阿玛兰塔 过了不久 传到马恐多的战争消息 就变得互相矛盾了 尽管政府本身公开承认 起义者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 可是马恐多的起义军官们 仍然拥有难免投降的机密情报 4月初 有个特使来找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他证实 自由党领袖们 的确跟内部地区起义部队的头头们 进行了谈判 很快就要 和政府签署下述条件的停战协定 自由党人取得三个部长职位 在议会里成为少数派 赦免放下武器的起义者 特使带来了奥雷莲诺上校 十分机密的指示 他不同意停战条件 他命令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挑选五个最可靠的人 准备跟他们一起离开国内 命令是极端秘密的执行的 在正式宣布停战之前一个星期 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涌到马孔多的时候 奥雷莲诺上校和十个忠于他的军官 其中包括罗克 卡尼瑟洛上校 在夜色的掩护下 秘密的来到了马孔多 造散了警备队 埋藏了武器 销毁了档案 黎明时分 他们同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和他的五个人一起离开了马孔多 这次行动是迅捷无声的 乌苏娜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情况 当时不知是谁轻轻的敲了敲他的卧室窗子 低声说 如果你想见见奥雪莲诺上校 就赶快出来 乌苏娜从床上一跃而起 穿着睡衣奔到街上 可是已经看不见什么人 只听到黑暗里传来及时的马蹄声之马队 在尘土飞扬中离开了马孔多 乌苏娜第二天才发现 奥雷连诺 霍塞 跟他父亲一块走了 政府和反对派 发表了结束战争的联合公报之后十天 传来了奥雷连诺上校 在西部边境发动第一次起义的消息 起义部队人数不多 装备很差 不到一个星期就溃败了 但在一年之中 正当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尽量让全国相信他们的和解时 奥雷连诺上校又组织了七次武装起义 有一天夜偶 他对一条纵帆船上向利奥阿查开炮 利奥阿查警备队的回答是 把城内最著名的14个自由党人从床上拖出 就地枪决 奥雷连诺上校占领了边境的海关哨所两个多星期 从那几项全国发出了开始全民战争的号召 另一次 他在丛林里游荡了三个月 科算实现一个最荒唐的计划 在原始从林肯走过将近1500公里 到首都郊区去展开军事行动 有一次 他出现在距离马孔多下到20公里的地方 可是政府军把他逼进了山里 到了距离一个摩区很近的地方 许多年前 他的父亲曾在那发现过西班牙大帆船的骨架 就在这时 维希塔乡死了 他是像他希望的那样自然死亡的 由于害怕失眠症使他过早死去 他曾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这个印第安女人的遗愿 是要乌苏娜从他床下的小箱子里 掏出他20多年的积蓄 送给奥雷莲诺上校去支援战争 可是 乌苏娜并没去碰这些钱 因为听说奥雷莲诺上校 似乎在省城附近登陆时牺牲了 大家认为 关于他已死亡的正式报道 最近两年中的第四次 是可靠的 因为几乎六个月来 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尽管以前的大事还没过期 乌苏娜和阿玛兰塔 又宣布了新的丧事 然而 惊人震惊的消息 却突然传到了马孔多 奥雷莲诺上校黄话着 可是显然停止了跟本国政府的战斗 而同加勒比海其他国这节节胜利的联邦主义者 联合了起来 他已改名换姓 离嘎自己的国家越来越远 后来知道 他当时的理想 是把中美洲所有联邦主义者的力量联合起来 推翻整个大陆 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 住阿根廷地名 的保守派政府 乌苏娜直接从儿子那里 接到了第一个信息 是他离开马孔多几年之后烧来的 那是一封柔咒了的 字迹模糊的信 一直从古巴的圣地亚哥 经过不同的手传递来的 我们永远是去奥雷连诺了 乌苏娜读了信 月道 如果他这样走下去 再过一年就到天边了 这些活是乌苏娜像一个人说的 而且他首先拿信给他看 这个人就是保守党的霍赛 拉凯尔 蒙卡达将军 他在战争结束之后 当上了马孔多镇长 哎 这个奥雷连诺 可惜他 不是保守党人 蒙卡达将军说 他确实钦佩奥雷连诺上校 像保守党的许多仗职人员一样 霍赛 拉凯尔 蒙卡达 为了捍卫党的利益 参加了战争 在战场上获得了将军头衔 尽管他不是职业军人 相反的 像他的许多党内同事一样 他是坚决反对军阀的 他认为 军阀是不讲道义的二流鱼 阴谋家和投机分子 为了混水摸鱼 他们骚扰百姓 霍赛 拉凯尔 蒙卡达将军 聪明 乐观 喜欢吃喝和观看斗鸡 有一段时间 是奥雷连诺上校最危险的敌人 他在沿海广大地区 出出茅庐的军人中间 很有威望 有一次从战略考虑 他不得不把一个要塞 让给奥雷连诺上校的部队 离开时 给奥雷连诺上校冒下了两封信 在一封较长的信里 他建议共同组织一次 用人道办法 进行战争的运动 另一封信 是给住在 起义者占领区的将军夫人的 在所附的一张字条上 将军要求 把信转给收信人 从那时起 即使在最血腥的战争时期 两位指挥官 也签订了交换俘虏的休战协议 蒙卡达将军 利用这些充满了解口气氛的战个间隙 还教奥雷连诺上校下象棋 他俩成了好朋友 甚至考虑 能否让两党的普通成员一致行动 消除军阀和职业政客的影响 建立人道主义制度 采用两党纲领中一切最好的东西 战争结束之后 奥雷连诺上校暗中进行曲折 持久的破坏活动 而蒙卡达将军却当上马孔多镇长 蒙卡达将军又穿上了便服 用没有武器的警察代替了士兵 执行特赦法令 帮助一些战死的自由党人的家庭 他宣布马孔多为自治区的中心 从镇长升为区长以后 在镇上创造了平静生活的气氛 使得人们想起战争 就像想起遥远的 毫无意义的噩梦 被肝病彻底催垮的尼康诺神父 即由科隆涅尔神父代替 这是第一次联邦战争中的老兵 马孔多的人管他叫劳道鬼 布鲁诺、克列斯比跟安巴罗、摩斯科特结了婚 他的玩具店像以往一样生意兴隆 而且他在镇上建了一座剧场 西班牙剧团也把马孔多 包括在巡回演出的路线之内 剧场是一座宽敞的五顶建筑物 场内摆着木板凳 挂着丝绒木 木上有希腊人的头像 门票是在三个尸头大的售票处 通过张德很大的嘴巴出售的 那时学校也重新建成 有沼泽地带另一个市镇来的老教师 梅尔乔尔、艾斯卡隆纳先生管理 他让懒学生在铺了鹅卵石的院子里爬 而给在课堂上说话的学牛、吃辛辣的印度胡椒 这一切都得到父母们的赞成 奥雷莲诺第二和或阿卡第奥第二 圣索菲亚、德拉佩德的任性的孪生子 是最先带着石板、粉笔以及标上本人名字的吕碑进教室的 继承了母亲姿色的雷迈戴斯 已经开始成为文明的俏姑娘雷迈戴斯 尽管年岁已高、忧虑重重 而且不断办理丧事 乌苏哪仍不服老 在圣索菲正 德拉佩德协助下 他使糖果点心的生产有了新的规模 几年之中 他不仅恢复了儿子花在战争上的财产 而且装满了几葫芦纯金 把他们藏在卧室里 只要上帝让我活下去 他常说 这个丰人院里总有充足的钱 正当家庭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奥雷莲诺 霍塞从尼加拉瓜的联邦军队里开了小差 在德国船上当了一名水手 回到了家中的厨房里 他像牲口一样粗壮 像印第安人一样 有黑 长发 而且怀着跟阿玛兰塔结婚的打算 阿玛兰塔一看见他 就立即明白他是为什么回来的 尽管他还没说什么 在桌边吃饭时 他俩不敢对视 可是回家之后两个星期 在乌苏娜面前 奥雷莲诺 霍塞 竟盯着阿玛兰塔的眼睛 说 我经常都想着你 阿玛兰塔竭力回避他 不跟他见面 总跟俏姑娘雷麦戴斯待在一起 有一次 奥雷莲诺 霍塞问阿玛兰塔 他打算把手上的黑色绷带缠到什么时候 阿玛兰塔认为 侄子的话是在暗示他的处女生活 竟红了脸 但也怪自己不该红脸 从奥雷莲诺 霍塞口来以后 他就开始拴上自己的卧制门 可是连夜都听到他在隔壁房间里平静的打憨 后来他就把这种预防措施忘记了 在他回来之后 约莫两个月 有一妖清晨 阿玛兰塔听到他走进他的卧室 这时 他既没逃跑 也没叫嚷 而是发呆 感到松快 他觉得他钻进了蚊帐 就像他还是小孩几时那样 就像他往常那样 于是他的身体渗出了冷汗 当他发现他赤身露体的时候 他的牙齿止不住的磕碰起来 走开 他惊得喘不上气 低声说 走开 要不我就叫了 可是现在奥雷莲诺 霍塞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 而是冰营里的野兽了 从这一夜起 他俩之间毫无给果的搏斗重新开始 直到天亮 我是你的姑姑 阿玛兰塔气喘吁吁的低声说 差不多是你的母亲 不仅因为我的年龄 也许只是没有给你喂过奶 黎明 奥雷莲诺走了 准备夜里再来 而且每次看见没有栓上的房门 他就越来越起劲 因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预念 在占领的城镇里 在漆黑的卧室里 特别是在最下溅的卧室里 他遇见过他 在伤者绷带上的凝穴气味中 在面临致命危险的片刻恐怖中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 他的形象都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从家中出走 本来是想不仅借助于遥远的距离 而且借助于令人发麻的残忍 他的战友们 把这种残忍叫做无畏 永远忘掉他 但在战争的粪堆里 他越污损他的形象 战争就越使他想起他 他就这样在流亡中饱经痛苦 寻求死亡 希望在死亡中摆脱阿玛兰塔 可是有一次 却听到了有个老头讲的旷古奇闻 说是有个人跟自己的姑姑结了婚 那个姑姑又算是他的表姐 而他的儿子 原来是他自己的祖父 祖一种乱婚 难道可以跟亲姑姑结婚吗 惊异的奥雷连诺 霍塞问道 不仅可以跟姑姑结婚 有个士兵胡说八道的回答他 要不 咱们为啥反对教室 每个人甚至可以跟自己的母亲结婚吗 这场谈话之后 霍塞答应前往罗马 爬过整个欧洲 去吻教皇的靴子 只要阿玛兰塔 放下自己的吊桥 问题不光是许可 阿玛兰塔反驳 这样生下的孩子都有诸位吧 对他所说的道理 奥雷连诺 霍塞 根本听不进去 哪怕生下恶归也行 他说 有一天清晨 他因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而觉得难受 就到卡塔琳诺游异场去 他在那找了一个廉价 温柔 乳房下垂的女人 这女人暂时缓和了他的苦恼 现在 他想用假装的轻蔑 为制服阿玛兰塔了 他走过长廊时 看见他在缝纫机上异常灵巧的干活 他连一句话也没跟他说 阿玛兰塔觉得如释重负 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突然下心想到了格修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怀念起了晚间下棋的情景 他甚至希望在自己的沃宗里看见上校了 奥雷连诺霍塞没有料到 由于自己错误的策略 他失去了许多机会 有一大夜里 他再也不能扮演无所谓的角色了 就来到了阿玛兰塔的房间 他怀着不可动摇的决心拒绝了他 永远门上了门 奥雷连诺 霍涵回来之后过了几个月 一个身姿优美 发出茉莉花香的女人来到马孔多乌苏娜家里 还带来了一个约莫五岁够孩子 女人说这孩子是奥雷连诺上校的儿子 希望乌苏娜给他命名 这无名孩子的出身没有引起千和人的怀疑 他正想当年第一次去参观冰块的上校 女人说孩子是张开眼睛出世的 而且带着成年人的神情观察周围的人 他一眨不眨的凝视东西的习惯 叫他感到惊异 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乌苏娜说 只差一点 他的父亲只要用眼睛一瞧 倚了就会自己移动 孩子给命名为奥雷连诺 随母亲的姓 根据法律 他不能随父亲的姓 除非父亲承认他 教父是蒙卡达将军 阿玛兰塔要逐把孩子留给他抚养 可是孩子的母亲不同意 就像拿母鸡跟两种公鸡交配一样 让姑娘去跟著名的军人睡觉 这种风袭是乌苏娜从没听说过的 门在这一年中 他坚决相信 却有这种风袭 因为奥雷连诺上校的其他九个儿子 也送来请他命名 其中母大的已经超过十岁 是个黑发 绿眼的古怪孩子 一点也不像父亲 送来的孩子 有各种年龄的 各种肤色的 然而总是男孩 全部显得那么孤僻 那就无可怀疑 他们和波恩迪亚家的血统关系了 在一连中该子中 乌苏娜记住的只有两个 一个高大的跟年岁不相称的小孩 把她的一些花瓶和弱下碟子 变成了一堆碎片 因为她的手似乎具有碰到什么 就粉碎什么的特性 另一个是金发孩子 试着母亲那样的灰蓝色眼睛 姑娘一般的长踪发 她毫不腼腆地走进房来 仿佛熟悉这里的一切 好像她是在这里长大的 静止走到乌苏娜卧室里的一个柜子跟前 说 我要自动芭蕾舞女演员 乌苏娜甚至吓了一跳 她打开柜子 在梅尔加德斯时期留下的 乱七八糟的 沾满尘土的东西中间翻寻了一阵 找到了一双就长袜裹着的芭蕾酷女演员 这是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有一次拿来的 大家早就把她给忘了 不过十二年功夫 奥雷莲诺在南征北战中 跟一些女人各在各地的儿子 十七个儿子 都取了奥雷莲诺这个名字 都随自己母亲的姓 最初 乌苏娜给他们的衣兜都塞满了钱 而阿玛兰塔总想把孩了留给自己 可是后来 乌苏娜和阿玛兰塔都只送点礼品 充当教母了 咱们给他们命了名 就尽了责了 乌苏娜一面说 一面把每个母亲的姓名和住址 妾子初晓的日期和地点 记在一本专用册签里 奥雷莲诺应当有一本完整的账 因为他回来以后 就得决定孩子们的命运 在一次午餐中间 乌苏娜跟蒙卡达将军 谈论这种引起担忧的繁殖历史 希望奥雷千诺上校 有朝一日能够回来 把他所有的儿子 都聚到一座房了里 您不必操心 大娘 蒙卡达将军神秘的回答 他会比您预料的回来的早 蒙卡达将军知道一个秘密 不愿在午餐时透露 那就是奥雷莲诺上校 已在回国的路上 准备领导最长久的 最坚决的 最血腥的起义 一切都超过他迄今发动过的那些起义 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 就像第一次战争之前的几个月一样 镇长本人鼓励的斗鸡停止了 警备队长阿基列斯、李什多上尉实际上掌握了民政大权 自由党人说他是个挑拨者 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 乌苏娜向奥雷莲诺、霍赛说 晚上六点以后不要上街 他的哀求没有用处 奥雷莲诺 霍赛像往日的阿卡蒂奥一样 不再属于他了 看来 他回到家里 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 又有了他的怕怕祸 阿卡蒂奥那种好色和懒惰的倾向 奥雷莲诺霍赛对阿玛兰塔的热情已经熄灭 在他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疮痕 他仿佛是在随波逐流 玩台球 随便找些女人姐们 去摸乌苏娜密藏积蓄的地方 有时回家看看 也只是为了换换衣服 他们都是一个样 乌苏娜抱怨说 起初 他们规矩 听话 正经 好像连苍蝇都不欺负 可只要一长胡子 马上就去作孽了 阿卡蒂奥始终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出身 奥雷莲诺霍赛却跟他不同 知道他的母亲是皮拉台列娜 他甚至在自个屋里悬了个调铺给她睡午觉 他俩不仅是母亲和儿子 而且是孤独中的伙伴 在皮拉台列娜心中 最后一点希望的火星也熄灭了 他的笑声已经低得像风琴的音响 他的乳房已经由于别人胡乱的腐弄而搭了下去 他的肚子和大腿也像妓女一样 遭到了百般的蹂躏 不过他的心虽已衰老 却无痛苦 他身体发胖 喜欢捣固 成了不讨人喜欢的女人 已经不再用纸牌顶补毫无结果的希望 而在别人的爱情里寻求安宁和慰藉了 奥雷连诺或赛午休的房子 是邻居姑娘们和临时的情人优惠之所 借用一下你的房间吧 皮拉他们走进房间 不客气她说 请吧 皮拉回答 如果是成双结对而来的 她就补上一句 看见别人在床上快活 我也快活吗 替人效劳 她向来不收报酬 她从不拒绝别人的要求 就像她从不拒绝男人一样 即使她到了青春已过的时候 这些男人也追求她 尽管他们既不给她钱 也不给她爱情 只是偶尔给她一点快乐 皮拉 台列娜的五个女儿像母亲一样热情 还是小姑娘的时候 就走上了曲折的人生道路 从她养大的两个儿子中 一个在奥雷连诺上校的旗帜下战死了 另一个满十四岁时 因为企图在沼泽地代购另一个市镇上偷一篮鸡 受了伤被捉走了 在一定程度上 奥雷连诺 霍塞就是半个市乡几中 红桃老K向她预示的那个高大 有黑的男人 但她像纸牌许诺给她的其他一切男人一样 钻到她的心里人迟了 因为死神已在她的身上打上了标记 皮拉 台列娜在纸牌上是看出了这一点的 今晚别出去 她向她说 就睡在这儿 卡梅丽达 蒙蒂阿尔早就要我让她到你的房间里去了 奥雷连诺 霍塞没有理解母亲话里的深刻含义 告诉她 半夜等我吧 她回答 接着她就前往剧场 西班牙剧团在那儿演出戏剧《狐狸的短剑》 实际上 这是索利拉的一出悲剧 可是阿基列斯 李卡多上尉下令把剧名改了 因为自由党人把保守党人叫做哥特人 奥雷连诺 霍塞在剧场门口拿出戏票时发现 阿基列斯 李卡多 带若两名持枪的士兵正在搜查入场的人 担心点吧 尚未 奥梦连诺 霍塞提出警告 能够向我举手的人还没出试炼 尚未试图强迫搜查她 没带武器的奥雷连诺 霍塞把腿就跑 士兵们没有服从开枪的命令 她是波恩迪亚家的人吗 其中一个士兵解释 于是 狂怒的上尉拿起一支步枪 冲到街道中间 立即瞄准 全是胆小鬼 她怒吼起来 哪怕这是奥雷连诺上校 我也不薄 卡梅利达 蒙蒂埃尔是个二十岁的姑娘 刚在自己身上洒了花露水 把迷迭香花瓣 撒在皮拉 台列纳床上 就听到了枪声 从纸牌的占卜看来 奥雷连诺 霍塞 注定要跟她一块 得到幸福 阿玛兰塔 曾经拒绝 给她这种幸福 有七个孩子 她年老以后 将会死在她的怀里 可是贯穿她的脊背 到胸膛的上一颗子弹 显然不太理解 纸牌的鼎视 然而 注定要在这天夜里 死亡的阿基列斯里卡多上尉 真的死了 而且比奥雷连诺 霍塞早死四个小时 枪声一响 尚未也倒下了 不知是谁 向她射出了两颗子弹 而且许多人的叫喊声 震动了夜间的空气 自有党万岁 奥雷连诺上校万岁 夜里十二点 当奥雷连诺 霍塞流血至死 卡梅利达 蒙蒂埃尔发现 纸牌向她预示的未来 十分渺茫的时候 有四百多人在剧场前面经过 又用手枪朝阿基列斯 里卡多的尸体 巴巴的射出一些子弹 把满身千弹的沉重尸体搬上车子 需要好几个士兵 这个尸体像禁尸的面包一样瓦解了 对政府军的卑劣行怪 感到恼怒的霍塞 拉凯尔蒙卡达将军 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 重新穿上制服 掌握了马孔多的军政权力 但他并不指望自己调和的态度 能够防止不可避免的事情 9月里的消息是互相矛盾的 政府声称控制了全国 而自由党人却接到了内部地区武装起义的秘密情报 只有在宣布军事法庭缺席判决奥雷连诺上校死刑时 政府当局才承认固征状态 哪一个警备队首先逮住上校 就有哪一个警备队执行判决 可见他回来了 乌苏娜向蒙卡达将军高兴他说 然而蒙卡达将军还没有这样的情报 其实奥雷连诺上校一个多月前已经回国 他的回国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谣言 根据这些谣言 他同时出现在相距几百公里的好几个地方 所以在政府宣布奥雷连诺上校占领了沿海两周之前 甚至蒙卡达将军自己也不相信他已回国 祝贺您大娘蒙卡达将军向乌苏娜说 并且拿电报给他看 您很快就能在这里见到他了 这时乌苏娜才第一次感到不安 可您怎么办呢 他问 蒙卡达将军已经多次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 像他一样履行自己的职责 10月1日浮晓 奥雷连诺上校率领10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 进攻马孔多 警备队奉命抵抗到底 晌午 蒙卡达将军跟乌苏娜一起吃饭时 起义者的排炮像雷一样在整个市镇上空隆隆的响 把地方金库的门面轰毁了 他们的武器不次于我们 蒙卡达将军说 而且战斗意志更强 下午两点 双方的炮击震撼大地的时候 将军就跟乌苏娜告别了 他完全相信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 奥雷连诺上校也许今晚就在这座房子里了 他说 如果真是那样 请您替我拥抱他 因为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天夜里 蒙卡达将军打算逃出马孔多的时候被捕 他事先写好了一封给奥雷连诺上校的长信 信中提到了 他俩想使战争变得更加人道的共同心愿 并且希望他在对军阀的腐败和两党政客的野心的斗争中 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 奥雷连诺上校就跟蒙卡达将军在乌苏娜的宅子里共进午餐了 因为将军是拘押在这儿 等待革命军事法庭决定他的命运的 这是一次友好的聚会 然而 当两个敌对者忘掉战争 回忆注释的时候 乌苏娜摆脱不了一种阴暗的感觉 他的儿子是像强盗一样回国的 他带着人数很多的卫队刚一跨进宅子的门槛 他就产生了这种感觉 因为卫队士兵为了弄清有没有什么危险 把所有的房间都翻了个底朝天 奥雷连诺上校不但允许这么干 而且用不容反驳的声调发出命令 在房子周围没有安好哨兵之前 不准住任何人甚至乌苏娜靠近他 他身上穿着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的粗布军服 脚上穿着污泥和凝血弄脏的高筒马靴 挂在腰边的大口径手枪皮套式解开钮扣的 在他那一直紧张地握着枪柄的手指上 可以看出他的眼神里流露的那种警觉和决心 他的头现在已有明显的秃顶 仿佛在蚊火上烤干了 迦勒比海咸水浸过的面孔已经像金属那样硬邦邦的 他在用干劲来抵御不可避免的衰老 而这种干劲跟他内心的冷酷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他显得比从前更高更苍白更瘦了 第一次使人看出他在尽量压抑对亲人的感情 我的天不安的乌苏娜想到他像一个啥事都干得出来的人了 他确实成了这样的人 他带给阿玛兰塔的阿兹特克披金 他在餐桌边的回忆 他所讲的奇闻去世 只是使人稍微想起昔日的奥雷莲诺 还没来得及把死者葬入公墓 他就只是罗克、卡尼色洛上校赶紧成立军事法庭 自己却去开始进行繁重而激烈的改革 以便彻底摧毁保守制度摇摇欲坠的大厦 咱们必须赶在自由党政客们前面 他向自己的助手们说 当他们最终用清醒的眼光看待周围的现实时 一切都已干好了 正是这个时候 他决定重新审核最近五年间登记的土地所有权 而已发现了法律认可的他的哥哥或阿卡蒂奥掠夺的土地 他大笔一挥就注销了登记 接着 为了表示最后的礼貌 他把一切事情严割了一个小时 去向雷贝卡说明自己的决定 这个孤零零的寡妇 往日曾经知道他那隐秘的爱情 而且他的顽强救过他的命 但在灰暗的客厅里 上校觉得他简直像个幽灵 这个女人裹着一件长到脚边的黑衣服 早已心灰意冷 大概一点也不知道战争的情况 他觉得 他的骨骼发出的灵光透过了皮肤 他就在充满灵活的空气中浮动了 在这水潭一样凝滞的空气里 还感觉得到轻微的火药味 奥雷莲诺上校首先劝他节哀 打开窗子 为获阿卡蒂奥之死原谅别人 可是 雷贝卡已不需要空虚的 尘世的欢乐 他曾在泥土的酸色气味中寻求欢乐 在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撒了香水的信中寻求欢乐 在丈夫的床上寻求欢乐 但都枉然 最后才在这座房子里得到宁静 在这里 在他的预想中 往日的形象 重新变成了活人 经常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徘徊 雷贝卡养身靠在柳条摇椅里 仔细地审视着奥雷莲诺上校 仿佛他是一个鬼怪 听说货 阿卡蒂奥侵占的土地将要归还原主 他也没有表现任何激动 你愿咋办就咋办 奥雷莲诺 他叹口气说 你不爱自己的亲人 我一直这么认为 现在看来 我并没弄错 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核 和军事法庭的审理是同时进行的 法庭由格修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主持 处决了所有被俘的政府军军官 最后审讯的是霍塞 拉凯尔 蒙卡达将军 乌苏纳为他辩护 他是我们马孔多最好的一个镇长 他向奥雷莲诺上校说 我不用说他的好心肠 不用说他对咱们家的热爱 因为你知道的比谁都清楚 奥雷莲诺上校 谴责地瞥了他一眼 我无权裁决 他回答说 如果你有什么要说 就向军事法庭说吧 乌苏纳不仅亲自出动 还把在马孔多出生的那些 起义军官的母亲带来作证 这些最老的市镇居民 其中一些甚至参加过 翻山越岭的大胆的进军 一个接一个地夸奖蒙卡达将军的美德 乌苏纳是这支队伍里的最后一名 他那悲伤而尊严的神情 他那名字的分量 他那话里的信心 使得审判的天秤迟疑了片刻 你们玩弄这种恐怖的把戏 是很认真的 你们做得对吗 因为你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向法庭成员们说 可是你们不要忘记 只要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就是你们的母亲 你们无论多么革命 一旦不尊重我们 我们都有权脱下你们的裤子 用皮带狠狠地抽 法庭成员退下去商量的时候 这些话还在已经变成营房的教室里 发出回声 半夜 霍赛 拉凯尔 蒙卡达将军被判死刑 尽管乌苏娜强烈谴责 奥雷莲诺上校 仍然拒绝减轻刑罚 天亮之前不久 他在往常当作求是的房间里 探望了判处死刑的人 记住 老朋友 奥雷莲诺上校向他说 不是我要枪毙你 是革命要枪毙你 蒙卡达将军看见他进屋的时候 甚至没从床上站起身来 见鬼去吧 朋友 他回答 自从回来直到现在 奥雷莲诺上校都不让自己同情地望这个将军一眼 现在 他惊异地看见将军衰老的样 颤抖的双手 以及等待死亡的顺从态度 他就对自己感到深刻的鄙视 但他把这种鄙视 跟刚刚出现的怜悯混到了一起 你比我更清楚 他说 任何军事法庭都是鬼把戏 实际上 你是替别人的罪恶受到惩罚 这一次 我们决定 不惜任何代价 赢得战争 难道你处在我的地位 不这么牵吗 蒙卡达将军站起来 用衬衣下摆 擦了擦很厚的戴帽眼镜 大概如此 他说 可我痛心的 不是你打算枪毙我 因为归根到底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自然死亡 他把眼镜放在床上 取下手表和表链 使我伤心的是 他继续说 你那么憎恨军阀 不断跟他们战斗 经常咒骂他们 结果你像他们一样坏 世界上任何理想 都是不能为这种卑劣行为辩护的 他摘下订婚戒指和救命女神像 把他们跟眼镜和手表放在一起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他最后说 你不但会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专横暴力的独裁者 而且会枪杀我敬爱的乌苏娜 那样你才安心 奥雷莲诺上校无动于衷地站在那 于是 蒙卡达将军把眼镜 女神像 手表和戒指交给他 用另一种声调说 但我叫你来 不是为了骂你 我想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妻子 奥雷莲诺上校 把东西都放进自己的衣兜 他还在马诺尔吗 还在马诺尔 蒙卡达将军回答 就在教堂后面那座房子里 你前次送信去的那个地方 我很高兴效劳 霍塞 拉凯尔 奥雷莲诺上校说 当他走进街上浅蓝色的乌癌里时 他的面孔一下子就湿润了 正像过去的那天黎明一样 这时 他才明白自己 为什么下令在兵营院子里 而不在墓地墙边执行判决 站在房门对面的行刑队 向他致敬 犹如对待国家元首似的 现在 你们可以把他押出来了 他下了命令 第九章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第一个感到战争的空虚 作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 他跟奥雷莲诺上校在电话上每周联系两次 起初 他们在交谈中还能断定战争的进展情况 根据战争的轮廓 能够明了战争处在什么阶段 预先见到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尽管奥雷莲诺上校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吐露胸怀 然而当时他的口吻还是亲切随和的 在线路 另一头 马上就能听出是他 他经常毫无必要地延长谈话 扯一些家庭所想 但是 由于战争日益激烈和扩大 他的形象就越来越暗淡和虚幻了 每一次 他说起话来 总是越来越含糊 他那断断续续的字眼连接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面对这样的情况 格里列尔多马克思上校只能难受的倾听 觉得自己是在电话上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说话 全明白了 奥雷莲诺 他按了按电键 结束谈话 自由党万岁 最后 格里列尔多马克思上校完全脱离了战争 从前 战争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行动 和难以遏制的嗜好 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遥远的 陌生的东西 空虚 他逃避现实的唯一处所 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 他每天下午都去那 巧姑娘雷麦戴斯 转动缝纫机把手的时候 他喜欢欣赏阿玛兰塔 如何给雪白的衬裙不打褶子 女主人和客人满足于彼此作伴 默不吭声地度过许多个小时 阿玛兰塔心里高兴的是 他那忠贞的火焰没有熄灭 但他却仍不明白 他那难以理解的心 究竟有什么秘密打算 知道格里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回到马孔多之后 阿玛兰塔几乎激动死了 然而 当他左手吊着胯带走进来的时候 他只是奥雷莲诺上校许多闹槽槽的随从人员中间的一个 阿玛兰塔 看见离乡背景的艰苦生活 把他折磨得多么厉害 忍然的光阴使他变得多么苍老 看见他肮里肮脏 满脸是汗 浑身尘土 发出马旧气味 看见他样子丑陋 他失望得差点昏厥过去 我的上帝 他想 这可不是我等候的那个人呀 然而 他第二天来的时候 刮了脸 浑身整洁 没有血迹斑斑的绷带 胡子里还发出花露水的味儿 他送给阿玛兰塔 一本用猪母钉装订起来的祈祷书 你真是个怪人 他说 因为他想不出别的话来 一辈子反对教室 却拿祈祷书送人 从这时起 即使在战争的危急关头 他每天下午都来看它 有许多次 俏姑娘雷麦黛斯不在的时候 转动缝纫机把手的就是他 他的坚贞不渝和公顺态度使他受到感动 因为这个拥有大权的人 竟在他的面前俯首贴耳 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刀和手枪留在客厅里 空手走进他的房间 然而 在这四年中 每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向他表白爱情时 他总是想法拒绝他 尽管他也没有伤他的面子 因为他虽还没爱上他 但他没有他已经过不了日子 俏姑娘雷麦黛斯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坚贞颇为感动 突然为他辩护 而以前他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是无动钉中的 许多人甚至认为他恼了迟钝 阿玛兰塔忽然发现 他养大的姑娘刚刚进入青春期 却已成了马孔多从未见过的美女 阿玛兰塔觉得自己心里产生了从前对雷贝卡的那种怨恨 他希望这种怨恨不要让他走向极端 而把俏姑娘雷麦黛斯弄死 接着他就把这姑娘赶出了自己的房间 正好这个时候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开始厌恶战争 他准备为阿玛兰塔牺牲自己的荣誉 这种荣誉使他耗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说尽了好话 表露了长期压抑的无限温情 但他未能说服阿玛兰塔 八月里的一天下午 阿玛兰塔由于自己的顽固而感到十分痛苦 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打算致死都孤身过活了 因为他刚才给坚定的逐婚者做了最后的回答 咱们彼此永远忘记吧 他说 现在干这种事儿 咱们都太老了 就在这天下午 奥雷莲诺上校叫他去听电话 这是一次通常的交谈 对于停滞不前的战争毫无一点作用 一切都已说完以后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朝荒凉的街道扫了一眼 看见杏树之上悬着的水珠 他就感到自己孤独的要死 奥雷莲诺 他在电话上悲切的说 马孔多正在下雨啊 线路上沉寂了很久 然后 电话机里突然发出 奥雷莲诺上校生硬的话语 别大惊小怪 格林列尔多 对方说 八月间下雨是正常的 很久没有看见朋友的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对异常生硬的回答感到不安 可是过了两个月 奥雷莲诺上校回到马孔多的时候 这种模糊的不安变成了惊异 几乎变成了恐惧 对于儿子的变化 乌苏娜也觉得吃惊 他是不声不响回来的 没有适从 尽管天气很热 还用斗篷裹着身子 随同他来的是三个情妇 他让他们一块住在一间屋子里 大部分时间 他都躺在一个吊床上 他难得抽出时间 来看战情电报和报告 有一次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前来向他请示一个边境城镇的撤退问题 因为起义部队继续留在那里 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别拿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了 奥雷莲诺上校回答他 你去请教上帝吧 这大概是战争的紧要关头 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 为了阻挠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查 跟保守派地主签订了秘密协议 在国外为战争提供经费的那些政客 公开谴责奥雷莲诺上校采取的激烈措施 然而这种做法似乎也没有使他担心 他再也不读自己的诗了 这些诗约有五卷 现在放在箱子底给忘记了 夜晚或者午休时 他都把一个情妇叫到他的吊床上来 从他身上得到一点快乐 然后就睡得像石头一样 没有一点忧虑的迹象 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他心烦意乱 永远失去了信心 最初 他陶醉于凯旋回国和辉煌的胜利 弗林伟大的深渊 他喜欢坐在马伯罗伊 公爵的肖像右方 这是他在战争艺术上的伟大导师 此人的虎皮衣服 曾引起成年人的赞赏 和孩子们的惊讶 正是那时 他决定不让任何人 甚至乌苏娜 接近他三米远 不管他到了哪 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 他站在圆圈中心 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站进圆圈 用简短而果断的命令 决定世界的命运 枪决蒙卡达将军之后 他刚一到达马诺尔 就赶忙去满足受害者的最后愿望 寡妇收下了眼镜 手表 戒指和女神像 可是不许他跨进门槛 你不能进来 上校 他说 你可以指挥你的战争 可是我的家是由我指挥的 一 马伯罗 1651-1722 英国将军 1704年 在德国西南多瑙河畔的布伦亨村 击溃法国军队 奥雷莲诺上校 丝毫没有表示自己的恼怒 但在他的随身卫队 抢劫和烧毁了寡妇的房子之后 他的心才平静下来 提防你的心吧 奥雷莲诺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当时警告他 你在活活的烂调 大约这个时候 奥雷莲诺上校召开了第二次起义部队指挥官会议 到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 空想家 野心家 冒险家 社会渣子 甚至一般罪犯 其中有一个保守党官员是由于逃避盗用公款的惩罚才参加革命的 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战斗 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 不同的信念将会引起内部爆炸 但最惹人注目的 却是一个阴沉沉的权势人物 泰菲罗瓦加斯将军 这是一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 粗野 无知 具有诡诀伎俩和预见才能 善于把他的部下变成极端的宗教狂 奥雷莲诺上校打算在会议上 把起义部队的指挥统一起来 反对政客们的鬼把戏 可是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破坏了他的计划 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优秀指挥官的联合 攫取了总指挥权 这是一头值得注意的野兽 奥雷莲诺上校 向自己的军官们说 对咱们来说 这样的人比政府的陆军部长还危险 于是 平常以胆怯著称的一个上尉 小心地举起了食指 这很简单 上校 应当把他杀死 刹那间 这个建议超过了他自己的想法 他感到不安的 倒不是这个建议多么残忍 而是实现这个建议的方式 别指望我会发出这样的命令 他回答 他确实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 然而两个星期之后 太妃罗将军中了埋伏 被大砍刀剁成内将 于是奥雷莲诺上校担任了总指挥 就在那天夜里 他的权力得到起义部队所有的指挥官承认以后 他突然惊恐地醒来 大叫大嚷地要人给他一条毛毯 身体内部彻骨的寒冷 在灼热的太阳下也折磨着他 在许多间里都使他睡不着觉 终于变成一种病症 他原来最心于权力 现在一阵一阵地 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了 为了治好寒热病 他下令枪毙 劝他杀死太妃罗瓦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 但他还没发出命令 甚至还没想到这种命令 他的部下就那么干了 他们经常超过他自己敢于达到的界限 他虽有无限的权力 可是陷入孤独 开始迷失方向 现在 在他占领的城镇里 群众的欢呼也惹他生气 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这样欢迎他的敌人的 在每一个地方 他都遇见一些年轻人 他们用他那样的眼睛看他 用他那样的腔调跟他说话 对他采取他对他们的那种怀疑态度 而且把自己叫做他的儿子 他觉得奇怪 他仿佛变成了许多人 但是更加孤独了 他怀疑自己的军官都在骗他 他对马波罗公爵也冷淡了 最好的朋友是已经死了的 当时他喜欢这么说 由于经常多疑 由于连年战争的恶性循环 他已困乏不堪 他绕来绕去 实际上是原地踏步 但却越来越衰老 越来越精疲力尽 越来越不明白 为什么 怎么办 到何时为止 在粉笔画的圆圈外面 经常都站着什么人 有的缺钱 有的儿子换了百日壳 有的希望长眠 因为对肮脏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 但是有的却鼓起余力 采取例证 姿势 报告说 一切正常 上校 然而 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 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 表示毫无进展 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 不再产生什么预感 为了摆脱寒热病 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 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 在住室的回忆中得到温暖 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 有人报告他 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 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 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 他嘟弄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 戴着高筒帽的律师 以罕见的斯多格精神 忍受了家医院里灼热的太阳 乌苏纳尔让他们住在他家里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待在卧室内秘密商量 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 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琳诺有一场 别打搅他们 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 我清楚的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12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虽然许多人都以为 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 幽灵式的自动钢琴是用裹湿不一样的白照单遮住的 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画了个圈子 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 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 用毛毯裹着身子 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 他们要求他 第一 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 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 第二 不再反对教会势力 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 第三 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 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 在建议念完之后 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 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利罗 从策略上考虑 我们对自己的纲领做了这些修改 其中一个代表回答 目前最主要的是 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 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 连忙插活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 他说 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 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 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 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 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 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结果我们就得承认 将近二十年来 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 可是奥雷连诺上校 用字式阻止了他 别浪费时间了 教授 他说 最主要的是 从现在起 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了 他仍然面带微笑 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 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 他最后说 我们就无意义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 面面相去 原谅我 上校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柔和地说 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 把占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 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 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 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站起身来 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 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 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 他在声明上签了字 把他交还代表团 说 先生们 这是你们的指儿 我希望你们 能够从中 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被控叛国 判处死刑 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 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 他命令 不让任何人打扰他 行刑的前一天 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 跨进他的卧室 他穿着黑衣服 显得异常庄严 在三分钟的会见中 始终没有坐下 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 他平静地说 我没有法子阻止你 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 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 我就要凭我父母的海骨发誓 凭获啊 波恩迪亚死后的名声发誓 对天发誓 不管你藏在哪 我都要拖你出来 亲手把你打死 在离开房间之前 他不等口答 就下了段雨 你那么干 就像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事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 正当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 度过的那些黄昏时 奥雷莲诺上校 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 企图凿穿孤独的硬撬 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 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 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 是在制作小拳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 他发动过32次战争 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 像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 然而几乎迟了40年寸 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 弄得精疲力尽 黎明 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 他走进了回事 滑稽戏收场了 老朋友 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说 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 咱们离开这儿吧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 奥雷莲诺 他回答 我宁肯死 也不愿看见你 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 奥雷莲诺上校说 穿上你的鞋子 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 还不知道结束战争 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 为了迫使政府提出 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 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 残酷的战斗 而让自己的人相信 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 又需要一年的功夫 他的军官们 不愿出卖胜利 发动了起义 他镇压这些起义 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 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绝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 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 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 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 不断变换这些口号 所以充满了热情 就像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的作战一样 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指责了奥雷莲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 不用担心 奥雷莲诺上校微笑着说 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 对他来说 确实如此 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 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 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 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 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 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 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莲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 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 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 未对簇拥的神器亚 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 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怀也不能默然视致 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 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 只抽空硬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 跟家里的人相见 俏姑娘雷麦黛斯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 几乎不认得他 阿玛兰塔怎么也无切使哥哥的形象 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 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 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 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大家以为奥雷莲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 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 长久折服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 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了 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 停战之前一个星期 他回到了家里 没有侍从 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 把罗子的安凤和汉具以及一小相诗篇放在廊上 这是奥雷莲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形状中唯一剩下的东西 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 他叫了他一声 奥雷莲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 他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 亲热地说 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 瞧吧 奥雷莲诺上校 就像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 微微一笑 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 回到了马恐多 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 他说 时间过得多快啊 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 奥雷莲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恐多的 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 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 腋下的浓窗又发作了 六个月以前 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 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 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墨药 以为儿子回来之后 就会在雷迈戴斯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 其实 在过去的两年中 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 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 他经过乌苏那十多的特别仔细的首饰作放时 没有发现要是是留在锁孔里的 而且在这房子里 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 也没引起他的注意 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 在长久离开之后 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 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 墙上剥落的灰泥 角落里凌乱的珠网 气质不顾的秋海棠 白已住坏的木梁 长了青苔的门框 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决的线阶 都没使他掉进去 他坐在长廊上 用毛毯裹着身子 也没脱掉靴子 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 整个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 乌苏娜终于明白 他无法长久把它留在家里 也许还要去打仗 他想 如果不是打仗 那就是死 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 可信 乌苏娜认为 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 吃晚饭的时候 奥雷莲诺第二诱语拿面包 左手握汤匙 他的孪生兄弟或阿卡第奥第二呢 左手拿面包 右手握汤匙 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 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 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 孪生兄弟知道 他们两人完全相似 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 来欢迎奥雷莲诺上校 可是奥雷莲诺上校 什么也没看见 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 甚至没有注意到 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 雷迈戴斯 只有乌苏那一人敢于 把她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 她在晚餐时说 你起码应当记住 今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莲诺上校这时明白 乌苏那是唯一识破她精神空虚的人 但她并不觉得奇怪 她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的盯着她的面孔 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 牙齿已经磨损 头发枯萎 稀疏 眼神显得惊恐 她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那 比较了一下 当时她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 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 片刻间 她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 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 茧子 窗幻和伤疤 这些可悲的痕迹 甚至没有引起她一般的怜悯 于是她做了最后的努力 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 已经发霉的地方 可是找不到她 从前 她在自己的皮肤上 闻到乌苏那的气味时 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 而且经常觉得 她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 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 甚至她的妻子雷迈戴斯 在她心中 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 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她的女儿的 她在爱情的沙漠上 邂逅过许多女人 她和她们在沿海地带 撒下了不少种子 但是她的心里 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 通常 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她 黎明前就离去 第二天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她想起她们 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 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 是她童年时代对哥哥或阿卡蒂奥的感情 但她的基础不是爱 而是串通 对不起 她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 战争把一切都葬送了 次日 她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士的一切痕迹 在首饰作坊里 她没碰的 只是没有她个人烙印的东西 她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 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 悔悟的心情 就像她父亲把杀死普鲁登西奥 阿吉料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 她留给自己的 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 她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迈戴斯的相片时 乌苏娜才阻止她 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了 乌苏娜说 这是家中的圣物 停战协定签字前夕 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 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莲诺上校时 她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 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货吧 说着 她把一卷发黄的纸递给她 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是个寡言 随和的人 从不为傲任何人 甚至她自己的孩子 可她觉得 奥雷莲诺上校 叫她做的是一件为尽的事 这是重要的指儿吗 她说 不 上校回答 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 她说 你自个儿烧吧 上校 她不仅这么做了 甚至用斧头劈开箱子 把木片扔到火里 几小时前 皮拉 台列那来看过她 奥雷莲诺 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 一见她就觉得诧异 她变得又老又胖 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 但她同时也感到惊讶 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 当心嘴巴 这是皮拉 台列那提醒过她的 于是她想 前一次 在她名望最高的时候 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她未来命运的惊人遇见吗 在跟皮拉 台列那见面之后不久 她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 问了问刚给她的农窗排了农的私人医生 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 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 就用沾了点酒的棉花在她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 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 天气寒冷 下着雨 奥雷莲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 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 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 乌苏娜向她说 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她没理会她 因为她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 号声 段序的命令声 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曾记的空气 经过多年的战争 奥雷莲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 可是此刻 她却像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 身体打颤 她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 心里朦胧的想 如果当时她跟这个女人结了婚 她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 又不知道光荣的人 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 一个幸运的人了 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 带坏了她早餐的胃口 早晨7点 格里列尔多马克思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她这的时候 她显得比平常更沉默 更恨欲 更孤独 乌苏纳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她肩上 政府会咋的想呢 她说 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 所以投降吗 她没接受斗篷 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 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 她才让她把货 阿卡蒂奥的旧毡 带在她的头上 奥雷连诺 乌苏纳向她说 如果你在那发现情形不妙 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 答应我呀 她向她茫然一笑 发誓誓地举起手来 一句话没说 就跨出了门槛 去迎接她经过全阵时 将要遭到的恐吓 谴责和辱骂 乌苏纳拴上房门 决定致死也不再打开她了 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 她想 我们宁肯变成灰 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 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 整个早上 她都在房子里 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 寻找什么东西 使她能够想到儿子 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 是在距离马孔多15公里的一棵硕大的思棉树下举行的 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 建立了尼兰德镇 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 是由一群淒淒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 他们很像一群雨水惊奇的鸽子 奥雷莲诺上校士 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 她没刮脸 她更感到痛苦的是 腋下的浓疮 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 因为她已失去了一切希望 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 根据她的愿望 没有朗朗的音乐 没有琵琶的鞭炮 没有隆隆的钟声 没有胜利的欢呼 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 一位寻口摄影师为奥雷莲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 底板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 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 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 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 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莲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 在让大家签字之前 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 可是奥雷莲诺上校反对这样做 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 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莲诺上校表示同意 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 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滑动的声音 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 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 奥雷莲诺上校准备填上他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 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吗 奥雷莲诺上校面不改色 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 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 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 牵着一匹宰着两只箱子的罗子 这人虽然十分年轻 却显得沉着和严谨 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 为了及时赶到 他拖着一匹恶得要死的罗子 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 他从罗背上 一场小心地取下箱子 把他们打开 接二连三地将72块金砖放在桌上 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 在最近一年中 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 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 在一片混乱中 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 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 抹上迷土就无人监管了 奥雷连诺上校把72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 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 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 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 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 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 吃了一块饼干 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 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 他在那脱掉了衬衫 坐在床边 下午3点15分拿起手枪 对准他的私人医生 在他胸上用点酒化的圈子 砰的开了一枪 就在这个时刻 在马孔多 乌苏纳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 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 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了 他叫了一声 然后 他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 朝院子里瞥了一眼 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 他在雨下淋的透湿 显得愁眉不展 比死的时候老多了 他是被暗杀的 他更准确地说 谁也没有发发慈悲 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 他透过眼泪 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 仿佛流星一样 迅捷地掠过天空 他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 他仍在素数下面 浮在丈夫的膝上哭泣 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台来了 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 他睁开的眼里燃照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 穿伤是那么清晰 笔直 一声毫不费劲 就把一根进过点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 然后从脊背拉出 这是我的杰作 医生满意地说 这是子弹能够穿过 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 奥雷连诺上校 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 他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 正在唱绝望的圣歌 因此他感到遗憾 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 借以嘲笑皮拉 台列纳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 他向医生说 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 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 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 在几小时内 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 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 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 宣布他为殉道者 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 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 重新发动战争 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 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 但他也受到感动 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 相反的 有一段时间 他似乎热衷于重新发动战争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甚至以为 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 借口真的找到了 那就是共和国总统 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 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 除非他们美人的事情 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 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 这是蛮不讲理 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 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了 他第一次离开乌苏那买给他养稀用的摇椅 在卧室里夺来夺去 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 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 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 并且扬言说 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 他就要誓死宣战 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 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 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 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 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 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 为了预防万一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 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 有力 成功 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 当奥雷连诺上校忠于康复的时候 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 不是死了 就是流放了 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12月里 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 一看长廊就已明白 再要发动战争 就是枉费心机了 乌苏娜以他充沛的经历 这种经历 就他的年岁来说 似乎已经不大可能 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 现在他们将会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他看见儿子 已经康复的那一天 说道 全世界不会有一座 比这封人院更漂亮 更好客的房子了 他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 更换了家具 收拾了花园 栽种了新的花卉 敞开了所有的门窗 让夏天耀眼的阳光 也射进卧室 然后 他向大家宣布 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 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 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 家里重新响起了 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 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 又想起了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 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枝子花 和薰衣草的芳香 他那傲丧的心里 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 有一天下午 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 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 帮他的忙 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 乌苏娜一天一天的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 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 给他们衣服和鞋子 教他们读书和写字 后来 政府撤走警卫队时 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 为他服务了多年 而年轻的军官呢 因为遭到俏姑娘雷迈戴斯的藐视 变得疯疯癫癫 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他的窗下了 第十章 多年以后 在临终的床上 奥雷连诺第二将会想起六月间一个雨天的下午 他如何到卧室里去看自己的头生子 儿子虽然孱弱 爱哭 一点不像波恩迪亚家的人 但他毫不犹豫就给儿子取了名字 咱们就叫他或阿卡蒂奥吧 他说 菲兰达 德卡皮奥这个标志的女人 是一年前跟奥雷选诺第二结婚的 他同意长大的意见 相反的 乌苏娜却掩饰不住模糊的不安之感 在漫长的家史中 同样的名字不断重复 使得乌苏娜做出了他觉得确切的结论 所有的奥雷连诺都很孤僻 但有敏锐的头脑 而所有的或阿卡蒂奥都好冲动 有胆量 但都打上了必遭灭亡的烙印 不属于这种分类的 只有或阿卡蒂奥第二和奥雷连诺第二 在儿童时代 他俩那么相似 那么好动 甚至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 自己都分辨不清他们两人 在洗礼日 阿玛兰塔给他们的手腕 戴上刻着个人名字的手镯 给他们穿上绣着个人名字的不同颜色的衣服 但他们开始上学的时候 却故意交换了衣服和手镯 甚至彼此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对方 教师梅尔乔尔艾斯卡隆纳冠于平绿色衬衫认出货阿卡蒂奥第二 但他觉得生气的是 竟发现身穿绿色衬衫的孩子 戴着刻有奥雷连诺第二名字的手镯 而另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孩子却说奥雷连诺第二是他 尽管他的手镯上刻着货阿卡蒂奥第二的名字 从那时起 谁也搞不清他们谁是谁了 即使他长大以后日常生活已使他们变得各不相同 乌苏纳仍旧经常问自己 他们在玩复杂的换装把戏时 自己会不会弄错了 会不会永远乱了套 在孪生子进入青年时期之前 这是两个同步的机器 他们常常同时醒来 同时想进浴室 他们患同样的病 甚至做同样的梦 家里的人认为 养得孩子协调的行动 只是想闹着玩 谁也没有经到真正的原因 直到某一天 圣索菲亚给他们每人一杯柠檬水 一个孩子刚刚用嘴沾了沾饮料 另一个孩子就说柠檬水不甜 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真的忘了在杯子里放糖 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乌苏纳 他们全是疑怒 乌苏纳毫不奇怪地回答 天生的疯子 随后混乱更大了 在换装把戏玩过之后 名叫奥雷莲诺第二的孩子 长得像他曾祖父或阿布恩蒂亚一样魁梧 而名叫或阿卡蒂奥第二的孩子 却长得像奥雷莲诺上校一样瘦削 鸾生子唯一共同之点 是全家固有的孤独样 也许 正是由于身材名字和性格上的不一致 乌苏纳以为孪生子在童年时代就搞混了 他俩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战争最激烈时表现出来的 当时或阿卡蒂奥第二要求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允许他去看看行刑 尽管乌苏纳反对 他的愿望还是得到了满足 恰恰相反 奥雷莲诺第二想到去看行刑就浑身哆嗦 他宁肯待在家里 十二岁时他向乌苏纳打听一间锁着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 指儿吗 他回答梅尔加德斯的书 还有他最后几年纪的古怪笔记 这个解释不仅为使奥雷莲诺第二平静下来 反而增加了他的好奇 他缠着不放 坚决答应不弄坏任何东西 乌苏纳终于把钥匙给了他 自从梅尔加德斯的尸体抬出房间 门上挂了锁 谁也没有再进去过 门锁生锈的部分已经凝在一起 可是 奥雷莲诺第二打开窗子的时候 阳光随着就照进了房间 仿佛每天都是这样 哪也看不到一小点尘土或珠网 一切都显得整齐干净 甚至比安葬那一天还整齐干净 墨水瓶里装满了墨水 没有生锈的金属闪着光彩 或啊 波恩迪亚熬水银的熔铁炉仍然有火 书架上立着一些书 精装布面 由于时间过久已经翘起 像晒过的皮肤那样有黑 若干手稿还完整无损地放在那 这个房间尽管锁了多年 但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其他的房间还新鲜 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 过了几个星期 乌苏那拿着水桶和刷子来擦洗地板的时候 她发现这没有什么可干的 奥雷连诺第二埋头阅读一本书 她不知道书名 因为封面已经没有了 但这并不妨碍她欣赏书中的故事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 她坐在桌边只顾吃饭 每一粒饭她都用大头针挑起来吃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渔夫 她向邻人借了座鱼网用的铅锤 然后拿一条鱼筹谢她 而这条鱼的肚子里却有一枚大钻石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 能够满足任何愿望的幻灯和飞毯 她觉得惊异就问乌苏那 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她回答说 这些都是真的 许多年前吉普赛人 曾把幻灯和飞毯带到马孔多 问题是 她叹了口气 世界正在逐渐走向末日 那些个东西 再也不会到马孔多来了 书中的许多故事都没有结尾 因为书页残缺不全 奥雷莲诺第二看完了书 决心识破梅尔加德斯的手稿 但这是不可能的 一页页手稿 犹如挂在绳玉上晾干的衣服 上面的字更像乐谱 而不像普通的文字 一个炎热的响舞 奥雷莲诺第二正在努力研究手稿的时候 觉得房间里不止她一个人 梅尔加德斯 双手放在膝上 坐在明晃晃的窗子跟前 她看上去不到四十岁 仍然穿着那件就是背心 戴着那顶帽线 碗似乌鸦翅膀的帽子 苍白的变角流着汗水 好像鼠热融化的脂肪 这吉普赛人正向奥雷莲诺上校 和获阿卡第奥儿童时代看见的那个样子 奥雷莲诺第二立刻认出了老头 因为老头的形象是波恩迪亚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从祖辈一直传给了他 您好 奥雷莲诺第二说 您好 年轻人梅尔加德斯说 从那时起 在几年中 他们几乎每天下午见面 梅尔加德斯告诉他天下大事 打算把自己过时的材质传给他 可是不愿向他解释自己的手稿 在手稿满一百年以前 谁也不该知道这儿写些什么 他说 奥雷莲诺第二永远保守这些会见的秘密 有一次 乌苏娜走进房间 凑巧梅尔加德斯也在 惊骇的奥雷莲诺第二就以为他那孤独的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 然而 乌苏娜没有看见吉普赛人 你在跟谁说话 他问 没跟谁 奥雷莲诺第二回答 你的曾祖父就是这样 乌苏娜说 他也老是自言自语 这时 或阿卡蒂奥第二实现了参观行刑的愿望 他致死记得同时射出的六发子弹的淡蓝色闪光 记得枪声在山野里的回响 记得犯人惨淡的微笑和茫然的目光 虽然鲜血已经浸透了他的衬衫 但他仍然立在那 虽然人家已经把他解下柱子 放进一口装满石灰的大箱子 但他还在继续微笑 他没死 或阿卡蒂奥第二想到 他们在活埋他 孩子得到了那样的印象 从那时起 他就厌恶军事操练和战争了 不是因为行刑 而是由于柜子手经常活埋犯人 后来 谁也没有发觉 或阿卡蒂奥第二开始在钟楼上敲钟 帮助劳道鬼的继任者 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举行弥撒 在教堂院子里照料斗鸡 格林穿耳朵马克思 上校发现这种情形以后 把或阿卡蒂奥第二狠狠地骂了一顿 因为他干的是自由党人厌恶的事情 其实 或阿卡蒂奥第二说 我觉得我会成为保守党人 他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 恼怒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 把这桩事情告诉了乌苏娜 那更好 他赞成曾孙子的行为 但愿他成为牧师 上帝终归就会保佑咱们家了 他很快知道 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 准备让祸 阿卡蒂奥第二参加第一次圣餐礼 神父一面修剪斗鸡脖子上的毛 一面给他讲教义要责 当他两人一起把爆弹的母鸡放进窝里的时候 神父就用简单的例子向他解释 在创世的第二天 上帝是如何决定在卵里孵出小鸡的 那时 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已经开始显出老年痴呆病的初步症状 几年以后 他竟胡言乱语地说 仿佛魔鬼向上帝造反时 取得了胜利 登上了天国的王位 而且 为了把那些冒失的人诱入圈套 没向任何人暴露他那真正的身份 在这个良师坚持不懈的教导下 经过几个月功夫 或阿卡蒂奥第二 不仅成了一个利用神学奥秘 挫败魔鬼的行家 而且成了一个斗鸡专家 阿玛兰塔给他缝了一件有硬领和领结的亚麻布衣服 给他买了一双白色鞋子 并且在他的领结上用金线绣了他的名字 在圣餐礼之前的两个夜晚 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把自己合祸 阿卡蒂奥第二关在圣气室里 按照一份罪孽录听取他的忏悔 罪孽录那么长 关于六十上床就勤的老神父 还没查问完毕就在椅子上睡着了 对祸阿卡蒂奥第二来说 这样的查问也是一种启示 神父问他是否跟女人干过坏事时 他并不觉得奇怪 他老实地回答说没有 但是问他是否跟牲畜干过坏事 他就感到大惑不解了 这孩子在五月里的第一个星期五 接受了圣餐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就跑去找患病的教堂工友佩特罗里奥解释 这人是住在钟楼里的 听说他以蝙蝠冲击 佩特罗里奥回答他说 有些浪荡的基督徒是跟母驴干这类事的 或阿卡蒂奥第二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 他就继续提出许多问题 使得佩特罗里奥终于失去了耐心 我自己是每个星期二晚上都要去的 他坦白说如果你答应不告诉任何人 下星期二我就带你去 果然下星期二佩特罗里奥拿着一只小木凳 从钟楼上下来了在这以前 谁也不知道小木凳有这种用处 并且把货阿卡蒂奥第二领到最近的一个处来 小伙子那样喜欢这种夜席 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没去卡塔林诺游一场 他成了一个饲养斗鸡的专家 把这些鸡拿到别处去吧 他第一次把两种斗鸡带到家里的时候 乌苏娜向他下了命令 这些鸡给咱们家的痛苦已经够多了 不准你再把他们带回来 或阿卡蒂奥第二没有争辩就带走了自己的斗鸡 但他继续在祖母皮拉 台列纳家里饲养 祖母为了把孙子留在自己身边 给了他一切方便 很快 他在斗鸡场上成功地运用了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就他的伎俩 捞到了不少钱 不仅够他补充鸡舍 而且可以满足他享乐的需要 乌苏娜拿或阿卡蒂奥第二跟他的兄弟相比 怎么也弄不明白 儿童时代 两个一模一样的孪生子 竟会变成这样不同的人 他的困惑没有延续多久 因为奥雷连诺第二很快地表现了懒惰和放荡的倾向 当他关在梅尔加德斯房间里的时候 他是个闭门深思的人 像奥雷连诺上校年轻时一样 但在尼兰德协定签订之前不久 一件偶然的事使他离开了僻静的斗士 面对现实生活了 有一次 一个出售首封琴彩票的女人 突然十分亲热地招呼他 他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人家经常把他错看成他的兄弟 但是 他想用哭泣来使他心软的时候 或者把他领进他的卧室的时候 他都没有挑明他的错误 在这次邂逅之后 他拼命缠着他不放 甚至在彩票上弄了鬼 让他在开彩时得到守风琴 过了两个星期 奥雷连诺第二发现 这个女人轮流跟他和他的兄弟睡觉 把他们当成了一个人 但他并没有讲明关系 反而竭力隐瞒真情 让这种情况延续下去 现在 他再也不回梅尔加德斯的房间 整天待在院子里 学拉守风琴 把乌苏娜的唠道当成耳边风 当时由于丧事 乌苏娜是禁止家中出现乐曲声的 而且根本讨厌守风琴 认为他是弗兰西斯科人的后代 流浪乐师的乐器 然而 奥雷连诺第二终于成了个守风琴能手 即使有了妻子和孩子之后 他仍然爱拉守风琴 他是马孔多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在两个月中 奥雷连诺第二都跟他兄弟 共同占有这个女人 他注意兄弟的行踪 搅乱兄弟的计划 相信当天夜里 兄弟不会去找共同的情人 他才到他那儿去 一天早晨 他发现自己得了病 过了两天 他遇见兄弟站在浴室里 脑袋靠在墙上 浑身出汗 热泪盈眶 于是 奥雷连诺第二什么都明白了 他的兄弟坦白说 他使那个女人染上了他所谓的花柳病 被他撵出来了 他还说 皮拉 台列纳打算给他医治 奥雷连诺第二开始悄悄的用高猛酸甲热水洗澡 而且服用各种沥尿剂 经过三个月隐秘的痛苦 兄弟俩都痊愈了 或阿卡蒂奥第二再也没跟那个女人见面 奥雷连诺第二却得到他的谅解 一直到死都跟他在一起 他的名字叫佩特纳科特 他是战争时期跟一个萍水相逢的丈夫来到马孔多的 丈夫靠卖彩票过活 丈夫死后 他继续经营他的生意 这是个整洁 年轻的混血 有一对淡黄色的杏仁眼 这两只眼睛在他脸上增添了豹子式的凶猛神情 但他却有宽厚的心肠和真正的情场本领 乌苏那之道或阿卡蒂奥第二 正在饲养斗鸡的时候 奥雷连诺第二却在情妇销闹的酒宴上拉手风琴 他羞愧得差点疯了 这对孪生子似乎在自己身上集中了家旅的一切缺点 而没继承家族的一点美德 乌苏那拿定主意 在他的家族中 谁也不准再叫奥雷连诺和霍阿卡蒂奥了 然而 奥雷连诺第二的投生子出世时 他却没敢反对这个父亲的意愿 我同意 乌苏那说 但是有个条件 得由我来抚养他 尽管乌苏那已满一百岁 他的眼睛由于白内障快要失明了 但他仍有充沛的精力 严谨的性格和清醒的头脑 他相信 抚养孩子是谁也比不上他的 他能使孩子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 这个人将恢复家族的威望 根本就不知道战争 斗鸡 坏女人和胡思乱想 照乌苏那看来 这是使他家族衰败的四大祸害 这会是个神父 他庄严地说 如果上帝延长我的寿命 我会看见他当上教皇 他的话不仅在卧室里引起笑声 而且在整座宅子里引起哄堂大笑 因为这一天 宅子里挤满了奥雷连诺第二的一帮闹喳喳的朋友 战争已经成为悲惨的回忆 早已望住脑后 现在只有香槟酒瓶塞的扑扑声 使人偶然想到了他 为教皇的健康干杯 奥雷连诺第二叫道 客人们一起干杯 然后 家主拉手风琴 燕火飞上天空 庆祝的鼓声响彻了全阵 黎明 喝够了酒的客人们 宰了六头牛犊 送到街上去给人群享用 这并没有使家里的人见怪 因为 自从奥雷连诺第二当家以来 即使没有教皇诞生的正当理由 这样的酒宴也是寻常的事 在几年中 奥雷连诺第二枚吹灰之力 光凭好运 家畜和家禽神奇的繁殖力 就成了沼泽地带最富裕的居民之一 他的母马一胎生三皮小居 母鸡一日下两个蛋 侏罗长起飙来那么神速 除了魔法的作用 谁也无法说明这是什么原因 把钱存起来吧 乌苏娜向轻浮的曾孙子反复说 这样的好运气是不会跟随你一辈子的 可是 奥雷连诺第二没有理睬他的话 他越用香槟酒款待自己的朋友 他的牲畜越无限制的繁殖 他就越相信自己的红韵 并不取决于他的行为 而全靠他的情妇佩特纳科特 因为他的爱情具有激发生物繁殖的功能 他深信这是他发财致富的根源 就竭力让佩特纳科特跟他的畜群离得近些 奥雷连诺第二结了婚 有了孩子 但他征得妻子的同意 仍然继续跟情妇相会 他像祖辈一样长得魁梧高大 但他具有祖辈没有的乐观精神和讨人喜欢的魅力 所以几乎没有时间照料自己的家处 他要干的事就是把佩特纳科特带到处篮去 或者跟他一块在牧场上骑着马踢 让每一只打上他的标记的牲畜 都染上医治不好的繁殖病 像他在漫长的一生中碰到的各种好事一样 这一大笔财富来的也是突然的 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 佩特纳科特靠卖彩票过活 而奥雷连诺第二却不识去偷乌苏娜的积蓄 这是一对轻浮的情人 两人只操心一件事 每夜睡在一起 即使在禁忌的日子里 也在床上玩乐到天亮 这个女人会把你毁掉的 乌苏娜看见她像梦游者似的 拖着腿子回到家里 就像她叫嚷 她搅昏了你的脑袋 总有一天我会看见你病得打滚 就像肚子里有一只蛊蛤蟆 或阿卡蒂奥第二过了很久 才发现自己有了个替身 但她无法理解兄弟为什么那样火热 据她记得 佩特纳科特是个平平长长的女人 在床上相当疏懒 毫无魅力 可是奥雷连诺第二根本不听乌苏娜的嚷叫 和兄弟的嘲笑 只想找个职业来跟佩特纳 科特维持一个家 在一个发狂的夜里 跟她一块死掉 并且死在她的怀里 当奥雷连诺上校 终于迷上了晚年的宁静生活 重新打开作坊的时候 奥雷连诺第二以为 这座小金鱼也许是有利可图的事 她在闷热的房间里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观察幻想破灭的上校 以难以理解的耐心给坚硬的金属板加工 使金属板逐渐变成了闪闪烁烁的鳞片 奥雷连诺第二觉得这个活挺苦 而又不断的可念佩特纳 科特 过了三个星期 她就从作坊里消失了 正好这时 她带了几只兔子给情妇 让她用兔子抽彩 兔子开始以异常的速度繁殖 长大 佩特纳 科特几乎来不及卖掉彩票 开头 奥雷连诺第二没有发现 令人惊讶的繁殖数量 可是镇上的人 不再过问兔子彩票的时候 有一天夜里 她却被墙外院子里的闹声惊醒了 别怕 佩特纳科特说 这是兔子 可是 两人都被墙外不停的闹声 搞得十分苦恼 再也合不了眼 四日早晨 奥雷连诺第二打开房门 看见整个院子都挤满了兔子 在续日照耀下 兔毛显得蓝悠悠的 佩特纳 科特疯子似得哈哈大笑 忍不住跟她开玩笑 这些都是昨夜里生的 她说 我的天 奥雷连诺第二叫道 你为什么不拿母牛来试一试呢 几天以后 佩特纳科特清除了院子 拿兔子换成一头母牛 过了两个月 这头母牛一胎生了三头牛犊 一切就从这开了头 眨眼间 奥雷连诺第二就成了牧场和畜群的主人 几乎来不及扩充马就和挤得满满的猪圈 这极度的繁荣像是一场梦 甚至使她放声大笑起来 她不得不用古怪的举动来表露自己的愉快 多生一些吧 母牛生命短促呀 她喊叫起来 乌苏娜怀疑她的曾孙子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也许当了小偷 或者盗窃了别人的牲畜 每一次 她看见她打开香槟酒瓶 光是为了拿泡沫浇在自己头上取乐 她就向她叫嚷 斥责她浪费 乌苏娜的责难使她不能忍受 有一天黎明 她神气活现地回到家里 拿着一箱钞票 一罐江湖和一把刷子 高声地唱着弗兰西斯科人的古老歌曲 把整座房子 里里外外和上上下下 都糊上每张一笔锁的钞票 自从搬进自动钢琴之后 这座旧房子一直是刷成白色的 现在却古里古怪的像座清真似了 乌苏娜和家中的人气的直扰 挤满街道的人大声地欢呼这种极度的浪费 这时奥雷联诺第二 已把所有的地方 从房屋正面到厨房 包括浴室和卧室 裱壶完毕 把剩下的钞票扔到院里 现在她最后说 我希望这座房子里的人 再也不会像我提到钱的事了 事情就是这样 乌苏娜叫人从墙上接下 粘着一块块灰泥的钞票 重新把房子刷成白色 我的上帝 乌苏娜祷告起来 让我们变得像从前建村石那么穷吧 免得我们因为浪费在阴间受到惩罚 她的祷告得到相反的回答 在战争结束之前 不知是谁把圣约瑟的一尊大石膏像拿到了这儿 这塑像被一个工人鲁莽的遗状 就摔在地上粉碎了 石膏像内装满了金币 谁也记不起 这尊与真人一般大的圣像是谁拿到这儿的 三个男人把他带来的 阿玛兰塔说明 他们要求我们让他留在这儿 等候雨季过去 我告诉他们 把他放在角落里 谁也不会碰着的地方 他们小心地把他放在那儿 就一直留在那儿了 因为谁也没有回来取走 后来 乌苏娜曾在圣像面前点起蜡烛 顶礼膜拜 无疑的 他崇拜的不是圣人 而是将近两百公斤黄金 随后发现自己下意识地亵渎了圣人 他就更加难过了 随即 他从地上收集了一大堆金币 把他们放进三条口袋 埋在秘密的地方 以为那三个陌生人迟早会来取走 多年以后 在他衰老不堪的困难时期 许多外地人来到他的家里 他总要向他们打听 他们曾否在战争年代 把圣约瑟的石膏像放在这儿 说是雨季过了 就来取走 在那些日子里 这一类使马苏那操心的事是很平常的 马孔多像神话一样繁荣起来 建村者的土房 已经换成了砖房 有遮挡 太阳的百叶窗 还有阳灰地 这些都有助于忍受下午两点的患热 能够使人想起 从前霍阿波恩迪亚建立的村子的 只有那些落淌尘土的杏树 这些杏树注定要经受最严峻的考验 还有那清澈的河流 霍阿卡迪奥第二打算清理河床 在这条河上开辟航道的时候 石匠们疯狂的塞子 已把河里史前巨蛋式的石头砸得粉碎 霍阿卡迪奥第二的打算 本来是狂妄的梦想 只能跟霍阿波恩迪亚的幻想相比 可是霍阿卡迪奥第二突然心血来潮 轻率地坚持自己的计划 在那以前 他在战争年代曾经亲眼见过他那烧成木炭的船骨 这个早就认为是虚构的故事 对霍阿卡迪奥第二却是个启示 他拍卖了自己的工机 临时雇了一些工人 购置了工具 就开始空前未有的工程 砸碎石头 挖掘河道 清除暗礁 甚至平整险滩 这些我都背熟了 乌苏娜叫嚷 时光好像在打圈子 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时候 霍阿卡迪奥第二认为 河流可以通航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兄弟 奥雷连诺第二给了他实现计划所需的钱 在这以后 霍阿卡迪奥第二长久消失了踪影 马恐多的人已经在说 买船计划不过是花招 目的是从兄弟身上 骗些钱去挥霍 但是突然传说 一艘古怪的轮船正在驶进马恐多 马恐多的居民早已忘了霍阿波恩迪亚的伟大创举 这时却奔到河边 难以置信地望着一艘正在靠岸的轮船 这是停泊在马恐多镇的第一艘 也是最后一艘轮船 但这不过是巴里萨木扎城的目法 有20个男人在岸上用粗绳拖着前进 霍阿卡迪奥第二笑盈盈地站在目法前头 指挥这种复杂的机械动作 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大群漂亮的法国异己 他们拿花花绿绿的羊伞遮住灼热的阳光 肩上是华丽的丝绸披巾 脸上插着胭脂和香粉 发上插着鲜花 手上戴着金手镯 牙齿嵌着钻石 巴里萨木法是霍阿卡迪奥第二能够逆流而上 带到马恐多来的唯一的航行工具 并且仅有这么一次 然而 他绝不承认他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相反的 甚至宣称自己的行动 是人类意志对自然力的伟大胜利 他跟兄弟算清了账 每天又去操心他的斗鸡了 这次失败的创举 唯一留下来的 是法国异己带到马恐多的新的生活气息 他们那种出色的记忆 改变了传统的爱情方式 他们宣传的社会福利 思想正在排除卡塔琳诺游异场 并且把僻静的小街变成了热闹的市场 市场上吊着中国灯笼 守风琴守奏着异域的乐曲 正是这些法国女郎发起了血腥的狂欢节 一连三天时整个马恐多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也给奥雷连诺第二提供了认识菲兰达 得卡皮奥的机会 翘姑娘雷迈代斯被选为联欢节女王 曾孙女的动人之美是使乌苏纳不寒而栗的 可她无法阻止大家的推选 在这以前需要去做弥撒的时候 她才让翘姑娘雷迈代斯跟阿玛兰塔一块上街 而且有个条件 姑娘必须用黑色面纱遮住面孔 那些邪恶之徒经常假装神父 在卡塔琳诺游异场里 做亵渎神灵的弥撒 她们上教堂去就是为了看看翘姑娘雷迈代斯的面孔 哪怕看上一眼也好 因为她那神话般的姿色是整个沼泽地带的人有口皆悲的 大家谈起她的美貌来都异常兴奋 但是 好奇的人要看见这张面孔就得长久等待机会 而他们最好不要等待这样的机会 因为大多数人见了这张面孔就无法安心地睡觉了 有个外来的绅士是达到了这一愿望的 但她却陷入了凄凉和痛苦的绝望境地 永远失去了安宁 而且几年以后在轨道上睡着了 竟被夜行的列车脸的粉碎 最初 她穿着绿色丝绒衣服和绣花背心出现在教堂里的时候 谁也不怀疑她是受到翘姑娘雷迈代斯魅力的诱惑 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甚至是从另一个国家来的 她是那么漂亮 端庄 一举一动 都是那么文雅 尊严 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 跟她相比 简直是个不足悦的婴儿 许多女人一面极度地微笑 一面唧里咕噜地说 她倒应当用黑面纱把脸遮上 她没跟马孔多的任何人说话 星期天早晨 她像童话里的王子似的 骑着一匹银灯荣安的骏马来到马孔多 尼萨一晚就离开了市镇 她第一次走进教堂 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人们认为 她和翘姑娘雷迈代斯之间 开始了无声的紧张的决斗 签订了秘密条约 出现了致命的竞赛 结局不仅是爱情 而且是死亡 在第六个星期天 这青年绅士拿着一朵黄玫瑰来到教堂里 她照旧站着听尼萨 尼萨结束之后 就去拦住俏姑娘雷迈代斯 向她献上玫瑰 姑娘仿佛正在等候这个礼品似的 十分自然地接过花 片刻间微微撩起面纱 向陌生人奄然一笑 表示感谢 这就是她所做的一切 然而不仅对她 而且对所有不幸在场的男人 这一瞬间都是永远难忘的 自此以后 青年绅士就带了一个乐队来到她的窗下 有时一直演奏到天亮 奥雷连诺第二是布恩迪亚家中 唯一忠心同情她的人 试图让她放弃痴心妄想 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 有一天夜里她向年轻的绅士说 这个家庭的女人比母驴还酱 她向陌生人表示友好 请她痛饮香槟酒 想要让她明白 布恩迪亚家的女人都是铁石心肠 可是始终未能说服她 奥雷连诺上校 被这种没完没了的夜间音乐会 搅得十分恼火 就恐吓年轻的绅士 说要用手枪治疗她的痛苦 可是 什么也不能促使她放弃自己的打算 除非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 于是她从一个衣冠楚楚 温文尔雅的青年 变成了一个衣衫破烂 昂里昂脏的人 听说 在她那遥远的国度里 她放弃了权势和财富 虽然实际上 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 现在 她喜欢惹是生非 寻衅斗殴 狂喝烂饮 天亮时 总在卡塔琳诺游异常理 她的悲剧中最惨痛的是 即使当她打扮得像个王子 出现在教堂里的时候 俏姑娘雷迈戴斯 实际上也没瞧上她 她接受她的黄玫瑰时 毫无一点交态 只是对她异常的举动感到有趣 而她撩起面纱 只是为了看清她的面孔 根本不是为了拿自己的脸大 让她欣赏 其实 俏姑娘雷迈戴斯 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在她脱离儿童时代之后很久 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 还得给她洗澡 穿衣服 即使在她自己能够 要理这些事的时候 仍要叮住她 免得她用涂抹了自己的粪便的棍 在墙上画小动物 到20岁时 她还没学会读书写字 还不会使用餐具 而且赤身露体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她的天性是 反对一切规矩的 年轻的军官 为队长向她求爱时 她拒绝了她 只是因为 她对她的轻率感到奇怪 瞧这个傻瓜 她向阿玛兰塔说 她说她要为我死 难道我换了脚长沙不成 发现这军官真的死在她的窗下时 俏姑娘雷迈戴斯 证实了自己的第一个印象 你瞧 她说 一个十足的傻瓜 仿佛有一种超自然的洞察力 使她能够撇开一切表面现象 看见事物的本质 这起码是奥雷连诺上校的认识 在她看来 俏姑娘雷迈戴斯 绝不是别人所谓的呆子 而是相反的人 她好像经历过二十年战争 她喜欢这么说 乌苏娜也感谢上帝赐给她家里 一个特别纯洁的人 但曾孙女的姿色却使她焦心 她觉得这种姿色不是优点 而是缺点 是她那天真淳朴中坑人的鬼圈套 因此 乌苏娜希望俏姑娘雷迈戴斯远离人群 不受尘世的诱惑 其实她不知道 俏姑娘雷迈戴斯 甚至还在娘肚子里时 就有了防御任何传染病的能力 乌苏娜不能容忍别人把她的曾孙女 选为魔鬼集会 所谓狂欢节 美的女王 可是 奥雷连诺第二热望扮一只老虎 就把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邀到家里 请她向乌苏娜解释 狂欢节并不像她认为的是异教徒的节日 而是天主教尊崇的民间习俗 神父终于说服了她 她才勉强同意了这样的加冕 俏姑娘雷迈戴斯 将要成为节日女工的消息 几小时就传遍了沼泽地带 传到了还不知道这个姑娘超凡之美的遥远地区 使得那些认为波恩迪亚家族仍然是叛乱象征的人 坠坠不安 他们的不安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这时谁可以叫做良民 那就是这个衰老绝望的奥雷连诺上校 他逐渐失去了跟现实生活的联系 他把自己关在作坊里 跟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出售小金鱼 在停战的最初几天派来监视他家的士兵中 有一个人曾经留在他家中 这个人经常拿着小金鱼到沼泽地带的村镇去卖 然后带着金币和消息回来 他说 保守党政府在自由党支持下 准备修订隶书 以便每届总统都能掌权一百年 他还说 政府终于跟教廷签订了条约 罗马派来了一位红衣主教 他的教官欠满了钻石 他的宝座是纯金做成的 自由党部长们跪在主教面前 吻着他的宝石戒指拍照 在首都巡回演出的西班牙剧团 一名女主角 在化妆室里被一伙戴着面罩的强盗抢走了 第二天 星期日 早晨静在共和国总统的下宫里 跳裸体 别跟我谈政治 上校回答他 咱们的事就是卖金鱼 上校一点也不想知道国内的局势 光是呆在自己的作坊里 靠小金鱼发财 这个消息传到乌苏纳尔里 他却笑了起来 他那很讲实际的头脑 简直无法理解 上校的生意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把金鱼换成金币 然后又把金币变成金鱼 就这样没完没了 卖得越多 活就干得越多 继续保持这种恶性循环 其实奥雷连诺上校感到兴趣的不是生意 而是工作 把铃片连接起来 将小红宝石嵌入眼眶 晶着鱼塞 安装鱼尾 这些事情需要他全神贯注 他就没有一点空闲时间 去回想战争以及战争的空虚了 手势技术的精细程度 要求他集中注意力 以致在短时期内 奥雷连诺上校 比整个战争年代还衰老的快 由于长时间做着干活 他的被驮了 由于精雕细琢的工作 他的势力弱了 但他却得到了心灵的宁静 奥雷连诺上校 最后一次涉及与战争有关的问题 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一群老兵来找他的时候 他们要求他帮助弄到政府许诺的终身养老金 因为此重养老金的批准事宜始终没有进展 忘掉他吧 奥雷连诺上校说 你们看 我就放弃了养老金 免得为了盼他而苦恼到死 起初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每天黄昏都来看他 两人坐在当街的门口 闲聊往事 可是 阿玛兰塔却忍受不了这个困倦的人在他心里激起的回忆 他那不断扩大的秃顶已经把他推到早衰的深渊 他毫无道理地蔑视他 后来 除了特殊情况 格林列尔多就不来了 终于完全消失了 瘫痪了 奥雷连诺上校沉默 孤僻 对于家中心的生活气息无动于衷 他逐渐明白 安度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 而是跟孤独签订体面的协议 每天 他总是昏迷式地睡了一阵之后 早晨五点起床 照例在厨房里喝一杯黑咖啡 就整天关在作坊里 到了下午四点才拖着一条小凳子走过长廊 既没看看火红的玫瑰花丛 也没注意落日的霞光 更没理睬阿玛兰塔奥曼的样机 他那由于苦闷发出的叹息 在黄昏 将临的沉寂中 仿佛锅里的沸水十分清晰的声响 然后 奥雷连诺上校就坐在林街的门口 直到蚊子向他扑来的时候 有一次 一个过路的人大胆地打破了他的估计 你在做何贵干呀 上校 在这坐坐 他回答 等候我的送葬队伍过去 可见 由于俏姑娘雷迈戴斯的加冕 奥雷连诺的名字 虽然重新出现在大家嘴里 但这种情况引起的不安 却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然而 许多人却持另外的看法 马恐多的居民们 不知道临头的悲剧 都兴高采烈地迷集在市镇广场上 狂欢节的热劲儿已经达到了高潮 奥雷连诺 第二终于如愿地扮成了一只老虎 在乱曹曹的人群中行进 吼叫的声音都哑了 这时 从沼泽地伸来的道路上 突然出现了一大群化妆的人 他们用金光闪闪的轿子 排着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 马恐多的居民们一下子摘掉了自己的面具 竭力想看清这个光耀夺目的女人 她戴着绿宝石王冠 披着貂皮斗篷 仿佛真正拥有合法的权利 而不止是一个用金属片和皱纸假扮的女王 不少的人相当敏锐 怀疑这是一个诡计 然而 奥雷连诺第二 立即克服了自己的慌乱 她宣布新来的人为贵宾 并且以所罗门王的智慧 把俏姑娘雷迈戴斯和冒充的女王 放在同一个台座上 到了半夜 半城被都英人住 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外来者 参悔了狂欢 甚至用壮观的焰火和杂技表演 丰富了游艺节目 他们的表演使得大家想起了 早已忘却的吉普赛人的高超记忆 忽然 在狂欢的高潮中 有人打破了脆弱的平衡 自由党万岁 这人叫道 奥雷连诺上校万岁 枪弹的闪光 折磨了焰火的光彩 恐怖的叫声压倒了音乐 狂欢变成了混乱 多年以后 人们还说 那个冒牌女王的卫队 其实是一小队正规军 在贝都英人华丽的斗篷里面 藏着政府发给的卡冰枪 政府在一道特别通告中 否定了这一指责 并且答应对这一流血事件 进行彻底的调查 可是真相始终未弄清楚 普遍的说法是 女王的卫队没有受到任何挑衅 就在队长的暗示下展开战斗队形 向人群无情地开火 恢复平静以后 镇上已经没有一个假扮的贝都英人 广场上却躺着死者和伤者 九个小丑 四个哥伦比亚人 十六个纸牌老K 一个魔鬼 三个乐师 两个法国绅士和三个日本皇后 这些都是化妆的人物 在一片混乱中 或阿卡蒂奥第二设法就出了俏姑娘雷麦戴斯 而奥雷莲诺第二却把冒牌女王抱回家中 她的衣服已经撕破 貂皮斗篷沾满了血 她叫菲兰达德卡皮奥 是从全国五千名最美的女人中选出的头号美女 他们答应宣布她为马达加斯加女王 就送她到马孔多来了 乌苏娜照顾她 就像照顾亲生女儿一样 镇上的人不仅没有怀疑她的清白无辜 反而同情她的天真 大屠杀之后过了六个月 当伤者已经康复 公墓上最后的花朵已经枯萎时 奥雷莲诺第二就到一个遥远的城市 去找菲兰达德卡皮奥 因为她是跟她父亲住在那的 随后她把她带到了马孔多 举行了整整二十天的热闹婚礼 第十一章 过了两个月 她俩的夫妻关系几乎完结 因为奥雷莲诺第二为了安慰佩特娜 科特给她拍了一张穿着马达加斯加女工服装的照片 菲兰达知道这桩事情以后 把自己的嫁妆放同箱子 没跟任何人告别一声 就离开了马孔多 经过长时间卑躬曲节的央求 奥雷莲诺第二答应改正错误 才把妻子请回家里 于是又和情妇分手了 佩特纳科特相信自己的力量 没有表露任何忧虑 因为奥雷莲诺第二是靠她成为男子和大丈夫的 她把她弄出梅尔加德斯的卧室时 她还是个小孩子 跟现实生活没有接触 满脑子幻想 是她使她在世上定义席之地的 她生来沉默 孤僻 喜欢独个儿民思苦想 而她却使她形成了完全相反的性格 活泼开朗 容易与人接近 她使她有了生活乐趣 让她养成了寻欢作乐 和挥霍无度的习惯 终于把她彻底的变成了 她从少女时代就幻想的男人 后来她结婚了 凡是男人迟早都要结婚嘛 她很久 都不敢把她准备结婚的事告诉她 在这桩事上 她的做法完全像个孩子 她经常冤枉地指责她 想些话来气她 希望她自己跟她决裂 有一天 奥雷莲诺第二又不公正地责备她时 她绕过了她的圈套 做了恰当地回答 把事说穿吧 佩特娜 科特说 你想跟女王结婚 奥雷莲诺第二假装恼怒 说她受到了误解和冤枉 就不再来她家里了 佩特娜 科特一刻 也没失去野兽休息时的那种平静 听着传到她耳里的婚宴上的乐曲声 同好声和发狂的喧声 仿佛这一切 不过是奥雷莲诺第二又一次的瞎胡闹罢了 有人对她表示同情 她却泰然自若地微笑作答 甭担心 她向他们说 女王是听我指挥的 有个女邻居劝她在失去的情人向前点起蜡烛祈祷 她却自信而神秘地说 让她回来的那只蜡烛是永远不熄灭的 正如她的预料 蜜月一过 奥雷莲诺第二就回到了她的家里 她领来了她的一些老朋友和一位巡回摄影师 还带来了菲兰达在狂欢节穿的衣服和血污的貂皮斗篷 在酒宴的欢声中 奥雷莲诺第二把佩特娜 科特打扮成女王 宣布她为马达加斯加唯一的终身统治者 给她拍了照 并且把照片赠给了一伙朋友 佩特娜 科特不仅立即同意参加这场游戏 而且忠心怜悯自己的情人 觉得她想出这种不太寻常的和解方式 一定费了不少脑筋 晚上七点 她仍然穿着女王的衣服 把奥雷莲诺第二接上了床 她结婚还不到两个月 可是佩特娜·科特立即发觉 她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美满 于是她感到了报复以后的一种酣畅 然而 两天以后 奥雷莲诺第二不敢亲自前来 只派了一个中间人来 跟她商谈她俩分离的条件 这时佩特娜·科特明白自己需要的耐心比预料的更大了 因为她的情人似乎准备为了面子而牺牲她 然而 即使这个时候 佩特娜·科特也没改变自己的平静样 她满足奥雷莲诺第二期望的屈从态度 只是证实了大家对她的认识 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的女人 她留作纪念的只有情人的一双漆皮鞋 照她自己的说法 她是打算穿着它躺进棺材的 佩特娜·科特拿破步把皮鞋包上 放进箱子 就准备耐心等待了 她迟早准会回来的 她向自己说 哪怕为了穿这双皮鞋 她并没有像她预料的等候那么长久 其实 奥雷莲诺第二新婚之夜就已明白 她回到佩特娜 科特身边 会比穿七皮鞋的需要早得多 问题在于 菲兰达不像是这个世界的女人 她生长在离海一千公里的一座阴暗城市里 在幽灵徘徊的黑夜 还可听见总督的四轮马车 凌凌的驶过鹅卵石街道 每天傍晚六十 这座城市的三十二个钟楼 都响起了凄凉的桑钟 在一幢墓碑式的石板砌城的庄园房子里 是从来透不尽阳光的 庭院中的柏树 花园中滴水的碗香玉拱顶 卧室中退了色的窗围 都发出死沉沉的气息 直到少女时代 从外界传到菲兰达耳里的 只有邻家抑郁的钢琴声 那儿不知什么人 总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 自愿放弃午睡的乐趣 母亲躺握病态 在彩绘玻璃透进的灰扑扑的阳光下 她的面孔显得又黄又绿 菲兰达坐在母亲床边 听着和谐的 顽强的 勾起愁思的乐曲 以为这乐曲是从遥远的世界传来的 而她却在这疲惫的编织花圈 母亲在寒热病再次发作之后 已经满身是汗 仍然向她讲了他们家昔日的显赫 菲兰达还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在一个月白风轻的夜晚 她看见一个漂亮的白衣女人 穿过花园向教堂走去 这个瞬间的幻象 特别使她心潮激荡 因为她突然觉得自己完全像是这个陌生女人 仿佛这个女人就是她自己 只是在二十年后 这是你的曾祖母 女王 母亲向她解释 一面咳嗽一面说 她是在花园里修剪婉香玉石 被她的气味堵死的 多年以后 菲兰达重新感到自己很像曾祖母时 却怀疑童年时代的幻象 可是母亲责备她的多疑 我们的财富和权势是无比的 母亲说 总有一天 你也会成为女王 菲兰达相信她的说法 虽然她们坐在铺着亚麻布桌布 摆着银制餐具的长桌旁边 可是美人通常只有一杯巧克力茶 和一个甜面包 菲兰达直到结婚之日 都在幻想传奇的王国 尽管她的父亲唐柱 西班牙人用的尊诚 韩义伟先生 菲兰达为了给她购置嫁妆 不得不把房子抵押出去 这种幻想 不是由于天真或者狂妄产生的 而是由于家庭教育 从菲兰达济世的时候起 她就经常在刻着嘉辉的金便盆里撒尿 满12岁时 她第一次离家去修道院学校上学 家里的人竟让她坐上一辆轻便马车 虽然距离只有两个街区 班上的同学觉得奇怪的是 她独个儿坐在一把远离大家的高背椅子上 甚至课间休息时也不跟大家在一起 她跟你们不同 一个修女向他们解释 她会成为一个女王 她的女同学们相信这一点 因为当时她已经是个最美丽 最高贵 最文雅的姑娘 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过了八年 她已学会 写拉丁文诗歌 弹旧式钢琴 跟绅士们谈论英烈 跟大主教唱谈护教学 著 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部门 跟外国执政者议论国务 跟教皇讨论宗教事物 然后回到父母家中 重新开始编织花圈 她发现 家中已经空空如也 房子里只剩下最必要的家具 知行竹台和银制餐具 其余的东西都已逐渐卖掉 因为需要为她缴纳学费 她的母亲已经患寒热病死了 父亲唐菲兰达 穿着硬领黑衣服 胸前挂着金表链 每星期一都给她一枚银币 作为家庭开销 把她在一星期中编织的花圈带走 大多数日子她都关在书房里 偶尔进城 总在六十年前赶回家中 跟女儿一起祈祷 菲兰达从来不跟任何人交往 从没听说 国家正在经历流血的战争 从没停止倾听每天的钢琴声 她已经失去了成为女王的希望 有一天 忽然听到 有人在门坏上急促地敲了两下 菲兰达给一个穿着考究的军官开了门 这人恭恭敬敬敬 脸颊上有一块伤疤 胸前有一块金质奖章 她和她父亲在书房里待了一阵 过了两小时 唐菲兰达就到她的房间里来了 准备吧 她说 你得去做远途旅行了 他们就这样把她送到了马恐多 在那 她一下子碰到了她的父母 向她隐瞒了多年的严酷的现实 从那回家以后 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半天 不顾唐 菲兰达的恳求和解释 因为她想医治空前的侮辱 给她的心灵造成的创伤 菲兰达已经决定 致死不离自己的卧室 奥雷莲诺第二 去来找她了 她大概运气好 因为菲兰达在休脑之中 为了使她永不可能知道 她的真正身份 是向她撒了谎的 奥雷莲诺第二去寻找她的时候 仅仅掌握了两个可靠的特征 她那山地人的特殊口音 和编织花圈的职业 她毫不犀利地寻找她 一分钟也不泄气地寻找她 像霍阿波恩贝亚翻过山岭 建立马恐多村那么满勇 向奥雷莲诺上校 进行无意的战争 那么盲目骄傲 向乌苏那 争取本族的生存那么顽强 她向人家打听哪几出售花圈 人家就领着她从一个店铺到另一个店铺 让她能够挑选最好的花圈 她向人家打听哪有世间最美的女人 所有的母亲都带她去见自己的女儿 她在雾茫茫的峡谷里游荡 在往事的禁区里徘徊 在绝望的迷宫里摸索 她经过黄澄澄的沙漠 那里的回声重复了她的思想 焦急的心情产生了壮壮幻想 经过几个星期毫无结果的寻找 她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那里所有的钟都在敲着桑钟 尽管她从没见过这些钟 根本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 但她立即认出了北风侵蚀的墙员 腐朽发黑的牧羊台 门上钉着的一块纸板 纸板上写着几乎被雨水冲掉的 世上最凄凉的字 出售花圈 从这一时刻起 直到菲兰达在女修道院长照顾下 永远离开家庭的那个冰冷的早晨 相隔的时间很短 修女们好不容易给菲兰达缝好了嫁妆 用六口箱子装上了枝形竹台 银制餐具 金便盆 此外还有长达两个世纪的家庭灾难中 留下的许多废物 唐菲兰达拒绝了陪送女儿的建议 她答应 尝清了一切债务 稍扣一些就去马孔多 于是 给女儿祝福之后 她马上又关在书房里了 后来 她从书房里 给她寄去一封封短信 信纸上有惨淡的小花式和足灰 这些信函 建立了妇女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 对菲兰达来说 离家的日子 成了她真正诞生的日子 对奥因莲诺第二来说 这一天 几乎同时 成了她幸福的开端和结束 菲兰达带来了一份印有金色小花朵的日历 她的忏悔神父 在日历里用紫色墨水 刁明了夫妻同床的禁忌日子 除了圣洁周 祝 复活节前的一周年 礼拜日 每月第一个星期五 弥撒日 斋戒日 祭祀日 以及患病的日子 在珠网一般的紫色橙橙中 一年只剩四十二妖有用的日子了 奥雷莲诺第二相信 时间能够破坏这种珠网 就不顾规矩延长婚期 香病酒和白兰地酒空瓶子是那么多 乌苏娜为了不让他们堆满屋子 不得不没完没了的往外扔 搞得厌烦极了 但她同时觉得奇怪 新婚夫妇总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房间睡觉 而鞭炮声和口乐曲声却没停息 杀猪宰羊仍在继续 于是她就想起了自己的经验 询问菲兰达是否也有贞洁库 因为她迟早会在镇上引起笑话 造成悲剧 然而菲兰达表示 她只等待婚礼过了两周 就跟大夫第一次同寝 的确 这个期限一过 她就打开了自己的卧室门 准备成为赎罪的牺牲品了 奥雷莲诺第二也就看见了世间最美的女人 她那明亮的眼睛活像惊恐的扁角鹿 同色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 奥雷莲诺第二被这种景象弄得神魂颠倒 过了一会才发现 菲兰达穿着一件长脊脚踝的白色睡衣 袖子颇长 跟杜富下不一般高的地方 有一个杀得十分精巧的 又大又圆的窟窿 奥雷莲诺第二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是我深呼见到的最讨厌的玩意儿了 她的笑声响彻了整座房子 我娶了个修女了 过了一个月 始终未能让妻子脱掉她的睡衣 她就去给佩特娜科特拍摄穿着女王服装的照片 后来她把菲兰达弄回了家 她在和解的热情下服从了她的欲望 可是未能给她满足 她前往三十二座钟楼的城市寻找她的时候 是梦想这种满足的 奥雷莲诺第二在她身上 只感到深切的失望 在她俩的头生子出世之前不久 有一天夜里 菲兰达已经明白大夫瞒着她回到佩特娜科特怀里去了 正是这样 她承认 然后用无可奈何的屈从口吻解释 为了让牲畜继续繁殖 我必须那么干 当然 她是过了一会儿才相信这种古怪解释的 可是 奥雷莲诺第二向她提出似乎无可辩驳的证据 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时 菲兰达只求她答应一点 别让自己死在情人床上 她们三人就这样继续过活 互不干扰 奥雷莲诺第二对两个女人都很殷勤 温存 佩特娜科特庆幸自己的胜利 而菲兰达则假装不知道真情 不过 菲兰达虽和大夫达成了协议 却跟波恩迪亚家中其余的人始终找不到共同语言 每一次 如果夜间和丈夫同了床 早晨她总是穿上一件黑色毛衣 乌苏娜要她把它脱掉 野头做到 这件毛衣已经引起临人的窃窃私语 乌苏娜要她使用浴室和厕所 劝她把金便盆卖给奥雷莲诺上校去做金鱼 她也不干 她那不正确的发音和说话婉转的习惯 使得阿玛兰塔感到很不舒服 阿玛兰塔经常在她面前瞎说一通 提菲兰达 阿玛兰塔说 阿玛兰塔说 阿玛兰塔毫不委婉地回答 阿玛兰塔毫不委婉地回答 我说你是一个把情欲和斋戒混在一起的人 从那一天起她俩彼此就不说话了 如果有什么飞坛不可 两人就写字条或者通过中间人 菲兰达不顾丈夫的家庭对她显然的敌视 仍想让波恩迪亚一家人接受她的祖先那些高尚的奉隙 这家人本来有个习惯 无论谁饿了就到厨房里去吃饭 菲兰达却让大家结束这个习惯 按照严格规定的时间 在饭厅里的大桌上用餐 桌子铺上雪白的桌布 摆上知行竹台和银制餐具 乌苏纳一直认为 吃饭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最简单的事 现在竟变成了隆重的仪式 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空气 甚至沉默寡言的祸 阿塔迪奥第二首先起来反对 然而 新的秩序取得了胜利 就像另一个新办法 晚饭之前必须祈祷 一样 这些都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 很快就在传说 布恩迪亚一家人 不像其他凡人那样 坐在桌边吃饭 而把进餐变成了一种祈祷仪式 乌苏纳灵机一动产生的 并非传统的迷信 甚至也跟菲兰达 从父母那儿继承下来的迷信 发生了矛盾 在任何情况下 这种迷信都是永远不变的 硬性规定的 乌苏纳既能充分运用自己的五种感觉时 一切就的习惯仍然如稀 家庭生活仍旧受到他的决定性影响 但他也丧失了视觉 过高的年岁 使他不得不摆脱家庭事务的时候 菲兰达来到了这儿 在这房子周围树立了森严的壁垒 那就只有他能决定家庭的命运了 按照鸟苏纳的愿望 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是在继续经营糖果点心和糖动物生意的 菲兰达却认为这是一种不体面的事情 毫不迟疑就把它结束了 往常从早到晚敞开的房门 借口太阳晒得沃空太热 首先在各修时关上了 最后就永远关上了 马孔多村建立时挂在门妹上的一束芦荟和稻碎 换成了一个壁刊 里面供本着耶稣的心脏 奥雷连诺上校 看见这些变化 就预见到了他们的后果 咱们正在变成贵族 他断定说 这样 咱们又要对保守党政府发动战争了 但这一次 只是用一个国王来代替他 菲兰达很有分寸的 竭力避免跟他发生冲突 他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 他反对他那些死板的规矩 当然使他心中恼火 由于 他每天清晨五点的一杯咖啡 由于作坊里一团杂乱 由于他那磨出窟窿的斗篷 由于他每天傍晚坐在林间门前的习惯 他简直气极了 可是 菲兰达不得不容忍家庭机器上 这个松了的零件 因为他心里明白 老上校是一只被年岁和绝望制服了的野兽 一旦兽性发作 完全能够彻底摧毁房屋的根基 他的丈夫希望他俩的投生子取曾祖父的名字时 他还不敢反对 因为他那时在这个家庭里才生活了一年 但是 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出事时 菲兰达就直接了当他说 要把女儿取名叫雷纳塔 借以纪念自己的母亲 乌苏娜却决定把这小女儿叫做雷迈戴斯 在激烈的争辩中 奥雷莲诺第二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中间人 最后才把女儿叫做雷纳塔 雷迈戴斯 可是母亲叫他雷纳塔 其余的人则叫他美美 雷迈戴斯的爱称 最初 菲兰达坚口不提自己的父母 但他后来开始塑造了父亲的理想化的形象 在饭厅里 他不时谈到他 把持描绘成独特的人物 说他放弃了尘世的虚荣 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圣徒 奥雷莲诺第二听到 妻子无限美化他的岳父 耐不住在他背后来的小动作 开开玩笑 其余的人也仿笑他的样子 即使乌苏纳热心维护家庭的和睦 对家庭纠葛暗中感到痛苦 但他有一次也说他的玄孙会当上教皇 因为他是圣徒的外孙 女狱和窃贼的儿子 尽管大家诡局地讥笑 奥雷莲诺第二的孩子们 仍然惯于把他们的外祖父 想象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他常在给他们的信里 写上几句鲁城的诗 而且每逢圣诞节都给他们捎来一箱礼品 箱子挺大 勉强才能搬进房门 其实 唐菲兰达窃给外孙们的 是他的家产中最后剩下的东西 在孩子们的卧室里 用这些东西打了一个圣坛 圣坛上有等身圣像 玻璃眼睛使得这些圣像栩栩如生 有点吓人 而圣像身上绣得十分金雅的衣服 比马孔多任何居民的衣服都好 古老 殷森的宫秋中 陪葬品式的堂皇设备 逐渐移到了波恩迪亚家敞亮的房子里 他们把整个家族墓地都送给咱们了 奥雷连诺第二有一回说 缺少的只是垂柳和墓碑 尽管外祖父的箱子里从来没有什么可以玩耍的东西 孩子们却整年都在急切地等待12月的来临 因为那些经常料想不到的老古董毕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在第十个圣诞节 年轻的祸 阿卡蒂奥正准备去进神学院的时候 外祖父的一口大箱子就比往常更早的到达了 这口箱子定得很牢 接缝的地方抹上了防潮树枝 哥特自写的收件人姓名是菲兰达 德卡皮奥太太 菲兰达在卧室里读信的时候 孩子们慌忙打开箱了 协助他们的照例是奥雷连诺第二 他们刮去树枝 拔掉钉子 取掉一层防护的巨蟹 发现了一只用铜锣钉悬紧的长箱子 悬掉了全部六颗锣钉 奥雷连诺第二惊叫一声 几乎来不及把孩子们推开 因为在揭开的牵盖下面 他看见了唐菲兰达 唐菲兰达身穿黑色衣服 胸前有一个纳苏蒙难像 他们在滚帽泡的驱水里 皮肤杂擦擦地裂开 发出一股恶臭 雷纳塔出生之后不久 因为尼兰德停战协定的又一个周年纪念 政府突然命令 为奥雷连诺上校举行庆祝会 这样的决定跟政府的政策是不一致的 上校毫不犹豫地反对他 拒绝参加庆祝仪式 我第一次听到庆祝这个词 他说 但不管他的含义如何 这显然是个骗局 狭窄的首饰作坊里 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使者 以前像鸟鸭一样 在上校周围打转的那些律师又来了 他们穿着黑色礼服 比以前老得多 庄严得多 上校见到他们 就想起他们为了结束战争 而来找他的那个时候 简直无法忍受他们那种无耻的吹爆 他要他们别打扰他 说他不是他们所谓的民族英雄 而是一个失去记忆的普通手艺人 他唯一希望的是被人忘却 穷困度日 在自己的鲸鱼中间劳累致死 最使他气愤的是这么一个消息 共和国总统准备亲临马孔多的庆祝会 想要授予他荣誉勋章 奥雷莲诺上校叫人一字不差地转告总统 他正在急切地等待这种姗姗来迟的机会 好把一粒子弹射进总统的脑门 这不是为了惩罚政府的专横暴力 而是为了惩罚他不尊重一个无害于人的老头 他的恐吓是那么厉害 以致共和国总统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旅行 派私人代表给他送来了勋章 格林列尔多马克思上校在被种压力的包围下 离开了他的病态 希望说服老战友 奥雷莲诺上校看见四人抬着的摇椅 和坐在摇椅大垫子上的老朋友时 他一分钟也没怀疑 青年时代就跟他共产胜败苦乐的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克服了自己的疾病 唯一的目的就是支持他做出的决定 但他知道了来访的真实原因之后 就叫来人把姚蚁和格林列尔乡 马克思上校一起抬出作访 现在我认识的太迟了 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思说 当初如果我让他们枪毙了你 就是为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就这样 庆祝会举行的时候 波恩迪亚家没有任何人参加 庆祝会和狂欢节相遇是十分偶然的 可是谁也无法排除奥雷连诺上校脑海里的执拗想法 他认为这种巧合也是政府的预谋 目的是家众对他的奚落 在僻静的作坊里 他听到了君乐声 李炮声和钟声 也听到了房子前面片段的演说声 因为人家正以他的名字给接到命名 念发表一通演说 奥雷连诺上校气得没有办法 眼里勤满了泪水 自从失败以来 他第一次感到遗憾的是 他以没有青年时代的勇气 去发动流血的战争 消灭保守制度最后的遗迹 庆祝的喧闹还没停息 乌苏娜就来敲作放的门 别打扰我 他说 我正忙着咧 开门 乌苏娜的声音听起来挺平静 这跟庆祝会没啥关系 于是 奥雷连诺上校挪开门栓 使看见了16个男人 面貌 体型和肤色各不相同 但是都有一副孤僻模样 根据这模样 在地球上任何地方 都能马上认出他们的身份 这些人都是他的儿子 他们是被庆祝会的传闻吸引来的 来自沿海地带最遥远的角落 事先并没有彼此商量 甚至互相还不认识 他们全都自豪地取了奥雷连诺这个名字 加上自己母亲的姓 新来的人使乌苏娜高兴 却叫菲兰达脑怒 他们在这座房子里度过的三天中 把一切翻了个底朝天 仿佛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 阿玛兰塔在旧纸堆里 找到了一个笔记本 乌苏娜曾在里面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 生日 洗礼日 以及住址 借助这份名册 可以一起二十年战争 从这份册子上 可以知道上校长时期的生活 从那天早晨 他率领二十个人 离开马孔多人 追踪起义的怪营起 到他裹着凝穴的毛毯 最后口到家里为止 奥雷莲诺 第二没有放过机会 用香槟酒和自封琴 热烈欢迎亲戚们 这个欢迎会 可以说是对那个倒霉狂欢节的回答 客人们把家中一半的盘碟 变成了碎片 他们追赶一头公牛 打算付住他的腿时 又把玫瑰花丛踩坏了 并且开枪打死了所有的母鸡 强迫阿玛兰塔 跳皮埃士罗 克列斯比抑郁的华尔兹舞 要撬姑娘雷迈戴斯 穿上男人的短裤衩 爬上一根抹了油脂的杆子 甚至把一只肮脏的猪放进饭厅 绊倒了菲兰达 然而 谁也没有抱怨这些破坏 因为颠覆整座房子的地震 是能治病的 奥雷莲诺上校 最初不信任地接待他的一群儿子 甚至怀疑其中几个的出身 但对他们的怪诞行为感到开心 在他们离开之前 给了每人一条小金鱼 孤僻的货阿卡蒂奥 第二却邀请他们参加斗鸡 结果几乎酿成悲剧 因为许多奥雷莲诺 都是斗鸡的行家 马上就识破了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的欺骗勾当 奥雷莲诺第二看出 亲戚众多 大可欢宴取乐 就建议他们留下来跟他一块干活 接受这个建议的只有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一人 他是一个身躯高大的混血 具有祖父那样的毅力和探索精神 他曾游历半个世界寻求幸福 住在哪都是无所谓的 其他的奥雷莲诺虽然还没结婚 但都认为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 他们都是能功巧匠 家庭主角 爱好和平的人 星期三 大斋的前一天 上校的儿子们重新分散到沿海各地区之前 阿玛兰塔要他们穿上礼拜日的衣服 跟他一块到教堂去 他们多半有干好玩 不是因为笃信宗教 给带到了圣坛栏杆跟前 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在美人额上 用圣灰画了个十字 回家之后 其中最小的一个打算擦掉十字 可是发现 额上的记号是擦不掉的 就像其他兄弟额上的记号一样 他们使用了冷水和肥皂 沙子和擦刷 浮石和碱水 始终消灭不了额上的十字 相反的 阿玛兰塔和教堂里其余的人 毫不费劲 就把自己的十字擦掉了 那样更好吗 乌苏娜跟他们分别时说 从现在起 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你们是谁了 他们绝对离开 前面是奏乐的 并且放鞭炮 给全镇留下一个印象 仿佛波恩迪亚家族拥有足以延续许多世纪的后代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在镇郊建了一座冰场 这是发疯的发明家伙 阿布斯蒂亚梦想过的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来到马孔多之后几个月 大家都已认识他 喜欢他 他就在镇上到处寻找合适的住所 想把母亲和一个没有结婚的妹妹 她不是上校的女儿 接来 他感到兴趣的是广场角落上一间不合格局的破旧大房子 这房子好像无人居住 他打听谁是房子的主人 有人告诉他说 这房子是不属于任何人的 从前住在里面的是个孤零零的寡妇 用泥土和墙上的石灰充击 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 有人在街上只见过他两次 他戴了一顶叠着小朵假花的帽子 穿了一双就是银色鞋子 经过广场 到邮局上给一个主教寄信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打听出来 跟寡妇住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冷酷的女仆 这女仆杀死钻到房里的狗 猫和一切牲畜 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弦上 让全阵的人都闻到腐臭气味 自从太阳把他扔出的最后一个尸体 变成了干尸 已过了那么多的时间 以致大家相信 女主人和女仆 在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死了 如果说房子还立在那 那只是因为 早已没有严峻的冬天和暴风 门上的铰链已经锈湿 房门仿佛是靠猪网记住的 窗框由于潮湿而膨胀了 长廊杨灰地面的裂缝里 长出了杂草和野花 西歇和各种虫石爬来爬去 一切都似乎证明 这起码五十年没有住人了 其实 性急的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 无需这么多的证明 就会钻进屋子去的 他用肩膀把大门一推 一根朽木 就无声地掉到他的脚边 随着他下的是一团尘土和白椅哦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停在门槛边 等待沉雾散去 接着便在屋子中央看见一个极度衰竭的女人 仍穿着前一世纪的衣服 秃头上有几根黄发 眼睛依然漂亮 但是最后一点希望的火星已经熄灭 由于孤独的生活 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 看见另一个世界的这种幻影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异常惊愕 好不容易才看出 这女人正拿一只就是手枪瞄准他 请您原谅 她低声说 她仍然纹丝不动地 站在堆满了破旧东西的房间当中 仔细地审视这个肩膀宽阔 额上滑了十字的大汗 透过一片尘雾 她看见他立在昔日的迷雾里 背上跨着一杆双筒枪 手里拎着一串兔子 不 看在上帝面上 她用嘶哑的声音说 现在让我回忆过去的事就太残酷了 我想租一间房子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说 于是 妇人重新举起手枪 稳稳地对准她的灰十字 毅然决然地扣住扳机 滚出去 她命令道 傍晚 吃晚饭时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把这桩事情告诉家里的人 乌苏娜惊骇地哭了 天啊 她抓住脑袋 叫道 她还活着 时光 战争 日常的许多灾难 使她忘记了雷贝卡 时时刻刻感到雷贝卡还活着的 只有铁石心肠的 衰老的阿玛兰塔一个人 每天早晨 当她在孤单的床上 怀着冰冷的心醒来时 她想到雷贝卡 当她用肥皂擦洗萎缩的胸脯 和铅瘪的肚子时 她想到雷贝卡 当她穿上僵硬的白色裙子 和老妇的紧身胸衣时 她想到雷贝卡 当她在手上更换赎罪的黑色绷带时 她也想到雷贝卡 经常 任何时候 在最高尚的时刻 和最卑贱的时刻 不管她是否睡着了 她都想到雷贝卡 孤独的日子 使她清理了往事的回忆 抛弃了实际生活 在她心中积聚的一大堆 引起愁思的垃圾 而使另一些最痛苦的回忆 变得更加纯净和永恒起来 俏姑娘雷迈戴斯 是从她那知道雷贝卡的 每一次 她俩经过破旧的房子时 阿玛兰塔都要絮絮叨叨的 把雷贝卡的一些 令人不愉快的 或者可耻的事情 说给她听 企图用这个办法 促使俏姑娘 同样憎恨雷贝卡 让这种积怨 在她阿玛兰塔死后 也延续下去 但是她的企图 最终遭到了失败 因为俏姑娘雷迈戴斯 对于情场纠葛是无动于衷的 尤其是别人的情场纠葛 然而 乌苏娜一想到雷贝卡 就会产生与阿玛兰塔相反的感觉 她脑海里的雷贝卡 没有一点坏处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是同她父母的海骨带子 一起来到马孔多的 她的形象胜过了别人对她的重伤 尽管有入说 她不配成为布恩迪亚家族的人 奥雷连诺第二认为 他们应当把她接回家来 并且照顾她 可是由于雷贝卡的顽固不化 她的良好愿望没有实现 她为了获得孤身独处的特权 已过了多年贫苦的生活 就不愿拿这种特权 去换取别人失舍之下的晚年了 去换取别人假惺惺的安慰了 二月间 奥雷连诺上校的十六个儿子 重新来到马孔多的时候 他们脸上仍有灰十字 奥雷连诺、特里斯特在热闹的酒宴上 向他们谈到了雷贝卡 接着 在几小时之内 他们就恢复了他的房屋外表 更换了门窗 把门面漆成了鲜艳的颜色 用橙条加固了墙壁 给地面重新抹上水泥 可是他们没有获得进屋干活的许可 雷贝卡连门边都没去 他等他们结束了仓促的修缮工作 算了算修理费 就吩咐仍然跟他住在一起的老佣人阿基尼达 拿了一把钱币去给他们 这些钱币自从最后一次战争以来已经停止流通 可是雷贝卡仍然认为他们有用 大家这才看出 他和世界之间隔着一条多深的鸿沟 而且明白 只要他还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让他脱离顽固的隐居生活是不可能的 在奥雷连诺上校的儿子们 第二次来到之后 其中还有一个奥雷连诺森腾诺定居马孔多 开始跟奥雷连诺特里斯特一块工作 奥雷连诺森腾诺是送到家里来命名的第一批孩子当中的一个 乌苏娜和阿玛兰塔清楚地记得他 因为他在几小时之内就把他手边碰到的每一件易碎的东西都毁坏了 时光抑制了他最初不断往上涨的倾向 现在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 脸上有天花的痕迹 但他身上神奇的毁灭力量仍像从前一样 他打碎了那么多的盘碟 甚至打碎了没有碰着的盘碟 以至菲兰达在他还没毁掉最后剩下的贵重器皿之前 就慌忙给他买了一套西姿器皿 但是坚固的金属碟子很快出现了凹痕和歪扭现象 这种难以改变的特性甚至使奥雷莲诺 森腾诺本人感到气恼 但他见面就令人信任的热情和惊人的工作能力 弥补了自己的缺陷 在短时期内 他扩大了冰的生产 甚至超过了本地市场的购买力 于是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不得不考虑到沼泽地带的其他市镇 去推销自己的货品 接着 他产生了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的实现不仅对他工厂中的生产现代化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对于建立马孔多和外界的联系也有极大的意义 应当辐射铁路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说 在马孔多听到铁路二字 这是第一次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在桌上画的草图 简直是货啊 波恩蒂亚 从前附在太阳站指南里的那种图解的后代 乌苏纳一间这种草图就相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 时间正在循环 但是跟祖先不同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没有失去睡眠或胃口 也没有对任何人发过脾气 相反的 他考虑最难于置信的计划时 坚信这种计划最近期间就能实现 而且合理地计算实现计划的费用和日期 毫无一点疑虑 如果说奥雷莲诺第二在什么事情上向曾祖父 而不向奥雷莲诺上校 那就是他不善于汲取过去的痛苦教训 以他轻率地把钱花在铁路上 犹如从前把钱花在兄弟的荒唐的航行计划上一样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看了看日历 说明雨季以后回来 就装星期三离开了 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奥雷莲诺、森藤诺被工厂的剩余产品压得喘不上气 开始用果汁代替凉水制冰的试验 意外地为冰淇淋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打算用这个办法使工厂的生产多样化 这个工厂他已经认为是自己的了 因为兄弟没有一点生还的迹象 雨季过去了 整个夏季也过去了 他却踏无音讯 然而 冬初 在一腰当中最热的时候 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女人 异常兴奋地奔上市镇大街 狂叫起来 那边来了一个吓人的东西 他终于说道 好像安了轮子的厨房 后面拖着一个村镇 在这片刻间 马孔多被可怕的汽笛声 和扑哧扑哧的喷气声 吓得战速起来 几个星期之前 许多人曾看见一大群工人 铺设枕木和钢轨 可是谁也没去注意 因为大家以为 这是吉普赛人的折把戏 他们又来了 带来了低谷 和丧失了名誉的古老歌舞 并且吹嘘耶路撒冷天才人物 发明的一种古怪药水的优点 可是 马孔多居民们 从宣造的汽笛声 和喷气声中清醒过来以后 都涌上街头 看见了从机车上 向他们招手致意的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 看见了第一次 晚点几个月的 五彩缤纷的一列火车 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火车 注定要给马孔多 带来那么多的怀疑和肯定 带来那么多的好事和坏事 带来那多的变化 灾难和忧愁 第十二章 马孔多居民 被许多奇异的发明 弄得眼花缭乱 简直来不及表示惊讶 他们望着淡白的电灯 整夜都不睡觉 电机是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 第二次乘火车旅行之后 带回来的 他那无休无止的嗡嗡声 要好久才能逐渐习惯 生意兴隆的商人 布鲁诺 克列斯比先生 在设有诗头 是售票窗口的剧院里 放映的电影 搞得马孔多的观众恼火已急 因为他们为之痛哭的人物 在一部影片里 死亡和埋葬了 却在另一部影片里 活得挺好 而且变成了阿拉伯人 花了两分钱 去跟影片人物 共命运的观众 忍受不了这种空前的欺骗 把座椅都砸得稀烂 根据布鲁诺 克列斯比先生的坚决要求 镇长在一张布告中说明 电影机只是一种 放映幻象的机器 观众不应予以粗暴地对待 许多人 以为自己 受了吉普赛人心把戏的害 就决定不再去看电影了 因为自己的倒霉事已经够多 用不着去为假人假事流泪 快活的法国异计带来的留声机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此种留声机 代替了过时的首风琴 使得地方乐队的收入 受到了损失 最初大家好奇 前来进街 指花天酒地的街道 参观的人很多 甚至传说一些高贵妇女 也乔装男人 希望亲眼看看 这种神秘的新鲜玩意儿 但他们就近看了半天以后认为 这并不像大家所想的 和异己们所说的 是个嬷嬷 而是安乐发条的玩具 它的音乐 根本不能跟乐队的音乐相比 因为乐队的音乐是动人的 有人味的 充满了生活的真实 大家对留声机深感失望 尽管他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每个家庭都有一家 但毕竟不是工成年人消遣 而是给孩子们拆来拆去玩耍的 不过 镇上的什么人 见到了火车站上的电话机 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 最顽固的 怀疑论者也动摇了 这种电话机 有一个需要转动的长把手 因此 大家最初把它看作是一种原始的留声机 上帝似乎决定试验一下马恐多居民们惊恶的限度 让他们经常处于高兴与失望 怀疑和承认的交替之中 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他说 现实的限度究竟在哪里 这是现实和幻想的混合 犹如栗树下面 或啊 不恩地亚不安的幽灵 甚至大白天也在房子里夺来夺去 铁路正式通车之后 每个星期三的十一点钟 一列火车开始准时到达 车站上建立了一座房子 一个简陋的木亭 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话机 还有一个售票的小窗口 马恐多街道上出现了外来的男男女女 他们装作是从事一般买卖的普通人 但是很像杂技演员 这些沿街表演的流动杂技演员 也鼓黄弄蛇的 硬要别人观看笑叫的铁锅 并且传授大斋第七天拯救灵魂的设生方法 住 指节育规则 节育方法在已经厌恶吉普赛把戏的这个市镇上 这些杂技演员是无法指望成功的 但他们还是想尽巧招赚了不少钱 主要靠那些被他们说得厌烦的人和容易上当的人 在一个星期三 有一位笑容可居的矮小的赫伯特先生 和这些杂技演员一块来到了马孔多 然后在波恩迪亚家里吃饭 他穿着马裤 系着护腿套 戴着软木头盔和钢鞭眼镜 眼镜后面是黄浴式的眼镜 赫伯特先生在桌边吃完第一串香蕉之前 谁也没有注意他 奥雷莲诺第二是在雅各旅馆里偶然遇见他的 他在那儿用半通不通的西班牙语抱怨 没有空房间 奥雷莲诺第二就像经常对待外来人那样 把他领到家里来了 赫伯特先生有几个气球 他带着他们游历了半个世界 到处都得到极好的收入 但他未能把任何一个马孔多居民升到空中 因为他们看见过和尝试过吉普赛人的飞毯 就觉得气球是倒退了 因此 赫伯特先生已买好了下一趟列车的车票 一串虎纹香蕉拿上桌子的时候 这种香蕉通常是拿进饭厅宫午餐用的 赫伯特先生兴致不大的掰下了第一个香蕉 接着又掰下一个再掰下一个 他不停地一面谈 一面吃 一面咀嚼 一面品味 但没有时刻的喜悦劲 只有学者的冷淡神态 吃完了第一串香蕉 他又要了第二串 然后 他从经常带在身边的工具箱里 掏出一个装着精密仪器的小盒子 他以钻石伤人的怀疑态度 仔细研究了一个香蕉 用专门的柳叶刀从香蕉上剖下一片 放在药秤上 称了称它的重量 拿军械济湿的卡龟量了量它的宽度 随后 他又从箱子里取出另一套仪器 测定温度 空气湿度和阳光强度 这些繁琐的手续是那样引人入胜 以致谁也不能平静地吃 都在等待赫伯特先生发表最后一件 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他并没有说出一句能够使人猜到他的心思的话来 随后几天 有人看见赫伯特先生拿着补蝶网和小篮子在市镇郊区捕捉蝴蝶 下星期三 这儿来了一批工程师 农艺师 水文学家 地形测绘员和土地丈量员 他们在几小时内就勘探了赫伯特先生捕捉蝴蝶的地方 然后 一个叫杰克布劳恩先生的也乘火车来了 他乘坐的银色车厢是夹挂在黄色列车尾部的 有丝绒软椅和蓝色玻璃车顶 在另一个车厢里 还有一些身穿黑衣服的重要官员 全都围着布劳恩先生转来转去 他们就是从前到处都跟随着奥雷莲诺上校的那些律师 这使人不得不想到 这批农艺师 水文学家 地形测绘员和土地丈量员 像赫伯特先生跟他的气球和花蝴蝶一样 也像布劳恩先生跟他那安了轮子的陵墓与凶恶的德国牧羊犬一样 是同战争有某种关系的 然而 没有多少时间加以思考 多疑的马孔多居民刚刚提出问题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这市镇已经变成了一个营地 搭起了新顶木棚 棚子里住满了外国人 他们几乎是从世界各地乘坐火车 不仅坐在车厢里和平台上 而且坐在车顶上 来到这儿的 没过多久 外国佬就把没精打采的老婆接来了 这些女人穿的是凡而纱衣服 戴的是薄纱大帽 于是 他们又在铁道另一边建立了一个市镇 镇上有棕榈成荫的街道 还有窗户安了铁丝网的房屋 阳台上摆着白色桌子 天花板上吊着叶片挺大的电扇 此外还有宽阔的绿色草坪 孔雀和鞍唇在草坪上荡来荡去 整个街区围上了很高的金属栅栏 活像一个硕大的电气化养鸡场 在凉爽的夏天的早晨 栅栏上面蹲着一只只燕子 总是显得黑压压的 还没有人清楚的知道 这些外国人在马恐多寻找什么呢 或者他们只是一些慈善家 然而 他们已在这闹得天翻地覆 他们造成的混乱 大大超过了从前吉普赛人造成的混乱 而且这种混乱 根本不是短时间的 容易理解的 他们借助上帝才有的力量 改变了雨水的状况 缩短了庄稼成熟的时间 迁移了河道 甚至把河里的白色石头 都搬到市镇另一头的墓地 后面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 在火阿卡蒂奥坟浊 退了色的砖石上面 加了一层钢筋混凝土 免得河水染上尸骨发出的火药气味 对于那些没带家眷的外国人 多情的法国异己们居住的一条街 就变成了他们消遣的地方 这个地方比金属栅栏后面的市镇更大 有个星期三开到的一列火车 再来了一批十分奇特的妓女 和善于勾引的巴比伦女人 她们甚至懂得各种古老的诱惑方法 能够刺激洋违者 鼓舞胆怯者 满足贪婪者 激发文弱者 教训傲慢者 改造顿视者 土耳其人街上是一家家灯火辉煌的 舶来品商店 这些商店代替了古老的阿拉伯店铺 星期六晚上 这儿都鱼集着一群群冒险家 有的围在排桌旁 有的站在靶场上 有的在小街小巷里算命和圆梦 有的在餐桌上大吃大喝 星期天早晨 地上到处都是尸体 有些死者是胡闹的罪汉 但多半是爱看热闹的倒霉蛋 都是在夜间斗殴时 被枪打死的 拳头揍死的 刀子戳死的 或者瓶子砸死的 马孔多突然涌进那么多的人 最初街道都无法通行 因为到处都是家具 箱子和各种建筑材料 有些人没有得到许可 就随便在什么空地上 给自己盖房子 此外还会撞见一种丑恶的景象 成双成对的人大白天 在杏树之间挂起吊床 当众乱搞 唯一宁静的角落是爱好和平的西印度黑人开辟的 他们在镇郊建立了整整一条街道 两旁是木庄架搭的房子 每天傍晚 他们坐在房前的小花园里 用古怪的语言唱起了抑郁的圣歌 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 以至在赫伯特先生访问之后 过了八个月 马孔多的老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施政了 瞧 咱们招惹了多少麻烦 奥雷连诺上校那时常说 都是因为 咱们用香蕉招待了一个外国佬 恰恰相反 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外国人洪水般的涌来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高兴 家中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 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 因此需要在院子里增建新的住房 扩大饭厅 用一张能坐16个人的餐桌 代替旧的桌子 购置新的碗碟气腻 即使如此 吃饭还得轮班 菲兰达只好克制自己的厌恶 像事后国王一样 事后这些最无道德的客人 他们把靴底的泥土弄在廊上 直接在花园里撒尿 午休时 想把席子扑在哪儿 就扑在哪儿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根本就不注意妇女的羞涩 和男人的耻笑 阿玛兰塔 被这帮鄙俗的家伙 弄得气恼已急 又像从前那样 在厨房里吃饭了 奥雷连诺上校相信 他们大多数人 到作坊里来向他致意 并不是出于同情 或者尊敬他 而是好奇地希望 看看历史的遗物 看看博物馆的古董 所以他就拴上了门 现在除了极少的情况 再也看不见 他坐在当街的门口了 相反的 乌苏娜甚至已经步履蛮山 摸着墙壁走路了 但在每一列火车到达的前夜 他都像孩子一般高兴 咱们得预备一些鱼肉 他向四个厨娘吩咐道 他们急于在圣索菲亚 德拉佩德沉着的指挥下 把一切都准备好 咱们得预备一切东西 他坚持说 因为咱们压根不知道 这些外国人想吃啥 在一天最热的时刻 列车到达了 午餐时 整座房子像市场一样闹哄哄的 汗流加倍的时刻 甚至还不知道 谁是慷慨的主人 就闹喳喳的蜂拥而入 慌忙在桌边占据最好的座位 而雏鸟们却彼此相撞 他们端来了一锅锅汤 一盘盘肉菜 一碗碗饭 用长饼勺 把整桶整桶的柠檬水 咬到玻璃杯里 房子里混乱已急 菲兰达想到 许多人吃了两次就很恼火 所以 当漫不经心的时刻 把他的家当成小酒馆 向他要账单的时候 他真想用市场上菜饭的语言 发泄自己的愤怒 赫伯特先生来访之后 过了一年多时间 大家只明白了一点 外国佬打算在一片 魔力控制的土地上 种植香蕉树 这片土地就是货啊 波恩迪亚一帮人 去寻找伟大发明时经过的土地 奥雷连诺上校的另外两个脑门上 仍有灰十字的儿子 又到了马孔多 他们是被涌入市镇的 火山熔岩般的巨大人流卷来的 为了证明自己来得有理 他们讲的一句话 大概能够说明 哪个人前来这儿的原因 我们到这儿来 他俩说 因为大家都来嘛 俏姑娘雷迈戴斯 是唯一没有染上香蕉热的人 她仿佛停留在美妙的青春期 越来越讨厌各种成规 越来越不在乎别人的闲艳和怀疑 只在自己简单的现实世界里 寻求乐趣 她不明白 娘们为什么要用乳罩和裙子 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复杂 就拿粗麻布缝了一件肥大的衣服 直接从头上套下去 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穿衣服的问题 这样既穿了衣服 又觉得自己是裸体的 因为她认为裸体状态在家庭环境里是唯一合适的 家里的人总是劝她 把长级大腿的蓬松头发剪短一些 编成辫子 别上壁子 扎上红色丝带 她听了逆反 干脆剃光了头 把自己的头发做成了圣像的假发 她下意识地喜欢简单化 但最奇怪的是 她越摆脱时髦 寻求舒服 越坚决反对成规 顺从自由爱好 她那惊人之美就越动人 她对男人就越有吸引力 奥雷莲诺上校的儿子们 第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 乌苏娜想到 他们的血管里流着跟曾孙女相同的血 就像从前那样害怕的发抖 千万小心啊 她警告翘姑娘雷麦黛斯 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瞎来 你的孩子都会有诸尾巴 翘姑娘雷麦黛斯不太重视曾祖母的话 很快穿上男人的衣服 在沙地上打了打滚 想爬上抹了油脂的杆子 这几乎成了12个亲戚之间发生悲剧的缘由 因为他们都给这种忍受不了的景象弄疯了 正由于这一点 他们来到的时候 乌苏娜不让他们任何一个在家里过夜 而刘君马孔多的那四个呢 按照他的吩咐 在旁边租了几个房间 如果有人向翘姑娘雷麦黛斯 说起这些预防措施 他大概是会笑死的 直到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刻 他始终都不知道 命运使他成了一个扰乱男人安宁的女人 犹如寻常的天灾似的 每一次他违背乌苏娜的禁令 出现在饭厅里的时候 外国人中间都会发生骚乱 一切都太显眼了 除了一件肥大的粗麻布衣服 翘姑娘雷麦黛斯是赤裸裸的 而且谁也不能相信 他那完美的光头不是一种挑衅 就像他露出大腿来乘凉的那种无耻样 和饭后舔手指的快活劲 不是罪恶的挑逗 波恩迪亚家中没有一个人料到 外国人很快就已发觉 翘姑娘雷麦黛斯身上 发出一种引起不安的气味 令人头晕的气味 在他离开之后 这些气味还会在空气中停留几个小时 在世界各地 经历过情场痛苦的男人认为 翘姑娘雷麦黛斯的天生气味 在他们身上激起的欲望 他们从前是不曾感到过的 在秋海堂长廊上 在客厅里 在房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里 他们经常能够准确地指出 翘姑娘雷麦黛斯待过的地方 断定他离开之后 过了多少时间 他在空气中留下了清楚的痕迹 这种痕迹跟任何东西都不会相混 家里的人谁也没有觉出他来 因为他早已成了家中日常气味中的一部分 可是外人立刻就把他嗅出来了 所以只有他们明白 那个年轻的军官为什么会死于爱情 而从远地来的那个绅士 为什么会陷于绝望 翘姑娘雷麦黛斯 由于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种引起不安的自然力量 她在场时就会激起男人心中难以忍受的慌乱感觉 所以她对待他们是没有一点虚假的 她的天真热情终于弄得他们神魂颠倒起来 乌苏娜为了不让外国人看见自己的曾孙女 要她跟阿玛兰塔一起在厨房里吃饭 这一点甚至使她感到高兴 因为她毕竟用不着服从什么规矩了 其实 什么时候再拿几吃饭 她是不在乎的 她宁愿不按规定的时间吃饭 想吃就吃 有时 她会忽然在清晨三点起来吃点东西 然后一直睡到傍晚 连续几个月打乱作息时间表 直到最后某种意外的情况 才使她重新遵守家中规定的制度 然而 即使情况有了好转 她也早上十一点起床 一丝不挂地在浴室里待到下午两点 一面打蝎子 一面从深沉和长久的迷梦中逐渐清醒过来 然后 她才用水瓢从注水器里摇起水来 开始冲洗身子 这种长时间的 细致的程序 加了许多美妙的动作 不大了解翘姑娘雷迈戴斯的人 可能以为她在理所当然地欣赏自己的身姿 然而 实际上 这些奇妙的动作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翘姑娘雷迈戴斯吃饭之前消磨时光的办法 有一次 她刚开始冲洗身子 就有个陌生人在屋顶上揭开一块瓦 她一瞅见翘姑娘雷迈戴斯赤身露体的惊人景象 连气都喘不过来人 她在瓦片之间发现了她那凄凉的眼睛 并不害臊 而是不安 当心 她惊叫一声 你会掉下来的 我光想瞧瞧你 陌生人咕噜说 哦 好吧 她说 可你得小心点 屋顶完全腐朽了 墨个人脸上露出惊异和痛苦的表情 她似乎在闷不作声地跟原始本能搏斗 生怕奇妙的幻景消失 翘姑娘雷迈戴斯却以为她怕屋顶塌下 就尽量比平常洗得快些 不愿让这个人长久处在危险之中 姑娘一面冲洗身子 一面向她说 这屋顶的状况很糟 因为瓦上铺的树叶被雨水淋得腐烂了 蝎子也就钻进浴室来了 陌生人以为她嘀嘀咕咕 是在掩饰她的青睐 所以 她在身上擦肥皂时 她就耐不住想碰碰运气 让我给你擦肥皂吧 她嘟嚷说 谢谢你的好意 她回答 可我的两只手完全够了 嗨 哪怕光给你擦擦背也好 陌生人恳求 为啥 她觉得奇怪 哪见过用肥皂擦背的 接着 当地擦干身子的时候 陌生人泪汪汪地要求她嫁给她 她坦率地回答她说 她绝不嫁给一个憨头憨脑的人 因为她浪费了几乎一个小时 连饭都不吃 光是为了观看一个洗澡的女人 俏姑娘雷迈黛斯最后穿上肥大衣服时 陌生人亲眼看见 正向许多人的猜测 她的确是把衣服直接套在光身上的 她认为 这个秘密完全得到了证实 她又挪开两块瓦 打算跳进浴室 这儿挺高 姑娘惊骇地警告她 你会摔死的 腐朽的屋顶像山崩一样轰然她下 陌生人几乎来不及发出恐怖的叫声 就掉到杨徽地上 撞破脑袋 立即毙命 从饭厅里闻声跑来的一群外国人 连忙把尸体搬出去时 觉得她的皮肤发出翘姑娘雷迈戴斯令人窒息的气味 这种气味深深地钻进了死者的身体内部 从她的脑壳裂缝里渗出来的甚至也不是血 而是充满了这种神秘气味的玻璃色油 大家立即明白 一个男人即使死了 在她的海骨化成灰之前 翘姑娘雷迈戴斯的气味仍在折磨她 然而 谁也没有把这件可怕的事跟另外两个为翘姑娘雷迈戴斯丧命的男人联系起来 在又一个人牺牲之后 外国人和马孔多的许多老居民才相信这么个传说 翘姑娘雷迈戴斯身上发出的不是爱情的气息 而是死亡的气息 几个月以后的一桩事情证实了这种说法 有一天下午 翘姑娘雷迈戴斯和女友们一起去参观新的香蕉园 马孔多居民有一种时髦的消遣 就是在一行行香蕉树之间的通道上溜达 通道没有尽头 满是潮气 宁静极了 这种宁静的空气是挺新奇的 仿佛是从什么地方原封不动一来的 那里的人似乎还没享受过它 它还不会清楚地传达声音 有时在半米的距离内 也听不清别人说些什么 可是从种植园另一头传来的声音 却绝对清楚 马孔多的姑娘们利用这种奇怪的现象来做游戏 嬉闹呀 恐吓呀 说笑呀 晚上谈起这种旅游 仿佛再谈一场荒唐的梦 马孔多香蕉林的宁静是很有名气的 乌苏娜不忍心阻拦撬姑娘雷迈戴斯去玩玩 那天下午 叫她戴上帽子 穿上体面的衣服 就让她去了 姑娘们刚刚走进香蕉园 空气中马上充满了致命的气味 正在挖灌盖渠的一伙男人 觉得自己被某种神奇的魔力控制住了 遇到了什么看不见的危险 其中许多人止不住想哭 翘姑娘和惊慌失措的女友们 好不容易钻进最近的一座房子 躲避一群向他们凶猛扑来的男人 过了一阵 姑娘们才有四个奥雷连诺救了出来 他们额上的灰十字使人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 好像他们是等级符号 是刀枪不入的标志 翘姑娘雷迈戴斯没告诉任何人 有个工人利用混乱伸手抓住她的肚子 犹如鹰爪抓住悬崖的边缘 瞬息间 仿佛有一道明亮的白光使她两眼发花 她朝着人转过身去 便看见了绝望的目光 这目光刺进她的心房 在那里点燃了怜悯的炭火 傍晚 在土耳其人街上 这个工人吹嘘自己的勇敢和运气 可是几分钟之后 马蹄就踩烂了她的胸膛 一群围观的外国人 看见她在马路中间垂死挣扎 躺在自己吐出的一滩鞋里 翘姑娘雷迈戴斯拥有制人死地的能力 这种猜测 现在已由四个不可辩驳的势力证实了 虽然有些喜欢吹牛的人说 跟这样迷人的娘们睡上一夜 不要命也是值得的 但是谁也没有这么干 其实 要博得她的欢心 又不会受到她的致命伤害 只要有一种原始的 朴素的感情 爱情就够了 然而这一点正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乌苏娜不再关心自己的曾孙女儿了 以前她还想挽救这个姑娘的时候 曾让她对一些简单的家务发生兴趣 男人需要的比你所想的多 她神秘的说 除了你所想的 还需要你没完没了的做饭了 打扫了 为鸡毛蒜皮的事伤脑筋了 乌苏娜心里明白 她竭力教导这个姑娘如何获得家庭幸福 是她在欺骗自己 因为她相信 世上没有那么一个男人 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后 还能忍受俏姑娘雷迈戴斯 叫人无法理解的疏懒 最后一个祸 阿卡蒂奥刚刚出世 乌苏娜就拼命想使她成为一个教皇 也就不再关心曾孙女儿了 她让姑娘听天由命 相信无奇不有的世界 总会出现奇迹 迟早能够找到一个很有耐性的男人 来承受这个负担 在很长的时期里 阿玛兰塔已经放弃了 使乔姑娘雷迈戴斯 适应家务的一切打算 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晚上 在阿玛兰塔的房间里 她养育的姑娘勉强同意 转动缝纫机把手的伺候 她就终于认为 乔姑娘雷迈戴斯只是一个笨蛋 我们得用抽彩的办法把你卖出去 她担心姑娘对男人主个无动于衷 就向她说 后来 乔姑娘雷迈戴斯去教堂时 乌苏娜嘱咐她蒙上面纱 阿玛兰塔以为这种神秘办法倒是很诱人的 也许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十分好奇的男人 耐心地在她心中寻找薄弱的地方 但是 在这姑娘轻率地拒绝一个 在各方面都比任何王子都迷人的追求者之后 阿玛兰塔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而菲兰达呢 她根本不想了解 俏姑娘雷迈戴斯 她在血腥的狂欢节 瞧见这个穿着女王衣服的姑娘时 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可是 当她发现雷迈戴斯用手吃饭 而且只能回答一两句蠢话时 她就凯探 波恩迪亚家的白痴存在太久了 尽管奥雷连诺上校仍然相信 并且说了又说 俏姑娘雷迈戴斯 实际上是她见过的人当中 头脑最清醒的人 她经常用她挖山别人的惊人本领 证明了这一点 但家里的人还是让她走自己的路 于是 俏姑娘雷迈戴斯 开始在孤独的沙漠里徘徊 但没感到任何痛苦 并且在没有梦魇的酣睡中 在没完没了的羞愈中 在不按时的膳食中 在长久的沉恩中 逐渐成长起来 直到三月里的一天下午 菲兰达打算取下花园中绳子上的床单 想把它们折起来 呼唤家中的女人来帮忙 他们刚刚动手 阿玛兰塔发现 俏姑娘雷迈戴斯 突然变得异常紧张和苍白 你觉得不好吗 她问 俏姑娘雷迈戴斯 双手抓住床单的另一头 惨然地微笑了一下 完全相反 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好 俏姑娘雷迈戴斯画刚落音 菲兰达突然发现一道闪光 她手里的床单被一阵清风卷走 在空中全幅展开 俏姑娘雷迈戴斯 抓住床单的一头 开始凌空升起的时候 阿玛兰塔感到裙子的花边神秘地浮动 乌苏娜几乎已经失明 只有她一个人十分镇定 能够识别风的性质 她让床单在闪光中随风而去 瞧见俏姑娘雷迈戴斯 向她挥手告别 姑娘周围是跟她一起升空的 白得耀眼的 招展的床单 床单跟她一起离开了甲虫飞红 天主牡丹盛开的环境 下午四点钟就跟她飞过空中 永远消失在上层空间 甚至飞得最高的娘也迫不上她了 外国人当然认为雷迈戴斯终于屈从了封王难免的命运 而她家里的人却想用升天的神话挽回她的面子 菲兰达满怀嫉妒 最终承认了这个奇迹 很长时间都在恳求上帝送回她的床单 马恐多的大多数土著居民也相信这个奇迹 甚至点起蜡烛举行安魂祈祷 大概如果不是所有的奥雷连诺惨遭野蛮屠杀的恐怖事件代替了大家的惊讶 大家长久都不会去谈其他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 奥雷连诺上校预感到了儿子们的悲惨结局 虽然没有明确这种感觉就是预兆 跟成群的外国人一起来到马恐多的 还有奥雷连诺塞拉多和奥雷连诺阿卡亚 他俩希望留在马恐多的时候 父亲却想劝阻他们 现在天一黑走路就很危险 他不明白这两个儿子将在镇上干些什么 可是奥雷连诺森腾诺和奥雷连诺 特里斯特在奥雷连诺第二的支持下 却让两个兄弟在自己的工厂里干活 奥雷连诺上校是有理由反对这种决定的 虽说他的理由还很不清楚 布劳恩先生是坐着第一辆小汽车来到马恐多的 这是一辆橘黄色的小汽车 装有可以折起的顶棚 嘟嘟的喇叭声吓得镇上的狗银银直叫 奥雷连诺上校看见这个外国佬的时候 就对镇上的人在这个外国佬面前的悲公样感到愤怒 知道他们自从扔下妻子儿女 扛起武器走向战争以来 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尼兰德停战协定以后 掌管马恐多的是一个失去了独立性的镇宁 是从爱好和平的 困倦的保守党人中间选出的一些无权的法官 这是残废管理处 奥雷连诺上校看见手持木棒的赤足警察 就说我们打了那么多的仗都是为了不把自己的房子刷成蓝色吗 然而香蕉公司出现以后 专横傲慢的外国人代替了地方官吏 布劳恩先生让他们住在电气化养鸡场里享受高等人士的特权 不会像镇上其他的人那样苦于酷热和蚊子 也不会像别人那样感到许多不便和困难 手持大砍刀的雇佣柜子手取代了以前的警察 奥雷连诺上校官在自己的作坊里思考这些变化 在常年的孤独中第一次痛切地坚信 没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他的错误 正巧有一天 大家早已忘却的马格尼菲科 维斯巴尔的弟弟 带着一个七岁的孙子到广场上一个小摊跟前去喝柠檬水 小孩偶然把饮料撒到旁边一个警示班长的制服上 这个野蛮人就用锋利的大砍刀把小孩剁成了碎块 并且一下子砍掉了试图搭救孙子的祖父的脑袋 当几个男人把老头的尸体搬走的时候 全阵的人都看见了无头的尸体 看见了一个妇人手里拎着的脑袋 看见了一个装着孩子骸骨的血淋淋的袋子 这个景象结束了奥雷莲诺上校的悔罪心情 年轻时 看见一个疯狗咬伤的妇人被枪托打死 她曾恼怒已急 现在她也像那时一样 望着街上一群军级的观众 就用往常那种雷鸣般的声音 因她无比地憎恨自己 她的声音又红亮了 向他们发泄再也不能遏制地满腔怒火 等着吧 她大声叫嚷 最近几天 我就把武器发给我的一群孩子 让他们除掉这些坏透了的外国佬 随后整整一个星期 在海边不同的地方 奥雷莲诺的17个儿子 都像兔子一样 遭到隐蔽的歹徒袭击 歹徒专门瞄准灰十字的中心 晚上7时 奥雷莲诺 特里斯特 从白挤的母亲家里出来 黑暗中突然一声枪响 子弹打穿了她的脑门 奥雷莲诺 森腾诺是在工厂里 她经常睡觉的吊床上被发现的 她的双眉之间插着一根碎冰锥 只有把手露在外面 奥雷莲诺 萨拉多看完电影 把女朋友送回了家 沿着灯火辉煌的尚尔奇人接回来的时候 藏在人群中的一个凶手 用手枪向前看她射击 使得她直接倒在一口滚废的油锅里 五分钟之后 有人敲了敲奥雷莲诺 阿卡亚和她妻子的房门 呼叫了一声 快 他们正在屠杀你的兄弟们了 后来这个女人说 奥雷莲诺 阿卡亚跳下床 开了门 门外的一支毛色枪 击碎了她的脑壳 在这死亡之夜里 家中的人准备为四个死者祈祷的时候 菲兰达像疯子似的奔过市镇去寻找自己的丈夫 佩特纳 科特以为黑名单包括所有跟上校同名的人 已把奥雷莲诺第二藏在衣橱里 直到第四天 从沿海各地拍来的电报之道 暗迪袭击的只是画了灰十字的弟兄 阿玛兰塔找出一个记录了者们情况的小本子 收到一封封电报之后 他就划掉一个个名字 最后只剩了最大的一个奥雷莲比的名字 家里的人清楚地记得他 因为他的黑皮肤和绿眼睛是对照鲜明的 他叫奥须莲诺 阿玛多 是个木匠 住在山路的一个村子里 奥雷莲诺上校 等候他的死讯空 等了两个星期 就派了一个人去警告奥雷莲诺 阿玛多 以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 这个人回来报告说 奥雷莲诺 阿玛多 安全无恙 在大屠杀的夜晚 有两个人到他那儿去 用手枪向他射击 可是未能击中灰十字 奥雷莲诺 阿玛多跳过院墙 就在山里消失了 由于跟出售木柴给他的印第安人 一直有好往来 他知道那里的每一条小厅 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对奥雷莲诺上校来说 这是黑暗的日子 共和国总统用电报向他表示慰问 答应进行彻底调查 并且赞扬死者 根据总统的指示 镇长带着四个花圈参加丧礼 想把他们放在棺材上 上校却把他们摆在街上 安葬之后 他拟了一份措辞尖锐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 亲自送到邮电局 可是电报员拒绝拍发 于是澳洲联诺上校用极不友好的问句充实了电文 放在信封里邮寄 就像妻子死后那样 也像战争中他的好友们死亡时多次经历过的那样 他感到的不是悲哀 而是盲目的愤怒和软弱无能 他甚至指责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是同谋犯 故意在他的儿子们脸上 阿上擦洗不掉的十字 使得敌人能够认出他们 老朽的神父已经有点头脑昏溃 在讲坛上步道时竟胡乱解释圣经 吓唬教区居民 有一天下午 他拿着一个通常在大斋第一天用来呈圣灰的大碗 来到波恩迪亚家里 想给全家的人抹上圣灰 表明圣灰是容易擦掉的 可是大家心中生怕倒霉 甚至菲兰达也不让他在他身上试验 以后 在大斋的第一天 再也没有一个波恩迪亚家里的人 跪在圣坛栏杆跟前了 在很长时间里 奥雷莲诺上校 未能恢复失去的平静 他怀着满腔的怒火 不再制作全鱼 勉强进点饮食 在地上拖着斗篷 像梦游人一样 在房子里夺来夺去 到了第三个月末尾 他的头发完全白了 从前卷起的胡梢 垂在没有血色的嘴唇两边 可是两只眼睛 再一次成了两块燃烧的炭火 在他出生时 这两只眼睛 曾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 而且两眼一扫 就能让椅子一动 奥雷千诺上校满怀愤怒 妄图在自己身上 找到某种预感 那种预感 曾使他年轻时 沿着危险的小道 走向光荣的荒漠 他迷失在这座陌生的房子里 这里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 都已记不起他的一点感情 有一次他走进梅尔加德斯的房间 打算找出战前的遗迹 但他只看见垃圾 惠物和各种破烂 这些都是荒芜多年之后堆积起来的 那些早已无人阅读的书 封面和羊皮纸已被潮气毁坏 布满了绿莓 而房子里往日最明镜的空气 也充益着难以忍受的腐烂气味 另一天早晨 他发现乌苏娜在栗树底下 他正把头扶在已故的丈夫 吸上抽气 在半个世纪的狂风暴雨中 弄弯了腰的这个老头 奥雷莲诺是个家长久 没有看见过他的唯一的人 向你父亲问安吧 乌苏娜说 他在栗树前面停了片刻 再一次看见 即使这块主地也没激起他的任何感情 他在说什么呀 奥雷莲诺上校问道 他很难过 乌苏娜回答 他以为你该死了 告诉他吧 上校笑着说 人不是该死的时候死的 而是能死的时候死的 王妇的预言 激起了他心中最后剩下的一点傲气 可是他把这种刹那间的傲气 错误地当成了突然进发的力量 他向母亲追问 在圣约瑟夫石膏像里发现的金币 究竟藏在哪 这你永远不会知道 由于过去的痛苦教训 他坚定地说 有朝一日财主来了 他才能把他挖出来 谁也无法理解 一个经常无私的人 为什么突然贪婪地渴望钱财 渴望的不是日常需要的少数钱 而是一大笔财产 只要提起这笔财产的数量 甚至奥雷莲诺第二 也惊得发呆 过去的党内同僚 奥雷莲访问他们要钱 他们都避免跟他相见 下面这句话 正是他这时说的 现在 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的区别是 自由党人举行早倒 保守党人举行晚倒 然而 他那么坚持不懈地努力 那么苦苦地恳求 那么不顾自尊心 四处奔走 每处都得到一点帮助 在八个月中弄到的剑 就超过了乌苏娜所藏的数目 随后 他去患病的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希望上校帮助他重新发动全面战争 有一段时间 格林列尔多上校 虽然贪倒在摇椅里 却真是唯一能够拉动 起义操纵感的人 在尼兰德停顾协定之后 当奥雷莲诺上校 躲在小金鱼中间的时候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 仍跟那些最终没有背弃 他的起义军官保持着联系 他跟他们又经历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 就是经常丢脸 祈求 申请 就是没完没了的回答 明天来吧 已经快了 我们正宫认真研究你的问题 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是反对 旌旗者的 反对你的忠实仆人的 他们一直答应发给老兵终身养老金 可是始终不给 前一场血腥的20年战争 给予老兵的损害 都比不上这一场永远拖延的毁灭性战争 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本人逃脱过三次谋杀 五次负伤未死 在无数次战斗中安然无损 尤丁忍受不了无穷等待的折磨 就接受了最终的失败 衰老 他坐在自己的摇椅里 望着地板上透进的阳光 思念着阿玛兰塔 他再也没有 见到自己的战友们 只有一次在报上看见一张照片 几个老兵站在一个不知名的 共和国总统旁边 无耻地仰着面孔 总统拿自己的象征赠给他们 让他们戴在番岭上面 并且归还他们一面沾满尘土和鲜血的旗帜 让他们能把它放在自己的棺材上 其他最体面的老兵 仍在社会慈善团体的照顾下 等待养老金的消息 其中一些人饿得要死 另一些人继续在脑怒中过着晚年生活 并且在光荣的粪堆里慢慢地腐烂 因此 奥雷连诺上校前来找他 主张誓死点燃无情的战火 推翻外国侵略者支持的腐败透顶的可耻的政府时 格里列尔多简直无法压抑自己怜悯的感情 哎 奥雷连诺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老了 可我今天才明白 你比看上去老得多了 第十三章 在最后几年的混乱中 乌苏纳还来不及抽出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好好的教育 或阿卡蒂奥 使他耐够当上一个教皇 而送他去神学院的时间就已到了 所以不得不荒苍苍的准备 或阿卡蒂奥的妹妹妹是由严峻的菲兰达和沮丧的阿玛兰塔共同照顾的 几乎同时达到了可以进入修道院学校的年龄 他们想在那儿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钢琴手 乌苏纳一律重重地觉得 把维米不振的人培养成为教皇 他的方法是不够有效的 但他并不归咎于自己的老迈 也不怪遮住视线的一片芸汐 透过这片芸汐 他只能吃力地辨别周围各种东西的轮廓 而一切都要怪他自己还不确切了解的某种现象 他只模糊地觉得那种现象就是事态的恶化 现在的年月跟从前完全不同了 他感到自己把握不住每天的现实 抱怨地说 从前 他想 孩子长得挺慢吗 只消回忆一下就够了 在他的大儿子或阿卡蒂奥跟吉普赛人逃走之前 过了乡长的时间啊 而在他全身画得像一条蛇 说着星象家怪里怪气的话 回到家里的时候 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而且在阿玛兰塔和阿卡蒂奥忘掉印第安语 学会西班牙语之前 家中什么事没有发生呀 再想想吧 可怜的霍阿波恩迪亚在菜树下面待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家里的人为他哀悼了多久 然后奄奄一种的奥雷莲诺上校才给抬回家来 当时他还不满五十岁 并且经历了那么长久的战争和那么多的苦难 从前他成天忙于自己的糖果还能照顾子孙 凭他们的眼白就知道该把碧麻油滴在他们眼里 现在他完全空闲下来 从早到晚仅仅照顾货阿卡蒂奥一个人的时候 由于时事不嫁 他几乎无法把任何一件事干完了 实际上乌苏纳即使年事已高 但是仍不服老 他什么事都要操心 任何事都要管 而且总是询问外来的人 他们曾否在战争时期把圣约瑟夫的石膏像留在这儿 等雨季过了就来取走 谁也不能确凿地说 乌苏纳是什么时候丧失视觉的 即使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 他已经不能起床时 大家还以为他只是老朽了 谁也没有发现他完全瞎了 乌苏纳自己是在乎 阿卡蒂奥出生之前不久 感到自己快要失明的 起初 他以为这是暂时的虚弱 悄悄地喝点骨髓汤 在眼里滴点蜂蜜 可他很快就相信自己正在绝望地陷入黑暗 乌苏纳对电灯始终没有明确的概念 因为马孔多开始安装电灯时 他只能把它当成一种朦胧的亮光 他没有向任何人说他快要瞎了 因为这么一说就是公开承认自己无用了 乌苏纳背着大家 开始坚持不懈地研究各种东西之间的距离和人的声音 想在白内障的阴影完全挡住他的视线时 仍能凭记忆知道各种东西的位置 随后 他又意外地得到了气味的帮助 在黑暗中 气味比轮廓和颜色更容易辨别 终于使别人没有发现他是瞎子 尽管周围一片漆黑 乌苏纳还能穿针引线 遥扣门 及时发现牛奶就要煮沸 他把每件东西的位置记得那么清楚 有时甚至忘了自己眼瞎了 有一次 菲兰达向整座房子大叫大嚷 说他的订婚戒指不见了 乌苏纳却在小孩卧室里的隔板上找到了他 道理是很简单的 当其他的人在房子里漫不经心地来来去去时 乌苏纳就凭自己剩下的四种感官 注意别人的活动 使得谁也不会突然撞着他 很快他就发现 而家里的每个人却没觉察到 他们每天走的都是同样的路 重复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时聪几乎说同样的话 只有偏离常规的时候 他们才会失掉什么东西 所以 听到菲兰达哭哭叫叫乌苏纳就想起 菲兰达这一天所做的唯一不同的事 是把孩子床上的入垫拿出去晒 因为昨夜在孩子床上发现了臭虫 因为收拾房间时 孩子们在场 乌苏纳就以为 菲兰达准把戒指放在孩子们 唯一够不着的地方 隔板上 恰恰相反 菲兰达却在平常来来去去的地方寻找戒指 不知道正是日常的习惯使她难以找到失去的东西 抚养和教育或阿卡蒂奥的事 也帮助乌苏纳知道了家中发生的甚至最小的变化 比如只要听见阿玛兰塔在给卧室里的圣像穿衣服 她就马上假装教孩子识别颜色 那她向孩子说 现在告诉我吧 天使拉斐尔的衣服是啥颜色呀 这样 孩子就告诉了鸟苏纳她的眼睛看不见的情况 所以在孩子进神学院之前很久 乌苏纳已经能够用牵摸着辨别圣像浓着的不同颜色 有时也发生过预料不到的事 有一次阿玛兰塔在秋海棠长廊上绣花时 乌苏纳撞上了她 我的天 阿玛兰塔生气她说 瞧你走到哪来了 这要怪你自己 乌苏纳回答 你没坐在你应当坐的地方 乌苏纳完全相信自己是对的 那一天 她开始知道一种谁也不注意的现象 随着一年四季的交替 太阳也悄悄地逐渐改变在天上的位置 坐在长廊上的人 也不知不觉地逐渐移动和改变自己的位置 从那时起 乌苏纳只要想起当天是几号 就能准确地断定阿玛兰塔是坐在哪儿的 虽然乌苏纳的手一天一天地 越来越严抖了两条腿 仿佛灌满了签 可她那矮个的身躯 从来不像现在这样 接连出现在那么多的地方 乌苏纳几乎像从前肩负全家重担时 那么勤劳 然而现在 在黯然无光的暮年的孤独中 她却能一场敏锐的洞悉家中 哪怕最小的事情 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一些真情实况 而这些真情实况 是她以前一直忙碌时无法知道的 她准备让祸阿卡蒂奥去进神学院时 已经细致地考察了马孔多建立以来 波恩迪亚家的整个生活 完全改变了自己关于子孙后代的看法 她相信 奥雷连诺上校失去了对家庭的爱 并不像她从前所想的是战争使她变得冷酷了 而是她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没有爱过她的妻子雷迈戴斯 没有爱过她一生中碰到的无数一夜情人 尤其没有爱过她的一群儿子 她觉得 她发动了那么多的战争 并不像大家认为的是出于理想 她放弃十拿九吻的胜利 也不像大家所想的是 由于困乏 她取得胜利和遭到失败 都是同一个原罡 名副其实的 罪恶的虚荣心 她最后认为 她的儿子 为了她 她连性命都不顾 是生来不爱别人的 有一天夜皮晚 当她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 她就听见她啼哭 啼哭声是那么悲哀和清晰 睡在旁边的霍阿波恩迪亚醒了过来 甚至高兴地认为 这孩子将是一个天生的口技演员 另一些人预言 她将成为一个先知 乌苏娜本人却吓得发抖 因为她突然相信 这种腹中的啼哭 遇是还甘将会长着一条可怕的猪尾巴 于是祈求上帝 让孩子死在她的肚子里 但她恍然明白 而且说了又说 孩子在母亲肚子里 又哭又叫 并不表示 她有口技和预见才能 只能确凿地表明她不爱别人 这样贬低儿子的形象 却使她突然产生了对她的怜悯 然而 阿玛兰塔却跟她相反 她的铁石心肠 曾使乌苏娜害怕 她隐秘的痛苦 曾叫乌苏娜难过 现在乌苏娜倒觉得 她是一个最温柔的女人了 而且怀着同情心敏锐的感到 阿玛兰塔让皮埃特罗 克列斯比遭到毫无道理的折磨 绝不像大家认为的是由于她那报复的渴望 而格林列尔多 马克思上校遭到慢性的摧折 也绝不像大家认为的是由于她那极度的悲恨 实际上 二者都是无限的爱情和不可克制的胆怯之间生死搏斗的结果 在阿玛兰塔痛苦的心中 纠缠不休的荒谬的恐怖感 终于在这种斗争中占了上风 乌苏娜越来越频繁地提到雷贝卡的名字时 她总怀着往日的恋爱 想起雷贝石的形象 由于过迟的悔悟和突然的钦佩 这种恋爱就更强烈了 她明白 雷贝卡虽不是她的奶养大的 而是靠泥上和墙上的石灰长大的 这姑娘血管里流着的不是布斯蒂亚的血 而是陌生人的血 陌生人的骸骨甚至还在坟墓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可是只有雷贝卡 性情急躁的雷贝卡 热情奔放的雷贝卡 是唯一具有豪迈勇气的 而这种勇气正是乌苏娜希望她的子孙后代具备的品质 雷贝卡呀 她摸着墙壁 喃喃说道 我们对你多不公道呀 大家认为 乌苏娜不过是在胡言乱语 特别是她像天使加百利那样伸出右手打算走走的时候 但是菲兰达看出 这种胡言里面有时也有理性的光辉 因为乌苏娜能够毫不口吃地回答 过去一年家中花了多少钱 阿玛兰塔也有同样的想法 有一次 在厨房里 她的母亲正在锅里搅汤 不知道人家在听她说话 竟突然说老玉米的手膜至今还在皮拉 台列纳家中 这个手膜是向第一批吉普赛人买来的 再火 阿塔迪奥65次环游世界之前就不见了 皮拉 台带纳几乎也有100岁了 可是依然隐状 灵活 尽管孩子们害怕她那不可思议的肥胖 就像从前鸽子害怕她那响亮的笑声 她对乌苏娜的话并不感到奇怪 因为她已相信老年人清醒的头脑 常常比纸牌更加敏锐 然而 乌苏娜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 教导霍阿塔迪奥确立她的志向时 就陷入了沮丧的状态 那些靠直觉弄得更清楚的东西 她想用眼睛去看 就失误了 有一天早晨 她把一瓶墨水倒在孩子头上 还以为她是花露水里 她总想干预一切事情 碰了一个个钉子之后 就感到越来越苦恼 妄图摆脱周围珠网一般的黑暗 接着她又想到 她的失误 并不是衰老和黑暗第一次战胜她的证明 而是实事不佳的结果 她想 跟土耳其人良步的花招不一样 从前上帝还不骗人的时候 一切都是不同的 现在呢 不仅孩子们长得很快 甚至人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俏姑娘雷迈戴斯的灵魂和躯体 刚刚升到空中 没有心肝的菲兰达 马上牢牢叨叨 因为她的床单飞走了 十六个奥雷莲诺 在坟墓里尸骨未寒 奥雷莲诺第二 又把一帮酒鬼带到家中 弹琴作乐 狂饮烂喝 好像死去的不是基督徒 而是一群狗 她伤了那么多脑筋 耗去了那么多糖动物的这座疯人院 似乎注定要成为罪恶的冤手了 乌苏娜给货阿卡蒂奥装箱子的时候 一面回忆痛苦的往事 一面问了问自己 躺进坟墓 让人在她身上撒上泥土 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而且 她又无所畏惧地请问上帝 她是不是真以为人是铁柱的 能够经受那么多的苦难 但她越问越糊涂 难以遏制的希望 像外国人那样蹦跳起来 最终来一次片刻的暴动 这种片刻的暴动 使她向往了多次 推迟了多次的 她不愿屈从的生活 热望唾弃一切 从心中道出一大堆骂人的话 而这些话 她挤第三下四的压抑整整一个世界了 混蛋 乌苏娜骂了一声 正在动手衣服 装进箱子的阿玛兰塔 以为蝎子是了母亲 她在哪儿 阿玛兰塔惊骇地问 什么 蝎子 阿玛兰塔解释 乌苏娜拿指头坐了戳胸口 在这儿 她回答 星期四 下午两点 或 阿卡蒂奥去神学院了 乌苏娜经常记得她离开时的样子 板着面孔 无精打采 像她焦她的那样 没流一滴眼泪 由于穿了一件绿色灯心绒衣服 扣着铜扣 领口记着僵硬的花结 她热得气都喘不上来 或 阿卡蒂奥离开之后 饭厅里留下了浓烈的花露水味 为了在房子里容易找到这个孩子 乌苏娜是把花露水撒在孩子头上的 在送别午餐上 一家人在愉快的谈吐后面隐藏若激动 用夸大的热忱回答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神父的笑语 可是 大家把丝绒蒙面 银色包角的箱子抬出的时候 仿佛从房子里抬出一口棺材 奥雷莲诺上校拒绝参加送别午餐 咱们就缺一个教皇 她嘟农着说 三个月之后 奥雷莲诺第二和菲兰达把美美领到修道院学校去 带回一架就是小钢琴 代替了自动钢琴 正是这时候 阿玛兰塔开始给自己缝制练衣 香蕉热已经平静下去了 马孔多的土著居民发现 他们被外国人排挤到了次要地位 好不容易维持了以前的微薄收入 但他们感到高兴的是 仿佛传播失事时 终于侥幸得救了 波恩蒂亚家继续邀请成群的客人吃饭 昔日的家庭生活 直到几年以后 香蕉公司离开时才恢复过来 然而传统的好客精神发生了根本的文化 因为现在权力转到了菲兰达千里 乌苏娜被挤到了黑暗的境地 阿玛兰塔专心地缝制自己的恋衣 过去的女王有了选择客人的白油 能让他们遵守她的父母 教导她的言归就礼 那些外国人大肆挥霍轻易赚来的钱 把这个市镇摘行乌烟瘴气 但由于菲兰达处事严厉 波恩蒂亚家却成了旧习俗的堡垒 菲兰达认为 只有跟香蕉公司没有瓜葛的人才是正派的人 她丈夫的哥哥或阿卡蒂奥第二 甚至也受到区别对待 因为在香蕉热最初几天的混乱中 她又卖掉了自己出色的斗鸡 当上了香蕉园的监工 只要她身上还有这帮外国佬的传染病 她就休想再到这儿来 菲兰达说 家中的生活变得那么严峻 奥雷莲第二就觉得 在佩特纳科特家里更舒服了 首先 她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 把酒宴移到了情妇家里 然后 借口牲畜正在丧失繁殖里 她又把出兰和马舅迁到她那儿去了 最后 借口情妇家里不那么热 她甚至把经营买卖的小账房搬到了那儿 菲兰达发现自己变成了守活寡的妇人 时间已经迟了 奥雷莲诺第二 几乎不在家里吃饭 只是假装回家过夜 但这是骗不了人的 有一天早晨她不小心 有人发现她在佩特纳科特床上 然而出乎意外 她不仅没有听到妻子的一小点责备 甚至没有听到她最轻微的怨声 但是就在那一天 菲兰达把她的两口衣箱送到她的情妇家里 她是叫人大白天经过街道中间送去的 让全阵的人都能看见 以为不走正道的丈夫 忍受不了耻辱 会弯着脖子回到窝里 可是这个勇敢的姿态只是再一次证明 菲兰达不熟悉丈夫的性格和马孔多的风险 这里的习俗和她父母的救习毫无共同之处 每一个看见箱子的人都说 这是故事的自然结局 故事的内情是人人皆知的 奥雷莲诺第二却举办了三天的酒宴 庆贺她得到的自由 除了夫妇之间的不幸 菲兰达穿着硕长的黑衣服 带着过时的警示 露出不合时宜的傲气 好像过早的衰老了 而穿着鲜艳的天然丝衣服的情妇 受到被践踏的权利获得恢复 扬眼闪着愉快的光彩 焕发了青春 奥雷莲诺第二重新投入她的怀抱 像从前跟她睡在一起那么热情 因为当时她把她当成了她的孪生兄弟 跟两兄弟睡觉 她以为上帝给了她空前的幸福 一个男人能像两个男人那么爱她 复苏的情欲是遏制不住的 不止一次 他俩已经坐在桌边 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 一句话没说 遮上餐具